第777集 丁琪不想做负累 以前他不知道自己的心到底怎样 后来他渐渐地明白 叶灵天在他心中留下的烙印很深的 如果没有叶灵天 人生总缺点什么 与其任凭他一个人打拼 自己在后方提心吊胆 倒不如并肩作战 关键时刻 给予叶灵天助力 由此丁琪连忙着问张雨明 如果用了金沙秘法 我的实力会不会 丁琪朝天雪飘了一眼 小手对着一边的宇宵宫内门弟子一指 实力会不会比他强 似言已出 宇宵宫内门师姐立马就不乐意了 比我强 你该不会是翅膀硬了 要找宇宵宫的麻烦吧 丁琪赶紧低下了头 小脸圈唧一红 那名御宵宫内门弟子 纵然表明看起来才二十来岁 实际年龄至少奔四了 跟丁琪这种乳秀未干的小姑娘 一般见识真有点不好意思 年轻人嘛 谁没有口出狂言的时候 当然也有犯错的时候 而今网络上有句话说得好 青春就是用来挥霍的 于是便摇了摇头 将头扭向了一边 张语明也觉得丁琪话说得唐突 客厅都是真武镜好手 耳朵一个比一个灵 正所谓祸从口出还是优质点好 至于金沙秘法 能让丁琪升到什么层次 一要看丁琪的天赋和领悟 二是要看他以后的发展 不好悔的 不过至少也能突破真武镜 毕竟金沙宝库存放的好东西不少 特别是那间密室 十日之内如果没人打扰 你会成为高手 张语明正色地说道 级别的话不好说呀 张先生那就拜托你了 丁琪轻轻地言道 只要不成为他人的负担就成 丁秋连见丁琪如此地缩地 答应下了一大跳 赶紧将其拽到一边 赤道 你是不是疯了 好好的日子不过 非要去趟武门这趟浑水 武门世界有多凶险你知道吗 好好看看你夜灵天 他多精明 在武门世界还渗不开拳脚 你若进去就九死一生 丁琪想了想 几声地问道 妈 如果当年你在父亲身边 会眼睁睁地看着父亲 被贱人所害吗 丁秋连一愣 想了想叹了口气 我没那个实力 如果有 我拼死也要护他 不过 那时候已经有了你了 我想我的选择 还是会和现在一样 那 如果有实力呢 丁琪轻声细语中 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如果有 你肯定会将坏人杀得片甲不留 所以我决定了 既然这是一个弱弱强食的世界 我就成为强者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必须把握住 我不许你这么做 丁秋连声色巨逆 如果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妈 就不许掺和五门的事 你爸就是前车之计 你不能步他的后尘 妈 我长大了 这是我的选择 我要凭我自己的实力 在五门世界里 应该走得不会太差 丁琪拳头紧握 倔强地说道 我不想我的人生有遗憾 你 你这孩子 你怎么就不听话呢 丁秋连气呼呼地说道 这不是听话不听话的事 我想把握住自己的幸福 自从认识了叶大哥 他一直都在帮我们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没有他 我们的人生会走向哪里 丁琪咬着红唇 想到第一次 跟叶灵天相遇的场景 眼圈都红了 你知道吗 我为了给你筹措医疗费 我出 我出去 我用我的身子换钱 幸亏碰到了叶大哥 如果是其他人呢 丁秋连好像被雷点劈了 他举起右手 想给丁琪重重来眼过 可看着女儿的眼神 手缓缓放了下来 是啊 如果没有叶灵天 自己已经死了 而丁琪的人生也毁了 如果不是叶大哥 我们不会有现在的生活 丁琪抱着丁秋连 静静地言道 我知道 跟张先生走了 咱们相见的机会就少了 但这有相见的那一天 届时 是团圆 那时咱们再好好享受生活 心里踏实 日子也舒服 丁秋连张了张嘴巴 原本还想再去 想想谁在找不到理由 他拍了拍丁琪的后背 轻轻地言道 妈有一个要求 活着 一定要活着 那么难的日子 咱们都挺过来了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都要挺住 活着并不容易 特殊情况下 活着是非常奢侈的词 丁琪纵然从未接触过 五门世界 却也从夜灵天的遭遇 见识到五门世界的凶险 不过 这样的世界也很单纯 只要强大起来 就有发言权 那么 就单纯地追求强大吧 打定心思 丁琪对张雨明说道 张先生 咱们走吧 去金沙宝库 好 张雨明随着隋红曼 点点头 一同出了门 丁琪看了眼天雪 静静地走了过来 惊声地说道 天雪长老 你跟夜大哥 也跟我一起去吧 天雪提着碧海晴天剑 站了起来 笑着说道 天下宝库是金沙门的 我们外人去 终究有些不太好吧 夜宁天着实不明白 这话天雪 怎么好意思 说得出口的 你都张开血喷大口了 金吃什么呀 丁琪咬着红唇 正次地说道 天雪长老 金沙门 已经灰飞烟灭了 如果热热强食 是五门世界的规则 那么金沙宝库 就是你们的战利品 你有资格去 天雪 冲丁琪伸出了小手 欢迎你进入到五门世界 你在五门的道路上 会走得很高 走得很远 夜宁天站了起来 一脸凝重 丁琪啊 你确定考虑好了吗 我告诉你啊 世上并没有后悔药的 叶雅哥 我做事从来不后悔 我不想成为弱者 夜宁天低着头顿了一会儿 点点头笑道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你必须尊重 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大人了 丁琪挽着夜宁天的胳膊出了别墅 对身后的天雪说道 天雪长老 我可以坐副驾驶的位置吗 当然可以 天雪这般说着 靠在后排座椅闭目养神 夜宁天发动汽车后 就一言不发 紧紧跟着前面的歌诗图 他的车后 三辆奥迪脚车排成椅子 静静地跟在后面 叶大哥 你在外面的时候 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丁琪冷不丁地问道 太忙 夜宁天将红塔衫叼在了嘴里 正准备点燃的 想了想又放了下来 此外 我也没有打电话的习惯 丁琪嗷了一声 将香烟递给了夜宁天 想抽烟就抽吧 我没有关系的 还是不要了 二手烟危害很大的 夜宁天咧嘴一笑 麦克经常说我不深深 咱今天尽量地朝深室靠拢 丁琪嗷了一声 想了想说道 哦 如果你在外面忙的时候 有时间的话 还是给琴姐姐和楚姐姐去个电话 他们挺担心你的 电话也不需要太平凡 隔一个月打就可以了 知道你平安无事 他们也心安 我看得出来 前阵子你闹得动静那么大 他们的精神非常不好 夜宁天听丁琪这般一说 无奈地说道 哎呀 尽量吧 有时候啊 刚拿起电话 睡醒就来了 这话尚未说完呢 就听后面的天雪冷冷地言道 丁琪 你即将成为舞者 我奉劝你一句 想要变得强大 就必须秉除一切杂念 否则修为境界 永远不会提升 丁琪一愣 回头笑道 谢谢天雪长老提醒 夜宁天之所以突破如此缓慢 归根究底还是心不尽 如果琐事能够少一点 我想他的修为部说 与我比肩至少 不会差得太远 天雪将剑放在了一边 严肃地说道 仅仅过了几天 我又突破了一层 换句话说 我具备秒杀夜灵天的实力 可是他还在原地踏步 这种状况 如果继续持续下去 他的未来会非常的危险 大爷的 老子跟丁琪说话 你插什么嘴啊 你是纳兰夺夺 都归缩千年之久了 老子跟你这个变态比啊 夜灵天咳嗽了一声 淡淡言道 那个天雪长老啊 不要用你的标准 去要求别人 如果我有你那么牛 金沙门和小红门的事情 真不劳您费心了 天雪很是不爽 音量陡然增大了 夜灵天 请注意你的语气 金沙门和小红门 是玉霄宫拿下的 但我只要两成资源 其他的全部给远深药业 这样的好事 打着灯笼都很难找 搞得你好像吃了多大的亏似的 还有金沙宝库 虽然不知道里面有多少资源 但小红门和金沙门如此重视 资源定是会让人大吃一惊 如此横财你一个人独吞 会撑死 我过去说白了就是替你背黑锅 帮你减轻压力 夜灵天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立马狗饶 哎呦 你老别生气啊 我说错话了还不成吗 知道说错话就好 天雪对着车窗 小声随随念叨 真不是东西 良心让狗给吃了 丁极看看夜灵天 又抽抽天雪 而后咬着红唇 看向夜灵天的眸中 全是忧虑 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有些暧昧 可他们分明是敌人 如果有一天 站在队里面 见识 在他的胡思乱想中 车子不知不觉 上了高速了 向前行紧了大约五十公里 各事图左转 就穿过了戈壁滩 朝着腾格里沙漠市去 这是丁极第一次见到沙漠 天雪也是第一次看到沙漠 两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漫天的黄沙和白雪 掺杂在一起 构成了一幅 波澜壮阔的景象 远远看去 觉得人瞬间渺小许多 心胸也开阔许多 歌师徒缓缓停下 略有些苍凉的停车场 整整齐齐排了 一排的越野车 叶宁天下车之后 朝沙漠看了一眼 问张雨明 金沙宝库在沙漠里啊 嗯 是的 距离这里还有一百多公里 张雨明朝着叶宁天身后 缓缓停下的几辆奥迪轿车 看了一眼 笑着说道 沙漠啊 轿车进不去的 一般的驾驶技术跟不上 恐怕要用专制司机 叶先生不介意吧 人家金沙宝库都贡献出来了 还借一个屁啊 叶宁天刚刚问下车的天雪 哎 你晕车吗 晕车 天雪不屑地撇了撇嘴 没有吭声 哎呀 捂着还晕车 那就一笑大方了 叶宁天对天雪诡异地笑了笑 扭头又问丁琪 你晕吗 丁琪有些不解 我还好 叶大哥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们将车子啊 开到沙漠府地 一百多公里的地方 要想赶回来 路上会耗费不少的时间的 所以车速啊 应该放得很快 叶宁天将香烟点燃 美美地抽了一口 如果不晕车的话 我带你们啊 玩玩沙漠冲浪 沙漠冲浪 天雪对这个词汇很陌生 见丁琪眸中闪烁些许的狂喜 便问道 很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丁琪小脸兴奋地通红 以前听师友说过 那种感觉好像在 云端漫步 心脏都要跳出来的 叶宁天拍了拍丁琪的脑袋 笑得很是温柔 这次啊 让你见识见识 叶大哥的能难 上次我看到你赛车的视频 当时就在想 如果当时我坐在车里 会是什么感觉 没想到终于有机会了 丁琪很是兴奋地说道 张宇明见丁琪如此开心 也爽朗地笑了 差点梦记了 叶先生可是赫赫有名的车手啊 我们一定能节省不少的时间的 准确来说 应该是传说中的最强车手 好了张先生 别废话了 照顾大家上车吧 你们先在前面跑 车速啊 尽量地放快 不过之前要跟 玉霄公的高手说清楚 否则他们以为啊 你们玩花样 背后一箭捅过来 那就成了笑话了 叶灵天朝着一边沉默不语的 几名玉霄公内门的师姐 挪了挪嘴 张宇明脸色有些不自然 这不至于吧 面对玉霄公 我真没耍花招的胆量啊 叶灵天尚未说话 就听天雪寒盛地说道 玉霄公向来光明正大 背后捅刀子的事做不出来 不像某个人 偷袭一套接一套 让人防不胜防 对对对 你们不屑于偷袭 擅长当面捅刀子 叶灵天不想在这个时间啊 跟天雪打嘴仗 将香烟丢在地上 从张宇明手里接过车钥匙 打开车门 对还站在原底 有些模糊的天雪说道 别愣着啊 赶紧上车 让你体验一下 速度与激情 天雪上了几步车 就准备对叶灵天 刚才没良心的言行 进行强烈的谴责 还有抗议 哪里想 小嘴刚张开 一句话就传到了耳畔 系上安全带 天雪被叶灵天的话 给逗乐了 安全带 叶灵天 我可是真无尽武者 不需要这玩意儿 第778集 你射很强 可将内力用在 抵抗颠簸上 不觉得浪费吗 再说啊 真怎么玩了 你也体会不到 冲浪的乐趣 我展示车技 还有什么意思啊 叶灵天这般说着 将安全带 抽了过来 帮天雪击手 伸出手指 在天雪面前晃了晃 神秘兮兮地说道 哎 我保证啊 非常刺激 在沙漠开车 是我的拿手好戏 哪里好像是 你拿手好戏 险这没事 耍这些小把气 有意思 天雪 言语间全是不满 不过谋中 却有些许的期待 看丁琪的架势 貌似很好玩啊 几辆击步车 陆续地冲进了沙漠 很快就不见了踪迹 而叶灵天 还在原地不动 天雪伸手 拍了拍叶灵天的肩膀 没好气地说道 怎么不跟上去 丁琪对天雪 艳然一笑 叶大哥之所以 还不发动汽车 只准备后来居上 沙漠冲浪 速度放到最快 才最有意思 天雪宣机就明白了 问道 确定能跟上他们 哎呀 闭着眼睛 都能跟上 叶灵天晃了晃脑袋 伸了伸拳脚 懒洋洋地说道 准备好了吗 好了 丁琪有些急不可耐了 出发 一临天一脚油门 车子以极快的速度 飞进了腾格里沙漠 丁琪抓紧了扶手 吉普车朝着高高的 沙丘直冲 轰的一声 车子飞了起来 丁琪闭上眼睛惊呼的出声 清秀的面旁挂着喜悦 疯子 这家伙是疯子 天雪在车子重重落下之后 竭力保持平衡 正准备提醒 叶灵天开慢点 拿向叶灵天踩着油门 冲着更高的沙丘 击齿而去 太刺激了叶大哥 再开快点 盯起扭头看向叶灵天 双眸闪亮 好嘞 叶灵天油门踩到底 方向盘一打 这次比上一次飞的 还要高了 车子落地后 沿着沙丘倾斜俯冲 紧跟着 向沙丘的高处 又一次的机制 那种悬空感 坠落感 让丁琪很是兴奋 喊的是地动山摇 偶尔睁开双眼 满满的都是幸福 幼稚 天雪间 叶灵天刻意制造颠簸 心中淫淫给了评价 不过 评价的同时 他也渐渐地散去内力 小手紧紧拉住扶手 让心静下来 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 去感受每一次的腾空 每一次的坠地 每一次的极致 渐渐地 他的窍面开始涨红 瞪大眼睛 看着车子 从一个个的沙丘飞过 倾斜着身子 体会吉普车 沿着沙丘高处 倾斜极致的刺激 远处 已经有了张雨明等人的踪迹了 他们沿着沙路向着金沙保护的方向奔驰 很快的 这些人就听到了叫声呼喊 张雨明等人的目光旋即放在吉普车上 看着一次次腾空的吉普车 他们齐齐咽了口唾沫 哎呦 这开的是车吗 负责驾驶的司机也都是沙漠行车的老手 刚开始进入腾格里沙漠 他们也按照夜明天的套路 玩了一把冲浪 后来 在玉霄公弟子不屑的目光中 他们感到了强烈的挫败感 自然也丧失了玩闹的心情 老老实实开车 而今看到夜明天驾驶着吉普车 在沙丘上飞来飞去 再看看玉霄公弟子 眨都不眨的眼神 他们方才明白 不是玉霄公弟子无趣 而是自己不会玩 纵然在沙漠中翻车不是太危险 可如果他们以夜明天的速度 行驶车子必翻无疑 沿着高高的山丘 以那般快的速度向前 继而向上猛冲 车子还在半空划出一道湖下 这事别说坐过 听都没听过 更让人无语的是 即便玩着跑 夜明天也追上了他们 似乎只要愿意 夜明天随时可以将他们远远地撇在身后 夜明天 今日的表现毫无疑问 伤害了他们脆弱的自尊心 正所谓支持而后涌 领头的驾驶员拿起无限对讲机 扯着嗓子好脚道 喂喂 加速前进 显然 这种反应是赌气的 依照张雨明的性格原本肯定会制止 不过现在却有了玩意闹的心思 于是凑到驾驶员的耳畔说道 咱们是在平地上跑 夜明天是在沙丘上玩 如果这都被追上 太没面子了 诚哥 这个兄弟不给你丢人了 驾驶员蒙才有门 车数陡然提升了一个境界 车队见顶 头的像吃了蓝色小药丸子的狂飙 紧跟着 也开始服用兴奋机了 沙漠进车正式开始 靠 夜明天朝远处看了一眼 扭头对丁奇大声地说道 诶 好玩吗 好玩 丁奇点了点头 双手做话筒状 对着夜明天喊道 还可以更快吗 当然可以 夜明天笑道 心里却犯嘀咕 这么一玩回去之后 车子肯掉大胸 不过 带着丁奇像今天这么玩的机会 夜明天这般想着 突然回头 看向天雪 却见 记忆地部长老 小脸通红 好像正在玩闹的孩子 一阵的失神 好好开你的车 天雪急了 娇声地说道 好玩吗 夜明天浑身一阵 赶紧说道 跟席练轻功的时候 没什么区别 天雪不屑地撇撇嘴 似乎对沙漠冲浪 真的不感兴趣 不过 他期待的眼神 竟然出卖了他的灵魂 现在让你感受一下区别 夜明天这般说着 脸上的嬉笑不见了 计算好路线之后 将车速提到了极致 吉普车再次地 冲上了沙丘高处 腾空而起的瞬间 夜明天还在踩油门呢 落地一瞬间 车轮带着飞沙白雪 呼啸着朝另一个沙丘飞去 颠簸感大大下降 车子似乎较至先前更加的平稳 悬空感和坠落感 却是越来越强 远处的驾驶员彻底无语了 夜明天那辆吉普车的行驶速度 怎么会越来越快呢 更加难以置信的是 落地瞬间几乎没有停止 那是吉普车不是飞机啊 怎么能在沙丘时起落呀 大爷的 这小子太变态了呀 远处的驾驶员 眼看着夜明天文文跑在前面 一点办法都没有 在这一刻 他们突然发现 自己没在沙漠中开过车 更准确地说 好像自己的驾驶证是买来的 他们又一次加速行驶 几乎失足了吃奶的劲 饶使如此 依然被甩在身后 一直到一处略显破败的土城废墟前 车队停下来的同时 那辆疯狂的吉普车 冲着他们呼啸而来 就在吉普车即将抵达的刹那 急促的刹车声响起 车轮甩出了一片黄沙 在沙底滑出了一道曼妙的轨迹 文文听在领头的吉普车前面 与车队成了一字形排列 不差分号 张宇明等人面面相聚 这家伙的车戟 上帝都是他教的吧 一临天将车子熄火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问一旁惊魂未定的丁琪 来 过瘾吧 非常非常刺激 叶大哥 你太了不起了 丁琪这才反应过来 兴奋地说道 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次经历 太刺激了 没想到车子可以这么开 阴雪平复了下心神 将碧海青天剑从剑河中拿出 飘了叶灵天一眼 对丁琪说道 车子绝对不可以这么开 你的叶大哥作弊了 叶灵天有些无语 你坐在后面享受了不是 还好意思泼凉水 什么东西啊 作弊了 丁琪略有些不解 天雪见夜灵天很是不爽 想了想说道 不过即便作弊也是完美的作弊 将内力制化驱动车轮 如此娴熟 连我都做不到 看来花戏楼交给你的那一招 你运用出花了 当然我也承认你的驾驶技术 着实非凡 比天海国际邀请萨还要出彩 看来在赛车领域 你称第二 没人敢称第一 个人觉得你其实不该在五门世界混 如果在世俗的赛车界 你应该是一个传奇 嗯 这说的才像人话嘛 叶灵天伸出石址 在天雪面前摇了 嗯 我不仅是赛车界的传奇 在五门世界同样是传奇 只要我踏足的领域 永远都是传奇 这货怎么一点都不谦虚 天雪饶有意味地看他一眼 笑着说道 是吗 灵奇赶紧拽了拽 叶灵天的衣袖 意思是 话别说得那么死啊 在五门世界里是传奇 天雪朝哪摆啊 玛丽说过 天雪目标大着呢 今天你说这话 这不明摆着提前向天雪宣战吗 叶灵天眼皮一抬 打开车门 笑眯眯地说道 在影视剧中 打酱油 每个人留下影响 是无奈的 配角的命运往往是身不由己 这是残户的 只有主角才能先量到最后 我不想做配角 更不想打酱油 又不想死 所以只能做男一号了 天雪奄然一笑 赞叹地说道 那就沿着男一号的道路好好走 不过 大戏永远不是一个人演 除了男一号 还有女一号 并且在某些影视剧中 女一号才是真正的主角 天雪长老 我一定为女一号 做好服务工作 引天说完 帮丁奇打开了车门 柔声地说道 下车吧 丁奇从车上下来 面对满目的黄白衣色 扶了一下长发 帮叶灵天拍了拍大衣裳的西纱 叶大哥 谢谢你让我享受了一次沙漠冲浪 叶灵天朝无边无际的沙漠看了一眼 说道 如果你喜欢等事忙完重回腾克里沙漠 好到时候咱们带着秦姐姐和楚姐姐一起来 还有玛丽和艾薇 到时候咱们开车在沙漠吃烤羊 如果 丁奇咬着红唇 朝天雪那边看了一眼 低声地轻轻言道 如果西军姐和倩雪姐也能来 就更好了 肯定能一起过来的 我都难以后了 还有什么干不成的呀 叶灵天自信满满地吹吹天空 这个边缘 待我向来不差 前面的路啊 或许曲折 但前途一定光明 丁奇对此不敢认同 老天后代叶灵天嘛 不不不 如果发生在叶灵天的身上事是后代 只要脑子没问题的 都会选择做上天的弃儿了 叶灵天见丁奇站在原地不更生了 拍拍他的相间正式地说道 其实啊 前方的路永远都不好走 挺住 我师父将我送进森林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我现在送给你 叶大哥你说 即便是像狗一样活着 也别死去强 因为活着有未来 死了没有 叶灵天一字一句地说道 叶大哥 你这句话 我会记住一辈子 丁奇低着头看着脚下的黄沙 嘴角突然荡漾起了几次幸福 现在很怀念在近海的日子 如果一直都是那样的生活 其实 真的很不错 叶灵天一浪 看着缓缓走来的张雨明 冷不丁地说道 丁奇啊 我对不起你 丁奇浑身一震 眼眸旋即红了 他凑到叶灵天的耳畔 颤声地说道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可是你不是神 做的东西都压在肩膀上 铁人也会崩溃 我此次选择了舞者的路途 纵然以后帮不上你什么大忙 却也不会成为你的累赘 其实换成了楚姐姐和亲姐姐 也会这般 我们真的很想 做对你有用的人 木然回首 在近海那段瓶颈的生活 早早地画上了句号 或许在时间上 那段往事并不遥远 可在心里如隔万年 叶灵天闭上眼睛 想到先前心底的打算 一脸颓然 丁奇啊 其实世俗生活很好的 丁阿姨说的对 你的选择可能是错误的 我们这趟浑水啊 你不该疼的 其实现在说这些话 有些虚伪 在一定程度上 我刚才有鼓励 你进入我们世界的表示的 这是我的选择 不是你的要求 跟你没有关系 丁奇见他这副模样 声音渐渐冷了下来 怎么会没关系啊 如果不是我无能 你如何也不能进入世界的 叶灵天没敢看丁奇的眼睛 你是一个大学生 这不是你的路 丁奇蹙了索眉头 细声地说道 叶大哥 当你出现在我的世界 世俗的生活就把我赶出来了 我不想跟不上你的脚步 同时 我也是一个独立的灵魂 我自己酿的酒 我自己喝 自己选的路 我自己走 叶灵天一愣 欢欢言道 其实还是有的选的 这个有的选 是你自以为是 丁奇指使叶灵天的双眸 鼓足勇气 从先前的轻声细语 变得掘地有声 我知道我们相遇的那一刻 你不想我们之间有太多的瓜哥 却不得不承认 我间接沿着你的脚步 一步一驱地走 走得身不由己 走得心惊胆战 走得无可奈何 其实何止我 玛丽姐姐也是这般 楚姐姐和秦姐姐 也不能免俗 差点忘了还有艾维尔 别告诉我到现在 你都看不懂我们的心 也别说你不懂感情 第779集 这话就像是一道惊雷 批得叶灵天哑口无言 此刻的她 像沿川的贺兰山一般沉默 有些话 不是大家不想明说 只是不敢 我怕我说出去之后 会从你的身边彻底离开 丁琪笑着看向叶灵天 眼角却有泪水流下 你的态度 对我们不公平 叶灵天摸着手里的戒指 淡淡回道 我初中毕业证啊 都是买的 你说的话太深奥 我听不懂 不过人生的路啊 有分段的 现在是这样的想法 以后可能就变了 不要将自个儿 遭到定性了 否则是对自己人生 不负责任的 丁琪见叶灵天 这般说着 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有些路不会分段 特别是感性 认定了就是一辈子 叶灵天咽了口唾沫 拍了拍丁琪的头 人小鬼大的 什么一辈子两辈子的 你有多少阅历啊 如此斩钉戒铁 完全就是孩子气 如果过了很多很多年 我们的初中不变呢 你准备怎么处理 丁琪静止问道 丝毫不顾及叶灵天 渐渐阴沉的脸色 叶灵天有点不耐烦了 我不知道 现在回想楚姐姐说的真对 如果你不是天字第一号大笨蛋 就是天字第一号阴谋家 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我们套进去了 最后却换得你一个不知道 丁琪激然一笑 而后脸色一变沉声地说道 但我们认了 不管你想不想怨不怨 我们都会坚持 即便是白发层眼 看看再说吧 叶灵天抽出了一根香烟 点燃之后一点都无所谓 反正白头的又不止你一个 天雪在一旁是恨不得 踹叶灵天计较 我这样心如止水的人 都看出丁琪早已沉沦 说句没有良心的话 这货怎么好意思说得出口 这种男人带傻 不过内心深处 天雪竟然是隐隐窃喜 这种诡异的反应 让他陡然一惊 然后赶紧静下心神 脸色也随之寒了下来 张雨明原本想领着叶灵天和丁琪 进入金沙宝库 却见两人在一边细细低语 貌似情深深雨蒙蒙 于是非常识趣地跟随洪曼站在了一边 随洪曼拽拽张雨明的胳膊 叫声地说道 你看叶灵天刚才那嘴型 好像说白头什么不止丁琪一个 我真替丁琪不止 你呀 张雨明看着丁琪的笑面 如渐渐鲜花绽放 无奈地说道 修为数比我高 不过对言语的揣度 抬不上档次了 随洪曼脑海中旋即一亮 你的意思是说 叶灵天 叶灵天心中有坎 过了这个坎啊 一切都好办了 张雨明对着浩瀚的沙海 孝顺地说道 男人的心啊 没你们女人想的那么大 空间有限 不过想看了一切就通了 叶灵天在等也在想 叶灵天见大家都看一下这边 老脸旋即一红 本不想跟丁琪再说下去 不过想到五门世界的凶险 还是禁不住提醒 进入五门世界 我要赠送你几句话 你一定要听好了 第一 人不畏己天诛地面 第二 借势打势毫不容情 第三 居心否测 谨慎为上 丁琪扶了一下额头 被风吹散的头发 心前轻轻绣绣的他 此刻眼眸尽是沧桑 叶大哥 我不是三岁小孩子 有些道理我都懂 别为我担心 如果没有脑子 恐怕早就活不下去了 我长得一点也不丑 自小到大 打我主意的人很多 花招一套接着一套 我那么小的年纪 都能周旋过来 长大以后的五门世界 不说混得风生水起 至少也不会太差 叶灵天细细一想也是 看来啊 先请我被你的外表 给蒙蔽了 丁琪顺势 挽住了叶灵天的胳膊 朝着张雨明一步步走去 从樱桃小口中 蹦出的话语 一改先前的风范 在这个世界 特殊情况下 扮演弱者 要比扮演强者更讨喜 但不管怎么说 内心一定要强大 脆弱的 只会成为 别人脚下的尸体 叶灵天脚步一顿 骤然发现 纵然相处有些日子了 却从未看清 这个貌似娇柔无助的女孩 叶灵天黑着脸 一声地常看 哎呀 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丁琪将叶灵天 朝自己身边转了转 甜甜地笑道 省油的灯不亮 照不亮 埋在黄沙中的金子 叶大哥可是一块 不折不扣的狗头金 能够照到你的灯 自然非常好友 叶灵天轻咳一声 看看远处的张雨鸣等人 将丁琪的小手拿开 哎 以前挺进去的 也被楚遥镜带坏了 丁琪嘴底嘀咕着 却没有再往叶灵天的胳膊 并且跟其保持一定的距离 张雨鸣 见天雪和叶灵天都走了过来 跟随洪曼对视一眼 两个人一起蹲下 拨开了脚下的黄沙 年代久远的石板旋即显现 夫妇俩分别从身后 拿出了两块铜牌 一左一右 反方向一拧 金沙宝库的入后开了 叶灵天等人跟在 张雨鸣夫妇身后 沿着石阶 欢欢下行 宝库内的灯 旋即亮起 叶灵天看着宝库角落 摆放的储备物资 又瞅瞅宝库的 现代化应急设备 赞叹地说道 张先生的工作 做得很足啊 金沙宝库年代久远了 如果不羞容啊 恐怕撑不掉到现在的 当然 如果走投无路 金沙宝库处在沙漠腹地 也比较安全 该准备的自然要准备齐全的 张雨鸣紧紧拉住 隋红般的小手 扭头对沉默不语的天雪说道 金沙宝库里的东西 要是交到我手中的时候 没有挨掉 至于之前有没有流出 就不清楚了 天雪面无表情地回道 宝库里的东西就这么多 多一件少一件没什么 你这些年肩负使命 取走一些也是应该的 张先生不必刻意强调 隋红般赶紧回道 匹夫无罪怀避其罪 东躲西藏的日子 我们够了 只要安安静静地过往后半生 宝库里的东西 哪在手里太危险 我们该将干报完的事报完 干干净静地离开我们世界 天雪嗷了一声 回道 这个愿望 你们一定会实现 谢谢天雪长老 张雨明走到一处石门前 掏出了一把钥匙 递给丁琪 他小姐 还是你来吧 丁琪接过钥匙 按照隋红曼的折点 将钥匙翻转了一下 右门旋即缓缓打开 啪哒一声 丁琪手中的钥匙落在地上 他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 灯光照耀下 黄金光芒死射 还有数不清的珠宝堆在一边 以灵天咽了口唾沫 扭头对天雪说道 这也太多了吧 这里面有西夏王朝的积累 能不多吗 天雪见夜灵天 眼珠子都亮了 对这货有些无语 好歹你也是真武镜武者 这点定力都没有 你在意的应该是资源和武功心法 叶宁天细细一想也是 钱财对污者来说真是可有可无 不过如山的金银财宝 还是淡定不下来呀 眼珠子别转了 这些财富全是你的 我不要 天雪很是慷慨 富婆气势瞬间飙升 玉霄公不缺这点钱 这个 那多不好意思啊 天雪少丁其挪了挪嘴 没好气地说道 这话你不该对我说 丁其扭短头来 对叶宁天笑道 前阵子听楚姐姐说 远深药业那边的资金有些吃紧 前世集团都开始调动部分资金 来补漏子了 现在看来 这笔财富应该能派得上 不过这么多财宝又运出山漠 好像挺费功夫的 天雪飘了叶宁天一眼 毫不客气地说道 别小看你叶大哥 距离不远的地方 人家可是有飞机场的 飞出去几次金山都能搬得走 叶宁天无奈地叹了口气 哎呀 天雪长老 看破不点破 对你来说就那么难哪 天雪双手环保胸前 对叶宁天嫌不嫌淡不淡地说道 我这个人行得正走得直 不喜欢拐弯抹角 叶宁天懒得跟天雪废话 捡起一块金条颠了点 抬头对丁其说道 这些金银财宝我全要了 丁其嗡了一声 柔声地说道 运输过程需要注意点安全 这里是沙漠 没有飞机跑道 我用运输直升机 驾驶飞机的也都是老手 技术非常出色 不会出问题的 叶宁天将金条朝里面一丢 对张宇明说道 这时麻烦张先生你下路 我将联系方式给你 张宇明将手机一边联系方式 一边说道 叫你跟天雪长老商量好了 我这边没问题 不过运送的时间呢 最好定在十日之后 嗯行 也不急于一时的 张先生 带我们去看看资源吧 天雪长老对这些好像并不感兴趣啊 嗯 这便行 张宇明将叶灵天等人带到了一个房间 指着里面的仙草灵药 很谦虚地说道 可能玉小宫看不上眼 不过却是西夏这地方 数千年的积累了 只有这么多了 叶灵天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满屋仙草灵药 且均是传说中的仙品 前些天 天雪 让薛正风送过来的 跟面前这些完全没有可比性 不仅叶灵天 眼珠子折了 天雪也倒出了口冷气 从数量上来看 玉小宫的积累 确实比金沙宝库强了许多许多 但从质上对比 玉小宫的优势真的不怎么明显 更难得可贵的是 其中一些仙草灵药 比如七野 暗金莲等 是直接可以服用的 对修为的注意非同凡响 这东西在内门 绝对是价值连城的珍宝 我终于理解张鹏刚 为什么费尽心机的 要找金沙宝库了 这里面的积蓄 的确可以让金沙门 一改先前的萎靡 迅速攀升 天雪情不自禁地 发了句感慨 发现 叶灵天正直直看向自己 便说道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嗯 还按约定来吗 你二 我八 叶灵天是探着问道 天雪飘了眼内门师姐 淡淡言道 你觉得呢 那个情况是这样的 外面的金银财宝啊 我全收了 这些资源啊 自然得 价钱分成 三期如何 叶灵天 挠了挠头说道 天雪朝远处的金山 看了一眼 凑到叶灵天的耳畔 敲声地说道 外面那些是货真价实的金山银山 论价值怎么着 也得折四成 考虑到你刚才的话体现出了合作伙伴的诚意 我也不忍心要太多 五五八 叶灵天 脸色当极致 天雪啊 你怎么好意思说得出口啊 外面那些真金白银 折合现金才多少钱呢 这些资源才是重容之重啊 你有意见 天雪将碧海青天剑抱在胸前 慢条斯理地问道 误开就误开吧 咱们之间的友谊啊 比这些仙草宁要贵多了 叶灵天慷慨地说道 嗯好吧 其实不慷慨也不行 人家先前都说了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人是会丧失理智的 刚才那批金银珠宝 天雪可以不屑一顾 可这批资源不一样啊 如果叶灵天 真要是二八分城不松口 天雪动用武力 叶灵天的一分也摸不着 如果是其他人 会立刻接口说二八 你只说无我 看来你的胆识 绝非常人可及 天雪扭头对内门师姐说道 将资源运回沙湖别墅去 是 玉霄公弟子冲天雪一攻手 就领着几门内门高手忙活开来 叶灵天盯着这些仙草灵药 想了一会儿 对天雪说道 有些资源啊 我是在必得 其他的呀 你可以多拿 回家再说吧 天雪轻声地说道 跟丁祺告别吧 隔壁密室聚集了不少真武精好手 看来待会儿 什么金沙秘法 都要走上台面了 天雪说的没错 张雨明看看手表 跟随隋鸿曼 对视一眼之后 走到了丁祺跟前轻声地说道 大小姐啊 金沙保护的储备有限 且再过半个月 腾个离沙漠的好天气就没了 完成金沙大把多则一个月 少则九天 为了节省时间 咱们还是着手进行吧 丁祺嗷了一声 转身看向叶灵天笑着说道 叶大哥 你还能在阎传待多少天啊 应该啊 等不到你从密室出来 叶明天朝金沙门真无尽所在的密室 飘了一眼 神色凝重 如果出现意外 不要忘记联系我 我的手机号码不愿的 叶大哥保重 丁祺点了点头 骤然转身 义无反顾地跟着张雨明 进入了密室 丁祺看着丁祺的背影 栩栩言道 你也不需要想太多 个人感觉他进入五门世界 要比在世俗带着更合适 在世俗 他的发展非常有限 在五门世界 应该会闯出一片天空 叶明天不解地看向丁祺 你了解丁祺啊 我看人的目光还算准 她是一个很有诚服的女孩 甚至比你手底下的玛丽 还有诚服 这样的女孩再世俗 纵然是吃不了大亏 却也没什么太大的成就 缘由很简单 她的性格注定 她的社会资源不多 本身实力又弱 可是成为舞者就不好说了 天雪背负双手 看着张语明的人 帮着玉霄公弟子 迅速朝外运送着资源 沉深地说道 不管五门世界还是世俗 都是男权社会 不过在五门世界 男权的影响稍微小一些 也就是这个小小的空间 足够他翻江倒海 叶灵天咽了口痛吗 丁祺没你想得那么强吗 那我们拭目以待吧 天雪挺起胸膛 缓缓言道 不要小看女人 女人有时候爆发的能量 会让男人瞠目结舌 大爷的 你幸亏在五门世界 这要是活在世俗 百分百的女圈分子 一明天沿着金沙宝库 走了一圈说道 密室有些闷 到外面站上去 好 天雪对这个提议举双手赞同 她还是比较喜欢沙漠的 特别是落过雪的沙漠 那种苍凉和浩瀚 让她征服的欲望 悠然而生 在那一瞬间 她突然有一种 君临天下的感觉 风纵然不是很大 却也带起地上的洗沙 叶灵天站在天雪旁边 看了一眼 凝视远处的女子 轻声地问道 你什么时候走啊 天雪回过头来 对叶灵天奄然一笑 你呢 资源分配好了 就该走了 金沙门和小红门一倒 拿下腾格里沙漠的项目 毫无悬念 丁琪和丁秋连的事 也解决完毕了 该离开了 叶灵天顺势坐了下来 抓了把沙子在那里把玩 你应该多待几天 至少要等丁琪完成金沙大法 天雪犹豫了一下 也坐了下来 不了 远身药业那边啊 还有很多事情要督促 我看看进行的怎么样了 叶灵天从身后抽出了寒芒 在沙子上画着圈 什么事都有结束的时候 等结束后啊 好好享受一声 天雪凹了一声 小手捧着下巴 看向远处 慈禧彼伏的沙丘 惊奇的延导 其实咱们这个年龄 在世俗人生才刚刚开始 可现在咱们的思维 都跳得养老了 难道我们真的老了 是我们见过的生死 离别太多了 叶灵天 正着寒芒躺在沙地上 你在沙漠中过过夜吧 没有 天雪转身 正对着叶灵天 怎么 你有这个想法 那好 大不了今天不走了 叶灵天摇里摇头 还是不要的好 你那边的事也不少 大年初一 手底下的人 有很多不回家的 作为领袖 你得暖暖他们的心啊 天雪一愣 宣机笑了 是啊 又过了一年了 也老了一岁了 希望今年不要有太多的波折 所有的事情按照计划 循序建计 当然也希望你这一年能够顺顺利利 乱七八糟的事少一点 年前你那些日子过的 潮湿有些紧张 确实 年都没有过好 叶灵天话音刚落 口袋里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大爷的 该不会大年初一 麻烦来拜年吧 叶灵天满头黑线 看看天雪 按了下接听键 电话 毫无疑问是玛丽达来的 叶灵天边听边促着眉头 挂掉电话的时候 对话筒沉声地说道 等我回到远生药业再说吧 告诉他 我没回去之前 哪都不去去 否则老子剥了他的皮 天雪嘴角着哆嗦 视野探着问道 又出事了 不好说啊 只能回去看看情况 顾莫呀 没好事 叶灵天饶有意味地看向天雪 从嘴底蹦出的话语 好像控诉 啊 你话 别祝福我了 比诅咒灵艳多了 天雪敲面一寒 这不是我的问题 是你人品太刺 对 哎呀 我人品不好 叶灵天站了起来 伸了个懒腰 见资源装了满满几车 便走到几步车前 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对正要上车的天雪说道 哎 要不要再雷子冲了啊 天雪将碧海青天剑 放到了后排 看着满满的仙草灵药 某中略有一些遗憾 这些资源来之不易 颠簸造成的损伤 怎么办 稳稳行车是正解 再说了有一些东西 经历一次就够了 这样也有想念 天天冲就无趣了 叶灵天发动汽车 冲着天雪笑道 真看不出你是一个知足的人啊 你也不需要拿话来噎我 多拿三成资源 是补偿金银财宝的损失 事实上我比你知足很多 最大的理想也不过是一统隐秘势力 天雪喷了一声 关上了车门 天雪的话 让叶灵天的面部肌肉 又一次不规则的鼓动 天雪长老 还是新窝说 就你刚才那句话 跟知足真的不占边 我起点高 实力强 顶运厚 一统也迷失利 这个要求说起来一点也不高 一统不了 那才是笑话 天雪想到叶灵天的发展历程 樱桃小嘴 如抗日神剧中的机关枪 无限制开火 连弹夹都不换 但你就不一样了 你实力差 起点地底蕴浅 在世俗 三大黑暗领域 都混到顶尖了还不知足 硬生生朝五门世界钻 这已经不是知足不知足的问题了 这叫人心不足蛇吞象 叶灵天听得耳朵都要炸了 赶紧打断天雪 老大 在我身上发生的事 是知足不知足的问题吗 我是被迫的好不好 看来先前那些话 跟你都白说了 我就闹不明白了 说这么多 没良心的话 你牙不疼啊 天雪双手环保胸前 也不跟叶灵天计较 良心不良心的问题 那得意洋洋的模样 哪有先前嚣张跋扈的影子呢 倒像是个俏皮可爱的小姑娘 我的牙向来很好 我像某些人 嘴里根本就没有牙 叶灵天满头黑线 看看现在的天雪 再瞅瞅而今 她的表现 紧跟着打了个哆嗦 天雪间叶灵天 眸中全是惊恐 咽着小嘴笑了 怎么哑火了 叶灵天叹了口气 一脸的颓然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不善言辞 跟你这嘴巴里 都能蹦出小宝宝的人 着实不在一个层子 天雪撇了撇樱桃小嘴 拉倒吧 你还不善言辞 你能把死人给说活了 我没少吃你的亏 叶灵天踩着油门的脚 旋即便是一刀 大爷的 瞧这话说的多没良心 你吃亏 打从咱俩认识 貌似你一直都在盈利 天雪长老 在你说这番话的时候 请你的目光 放在我的胸口 叶灵天拿出了杀手锏了 果不其然 嘴言一出 天雪正正脸色 轻声地说道 好了 咱们别扯了 跟你说正经的 江海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没有搞明白 貌似是一个兄弟 外面欠了很多债 现在人家找上门来了 叶灵天想到 卡纳瓦罗的德行 牙根直发扬 大过年的讨债 天雪凑凑眉头 声音冷了下来 这时候过来 肯定是来找茬子 如果对方实力 雄后需要帮忙 我让欢欢姐暂时不回玉霄宫 挑几个人手 过去帮衬 这个等我调查清楚再说吧 实在不行 再找你 叶灵天非常委婉地拒绝了天雪的提议 欢欢进入了远身药业 她没意见 其他人进来 她就不得不防了 从玉霄宫里出来的女人 看着都是根花似的 其实全都是食肉动物 不要勉强 也不要硬扛 天雪好声地说道 叶灵天旋即笑了 你看我像那种 有了困难不求救的人吗 天雪摇里摇头 不像 听说要打硬仗 我的人还没有道言穿呢 你就把自己的人全部撤回了 如果这次惹了大麻烦 就冲我多拿了几成的资源 你怎么着 也得将欢欢姐 骗到远身药业 堵枪眼 知我者天雪爷 叶灵天传了句古文 我这台词用的应景吧 用的不错 天雪很开心 看向叶灵天的谋中 却多了几次忧虑 打心眼里 天雪挺通情叶灵天 今天是大年初一 丁琪的事情刚刚解决 另一个麻烦就到了 即便也不能这么安排剧情啊 老天爷这个编剧 演绎得太不好谱了 回程没有冲浪的刺激 在叶灵天飞一般的速度刺激下 张宇明的沙漠专职司机 小宇宙爆发了 由此回程所耗的时间 大大减少 饶是如此 将资源运到沙湖别墅区 也已经是傍晚时分了 欢欢 将金沙门的事情处理完毕 老早就在别墅等着了 在天雪的怂恿下 大家伙缠着叶灵天包饺子 毕竟今天是大年初一 按照北方的习俗 这一天从早到晚都是饺子 当然 叶灵天的饺子馅 闹腾的确实有水平 如果昨天晚上不是有些不愉快 大家肯定能将叶灵天包的饺子 消灭得干干净净 叶灵天走向厨房的时候 满面不快 话说老子好歹也是大人物啊 在你们面前 愣是被当成厨师时用 远身药业的老脸都丢光了 天雪也不是没良心的人 跟欢欢交代几句 又跑到厨房帮着了 当饺子下好 与消贡的人开吃了 天雪见叶灵天盛了一碗饺子 放到茶几上 措措眉头说道 好的那边做什么 到这边来 我这不是怕影响你们的食欲吗 叶灵天加了个饺子放进嘴里 指着自己的嘴巴 我吃上不好看 大过年的不跟你计较这个 快过来 对了 顺便将电视打开 这个时间有新闻 天雪便低着头吃饺子 便说道 这年头手机上什么没有 看什么电视啊 叶灵天很不解 却还是一然而行 此时外面的鞭炮也随之响了起来 叶灵天端着饺子坐下 对于天雪说道 这么嘈杂你能听清电视里说什么呀 你能听清我就能听清 好歹大家都是舞者 你这不废话吗 天雪这般说着 将醋碟朝叶灵天旁边一推 拿着筷子点了点 站着吃 这叠醋是我调的 味道很好 你不说我也知道 是你调的 就弄几个醋碟 单单尝味道 你浪费了半瓶子醋了 太败价了 叶灵天 刚将一个饺子丢进了醋碟 饺子还没塞到嘴里 就见天雪敲了敲桌子 对叶灵天说道 官方对你真好啊 官方对我好 叶灵天皱了皱眉头 这是怎么说的呀 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天雪懒得看这货 朝电视挪了挪嘴 自己看 新闻中 一脸喜气的主持人正眉飞色舞的发布了一条重磅讯息 由华夏军事科研人员耗费鲜血研制成功的春雷二号 中短程导弹 使射成功 其精准度到了原概率误差两米 开创了中短导弹超精准打击的先河 在世界都处于领先的地位 紧跟着画面一转 严川省道公路 破败的景象映入眼帘 然后军方代表人物对着话筒是唾沫星子横飞 先是拒述了为了这项技术领导多么重视 后来研究人员费了多少多少心血 最后时刻才给大家败了个所谓的晚年 叶灵天干笑两声 这军方代表真能扯 不能扯也当不了新闻发言人呢 此外不能扯也不行 至少得把你折腾的烂摊子给收拾干净 天雪饶有意味地看了眼叶灵天 言语间全是惊叹 捅了那么大的娄子 用试导弹的名义悄然无息地掩盖过去 别说严厉谴责 跟你连个气都气不通 这或许就是叫做心有灵犀点通吧 叶灵天自然明白天雪化地的含义 无奈地叹了口气 其实我跟官方的关系没你想得那么近 你刚才也说了 他们帮我兜着也是没办法 我导弹都丢出去了 官方至少要给民众一个交代 你别看他们现在没咋样 指不定军事情报人员已经大规模开到沿川 针对导弹的路线啥的进行秘密侦查 挖空心思要将我的第二基地翻出来呢 听叶灵天这般一说 天雪也笑了 吃了个饺子不解的撇撇嘴 他们要是能翻出来 你也不是叶灵天了 即便我知道你的第二基地就在边境交界 具体位置肯定不清楚 真让玉霄公情报处的人去查 估摸这没几年的功夫连个影子都摸不到 如果让你摸清楚还怎么混呢 叶灵天敲里敲此玩 对天雪在吃饭的时间段 扯工作上的事情非常不满 大年初一的就不能安安生生吃顿饺子呀 当然可以 天雪天天一笑 将空空的饭碗朝叶灵天面前一地 就给我盛一碗 第七百八十一集 你长手了呀 叶灵天眨不着眼睛 我不是你的雍然 天雪眉头一蹴 笑眯眯地说道 叶先生 如果我没记错 就在这间屋子里 昨天晚上你很威风啊 叶灵天一个机灵 赶紧站了起来善笑道 刚才也就随后一说 能伺候天雪长老 是小叶子上辈子修的夫妇 眼比他咬着牙进了厨房 天雪看着他气急败坏的背影 正笑得无比甜蜜的时候 突然发现四周安静了下来 于是美眸四顾 惊刻了一声 大家快点吃 晚饭结束后 彻离言川 玉小宫那门师姐们 赶紧低下了头 官方发布的这则新闻 就像一枚炸弹 引爆了军事爱好者的神经 纷纷撰文 抒发内心的子豪 各大论坛的喷子们 也耐不住寂寞了 纷纷发表言论 要华夏官方将最新研制的精准制导弹 打到某个地区 以为前几天被残狠的那些华夏英灵 好疑问 这则讯息极大提升了民族自信心了 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由此不得不说 华夏官方处理这起事件的手法 着实巧遥 大年初一试射导弹 这在华夏的历史上从未有过 由此给外界传达了一个讯号 华夏军方时刻备战 已经做好应对任何挑战的准备 其次 试射的地方选择在民用公路 而不是渺无人烟的戈壁滩 证明华夏官方对自己的军事科技实力很有信心 最后军方代表唱主导戏 是要告诉老百姓 华夏军方有信心 有能力 护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大家伙 安安心心 在后方过热的 别逃那些没用的闲心 华夏自古不缺热血难耳 于是不明就地的老百姓 被官方的重磅讯息 刺激得热血沸腾 成都的老百姓也不例外 遗憾的是 春来二后并不存在 当然 这个事实 只有少数了解内部的人清楚 看到新闻后 他们浑身直大哆嗦 吕进军 显然正是其中一员 叶灵天真敢玩儿呀 竟然用导弹 这也太无法无天了 吕进军一拍桌子 脸色铁青 他愤慨的原因 不是导弹的威力强 而是对于 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 叶灵天没招了 坐在对面的销魂 朝电视画面看了一眼 无奈地摇了摇头 言传事件过后 想必不把叶灵天 当回事的人少了 对黑旗军的实力和胆量 也不得不重新评估了 人家不是一踩就死的蚂蚱 而是碰一下就吃人的老虎啊 精准在了两米之内 这一点甚至连美国的导弹 都有困难 黑旗军的实力也太强了吧 吕进军 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缓缓言道 其实 自始至终 我们都严重低估了黑旗军了 人家不仅有导弹 还有战斗机坦克 黑旗军的总部 先前是在美国境内 这是对美国本土 完全的巨大威胁 他们这么玩 美方会没有意见吗 之所以不动手 不是不想而是 拿他们没办法吧 如果按照正常程序 无可奈何的事件 美国官方肯定会第一时间 跟异能战队联系 毕竟这已经关系到 民族利益问题了 诡异的是 美国异能战队姿势之中 都没对黑旗军下手 甚至 连做作样子都懒得做 这说明了什么呀 销魂浑身一颤 呆呆看向吕进军 您的意思是说 黑旗军的水很深嘛 深到异能战队 也不得不忌惮嘛 不过 如果黑旗军真的如此牛叉 也不合逻辑呀 一定天是标准地 给点阳光就灿烂 如果有如此强悍的底蕴 他在华夏也不能如此老实呀 吕进军摸着下巴 见销魂眉头凑了起来 立马明白 销魂肯定在想 叶宁天近期的表现 于是补充道 当然这个老实是站在我们的角度啊 世俗十大家族 肯定不会这么认为的 哥 在我们世界他也不老实啊 这才多少天呢 干完了小五门 现在又撂倒了金沙门和小红门 销魂咽了口唾沫 孝顺地提醒 你说得不错 不过千万不要忘记一点 那就是叶宁天特别喜欢吃毒食 如果黑旗军底蕴当真如此深厚 金沙门和小红门 叶宁天肯定不会将于小宫拉起来 那么多的资源 独吞岂不是更好吗 吕进军摸着下巴 斩钉截铁地说道 对 如果是我肯定赌吞 不会分给任何一杯羹的 要不要好好查查黑细菌呢 销魂抿了口杯中的米酒 沉声地说道 叶宁天在言传的表现 我们必须重视起来 哦 怎么查呀 吕进军反问道 是啊 怎么查呀 销魂一愣 耳后长长叹了口气 哥 你就当我刚才话都没说吧 叶宁天的远身药液 几乎是铁板一块 要查远身药液都很难 何况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国外呢 此外 黑细菌的主力到底在哪里 咱们也不知道啊 你知道这点就行 咱们在国外的设定 还处在萌芽阶段 出手更伪深到美国 还是安生一点好 美国已能战队 跟欧洲的已能组织相比 太近了 不过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 以灵天此人纵人嚣张 也有些威胁 但是 做事还有很有章法的 完全遵循着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的宗旨 吕进军端起了酒杯 叙叙言道 我们处在发展阶段 能不节外生枝 就不节外生枝 此次 天川射箭是一个大大的教训 前前我认为前援派 如果向宇小公发起攻击 不说取得胜利 至少也应该打个平手 现在看来太乐观了 我们跟宇小公之间的差距不小啊 萧魂向到严川射箭感慨万千 欣昆这个教训来得早 否则依照我先前的想法 光明正大的挑战宇小公 说不定怎么死都不知道啊 金沙门轻易倒台 我能理解 小鸿门如此轻易被灭了 别人不清楚 咱们还不知道吗 小鸿门是中级武门中 实力最强的门牌 经此意义 以后咱们要拉拢中小武门 工作难度很大呀 吕进军咬着牙说道 难度再大也要做 否则我们的目标 什么时候能实现呢 这次我们栽了个根脑 以后我们工作的重心 就是接地缩小差距了 萧魂将筷子放下 正色地说道 我们跟宇小公的差距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巨大 此次宇小公如此迅捷地解决问题 个人认为叶灵天的作用不容低估 叶灵天是战皇 在战术运用方面 在世俗军事领域收取一支 此次 金沙门和小鸿门被灭 他应该是指挥者 随着他对武门世界越来越了解 一旦摸索出针对武者的战术 将非常可怕 如果他跟天雪达成某种协议 全力支持宇小公 是个大大的祸患呢 与其如此 咱们不如 先下手为强 将这个火根给拔了呀 吕进军 皱着眉头撕唇了老大一会儿 对此只否定态度 这班座有些小题大做了 现在叶灵天懂不得啊 我刚才也说了 黑气军那边咱们都没弄明白 叶灵天若是有个三长两短 黑气军一旦发疯了 后果不堪设想啊 今天他敢丢导弹 小宝宝人家也不是不敢丢啊 萧魂摇了摇头 阴森森地说道 黑气军纵然是叶灵天的势力 可叶灵天不在黑气军的总部 总不能时刻护着叶灵天吧 这小子得罪那么多势力 想他死的人多了 真下手了 黑气军知道是我们干的吗 若是先前 我肯定同意你的计划 但现在你最好灭了这个念头吧 我们发现了叶灵天的价值 天雪难道发现不了吗 显然叶灵天的安全工作 天雪一定会考虑周到 此外 叶灵天的情报部门实力真不差 金沙门和小红门的动作 人家是了如指掌 我琢磨 与小宫的情报系统 以及我们联盟的情报部门 也没这个实力 此刻绝对不是动叶灵天的时机的 我们要等 等到叶灵天跟天雪关系 发生微妙的变化 再除掉这个祸根 吕进军意味深长地 飘了眼萧魂 不动则已 以动致命 现在不动他 就怕想动他的时候动不了了呀 萧魂用心冲冲地说道 突然 他脑中灵光一闪 我们不能等 要主动出击创造机会 吕进军精神为之一阵 急声地说道 说 我们拿天雪和叶灵天的关系做文章 在这一刻 萧魂笑得很是自得 吕进军将酒杯端起来 每每品了一口 兄弟啊 你的脑袋瓜就是转得快 紫韵是眼睛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的人 一波弟子跟男人不清不楚 他肺恐怕都要欺诈了 即便没有十足的证据 与萧魂对叶灵天的价值衡量 肯定要出现偏差 其实 情是一旦微妙 便是我们通下杀手的好时候了 不过 前期工作 要顺之又深 不留痕迹最后 相信我 在这方面的能力 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一般是不会懂的 萧魂自信满满地说道 兄弟啊 像你这样的人才如果多一些 前沿盘向不同意武门 都难难 吕进军静静地看向萧魂 想到手底下的兵叹了口气 哎呀 有你辅助 这些年我们才取得了让掌门瞩目的成就 只是 除了你之外 我手底下能撑得起台面的人不多呀 萧魂摇了头 笑得很是诡异 有 只不过哥呀 你缺了一双发现的眼睛 萧魂这话里有话呀 吕进军给萧魂争了杯酒 怎么修底这么多年了 别在我面前卖棺子了 萧魂透过窗户 看向白雪矮矮的世界 叙叙掩头 回到都城的第一站 你猜我去了哪里 吕进军瞪了萧魂一眼 哎 有什么好消息 赶紧告诉哥 你也知道 我是个急性子 萧魂将酒一饮而尽 磨砺把嘴 想到今天的发现 两眼眸光 言传发生那么大的变故 我至少要搜集一下 天雪和叶灵天的资料 接着目前 苏浩翔跟叶灵天的纠葛 算是不少 对他的了解 肯定要比其他人详细许多 至于天雪那边 他手里应该也有些资料 所以我下了飞机 就去找苏浩翔了 这跟主题无关了 吕进军原本想插话 想想萧魂的脾气 非常实趣的 静静听他接着 向下说 遗憾的是啊 从苏浩翔提供的资料中 我真没有发现 有价值的讯息 不过通过交谈 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那就是苏浩翔的心智 要比我们想象的枪许多呀 它是一个可用之才 萧魂无比笃定的说道 扯了老半天了 竟在苏浩翔这只蚂蚱上转悠 吕进军脸色沉了下来 不屑地说道 心智才想又怎么样 再聪明的蚂蚱也是蚂蚱 苏浩翔的天赋决定了 他在五门世界不会走得太远 我要的大才不仅是脑子好事 手底下更要好事 如果他不是蚂蚱呢 萧魂饶有意味地看向吕进军 如果他极有可能成为 超越我们的强者呢 吕进军眉头一皱 臣上都问道 嗯 到底怎么回事 他是传说中的一无双修 萧魂蹦出的话语 让吕进军手里的酒杯 啪啪一声 落在地上 滚向了远处 萧魂用手一探 将酒杯拿在手中 重新放在吕进军的面前 笑着说道 哥呀 你太不淡定了 还成你 你能淡定地下来呀 吕进军盯着萧魂的眼眸 神色很顺凝重 兄弟 这不是小事啊 你凭什么认定 他是一无双修啊 我们都是屋者 受了伤康复的速度都很快 可苏浩翔到现在 还不能出院 这很反常 我就搭着他的精美一看 发现 他除了内力之外 还有股异常的力量在天内涌动 就在我纳闷的时候 他的肌肤发生诡异的变化 然后幻化成了我的模样 想到当时的场景 萧魂的声音略有些打颤了 吕进军豁然而起 呆呆看向萧魂 怎么可能啊 确实是这样啊 萧魂眼珠子都亮了 我跟西方义能组织是有过接触的 这种变化是模拟义能做不了的 当然可能是一无双修吧 他的模拟义能 相对纯粹的模拟义能略有不足 不过 随着他修为的进阶 我想他的义能也会升级的 换句话说 苏浩香的修为前途不可限量 他已经不是一个可有可恶的妻子了 极有可能成为我们手中的王牌的 如果是别人在吕进军的面前说这话 吕进军十有八九会认为 他是在扯淡 但萧魂从来都不是一个喜欢扯淡的人 他披上大衣 做事就朝外走 走 带我去看看 哎 哥 你太沉不住气了 萧魂坐在原地没动 拿起筷子 夹了块红烧肉 慢条丝里的说道 苏浩香很虚弱 还是让他好好休息吧 你刚才都说了 他是咱们手里的宝贝 而今最重要的是忽悠他的安全 拉住他的心 让其为前员派所用 吕进军一响也对 重新坐了下来 激动的手都有些夺走 义武双修还是模拟异能 苏浩香对前员派太重要了 前前为了借助西方异能组织的力量 吕进军没少抛美眼 结果人家愣是白点 现在自己有了一个义武双修 处理一些事物就轻松多了 我们手里的资源向苏浩香倾斜 迅速将他培养起来 吕进军心情大好 谋中的音域一扫而光 故意说得好啊 塞翁师嘛 胭脂肥腐 有了苏浩香 这个年我们过得也不寒碜呢 销魂也是长出了一口气 谋中全是欣慰 我们不仅资源上要向他倾斜 更要给他磨练的机会 一定要放心的提拔 大胆的使用 吕进军点了点头说道 嗯 他有这个实力 我自然不会吝啬某些位置 这样吧兄弟 过两天你到欧洲走一趟 我听说他们那边有了好东西 看看能不能顺手青阳带回来 据华夏这边 我给苏浩香一个机会 他走上前台 只会调度 我在后面支撑 只不过如此一来 你又不能在都城常待下去了呀 销魂微微一笑 我什么时候在都城 老老实实待过呀 再说欧洲那边的事情 交给其他人 我还不放心呢 相对于华夏五门 跟西方已能组织打交道 真的很难难 他们的思维有些时候啊 让人无法接受 嗯 东西方文化有差异 行为方面自然不同 我们要善于在差异中找到共同点 然后发展自己 吕进军看着一瓶酒已经见了底了 将酒瓶轻轻放下 轻声地说道 跟西方已能组织的合作是有意义的城市 即便苏浩翔是王牌 可我们也只有一个苏浩翔 所以你此次去欧洲 就算进行最后一次努力吧 实在不行 我们就断了念想了 嗯 我明白 销魂想到这些年 跟西方已能组织接触的种种 这地有声地说道 我一定倾尽全力 争取达到合作的协议 好 尽力而为即可 要是合作也是需要实际的 所以这次 我不祝你麻道成功 只希望 像此次阎传事件一样 黯然归来 吕进军 向到阎传的事件惊险 依然心有余悸 幸亏天雪下手训解 没有展开太深的调查 否则 我们跟小红门的事一旦抖路 兄弟 我保不住你呀 大功未尝之前 我们都是不被我们承认的影子 对此 我们不是早就有了思想准备了吗 销魂云淡风轻地说道 戈仙仙也说过 宁愿死也不能暴露情缘派的身份 回都城的路上 我还在感慨此次的幸运 希望 欧珠这行好运气一直陪伴着我 嗯 一定会的 吕进军 又拿起身旁一瓶未开封的酒 紧紧握住酒瓶 来 这瓶酒 咱们哥俩今天不喝 等到马到成功那一天 再把酒延换 好 销魂说着站了起来 对吕进军说道 我先走了 为欧洲之行 做试探的准备 今天晚上就不要准备什么了 好好休息休息 最近这段时间呢 你太累了 吕进军 谋中全是关键 先前吕进军 其实并没有意识到 销魂在他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直到知晓 阎川发生重大事故 那一瞬间 他的脸都白了 这正应了 只有诗句 才懂得珍惜的道理 所以 吕进军这一次 没有拿出大长老的架子 见到销魂的时候 他的眼里只有弟弟 没有下手 吕进军不想销魂出任何的意外 甚至不想让他受到任何的伤害 他们认识的时间其实很长 销魂摇了摇头 正色地说道 不累 每当我 自己 行动 都让前缘派的实力 或多或少提升的时候 我就在想啊 如果当年没有师父 咱们会不会饿死在街头啊 吕进军 朝销魂胸口 轻轻打了一圈 仰怒道 打过年代 听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去 干什么呀 根据华夏的习俗 大年初一这天要说极力话 丧气话会让一年都不顺当 只是随着水带的发展 人们对这一点似乎不怎么在意了 但是 五门除外 销魂赶紧打了下嘴巴 哎呦 你瞧瞧我这张嘴 说的都是什么呀 知道错了就成 多大年纪的人了 还跟孩子似的 吕进军朝销魂的屁股踹了一脚 赶紧去休息 销魂冲着吕进军 哄了拱手 关门的时候 就听吕进军大声的说道 田园派让咱们有了今天 咱俩的命都是田园派的 话音刚落 又有鞭炮声响了起来 销魂看着银庄素果的大地 心情大好 其实 过春节心情都应该很好 毕竟春节是一年的开始 图个吉利 整个华夏都陷入了欢度春节的喜情氛围中 当然 亚洲很多国家也在过大年初一 日本北海道 红红的灯笼挂了起来 在日本世俗世界 自明治维新后 世俗已经不再春节了 不过 对忍者而言 春节他们依然要过 以此来缅怀那场 大变革中倒下的武士 一栋木屋中 身着粉红色和服的吉利亚依 扭头看向身边的小琴前三 她脸上的笑容 清纯得如同一尘布染的水晶 烟花准备好了吗 是 都准备好了 就等您的命令来 小琴前三 恭恭敬敬地说道 等我什么命令啊 你们自己做主就可以了 按照习俗 今天是大年初一 是节日 是大家放松快乐的日子 吉野亚依 推开了窗户 对着漫天的繁星说道 又是一年啊 小琴前三 对着外面做了个手势 于是 烟花星辰下绽放 为天幕 摸了一层最美丽的颜色 吉野亚依 抬头看着漫天绽放的烟花 顿了老大一会儿 突然回过身来 笑着说道 真漂亮 是啊 不得不承认 华星辰很聪明 发明了火药和烟花呀 小琴简三回道 可能是太聪明了 所以发明的是烟花 而不是现代枪炮 吉野亚依 送了送肩膀 将桌上的蓝身咖啡 端了起来 抿了一口 朝外面挪了挪嘴说道 小琴 说说看 叶灵天在盐川 丢的那些导弹爆炸起来 有没有这些烟花漂亮 小琴简三想到 刚才国际新闻的报道 恭敬地说道 可想 显然叶先生 放的烟花更漂亮 我想 盐川事件一出 再也不会有我们 敢轻易地 觊觎叶先生了 他是一个 说到做到的人 也是一个疯狂的人 他有让任何武门 筑底灰飞烟灭的能力 也有那个胆量 惊醒的是 这样的人不多 否则真的很让人头疼 至少这种事情 我做不来的 其实何止你做不来 我站在他的角度 也做不来 甚至如果不是将所有的情报 综合分析 我很难想象 这件事真的是叶灵天做的 从国外发射导弹 他就不怕也发战争 发射的时候 就不怕伤及平民 吉野亚裔将咖啡放下 如玉的小手在桌子上 一花而过 正是因为谁都想不到 这才漂亮 攻其不备 出其不意 至圣王道 叶先生表现如此主宰 我们可以考虑以后 跟他展开更深层次的合作 小心浅三公神地说道 合作不合作 要看情势 不是情势使然 为什么要合作呢 吉野亚裔将咖啡喝完 把杯子递给小心浅三 笑着问道 想方设法在远身药液 钉一枚钉子进去 小心浅三浑身一阵 转身看向吉野亚裔 疑惑地问道 可笑 这个 为什么 这还需要问啊 吉野亚裔面无表情地说道 先是十大家族 而后是两个小五门 再然后是金沙门和小鸿门 你不觉得叶灵天 发展得太快了吗 卖影和远身药液 迟早会亮刀子 这一点 我从玛丽的眼神中 就看出来了 早做打算 比晚做打算要强 早起的鸟儿 有虫吃 小心浅三点了点头 轻声地说道 是 我明白了 阁下 明白就好 吉野亚裔 看了眼转身离去的 小心浅三 转过身来 抬头对着漫天绽放的烟花 喃喃自语 在华夏 今天应该是个囤聚的日子 小金浅三 深省一顿 回过头来想说什么 终究是没有开口 他给吉野亚裔 又切了杯咖啡 双手奉上 从独腾那边 传来的消息 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不过 华夏五门那门 确实是深不可测的 我们要想将它们踩在脚下 路还很长安 能毅力世界几千年不倒 自有不倒的理由 世俗世界中 西方领先华夏 但在隐秘势力一环 西方 却是弱象 吉野亚裔吹着水咖啡 甜甜的一笑 不过 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西方亦能组织 一直都在韬光养晦 案里发展了这么多年 该准备好了 我相信 东西方隐秘势力的冲突 即将拉开帷幕 阁下 在大墨拉开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做点什么吗 比如说 腿部主栏 小心前三 笑声地问道 暂时静观其变 吉野亚裔将咖啡杯 放在鼻尖 秀了秀 缓缓地沿道 真香 就像新鲜的血液 让他们杀吧 越乱越好 等他们累了 咱们粉末登场 舞者 亦能 属于你们的世界 要结束了 未来属于我 不管在隐秘势力中 还是在世俗世界里 我吉野亚裔 都是主角 小心前三 恭声地说道 阁下心智 超人实力强悍 未来一定属于您的 属于我 也属于大家 相信每一个 帮我完成大计的人 吉野亚裔 深深地看向了 小秦前三 很快我们就会以傲人的姿态 站在阳光下 当然 要做到这一步 首先魅影 必须牢牢在手中 提到魅影 小秦前三 赶紧说道 阁下 刚才密室传来讯息 大长老找你又急事 吉野亚裔 脸色很是不耐 说教的又来了 难道他现在都没有发现 正是由于保守 才让麦影像这老鼠一样 归缩在臭水渠里 见不到阳光吗 阁下 他现在依然是大长老 即便 再无呢 你也要给予他必要的尊重的 小秦前三 好胜地提醒道 哼 等到我大权在握 弄清魅影最高层的机密 我会将他给绑起来 让狼将他撕成肉片 吉野亚裔 这般说着 迈着婀娜的小布 静静地进入了密室 北海道的烟花还在绽放 尽情地宣写着 对未来的美好既往 只是 这既往怎么看 都是一条布满鲜血的路途 华下 梅山柳江古镇 由于环境优美 气候适宜 这里已经成为了 梅山著名的旅游景区 今天是大年初二 人较之平常少了许多 古朴的镇落 难得清静 一栋房间前 老者将饭菜端上了桌 开了一小坛珍藏90年的茅台 给对面的老夫人满满 珍了杯酒 笑眯眯地说道 嘿嘿 明君啊 又是一年春来到 希望这一年 捷报连连呢 老夫人 白了眼老者 端起酒杯 命了一口说道 还是这么辣 这酒还辣的话 天地下还有甜的酒吗 老者对老夫人的评判 相当不满 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咋巴着嘴说道 哎呀 明天啊 是大年初三了 按规矩 咱们得去苍山一趟 汇报一下 一年的工作情况 你说 这个报告 怎么写啊 我说 李建峰 这事还要问吗 当然是有什么 写什么呀 严明轩 给李建峰 夹了块猪耳朵 脸上满满都是喜悦 去年的报告 要比前几年好多了 哎 这个小家伙 前几年正经事 基本没干呢 看看 去年后半年 这收获 泼风啊 李建峰想到 叶灵天 最近半年多的表现 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 在我们看来呀 可能没什么大不了 正在武门的角度 着实看 实在了不得呀 短短半年 就将原神药叶 带进武门世界 上来灭了两个小武门 大年三十晚上 又灭了金沙门和小红门 这两个中级门牌 叶灵天在武门世界 已经稳稳 粘住脚跟了 第七百八十三集 严明轩很不合时宜的 又开始泼凉水了 其实距离 我们的要求还很远 武门世界算什么 宗门又算什么 叶灵天如果自己的修为不进阶 势力再大都没有用 就咱们手底下那些小家伙 随便拽出来 都能将他打成渣渣 李建峰有些不乐意了 哎 我说老婆子 大过年都不能说点好听的呀 你又不是不清楚 叶灵天从接触到武门 而后强力进军武门 这才过去多长时间呢 你别站着说话不要疼啊 强有力 严明轩拿着筷子点点桌子 正次地说道 干掉金沙门和小鸿门的主力军可不是叶灵天 而是玉小公那批小家伙 玉小公那些小家伙又怎么样 最后还不是为叶灵天所用 再说了 严川那些烟花至少是叶灵天放的吧 我告诉你老婆子 能在严川放烟花 有力证明了叶灵天的心智 非同小可 现在这小子手里不缺资源 修为警戒 指日可待 李建峰又喝了杯酒 脸色是有些微微泛红的 倒是玉小公那个天学有点不对头 那不明明白白就是孙建学吗 他跟叶灵天小时候多好的关系啊 怎么现在跟不认识死了呀 严明轩摆了李建峰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我说老头子 你傻不傻呀 人总是会变的 特别是权力会让人迷失方向 这些年发生在眼皮子底下的案件还少啊 再说了 就叶灵天目前的实力 孙茜雪即使心中有情也不敢相认 玉小公实力不强 死规矩倒是挺多的 能容得下叶灵天和孙茜雪 情深深与萌萌 再退一步说 即便玉小公不说话了 看孙茜雪的架势那是准备在五门世界兴风作浪啊 那么多正事不去谈 去谈情说爱 那可能吗 李建峰 嘱嘱眉头 小声地说道 李是这个李 可我老觉得有问题 先前我就提过 孙茜雪是孙家的人 怎么会被人拐走呢 我说你怎么那么喜欢下操心呢 孙家算什么呀 孩子被拐走了很正常 严明娟没好气地顶了一句 想到而今五门世界的局势又说道 让玉小公顽面遮上去 希望叶灵天把握机会 闷声发大财 同时呢 修为再朝上面走走 留给他的时间纵人宽裕 但也不是太多了 我们有耐心 不见得上面的人也有耐心呢 李建峰端起酒杯 对着经营低头的美酒说道 嗯 其实对玉灵天我是充满了信心的 都突破第三层了 即便到了规定的时间 走不到哪一步 我将上面考虑到玉灵天的情况 多多少少也会特事特办的 不会像先前那么死板 唉 就怕他们死板 他们一死板 咱们还得接着忙 严明娟促着眉头 突然想起了什么 你说这次五门世界发生动的 能不能跟千年前那次相提并论呢 你说 纳兰朵朵吗 李建峰皱着眉头问道 是的 严明娟掉了点头 那个纳兰朵朵真的是很能躁腾啊 将宗门都折腾得够呛 甚至我们都受了些影响 与宵宫不至于吧 李建峰想了想 小声地说道 孙剑雪又不是纳兰朵朵 说的也是 其实千年前那个纳兰朵朵 真的很了不得呀 如果不是在 燕荡山的支持下 宗门联合起来 予以全力一击 还真是奈何不了他 严明娟向到记载中 纳兰朵朵的强悍 眼眸中尽是崇拜 差点忘 西方异能也穷尽最强力量 这般能带 就是放在我天机门 都是翘楚 你说说看 他这么强的修为 到底是怎么修炼上来的 要知道 好东西可都在咱们三大仙门手中 按理说 即便天资卓绝 我们不开口子 他也突破不了真天哪 李建峰没好气地说道 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没退过真天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你问我 我怎么知道啊 再说我们的修为 如果突破了真天 也不至于灵着破任务 说的也是 严明轩捏着米团 咬了一口 突然饶有兴致地 看向李建峰 先前你不是说 现在的生活不错吗 怎么这会儿 向修为进阶了 修为 李建峰撇了撇嘴 对这个还真没兴趣 咱们平平安安地走到生命尽头 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希望中间哪 别处妖娥子 上面那些人看起来 一派先锋倒骨 私底下什么德行 你又不是不清楚 那心够黑 手段够辣呀 严明轩 向到高层的手段 狠狠瞪了李建峰一眼 你说话注意点啊 让他们听到 没好果子吃 李建峰 无奈地叹了口气 也就是在你们面前 我才怎么说呀 换个地方 我会吭声吗 严明轩 看了眼外面 潺潺流动的河水 赶紧催促李建峰 好了 待会儿那些小家伙 要给咱们来拜年 你赶紧吃啊 李建峰嗡了一声 一边享受美食 一边问严明轩 嗯 老婆子 你说咱们要不要继续 刷刷存在感呢 严明轩有些不带烦的 拿着筷子 朝李建峰的脑袋 敲了一下 刷存在感 我看你是对那个 叶灵天不放心吧 你还想着给他开外卦啊 确实用那个想法呀 毕竟五门世界真不好混 这小子的实力 着实不上档子 李建峰 太太眉毛 神秘兮兮兮地说道 只要我们手啊 手手一抬 这小子就麻雀变凤凰 考虑考虑啊 对于李建峰的提议 严明轩是坚决反对的 姓李的 这样的念头 以后不要再有了 凶险的形式 对叶灵天来说 是最好的历练机会 如果他翻不出 纳兰朵朵那么大的浪花 你觉得他对天机门高层而言 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李建峰想到高层的计划 悠悠叹了口气 罢了 刚才我呀 你全当没说吧 叶灵天的路 再难走 都要走下去 走不下去就死 这是他的命 严明轩嘴里 蹦出的话 很是冷酷 相对于普通人而言 他得到的东西 够多了 李建峰抬头 看了眼严明轩 摇摇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真没有普通人幸福 那也是他的命 不是我们稍用手段 郑沧海能发现得了他 严明轩 想到多年前的过往 冷冷言道 那个冬天他就死了 那么多年的生命 都是我们给予的 他就是现在死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李建峰听严明轩 这般一说 将心里的话给咽了下去 是的呀 如果没有他们 如果不是郑沧海 发现了叶灵天 叶灵天在那个冬天 就已经死去了 那一年的雪 比今年还大 气温比今年还要冷 隐天穿着薄薄的衣衫 蜷缩在东城墙的 某个角落里 叶灵天在玛丽的办公室 对着窗外 又想起那个冬天 想到了老混蛋 跟他相遇的场景 如果老混蛋不死 凭借自己陷在的水里 应该可以让他 安安生生的过年 遗憾的是 老混蛋没那个命啊 卡纳瓦罗 到底什么情况 叶灵天 淡淡的问道 他不说 玛丽对于卡纳瓦罗 有些无语了 不过我怎么问 就是不说 只说要去一趟英格兰 个人觉得 你应该能问出点什么 让这小子滚过来 叶灵天黑着脸 拍着桌子说道 人家既然能找到瑞来 没两下子可能吧 像人家底血的肚子搞大了 拍拍屁股就跑了 我就不信 人家能饶得了他 玛丽点了点头 我这就让他进来 去吧 叶灵天摆了摆手 脸色非常不好看 卡纳瓦罗关上了门 找了张椅子 坐在叶灵天的对面 而后搭了这脑袋 压根不敢看 叶灵天的眼睛 叶灵天点燃了一根香烟 撇了眼这货 真能耐啊 这要不是 伊莲娜大过年找什么来 我还不知道 你在外面有孩子了呀 卡纳瓦罗 嗡声嗡气的说道 可惜啊 这都是我以前惹的风流斩 风流斩 叶灵天敲敲桌子 很是严肃的说道 这叫不负责任 有了孩子不养 你当时就该勒紧自己的裤腰带 卡纳瓦罗 你必须将那对娘们 给我弄到远身药液来 然后啊 光明正大的办个婚礼 娶人家过门 卡纳瓦罗哭丧着脸 阁下 我 我娶不了啊 叶灵天冷笑一声 娶不了 什么意思 你还没浪够啊 继续这么浪 你就不怕 拍死在沙滩上了 卡纳瓦罗张了张嘴 想解释什么 想想远身药液目前的情况 压在心里的话还是不说 叶灵天火了 指着卡纳瓦罗的鼻子 卡纳瓦罗 别给老子办那副可怜笑 今天 你要不给我说出个 自首阴谋来 老子我剥了你的皮 卡纳瓦罗闹了老头 无奈地说道 尊敬的阁下 我只是想去看看 那个可怜的孩子 就看最后一眼 你就放我出去 远身药液吧 叶灵天 态了态眉眸 言语间 根本不给卡纳瓦罗 回选的空间 我再次重申 我的观点 如果你不将过往 老老实实交代 我以上帝的名义保证 你到死都出不了这个门 卡纳瓦罗叹了口气 盯着叶灵天的眼眸 可下 您真决定 汤这汤浑水吗 如果不决定汤 大姑娘的老子 有心情跟你坐在这 下烈烈 叶灵天 丢给卡纳瓦罗一根香烟 替他点燃 哦 你是我兄弟 对兄弟的事 不管不问 不是地上的传统 说说看吧 趁过年这段时间 华夏不是很忙 将你那边的麻烦解决掉 卡纳瓦罗狠狠抽了口香烟 叙叙言道 大概是七年前吧 我爱上了一个叫做 一杀贝拉的女孩 后来她怀孕了 我准备娶她 可上帝啊 这是我才知道 她竟是可怕的 佐古拉家族组长的女儿 佐古拉家族 叶灵天 醋了醋眉头 这个家族 很可怕吗 尊敬的阁下 他们是血统非常纯正的 吸血鬼家族 卡纳瓦罗严肃地说道 我这 吸血鬼 叶灵天 面部肌肉 一枕的颤抖 眨巴着眼睛 你跟吸血鬼谈恋爱 卡纳瓦罗想到过去那些美好 某种有幸福 也有伤感 还有遗憾 我还以为她的体质跟常人不一样 真没朝吸血鬼方面想 如果早知道她是吸血鬼 可能也就没这回事了 真狠啊 现实版的人鬼恋 不仅念上了 还将吸血鬼的肚子给搞大了 这都什么情景啊 叶灵天将卡纳瓦罗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遍 咽了口唾巴 那个卡纳瓦罗 这人跟吸血鬼 真能生孩子啊 貌似基因不一样吧 再说 传说中可没有吸血鬼怀孕的案例啊 卡纳瓦罗轻咳一声 老老实实地回道 按理来说 人跟吸血鬼之间是应该不行 可偏偏出现了这样的意外 那个 叶灵天也轻刻里声 你没去咱们医院检查检查 咱们医院建好的时候我就去查了 我跟正常人一样啊 卡纳瓦罗小声嘀咕 好了好了 咱们别在这个问题上挠了 孩子都出来了 说这个有意思吗 咱们应该思考的是 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处理 叶灵天赶紧摆了摆手 觉得自己这会儿脑子有点不转圈了 他确实被卡纳瓦罗搞出来的事 雷得不轻 怪不得取不了 人家是吸血鬼 跟人家不是一个物种啊 人看不上吸血鬼 在吸血鬼眼里人还是他的食物呢 由此可知 卡纳瓦罗要想将依莎贝拉给弄回家当老婆 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甚至一定能推测 如果不是依莎贝拉帮着卡纳瓦罗兜着 这小子估摆现在就是一句干事了 卡纳瓦罗无可奈何地松松肩膀 可想说实话 我的事情真没法处理 当伊莲娜找到我的时候 我将咱们的实体跟佐古拉家族稍稍对比了一下 着实不是人家的对手啊 我说你怎么知道咱们不是人家的对手啊 你跟佐古拉家族的人交过手啊 伊林天没好奇地问道 卡纳瓦罗立马满头黑线 可想 我没有跟他们交手的资格 我只是拿五门去推测佐古拉家族的实力 你推测个屁啊 远是要以鸟枪换炮了 咱们在热武器进攻方面能耐大了去了 我还不信 捣弹昏不死这些家伙 伊林天嘀咕了一句 见卡纳瓦罗瞪大眼睛看向自己 紧跟着说道 不倒忘不得已啊 捣弹这玩意儿我是不会丢的 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没办法 你不会忘了吧 咱们有外援 有那群家伙给咱们撑腰 还怕个毛啊 第七百八十四集 说到这里 伊林天朝文文旁边 弩了弩嘴 笑得很快 大年三十 那我的战斗 我姑妈他们都没热好身 没关系 咱们到英格兰 接着热身去 反正不管怎么样 不仅要将孩子带回来 老婆也一并掳到 陨身药液 卡纳瓦罗听得是毛骨悚然 可惜 您这么做 相当于跟 佐古拉家族为敌 这 咱们在华夏树敌那么多 再加上国外的 吸血鬼家族 以后我们的路途 寸步难行啊 伊林天将香烟狠狠 摁灭在了盐灰缸里 满不在乎地说道 死猪不怕开水烫 狮子多了不咬人 不就一个 佐古拉家族吗 咱们麻烦多了去了 多他一个不多 少他一个不少 卡纳瓦罗 倒出了口冷气 小心翼翼地说道 各下 我听伊莎贝拉说过 他们家族比 中级门派的内门 强多了 所以暂时还是算了吧 强 伊林天忽然而起 这只卡纳瓦罗的鼻子 雷霆大怒 有多想 我就不信他们能 牛过小宝宝 你好歹也是爷们 将人家的肚子 搞大了取不了 兄弟们的脸 都全让你丢光了 这会儿老子要带人过去 帮你向佐古拉家族 要人 我们都没怕 你瞅着你的德行 我告诉你啊 卡纳瓦罗 你这死德行 如果不敢 在大街上见了人 别说你认识我 老子丢不起那个人 卡纳瓦罗 深吸了一口肠气 小声地问道 可惜啊 咱们真这么敢 废话 叶林天翻了个白言 敲着桌子说道 老子听说这事啊 就打定心思了 当时那会儿我就想 咱们地上里边 没那种吃饱了 就跑的货啊 幸亏你还有故事 如果你小的 真是不负责任 老子真找不了你 人家一姑娘 大着肚子 生下孩子容易吗 帮你养了那么多年 这会儿才捣到人 够狼心狗肺的 卡纳瓦罗低着头 轻声地咽道 可惜啊 我其实这些年来 也非常想念 伊莎贝勒 想就对了 叶林天折弯说着 走到卡纳瓦罗跟前 拍拍他的肩膀 乐呵呵地说道 只要是个爷们儿 没不想的 咱们不就是 图个老婆孩子热炕头吗 不过不得不承认 你很牛逼 大爷的 吸血鬼的肚子 都搞大了 你可咱们地上的兄弟 长脸不少啊 叶林天这话一出 卡纳瓦罗立马就一哆嘴了 叶林天见 卡纳瓦罗眼神有些不对头 立马明白 这嘴啊 又一次脱离了大脑掌控了 他轻咳一声 正式地说道 刚才啊 真是夸你 因为到目前为止啊 我还没听说 任何吸血鬼 还能造孩子的 嘿嘿 卡纳瓦罗黑着脸笑道 可惜啊 其实传说都不靠谱 一刹贝拉说 吸血鬼之间确实可以生云 只是 人和吸血鬼好像越难度 要不 我那可怜的孩子 也不会患上怪病了 你孩子的病啊 我得去看看 我可是野神医 说不定啊 有办法的 叶林天又准备大包大揽了 卡纳瓦罗一向对啊 叶林天的医术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不定啊 能想出办法治好那可怜的儿子呢 于是 急动万分地说道 尊敬的阁下 如果您真的治好孩子的病 您治哪 我打哪 叶林天朝卡纳瓦罗屁股 嗓一踹 咬着牙说道 瞧你说的是人话吧 感情现在不是老子朝哪指 你朝哪打呀 卡纳瓦罗一想也对 赶紧说道 可笑 我是在找不到合适的词汇 去赞美你了 在我心中 您就是我的上帝啊 老子如果是母的 恐怕是你心中的女神吧 叶林天狠狠瞪了这祸一眼 黑之脸说道 少说没用的 赶紧将情况 远方不动地 跟玛丽说一下 去英格兰之前 准备做好工作 来 好的 卡纳瓦罗赶紧退了下去 他这边刚走 叶林天的脸就阴唇了下来 在卡纳瓦罗面前 他说的这样轻松 实际上这个事啊 真不好办 吸血鬼 叶林天在西北边陲是见过的 后来听说 那个布鲁赫家族 在吸血鬼家族中 真不咋地 属于被剥削的对象 这个左右 拉家族是纯种 要搞他们 难度非同一般 他立马打开了 玛丽的军用笔记本电脑 调出了英格兰的底图 想了许久之后 拨通了老查理的电话 喂 老查理啊 这几天过得怎么样啊 叶林天把腿 翘到了桌子上 笑眯眯地说道 虽然非常紧张 不过大家伙的心情很愉快 是必要 我们朝华夏 沿船丢了导弹 这是黑棋军有史以来 干得最出彩的事了 老查理这个战争狂 想到导弹爆炸的场景 两眼之冒光啊 我当时还在想 华夏军方如果拆到导弹来源 会不会跟恒国干起来呢 叶林天没好气地说道 用屁股想想都知道 恒国的导弹技术 没那么精准 如果华夏在精准 制导领域上上了大学 显然对方目前只是中学毕业 老查理嘻嘻一想也是 尊敬的阁下 第二基地已经是初见初行 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看看呢 如果有时间 在圆川又过去了 叶林天脸色沉了下来 老查理啊 卡纳瓦罗有麻烦了 这小子有麻烦正常 没麻烦才不正常呢 你应该明白他的德行 见到母的就走不动路的 老查理想到卡纳瓦罗 一肚子滑滑肠子 一脸不屑 这小子从来就没有 穿过裤腰带 那个 不过这次情况 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 叶林天将情况大致 跟老查理介绍了一番 小声地问道 咱们的导弹 能不能打到英格兰去啊 老查理倒出了口冷气 计算了一下距离 小声地说道 可下 个人觉得这么看不妥呀 会引发世界大战的 叶林天挠了挠头 可咱们的兄弟 能不能拼过吸血鬼 真不好说 再说而言 也不能拼哪 用导弹应该不可以 用普通的导弹应该可以的 咱们在 格林兰 某处还是有基地的 老查理小声提醒叶林天 冷不丁扔几杯过去 动静啊 不是太大的 叶林天摸着下巴想了想 不到万不得已啊 还是不要丢得好 我先带人过去谈一谈 格林兰那边就是一发码 我现在给格林兰的弟兄们 下命令 倒是你一声令响 导弹飞过去 完全没问题的 不过 如此一来 格林兰的基地肯定要暴露 黑气军跟英国军方的关系 并不是特别好 这才咱们是一定的 老查理很认真地说道 亲爱的老查理 咱们跟哪个国家的军方关系 都不怎么样啊 用得着啊 咱们的时候啊 咱们是合作伙伴 用不着的时候啊 他们恨不得把咱们 踹出地球去 叶林天 最不愿做的就是 跟所谓的官方打交道 没好气的说道 他们一直把我们当夜狐的 嗯 格下说的对啊 为了不收治愈人 其实我们可以在 腾克地沙漠附近 大不规模地发展军事力量 甚至可以推翻 先游的政权的 老查理提出了一个 务必疯狂地提议 叶林天毫无客气地 打断他的话 哎 该死的老查理 当咱们的水里 毫无保留的暴露 针对我们的围剿就开始了 你脑子里面 应该装在蛋壳里 而不是 在你那肥瘦的屁股上 老查理老脸一红 嘟囔道 尊敬的阁下 我也就提个建议 那不是建议 那是骚主意 叶林天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地说道 让格林兰岛的兄弟们 待命 也做好撤离的准备 是 可想 老查理略有一些 郁闷地挂断电话 他真的认为 建国这个题不错呀 黑骑军的战斗力 比那些该死的土著 强多了 叶林天伸了个懒腰 而后直奔文文的房间 文文正在整理 叶林天 从盐川带回来的仙草灵药 见到这么多宝贝 他的眼珠子都冒光了 心里就有了想法 正酝酿台词呢 刚好叶林天 推门来访 文文的脸上 挂着灿烂的笑容 几步来到跟前说道 叶林天 你实在是太能耐了 知道这些资源 意味着什么吗 你们可以 跟终极门派相提并论了 你说的应该是资源方面 战斗力方面 你也看到了 跟终极五门 内门啊 我们压根是没可比性啊 叶林天想到 小红门的战斗力 脸色有些颓然 凭借你的弹术水准 再加上你带回来的那些功法 当然 还有黑旗军强大的战术指挥 你们超越中级门派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啊 文文眼珠子一转 笑眯眯的说道 当然 在你们提高的结果眼上 如果有人对你们不利 那就不好说了 先前我怕 现在啊 不是有万济堂人 帮我们撑腰吗 叶林天 黑黑的笑道 文文 拧开了一瓶可乐 咕咚咕咚喝了几口 打了个宝格 直至叶林天说道 说的没错 大年三十二晚上 如果不是万济堂 奋勇杀敌 而今远身药业 存不存在还是个大问题呢 对了 叶林天 天雪那丫头 会这么轻易的 让你将这些资源 给带回来 他拿了呀 整整一半还多 还有什么不乐意的 叶林天有些事 不打算满萌萌 无奈着说道 带回来的呀 这都是他挑剩下的 都是挑剩下的 文文 猝猝眉头想了想 笑着说道 即便剩下的 也是宝贝 话说 你们俩之间 真没有什么 叶林天 看向文文的目光 有些无奈 大姐啊 我跟天雪 有一腿这话 能别说了吗 我们之间很纯洁的 文文 拉着叶林天 坐下 指着这些 仙草灵药说道 我可告诉你啊 如果在 盐川和你 合作的人是我 这些宝贝 你拿回一成 就不错了 你们之间 没有故事才怪呢 我知道你是 刀子嘴啊 豆腐鞋 真到那地步 看在我师父的面子上 你分给我的 肯定比天雪多多了 叶林天 嘿嘿一笑 开始往文文脸上贴金 辈分啊 你是我的长官 我知道 你最疼我了 看在郑沧海的面子上 我肯定会照顾你啊 但是我照顾你 你也得照顾我呀 文文不想跟叶林天 继续扯淡了 静止咽道 相对于盐川的战斗 发生在远深药业的战斗 也比较激烈 万济堂的兄弟们 为了保护远深药业 具体说 为了让远深药业 竭力避免伤亡 付出了卓绝的努力 我好歹要给万济堂 一个交代啊 你也清楚 我们家不过是 万济堂的一个旁枝 如果以后 还想展现出 友好的合作的话 此次不能白干 从进门你心里 想什么老子就知道 叶林天指着这些仙草灵药说道 我是那种不明白的人吗 说吧 这里面的东西 你准备拿走多少啊 文文伸出了三根手指 想了想 赶紧又伸出了四根 非常坚定地说道 四成 叶林天翻了个白眼 烂泱泱泱地说道 我说大姐啊 咱们之间关系都那么紧了 你怎么还在我面前玩画画呢 你的底线是三成 不是四成 文文 砸给叶林天一个大大的卫生球 考虑到你那张 无往不利的嘴 我得留一成 防止你拼命地压架 这次啊 我不压架 三成你拿去 说起来也是万济堂英德的 叶林天慷慨大方地说道 文文觉得叶林天有点不对头 猝着秀眉说道 哎 这不是你性格呀 你会这么大方 叶林天笑声地嘟囔 我实力不强 麻烦多 对您不大方能成啊 没有你们万济堂和御肖宫 我早被人揍上帅子了 你有这个觉悟就行 文文 扭头看向了叶林天 蹭了蹭眉头 打了大圣仗 获得这么多宝贝 怎么还哭丧着脸啊 大姐啊 我能不是这副表情吗 叶林天哭丧着脸 严川的事才处理好 麻烦又来了 文文一听 寒毛浑身都竖了起来 大过年的 你这不会是在逗我玩了吧 文文决不相信 麻烦又来了 大过年丁琪和麦克出事 已经很不尽人情了 这事刚解决麻烦 戒指冲锋 这节奏谁受得了啊 叶林天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也想啊 刚才的话是逗你玩的 遗憾的是啊 这是体一般的事实 文文已经无语了 盯着叶林天看了老半天 方才嫩嫩问道 你上辈子到底欠了老天爷多少钱啊 叶林天嘴角一抖 回道 不少吧 要不也放不着这么整我 大姐 别扯没用的 我将事情叙述一遍 你瞅瞅这事 怎么办吧 第七百八十五集 文文除了点头还能说什么呀 当叶林天将事情的经过 一无一时说清楚后 文文浑身之哆嗦 捏捏自己的脸蛋 待了好一会儿 方才吞了口口水 小心翼翼地问道 叶林天 依莎贝拉的肚子 真让卡纳瓦罗给狗打了 这还用问吗 孩子都七岁了 叶林天 飘脸目瞪口袋的文文 也有些无语 人跟吸血鬼能造出孩子 大爷的 够扯淡的呀 大姐 你经验丰富 这事在历史上有吗 经验丰富 怎么说话呢 文文小脸一红 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历史没有记载 当然也不会记载 谁记载吸血鬼杀谁啊 哎呀 我手底下的兄弟 牛逼呀 开创了历史的先河 叶林天 感慨万千地说道 确实了不得 文文拿起可乐 咕咚咕咚地喝了好几口 试探着闻道 叶林天 难道你就没有怀疑这孩子 压根就不是卡纳瓦罗的 大姐啊 这我当然怀疑过 问题是如果不是卡纳瓦罗的 一杀贝拉这么玩 说不过去啊 叶林天双手一摊 对着苍茫的天空 面部肌肉一阵地哆嗦 宁可信也有 不可信其无 两亿多纳瓦眼 出现一两个变异 也正常 再变异也不能变得如此凶残啊 一杀贝拉是吸血鬼 人好像不是一个物种好吧 文文有些无语了 不过细细一想也有可能 叶林天连无毒的丹丸都弄出来了 在卡纳瓦罗身上出现这种幺蛾子 其实也可以理解 文文狠狠白了叶林天一样 自从你出现天底下的怪事就多了 话说你该不会是老天爷派起来都大伙玩的吧 叶林天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有些哭笑不得 大姐 咱们能不能说点正经的呀 当然可以啊 文文飘了叶林天一眼 笑眯眯地问道 你知道什么叫做 佐古拉家族吗 知道人家的具体实力吗 卧远 我又没跟他们家族人交过手 怎么可能知道啊 叶林天撇了撇嘴 佐古拉家族是排名第三的 吸血鬼家族 在吸血鬼中 地位非同凡响 其战斗力更加可怕 据说啊 实力完全跟华夏的十大门派 有的一片 文文双手环保胸前 饶有意味地看向叶林天 华夏十大五门见到他们 还不一定得罪 你叶林天牛啊 要将族长的女儿 硬拉到远身药业 给属下做老婆 哼 我就闹不明白了 你小时候吃什么长大的 难道 是豹子胆 叶林天到处了口冷戏 佐古拉家族真那么牛啊 文文点了点头 郑重地说道 这会比我说得强 不过比我预测的弱 所以呢 今天你犯了巨大的错误 不应该在卡纳瓦罗面前 将话说得那么死 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叶林天眼珠子一转 搓着手笑道 大姐啊 对我而言肯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凭借我的实力 连小红门都搞不定 哪有那么大的能耐 去搞定佐古拉家族啊 但我不给力 万几堂给力啊 你们将真正的高手放出来 还不咬死他们啊 文文笑领一寒 你能说人话吗 你瞅瞅我这张嘴 一激动就乱说话 叶林天凑到文文的跟前 朝那些资源飘了一眼 好声地说道 嗯 我叶林天人品 大家伙都是看得见的 只要万几堂愿意帮忙 我绝对不吝啬 文文笑首一身 正色地说道 叶林天 你别给我戴高帽子 这件事情真的非同小可 即便真的去了 也不会是我们家真武进高手 得万寄堂的精英过去帮忙 换句话说 这事儿 我必须请示上层 根据我的经验判断 上面答应帮忙的几率 不到一成 叶林天眼珠子都直了 不是吧 咱们不是合作伙伴吗 这点忙都不帮 文文朝叶林天额头 重重地点了一下 用那从未缺过氧的脑瓜子 好好想一想啊 这是帮忙的事吗 这是直接对吸血鬼世界宣战 吸血鬼和人类谈恋爱 在高傲的吸血鬼眼里 这就是耻辱啊 卡纳瓦罗那小子 能保住性命 已经是上辈子烧到香了 你倒好 左古拉家族 没找你们的麻烦 你倒还去抢亲了 如果让你们得手了 以后左古拉家族 还怎么换 大姐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 一临天就觉得 冷汗刷刷地朝一下汤 比我说的还严重 知道这事之前先过来问问我的意见呢 想你大花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就出去了 从你身上我彻底明白了一句话 那就是 无知者无畏 闻闻 这只叶灵天的鼻子 颇有些恨铁不成钢 你师父郑沧海 那是多樱华的人 怎么教出你这个愣头青啊 叶灵天 有气无敌地说道 大姐啊 我话都说出去了 这事收不回来啊 这事即使收回来 不是让兄弟们寒心吗 要不这样 你去跟万吉他高层沟通共同 我相信 凭借你的三寸不懒之蛇 指不定有回旋的余地呢 闻闻 谁在对叶灵天这类人没有办法 说肯定会说 不过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啊 就这事 如果发生在天雪的身上 姑母子韵都不一定 支持他去找 古佐拉家族的麻烦 动静太大 牵扯的因素太多 懂吗 懂 叶灵天陪着笑脸 对温文说道 大姐 别光说不练啊 赶紧的 联系温家嫡系 温文又瞪了叶灵天一眼 先给叶灵天 打了个预防针 事先声明 我只能尽力而为 叶灵天 点头的就像小鸡灼迷 嗯嗯嗯 成 文文 深吸了一口长气 斟酌一番语句 拨通了大小姐 文星辰的电话 大小姐 我有件重要的事情 跟您汇报 文文轻声地说道 文星辰刚开完长老回忆 正在书房闭目养神 听到文文这般说 轻声地说道 说吧 文文飘了叶灵天一眼 在书桌前坐下 将卡纳瓦罗的情况 详细叙述了一遍之后 文星辰就觉得脑子有点发梦了 顿了许久 他才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个情况属实 大小姐 不属实的情况 我不敢跟您汇报 文文本质 对叶灵天的信任 赞钉截铁地说道 文文揉了揉太阳穴 竭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这个郑文天 胆子真够大的 我们都不敢说 找佐古拉家族的麻烦 他竟然去吸血鬼家族抢亲 难道他的命是抢来的 如此不知道珍惜 大小姐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他向我们求援了 考虑到我们双方的合作关系 您说这件事 我们要不要帮一把 文文 见文星辰那边许久没有反应 赶紧补充到 从万纪堂的角度来说 我个人并不同意帮助他 万纪堂跟吸血鬼家族 作然没有交情 却也没有仇怨啊 吸血鬼擅长刺杀 如果招惹他们 对于万纪堂以后的发展 定然不利 可是如果不帮 凭借郑文天的实力 恐怕这一次应该拦着行 将会是一条不归路 文星辰端着紫砂杯 眉头紧紧蹙在里面 厉害关系 你没有跟他说吗 明知过去是送死 郑文天也敢去 呃 这 这个 文文又看了夜宁天一眼 无奈地说道 唉 通过我对他的了解 此人着实天赋过人 不过脑子 确实容易抽筋 好了 不说了 文文 请你记住 你始终是万纪堂的人 文星辰 免了口香茶 淡淡言道 文文听大小姐这般一说 赶紧说道 大小姐 我承认 我跟郑文天私下有些交情 但请您相信 我永远站在万纪堂的立场 别急 我只是提醒你而已 这个郑文天啊 不是省油的灯 文星辰又停顿了一会儿 问道 那个郑文天现在在你身边吧 大小姐的心智果然非腾反响 文星辰倒出了口冷气 实话实说道 呃 是的 大小姐 她大过年的将我给约了过来 请问 您要跟她通话吗 暂时不要 文星辰将茶杯放下 抚着自己的胸口 缓缓言道 我们万纪堂 多年前秉承的就是中立路线 按理说 无论如何 此次都不会插手 不过呢 不过呢 考虑到郑文天的特殊性 我决定帮她一把 但这个忙 是我私人帮忙 换句话说 跟万纪堂无关 这一点我会派去的精英交代好 同样的 你也要跟郑文天那边说好 不管到了什么时候 她在应该拦得随行人员中 永远没有万纪堂的人 文文 着实没想到 文星辰会是这个态度 小心翼翼地问道 大小姐 您 真这么决定 是 文星辰站了起来 沉声地说道 不过在飞往英格兰之前 请提醒郑文天 动静不要弄得那么大 英格兰不是华夏 利物浦也不是阎川 淘淡那玩意儿 在阎川炸了就炸了 在利物浦还玩日讨 后果不堪设想 文文 浑身一个冷战 手下不闻 卫星电话差点落在地上 将心许评下之后 方才颤声地说道 大小姐 您知道 郑文天就是叶灵天 嗯 我不仅知道郑文天就是叶灵天 我更知道你到静海做的那些事 所幸 我们的人 并没有什么伤亡 文星辰言语淡淡 文文咬着红唇 一脸的羞愧 对不起大小姐 我不该甚至做主 不过 我会给万劫堂一个交代 我相信你一定会的 文星辰浅浅一笑 紧跟着说道 文文 要查清楚郑文天 就是叶灵天不是什么男士 此外 郑文天这个名字 起得也有些意气用事 你姐姐跟郑苍海 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了 而叶灵天呢 就是郑苍海的徒弟 所以 以后你行事 还有谨慎 文星辰站起来 推开了窗户 品味着清冷的空气 悠悠言道 从远身要约回来后 你先在情报部门待一段日子 先了解一下情报系统的运作过程 我会在恰当的时机迅速提拔你 文文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连忙说道 大小姐 这速度是不是有些太快了 文星辰苦苦一笑 摇里摇头 时间不由人 就这么定了吧 不过你的修为要尽快提升 万鸡堂在五门世界 好歹也是赫赫有名的势力 如果大长老 连真地级都没有达到 潮湿寒碜 所以到总部以后 我会让人在资源方面 给予你大大的清闲 文文激动的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自己不打招呼 就领人过来帮忙 大小姐不仅不责管 反而中奖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竟同意了帮助叶灵天 如果不是现实发生在眼前 他真以为自己是在做梦的 大小姐 我觉得您需要再考虑一下 毕竟事关重大 文文好声提醒道 做事永远不能脱泥带水 有些事不能靠分析 要靠直觉 文星辰查了一下 天海飞往 立物浦的国际航班 干脆利索地说道 明天下午三点 我的人 在天海国际机场 等夜临天 好的 大小姐 文文正色地回道 文文 我非常看好你 未来万机堂究竟发展到什么地步 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你的个人表现 不要让我失望 好了 我挂了 文星辰急急地挂断电话 然后拿起纸巾捂住樱桃小嘴 磕到眼泪都下来了 过了几分钟 咳嗽的症状有些许的缓解 他将纸巾拿在手里一看 一片阴红 我的时间 好像真的不多了 文星辰等燃血的纸巾燃烧尽之后 走到书架旁 抽出了一本书 翻到一页静静读着 看完之后 他电了个书签 拿起卫星电话 声音很是清冷 二长老 你好 我是文星辰 有个秘密任务 要交给你 记住 这件事情 不能走漏丝毫风声 文文纵然不知道 大小姐具体的处理过程 也能想象到 除万济堂精英去帮叶灵天的忙 对大小姐来说 并不是轻而易举 而今 万济堂并不安稳 内部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理清呢 大小姐能抽出来的人 着实有限 叶灵天耳朵又没笼 再说 从文文的表情 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于是 眉飞色物的说道 大家 太谢谢你了 如果这事能成啊 我把你当菩萨供着 文文将卫星电话 朝桌子上 重重一放 对叶灵天 郑重地说道 纵然大小姐那边愿意出手 可你也不能太嚣张 如果可以用非暴力解决问题 就采用非暴力 战斗 总会有伤亡 大小姐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 拉你一把 你也要多为她想想 第七百八十六集 叶灵天脸色也震了下来 沉声地说道 这点啊 你不要担心 玉霄宫的案例 活生生在那摆着呢 当然 为了减少伤亡 我要这次行动的绝对指挥权 这个我会私下跟大小姐继续沟通 毕竟你在盐川的事 她也知道了 文文 看向渐渐昏暗的天空 轻声地说道 万吉堂的情报系统都能查到 郑文天就是你 你就是郑文天 那么更强的势力呢 叶灵天 以后你做事 一定要一定要 小心小心 再小心 叶灵天对此道不怎么在意 万吉堂能将我查出来不奇怪 查不出来才奇怪 能在我们世界混到顶尖势力 哪方面不强啊 现在我之所以 在很多设定面前是白纸一张 只是啊 我还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罢了 如果由着你玩 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文文想到 叶灵天在盐川丢导弹 对这货事有些无语 我就不明白了 玉霄宫的人 搞定小红门是问题吗 犯得着让你用导弹 即便向五门世界传达讯号 也不能这么传达 是不是生怕别人不知道 你又丢导弹的实力和胆量 是不是大家不将注意力 集中在你的身上 你浑身就不自在 叶灵天叹了口气 双手一瘫 如果我说我丢导弹的时候 没想那么多 你相信吗 文文哼了一声 你觉得呢 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 叶灵天点燃了一根香烟 静静地咽道 直觉告诉我应该丢 那我就丢 我的眼睛会欺骗我 耳朵有时候也会 甚至理智在一定程度上 都不靠谱 可我的直觉 从来没害过我 也正靠着直觉 我才活到现在的 文文一愣 朝窗外看了一眼 轻声地说道 你看着办吧 明天就出发了 去跟你那些 关系要好的朋友 道个别 道别啊 叶灵天顺着文文的目光看去 就见楚潇潇和秦雪莹 陆续从车上下来 看驾驶 应该是赶往玛丽 或者艾威尔的办公室 道别不需要吧 叶灵天漫不经心地说道 文文猝着眉头 拧着叶灵天的耳朵 没好气地说道 没量新的东西 年前的承诺你忘了 承诺 叶灵天息息一想 拍了下脑袋 眨眨着眼睛说道 哎靠 怎么将这事也忘了呀 赶紧过去 跟秦雪莹好好商量 即便她理解你 未来的老月仗 先里能过得过去吗 文文朝叶灵天的小腿 踹了一脚 将这伙赶出了房间 叶灵天朝办公室走的时候 心里真是有些忐忑 她不是没良心的人 秦雪莹为她做了那么多 她若再看不出人家的心 真该挖个坑 将自个儿给埋了 问题是 自己已经跟习军订婚了 还能怎么着啊 当然叶灵天也清楚 如果没有亘古神炉 她没有今天 如果没有秦雪莹体内 那道诡异的内力 自己也活不到现在 摆着纸头算算 自己见秦小妞的东西 真不少 玛丽办公室没有人 秦雪莹和楚潇潇 肯定在爱外的办公室 果不其然 推开门一看 就见到三个女人 坐在沙发上 嘀嘀咕咕的 也不知道 在窃窃私欲什么 不过 从表情来看 貌似心情还算一跃 见叶灵天 红着脸进来 楚潇潇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闲不闲淡不淡的说道 叶神医啊 年老可真忙 大年三十二朝外面跑 回到远身药业 屁股还没有污热呢 就准备飞往英格兰了 换说你该不会是成心的吧 即便要逃婚 也犯不着这么拼啊 叶灵天惊渴一声 有气无力的说道 成心啊 成心我会这么玩 我是人又不是神 如此紧促的节奏 在影视剧里啊 也是会死人的 秦雪莹赶紧将楚潇潇拽了过来 小声地说道 乐说什么 咱们关键时刻 别添乱 楚潇潇飘了叶灵天眼 凑到秦雪莹的耳畔 敲声地说道 这还没嫁出去呢吧 就心疼老公了 秦雪莹小脸一红 朝着楚潇潇腰间掐了一下 狗嘴吐不出象牙来 我真的嫁给他 你也跑不掉 并且还是小的 看我到时候怎么治你 楚潇潇一愣 杨总惊恐 哎哟 先前不是说不分大小的吗 你怎么变卦了 秦雪莹懒得跟他胡扯来 走到叶灵天的身前 精神地问道 文文答应了吗 嗯 答应了 明天三点 从天海赶往英格兰的 利物谱 叶灵天没敢看秦雪莹的眼睛 轰着脸回头 不过啊 祖格拉家族实力强悍 最终能走到哪一步说不准 到了地方 尽力二维吧 秦雪莹懒得一声 忧心忡忡地看着了叶灵天 嗯 也别太拼 大家伙都指望着你呢 嗯 这个我明白 叶灵天坐在爱外的办公椅上 挠挠头 抬一眼看向秦雪莹 对不起啊 先前跟秦叔叔说好的事 恐怕做不到了 原本就是走个过场 现在过场都不用走了 也省得大家尴尬 秦雪莹纵然嘴上这么说 心里却酸酸的 话说 走个过场也行啊 至少将名分给定下来了 管他情愿不情愿 哪里想老天爷 真够扯淡的 关键时刻 麦克和丁琪出事 这件事也还没收尾吧 赶纳瓦罗的麻烦又来了 我上辈子做了什么 你也要这么对我 叶灵天 倾壳立胜 谢谢探着问道 那个秦叔叔有没有将定亲的事 跟亲朋好友说呀 则言一出 楚潇潇赶紧接上了话茬 义愤天宴地说道 靠 姓叶的 这事还用问吗 秦姐姐要出嫁 那是秦家的大事 亲朋好友就等着明天喝些酒呢 你倒好 这鸽子放的 真是时机啊 爱我告诉你啊 做人不能这么没品 你必须给我们 给秦姐姐一个交代 否则 这事没完 义灵天眼皮直跳 直于勾勾地看向楚潇潇 眼眸中愤慨无限 当使人都没说啥呢 你就跳起来了 什么叫黄剑不急太剑急 你楚妖精就是真实携照 其实 楚潇潇是真急啊 在她的规划里 大功其实已经搞成了 拿向事情的发展 真应得人算不如天算的孤语 见楚潇潇说的煞有其事 义灵天赶紧站起来 对秦寻说道 秦总啊 我跟你去见见秦叔叔 好话 跟她解释一下 秦寻心底泛起几次甜蜜 摇里摇头说道 不用了 明天就坐飞机 前往利物浦了 一些准备工作 还是要做的 毕竟 对方的实力真的很强 义灵天 一脸羞愧 即便再忙 也得跟秦叔叔 打声招呼 明天我不出现 亲朋好友都来了 那多不好啊 别听潇潇瞎说 我爸知道你朋友出事了 事就耽搁下来了 秦雪莹狠狠瞪了楚潇潇一眼 柔声的说道 放心 忙你的 我们这边 你不用操心 不过到了地方 如果有时间 别忘记报平安 这些日子 你东奔西跑 我 我们大家都很担心 生怕 你依照不慎 出了什么意外 叶灵天摸着左手的戒指 看看秦雪莹 又丑丑笑得很妩媚的楚潇潇 当然还有一言不发的艾威尔 轻轻地叹了口气 谢谢你们 其实我们应该谢你才对 没有你 秦雪莹想到叶灵天 在秦雪集团的那些日子 一时是感慨万千 先前总认为工作累 也认为日子过得紧张 现在回头看看 其实平静又快乐 叶灵天点了点头头 嗯 在秦雪集团的时光 是我出现童年 最美好的时光了 不过我相信 这样的日子还会有的 只不过需要将 手头的事情处理完毕 以后如果有可能啊 我还会进总裁办的 楚潇潇双手环保胸前 妩媚地白了叶灵天一眼 我们呢 可请不起叶神医 您老太金贵 叶灵天老脸一黑 没有吭声 别听萧萧瞎说 秦雪莹台湾看了看时间 对叶灵天甜甜一笑 只不过眼眸中 尽是不舍和感伤 我们过来就是看看你怎么样 既然有万计堂的人帮忙 想来即便前方凶险万分 倒也比你单独去把握的 我和萧萧先走了 祝你新年愉快 说到这里 秦雪又摇了摇头 说了一句废话 卡纳瓦罗的事还没有解决 你也愉快不起来 在难的事儿有解决的时候 叶灵天这般说着 走到艾威尔的跟前 精神地说道 我们还有多余的办公楼吗 艾威尔着实没有想到 叶灵天冷不定这么问 便说道 新的办公楼已经建好了 不过还没有装修 等年后开会 很快就会投入使用 到时候将秦施集团的一些部门 挪到那边来 你办事儿 我向来非常放心 叶灵天转过身 对秦雪说道 有时想让你们置身室外 不过细细想想 难度还真大 惦记咱们的人不少 正所谓 耗子三窟 以后 远身要业 有你们的办公地点 有些事儿 能在这里处理 就在这里处理 依托我们强大的技术实力 应该不会对公司的业务 产生太大的影响的 秦雪和楚潇潇满头的黑线 这货到底会不会说人话 叶灵天见秦雪和楚潇潇 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 很是不解地说道 都这么看着我干嘛呀 难道你们不同意啊 楚潇潇 跨着小包走到叶灵天的跟前 撇着小嘴说道 拽不好文呢 就老老实实说话 耗子三窟 我们是耗子啊 再说了 有这个词儿吗 是 叫兔三窟 艾威尔 凑到叶灵天的跟前 小声地说道 我不是华夏人 华夏雨都比你好 叶灵天 老脸一红 呵呵笑道 你们啊 太没幽默感了 我只不过是开个玩笑 你们还当真了 我能不知道 角途三窟这个词吗 再没文化 也不能如此没文化 那个不过是 见氛围有些紧张 调解一下氛围 楚潇潇 毫不客气地 将叶灵天的折羞布 给掀了起来 如果你不解释 我还真信你是开玩笑 你这一解释啊 没文化的本质啊 抱了无疑 我说啊 你也是有身份的人 纵然以前语文学的不好 再学 也不会有什么长进了 可你也 不能破坏破摔啊 姐妹们都是女神 跟你走在一起 你那话一出来 严重地拉底 我们的档次好吗 以后你闲着没事的时候 不学习 也可以看看不乐的呀 看看人家里面的主角说话 批你有水平多了 叶灵天嘴角一阵地哆嗦 我不稀罕地看 她的主角太能装逼了 秦逊有点受不了了 楚妖精也真是的 跟叶灵天见个面容易吗 老插科打混 如此 何时能从打酱油的 生计为女配角啊 好了 员工放假了 咱们不能闲着 有一堆事 等着咱们处理呢 秦逊拉着楚潇潇 就要朝外走 艾威尔赶紧用肩膀 撞撞叶灵天 意思是 你去送送吗 叶灵天挠了挠头 跟着秦逊和楚潇潇 朝楼下走 只是到底要说什么 真不知道 到了奥迪轿车前 楚潇潇坐到驾驶位置 叶灵天突然说道 路上开车慢点 楚潇潇对叶灵天 彻底误语了 憋了一路 你就憋出这句话来 丁琪那丫头 在金沙宝库密室的时候 消息都发过来了 你小子还在老娘面前撞 放心吧 叶神医 我们跟你不一样 你是属猫的 有九条命 我们这些可怜人啊 就一条 不珍惜自个儿 哪会有人心疼呢 楚潇潇 瞥了叶灵天眼 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 扭头看向叶灵天 眸中略有些湿软 去忙吧 悠着点 剑插进肉里 要不了命也会疼 秦雪莹 身头对叶灵天 叮嘱道 萧萧说得对 别整天一副 拼命散郎的架势 要时刻记住 自己的身份 大家伙最后走向南 归根究顶 还要看你的表现 你要有个三长两短 影响太大了 叶灵天心中一软 善笑道 两位啊 尽管放心 我没你们想的那么傻 叶精明不到哪儿去 男人谁不是 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 你倒好 几口大锅都端过来了 愣是看不见 什么东西 男人要都像你这样 人来还怎么烦眼 楚萧萧看到叶灵天 那德行就来起 大爷的 你不主动勾的 难道还要让老娘 把王硬上宫 靠 都什么烂事 就在楚萧萧 愤愤然发动车子 叶灵天突然趴到了车窗 张张嘴 想说些什么 楚萧萧和秦雪英 满是期待的 看向叶灵天 谁想这货 又将话给咽了回去 楚萧萧火了 咬着阴牙说道 你好得也是爷们 你想说什么就说 老娘等得心揪 第七百八十七集 不是我不想说 是得组织语言 要不你又埋怨 我不会说人话了 叶灵天 飘了楚萧萧一眼 摸着左手的戒指 红着脸 对秦雪英说道 那个 你家那炉子 我不打算还了 秦雪英一愣 旋即笑了 叶没有打算让你还 不知道那个东西 对你有用 楚萧萧掩柱子一亮 扭头看向叶灵天 妩媚地说道 叶神医 那玩儿的寓意你清楚啊 如果不还 你让秦姐姐 怎么跟秦叔叔交代 秦姐姐以后 怎么找瞎家 这个处妖精 嘴巴真多 秦雪英掐了楚萧萧的腿 叶灵天的老脸能挤出血来 含含糊糊地说道 那个啊 该怎么交代怎么交代 卒子现在在我手里 以后还会在我这里 不过你们要考虑清楚了 别脑子一犯热乎 雾是死的 人是活的 秦雪英又不傻 眼眶湿了 颤声地问道 你是心甘情愿的吗 叶灵天眨巴着眼睛 见秦寻一脸颓然 轻声地说道 我只知道 离开亘古神炉 我的人生跟现在不一样 我很怀念 在秦氏集团那些日的 想就那样的 过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说到这里 叶灵天将大手 按在楚萧萧的香肩 拍了拍 开车注意安全 等见到的丁齐啊 我带你们感受下 沙漠冲刺的刺激 楚萧萧 扭头深深地 看向叶灵天 轻声地说道 在那一天 没有到来之前 好好活着 大姑娘能说人话吗 叶灵天撇了撇嘴 翻了个白眼 我以前说人话 后来见到某人啊 人话就不会说了 楚萧萧 恨恨地瞪了眼叶灵天 揉了下鼻子 没看叶灵天的眼睛 气鼓鼓地说道 还不赶紧将手给拿开 我要开车了 保重 等我回来 叶灵天说完这话 看着缓缓关上的车窗 对着车子 回了回首 奥迪叫车 驶出很远很远之后 楚萧萧 将车子停了下来 扭头对呆若目击的 秦巡说道 姐姐 这货 这货终于开窍了 秦巡嗡了一声 靠在座椅上 对楚萧萧 浅浅一笑 是啊 终于开窍了 可是萧萧 我这心里 为什么这么难受呢 是不是 她的脚步太快 我们跟得太紧 有些累了 说实话 现在的我们 对她来说是累赘 楚萧萧摇头叹了口气 无奈地说道 我的好姐姐 你就不能想点好的 嗯 想点好的 这样的结果 似乎比成婚更好 至少她知道了 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了她的心 只是 如此一来 世俗要容不下我们了 当期望的结果 没有到来之前 大家的想法 永远都是好的 不过 当期望的结果 到来之后 其实啊 需要考虑的因素 还有很多很多 在他们身后 一辆奔驰S级轿车 拐了个弯 也在远处停了下来 一鸣 头发花白的老者 摸着右手的翡翠戒指 坐在后排 闭目养神 战老 车子停了 要不我们现在动手啊 司机回头 冷声地说道 老者欢欢掰手 淡淡言道 哎 强扭的瓜不甜 我们要的是一个王者 不是俘虏 有些事啊 真要坐下来谈的 前排司机 想到秦家的历史 点头称是 张老说了对啊 如果进入我们 有抵触心理 受累也无用啊 不过 老秦家为了我们 做出如此之多的牺牲 要怎么跟他解释啊 他一旦有了抵触心理 解释也不会为了我们 解心尽力啊 解释嘛 白发苍苍的老者 欺然一笑 大黑车窗 对着苍茫天地 静静言道 谁又给我们解释呢 这个世界 一直都是弱肉强食 实力不济便是 他人的鱼肉 秦寻在伤害贫杀多年 何去何从 他应该知道 怎么选择 再说了 老秦家如此 我心里好受吗 谁让我们身上 有高贵的血脉 谁让我们肩负着使命呢 归根究底 这一切都是命啊 长老 我明白了 司机点了点头 看向前方 有点不敢相信 不过秦寻 真会成为王者吗 通过前阵子的跟踪 我发现 他体内的骨 发生了治愈的变化 纵然这不是 成为王者的必然 却是治愈的变化 老者想到秦寻身上 绽放了奇迹 某种多了些许的欣慰 也多了几次喜悦 此外 多年过去 按照几率也该出现一个了 东谷门消失那么久 是时候让人们见识一下 什么是谷门 什么是谷者了 是的 长老 我们趁机太长太长时间了 血液深仇应该能保了 小松 见前面的奥迪车动了 旋即发动了车子 长老赶紧提醒他道 哎 不要跟他太急 叶灵天手底下那批人 非常警觉的 有好几次我都被发现了 小松 猝了送眉头 言语间有多少不屑 我们东谷门即便不是昔日的东谷门 可数千年的底蕴积累 连顶级门牌都有所不及 为什么在意 叶灵天这只小小的蚂蚱呢 长老脸色一变 正字的说道 小松 你也在道上婚了五十多年了 看人的眼光就那么差吗 叶灵天是蚂蚱 好好想想他的后面 就知道他非同一般 否则在危机四伏的西方 他凭什么混得风生水起啊 在国内 即便我们尚未发现 他身后的力量 可你要注意一点 那就是他的运气非常好 一次是运气好 两次运气好是宠儿 一只运气好就是十里了 小松浑身一浪 赶紧回转头来 您的意思是 叶灵天可能是某个顶级门牌 历练弟子 或者说掌门几成人吗 现在还无法回答 不过那个天学 绝对是非同一般 他的性格跟记载的一个人 太像太像了 长老揉了揉太阳穴 白白手说道 好了小松 这不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 我们只要培养出古门的王者 重振五门雄风就可以了 五门设计爱怎么兴风血雨 就怎么兴风血雨 世道越乱 我们的报酬大计 才进行了顺利 开车吧 小松点了点头 远远跟着奥迪向着远方持去 很快的便补见了踪迹 大年出山的国际机场 没有了往日的人山人海 毕竟今天不是大年初期 很多人都处在美妙的假期中 饶是如此 机场依然是很喧嚣的 叶明天和卡纳瓦罗刚进到机场大厅 就见到一位身着风衣的男人 微笑着向他们走来 叶先生 我叫文史杰 此次特别行动小队的副队长 见到你非常的开心 文史杰冲着叶明天伸出了大手 脸上挂着笑容 某中啊 多少带着笔衣 对文史杰这个态度 叶明天深表理解 万计堂在五门世界 可是数一数二的势力 就自己这些金粮 在人家眼里真不算更聪 哦 文先生 你好 叶明天跟文史杰 礼貌性地握了握手 礼节性地介绍 这位是我的助手 卡纳瓦罗先生 嗯 九阳大名了 文史杰纵然没跟卡纳瓦罗握手 不过 对他的态度 要比对叶明天客气多了 卡纳瓦罗先生 作为花下控股的负责人 最近这段时间的表现 让人惊为天人 如果您能为我们服务 我想我们的经营 定会飞升一个档次的 卡纳瓦罗 很是优雅地笑了笑 很谦虚地说道 文先生 过奖了 我由今天 都是阁下教导有风的 叶先生的教导 故人不可或缺 可 卡纳瓦罗先生 在商业领域的敏锐 却是教不出来的 文史杰 做了个请的手势 对卡纳瓦罗说道 如果有一天 卡纳瓦罗先生 想换个环境 我们永远 对你张开怀抱 蔑视叶灵天 可以理解 可当着自己的面 挖墙脚 这就过分了 太不把老子 就当回事了 叶灵天有些不爽 不过 此次 利物浦之行 还要仰仗人家 也不能表现太过 叶灵天真不是冷头青 于是 甘笑两声 扭头对卡纳瓦罗说道 文先生这个建议 不错 考虑考虑 卡纳瓦罗 面部肌肉一致的颤抖 可惜 您不是开温笑的吧 人往高速走 谁往低处流 如有一天 远身药也不行了 有条退路也好 叶灵天 话说得非常认认 卡纳瓦罗 耸了耸肩膀 扭头对文使节说道 文先生 阁下都说了 等我吃不上饭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收留我 只不过我的身份 对你们而言 应该不是秘密 就怕你们 不敢用我呀 文使节 哈哈大笑 拍了拍 卡纳瓦罗的肩膀 爽朗地说道 你的意思是 怕你玩无间道吗 不不不 尊敬的卡纳瓦罗先生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向来是我们的用人准则的 遗憾的是 纵然我们对卡纳瓦罗先生 有招致麾下的强烈意愿 从卡纳瓦罗先生的眼神里 我看到的答案 让人非常沮丧 看来文文说的没错 原神药耶 最可怕的地方 不是攻击力 而是凝聚力 说到此处 文使节意味深长地 看了叶灵天一眼 叶先生不可是人中子龙啊 叶灵天 飘了文使节一眼 笑道 万级堂的人 都这么喜欢试探人吗 文使节摇了摇头笑道 叶先生 跟你一起飞往 利物谱 没有万级堂的人 此外 这不是事的 这是必须的前妻了解 作为领袖 可以没有非同一般的修为 但是组织领导能力要强 显然 此次 利物谱的行动 在叶先生的领导下 应该不会损失惨重的 你们真答应将指挥权 全部交给我啊 叶灵天觉得 这政权移交的也太简单了 真五进五者 一个比一个牛掰 脾气臭着呢 就像几天前的盐川 明明是为御萧公好 结果人家愣是不情不愿 交给你 我想我们放心 不过在某些根本问题上 我们肯定啊 还要听头的 文士杰回答的很是含蓄 在指挥权的问题上 没有根本问题 既然决定了老子当头 那么啊 只要是关于行动 一切都应该由老子做主 否则肯定乱套了 叶灵天瞥了文士杰一眼 沉声的说道 你们头呢 有问题啊 我必须找他说清楚 在飞机上 恭候大家 文士杰做了个请的手势 叶灵天顺着扶梯上了包机 朝机舱一看 就将万极堂的精英 稀稀辣辣地在飞机上坐着 大致扫了几眼 他的心立马沉到谷底 这就是万极堂的精英嘛 太不给力了吧 原来万极堂派过来的 所谓好手实力方面 跟天雪那批内门师姐 其实高不了多少 最最关键的是 人数方面也不占优 仅有十名的真务警务者 外加正副队长两人 这点人马跑到 利物浦跟左右拉家族干 不是找死吗 卡纳瓦罗见叶灵天 僵在原地不动 悄声的说道 盖下 有什么问题吗 叶灵天摆了摆手 示意卡纳瓦罗 别吭声 扭头看看文士杰 你们队长是谁啊 我就是 文士杰尚未答话呢 就见一位身着 浅粉色羊毛开山的 年轻女子 从驾驶舱走了过来 将叶灵天 从上到下 大量了好几遍 他对文士杰 使了个眼色 文士杰自然知道 队长的意思 凑到卡纳瓦罗身前 悄声地说道 尊敬的卡纳瓦罗先生 我们温队长 有话要跟叶先生交谈 咱们啊 这些作家属的 还是朝后奏奏吧 卡纳瓦罗 不是不识取的人 老老实实跟着文士杰 奏向了后仓 乘务员 将阁连拉上之后 非常识取地 奏向前仓 这样就给叶灵天 和年轻女子 创造了一个 相对隐秘的空间 我叫文浩月 此次特别行动的负责人 文浩月 做了番自我介绍 从公文包中 抽出了一份资料 递给了叶灵天 由于左古拉家族 跟华夏五门事件 没有太多的接触 所以有关他们的资料 我们掌握的并不多 确切地说 贸然对他们发起突袭 无异于跳崖自杀 嗯 这很正常 不是都说吸血鬼高傲吗 他们也懒得跟人接触 叶灵天顺势坐了下来 将资料略略翻看 知道文浩月刚才的话 不是谦虚 晃晃手里的资料 哎 文小姐 个人觉得 我们到了利物浦 要做的工作 有很多的 左古拉家族非常神秘 如果要做的工作不多 那就奇了怪了 文浩月将随身小宝打开 取过了茶杯 拧开后 小小地抿了一口 对叶灵天说道 你不该让伊莲娜离开 即使她是报信的 私人对左古拉家族 有所了解 多多少少 都会提供一些讯息的 第七百八十八级 叶灵天靠在座椅上摇摇头 正次地说道 他不过是服侍 一刹贝拉的临时工 居然离开了左古拉家族 干嘛还要将他拉进来 一个普通人 知道吸血鬼的事 要保住性命 不至于奇迹 我们就不要再给无辜的人 增添麻烦了 文浩月 听叶灵天怎么一说 双手一摊 既然你这么决定 我没有办法 不过 到了利物浦 你手底下的人 恐怕事不少 叶灵天 朝后面扫了一眼 松松肩膀 不是事不少 是非常多 文小姐 万吉堂最近人手 很紧巴吗 文浩月 缓缓点头 万吉堂形势非常严峻 其实大小姐 根本抽不出人手 这些人马 几乎算是 大小姐的示威队 所以叶先生 这只小队伍 任何一个受伤 大小姐 都会心疼万分 叶灵天面部肌肉 立马甩动起来 老老实实地说道 受伤不受伤 不是我说了算 得看情势 还有实力 从我们跟 佐古拉家族的实力 对比看 一旦交手 不损伤 几乎不可能的 文浩月 对叶灵天的话语 很是不满 如果当真如此 只会全交给你有意义吗 叶灵天沉了下脸色 认真地说道 小妇 难为五米之催 严川指挥玉霄宫 我确实做到了临上网 可此次 咱们的对手跟小红门 不在同一个档次 人手相对于萧宫 更有所不及 我不是神仙 我希望你正是一个问题 此次我们不是去跟 佐古拉家族开战 文浩月 绕有兴致地看了眼 叶灵天 笑着说道 如果抱着开战的心思 跑到丽雾棚 就是将万级堂的人 全拉过来 也是死路一条 此次咱们的作战方略 是偷袭 将依莎贝拉和那个可怜的孩子 偷偷送到华夏 叶灵天摸着下巴 深深地看向文浩月 这样怕有些不妥吧 那你的妥当是什么 文浩月觉得叶灵天很有意思 千万别告诉我 你想让佐古拉家族的组长 乖乖将他的女儿 送到远深要夜 请相信我 童话里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节 叶灵天掏出了红塔山 闲在嘴里尚未点燃 文浩月的眉头就粗了起来 放心 我就是闲着 不愁 叶灵天闭上眼睛 想了想后说道 时间最贵的是亲情 为爱情放弃家庭 可能一时误会 过几年之后 便会后悔的 如果是这般 将依莎贝拉带到远深要业 有意义吗 卡纳瓦罗能活到现在 依莎贝拉肯定在家人面前 说了不少好话 如果她的家人 不深深爱着依莎贝拉 你觉得 依照血族的行使手法 会放过可怜的卡纳瓦罗吗 文浩月轻点汗手 系上了安全带 笑着说道 这个问题不言而喻 只是叶先生 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呢 叶灵天挠了挠头 大脑也是一片空白 很遗憾地告诉你 我还没有谋划出具体策略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我们在利物谱的时间 肯定要吵 文小姐哪边没问题吧 文浩月一愣 将手机拿出来 翻了翻日程表 静静地延导 只要能保持 跟华夏的联系 我的时间应该还算充裕 当然 这是建立在万鸡堂 不出问题的情况下 如果出现一晚 我们会立即离开利物谱 还有 在西方待太久安全吗 按照规矩 我们这次 跟侵略似乎没有两样 叶灵天撇了撇嘴 西方一能跑到华夏地盘 多少次了 咱们回敬一次 他们有意见 大不了干就是了 文浩月意味深长地 看向叶灵天 说真的 开玩笑 叶灵天呵呵笑道 即便要打 手里的牌面 至少要有胜算 咱们这点人马 确实寒承了点 文浩月自然知道 叶灵天话题是什么意思 淡淡地回答 叶先生 请你意识到 这样一个问题 此刻我们大小姐 是在极其苦难的情况下 让侍卫队友情出场 不可能再增派人手了 然而是如此 我想凭借 远深药业目前的实力 挑出于我这支 特别行动小队 向抗衡的力量 难度应该也很大吧 叶灵天轻渴一声 无奈地说道 远深药业不具备 跟万极堂对比的任何可能 你应该将你的目光 放到更高的层次 比如说御萧公 对不起 我们是万极堂 是世家 不是武门 文浩月丢下这句话 就从公文包里 拿出了一本书 再不看叶灵天一眼 飞机从天海机场 终于起飞 叶灵天闭目仰神 约莫过了三四个小时 文浩月将书收起来 见叶灵天一双眼睛 朝书上飘着 问道 想看 不 我只是觉得好奇 叶灵天掏出了手机 点了点触控屏 现在手机的软件很多 怎么还带着书啊 书有一种味道 我喜欢这种味道 文浩月说着 将书籍放进了公文包 闭上眼睛 静静地沿倒 叶先生的学历不低吧 这还用问 老子什么事 你们不查得惊惊处处啊 一灵天 嘿嘿一笑 文小姐 在我面前说学历这个词啊 是对学历的侮辱 我小学啊 都没上过 文浩月 欧了一声 谋中是 遮掩不住的心上 哦 叶先生没读过书 却精通好几国的语言 果然是天才中的天才 叶灵天轻可理声 正次地说道 文小姐 如果你的遭遇跟我一样 恐怕不会这么说话 会说外国话 又不做学问 没什么了不得的 要是如此也非常的不简单 请相信我不是工委 而是讲述一个事实 文浩月端着茶杯 精进的言道 很多华夏在国外的留学生 如此努力 才掌握几门语言 更可笑的是 费尽心机 还不能融入西方的圈子 叶先生在西方 将几个团队管理的 井井有条 自非 池中之物 所以情报说 你是一个文盲 对此 我不敢苟同 文化 不等同于学历 叶灵天被文浩月夸得 有些不好意思 大家之所以 没做到这一点 不是智商差距 而是境遇问题 如果不朝前跑就死 相信大多数人 都会玩命跑 我之所以走到今天 首先要感谢的 应该是可敬可爱的老天爷 我是他亲儿子 他太照顾我了 文浩月欧里生 若有所思地说道 环境确实可以改变一个人 却也不得不承认 极端恶劣的情况下 大多数人在奔跑的过程中 很容易丧失 继续前行的勇气 叶先生不仅跑了 并且从未懈怠 这完全证明了叶先生 在情商方面 令常人难以企及 我想如果机遇再好一点 远身药业的成就 就非同小可 如果有一天 远身药业的成就 在万纪堂之上 还请叶先生 看在我们今日合作的份上 该出力的出力 莫要大红灯笼高高挂 叶灵天 从脸上挤出了一个笑容 小心翼翼地说道 温小姐起人忧天了吧 数字的骆驼比马大 万纪堂再落魄 也不至于轮落岛 让远身药业帮忙啊 温昊月对着窗外的白云 悠悠言道 叶先生硬承下来即可 其他的走走看也就知道了 我们世界变了 我怕这是一场 无法阻止的浩劫 万纪堂想置身世外很难 和平时期 万纪堂影响力非凡 到了混战时期 他只不过是一个 有几名高手的五门罢了 五门世界的浩劫 说白了是欲望作祟 更具体说是人心 人家铁了心 要掀起风了 你又能怎么办呢 灭了他吗 很好 灭了一个 万万千千又无比疯狂的涌现 这个世界想称霸的不是一个两个 而是一群 五门世界平静太长时间 大家都按捺不住 蠢蠢欲动的欲念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对五门的形势 叶灵天非常清楚 想到玉霄宫已经掀起风浪 各个五门也不安分 深深看向文浩月 低头沉思 两酒后 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一天天做事 喜欢走极端 处事总要敬为分明 低水之恩 涌泉相报 牙子之仇 赶尽杀绝 万济堂在我困难时拉了一把 我铭记在心 或许嘴上不说什么 心里还是非常感激的 以后啊 远深药业能走到哪一步 我不清楚 不过 远深药业如果有幸 给予万济当助力 自己的权益不是损害过大 我们应该绝无二话 文浩月 哦了一声 扭头看向叶灵天 谋中 多少有些欣慰 叶先生这么说 应该是实话了 先前情报说 叶先生性格狂妄 看来对你的性格判断 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在我看来 你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叶灵天 越流泻不自在 你们的情报系统 连这都查呀 领袖的性格 在一定程度上 会影响一股势力的走向 叶先生先前 是搞情报工作的 比我清楚 文浩月的话语中 不带丝毫的感情 好吧 我承认我谨慎 但狂妄的实话 也没变 说心里话 我像现在这样正经说话 此处并不多 叶灵天嘀咕了一句 可能最近你累了 当然也因为我们之间不熟 你来不了嬉皮笑脸 文浩月笼笼嗅发 欢欢言道 叶先生 我的英语水平很刺 到了利物浦 如果需要你当向导 希望你莫要推辞 叶灵天见文浩月说得认真 狐疑地看向文浩月 文小姐 你的英语水平不会这么差吧 文浩月谋中露出了几次羞愧 我的学历气势不高 只是大专毕业 还有这是我第一次踏上 异国他乡的土地 我带来的人也没有跟英国人 打过交道 生活方面更需要叶先生 多多照顾 这是应该的 叶灵天慷慨地说道 如果行动的空档有空闲 我会让属下带着大家四处逛逛 咱们这些人在五门世界 喊打喊杀 能放松的时候 放松放松也好 提前谢谢你了 文浩月说完这话 拧开茶杯喝了口水 合上眼睛很快睡去了 他其实也累了 飞机整整飞行了16个小时 终于在利物浦当地时间下午1点30分 到达机场 刚下飞机 天煞利物浦分部的人 老早就在机场等着 叶灵天一行人 从飞机下来直接坐上了脚车 直奔落脚点而去了 同法兰克福分部一样 利物浦分部不可能二道 在招牌上写明 自己玩的业务就是杀人 成立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皮包公司 是基础动作 于是这家名为 天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羊头 在六年前挂在了位于 阿尔伯特码头66号的办公楼上 可能很多人听到 阿尔伯特码头脑海中没有什么印象 不过提到一艘船 人立马就意识到 这个港口在英国历史上的地位 泰坦尼克号就是在这里建造 并且下水的 毫不客气地说 如果没有利物浦的阿尔伯特港 就没有英国曾经无比辉煌的过去 只是现在的利物浦已经不复昔日繁华 成为了一座彻头彻尾的旅游城市 并且在整个英国都首居一职 旅游城市 一些隐秘家族或者隐秘势力 将此作为家族度假地 或者家族所在地就不难理解了 不管多强悍的异能或者吸血鬼 如果生活能美好一些 极少有变态追求苦行僧死的生活 进了公司 叶灵天拧着温豪月等人立马朝着地下室窜 相对于外面装修奢华的文面 地下室的现代化水平惊人 跟叶灵天走进会议室 坐在叶灵天身边的温豪月 不无惊叹地说道 天上能成为世俗 首屈一指的杀手集团是实力 单单利物浦部分的现代化设施 都是一笔不菲的数字 全世界那么多据点 耗费的资金庞大到让人惊叹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拆东墙补西墙 刚开始的运作资金 来源于地下和黑细菌 叶灵天解明恶要地说道 等建设好了 三个组织 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 再相互扶持 干什么事不简单 效率出来了 业务增多了 名上还出来了 钱也就到了 文浩月想想也是 混成是我 即便有着超强的个人实力 在世俗世界 要翻出这么大的浪花 也有难度 毕竟 文浩月看了眼 团坐在会议桌上的老外 扭头对叶灵天 优雅地笑了笑 征服人的肉体容易 征服人的心很难 其实也不难 把他们当兄弟就行 叶灵天这般说着 将文浩月面前的 笔记本电脑打开 递给他一个无限耳麦 第七百八十九集 你准备得很周到 文浩月冲 叶灵天 奄然一笑 脸色一变 捂着小腹 端起茶杯 免了口茶水 叶灵天一冷 问道 身体不舒服 文浩月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有些不舒服 不碍事 等空间的时候 我看看 叶灵天丢下一句 信心满满地说道 我可是叶远深神异 不用了 谢谢 文浩月冲着叶灵天 感激地笑了笑 可以开始了 叶灵天对 立物部方面负责人 兰帕德沉声地说道 将工作汇报一下 是 可惜啊 兰帕德站了起来 没外人 不需要那么正事 叶灵天示意他坐下 兰帕德 打开军用笔记本电脑 先调出了一栋 庄园的建造图 紧跟着 投影仪开始立体展现 他指着大屏幕 调整了一下 胡锡说道 从建筑物建构来看 我们秘密 潜注的可能性不大 这些建筑物 在建设之初 为了防止敌人秘密潜入 做到的几乎能 做到的一切 即便 下水道和通风管道 经过这几年的改良 也安装了 现代设备了 叶灵天对于庄园的架构图 思索良久 无奈地说道 要想神不知鬼不觉的潜入 有这种技术的人 全世界加起来不超过三个 当然 吸血鬼的鼻子 要比人灵敏多了 这就意味着 潜入者的个人实力 必须达到相应的水准 才能悄无声息 如果秘密潜入 还要将庄园里的目标带出来 好像没人可以做到 兰帕德完全赞同叶灵天的观点 紧跟着说道 如此一号方案可以排除 至于二号方案 兰帕德拿起卫星电话 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 严肃地说道 还需要多长时间 15秒 兰帕德挂断电话 手指在军用笔记本电脑键盘 一枕的舞动 很快 高清卫星监视讯号传了过来 兰帕德指着视频画面 噢 客下 我们只能通过 卫星用肉眼分析 视为了助手地点 你也看到了 他们接受过相关的培训 所站立的方位 都是理论上的最佳位置 换防也既有章法 至于暗处的看守 我们根本无法判断 所以二号突袭方案 基本也可以排除 因为可能我们刚开始行动 就已经落入对方的重重包围了 个人觉得 在外围下手是两侧 遗憾的是 庄园的家伙 外出机会不多 近期即便有趣的 也是去祭祀 而那里毫无疑问 戒备更加森严 且都是吸血鬼 叶宁天摸着下巴 猝着眉头看向兰帕德 还有建议吗 兰帕德低头响了一会儿 对叶宁天冷声地说道 还有一个方案 那就是我们抱着 鱼丝网坡的态度 去跟佐古拉家族谈判 我们有贪的资本 戈兰林岛上 黑气军有短程的导弹 这些导弹 接待一定当量的核弹头 没有问题 这是如此一来 挖着似乎有些过火了 不是有些过火 是非常过火 如果按照这个套路走 还不如保持现状呢 卡纳瓦罗紧锁着眉头 对叶宁天阁下说道 给下 要不趁着祭祀日子 我恨你去 见孩子最后一面吧 哎 你是地上的人 这里不是你发言的地方 一灵天是以卡纳瓦罗闭嘴 将文浩月提供的资料 丢给了兰帕德 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你手里的呀 是佐古拉家族核心要员的资料 对照的资料 调动一些力量 对这些人想场 有没有机会 想方设法创造机会 佐古拉家族的人 再深居简出 也得透透气的 南帕德将资料接过来 略略翻看一番 朝卡纳瓦罗飘了一眼 皱着眉头说道 尊敬的阁下 如此一来 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这次闪电站行不通 我又足够的耐心 叶宁天点燃了一根香烟 厉声地说道 最短的时间 将佐古拉家族成员的 关系网汇出来 这个过程 引力第一 安全第一 行动没开始前 暴露目标是失败 出现伤亡是失败 永远记住 我们的对手是吸血鬼 不是人 是 阁下 我这就进行 部署会议 兰帕德关上了 军用笔记本电脑 将U盘丢到垃圾桶内 砰的一声 U盘炸成碎片 叶宁天扭头 对文昊月说道 下面是兰帕德的节目 我们走吧 文昊月眨巴着眼睛 有些不可思议 下面是具体任务的安排 你不在会议室 给点指导意见 有这么做领袖的吗 叶宁天自然明白 文昊月的意思 对着兰帕德怒怒嘴说道 立务谱分布他的地盘 大方向 我们继续知道 具体怎么做 要听他的安排 他才是这里的头 文昊月摘掉耳麦 摇摇头道 你对手下这批人 真够放心的 他们有让我放心的舌脸 叶宁天说完这话 指着缓缓站起的 万级堂特别分队的队员 对兰帕德说道 这些华夏客人远道而来 招待工作必须到位 要给予他们 宾至如归的感觉 不要让他们感受到 背景离乡的落寞 兰帕德微微一笑 公声地说道 阁下 尽管放心 想对于咱们的目标 您刚才的要求 实在是微不足的 很好 我对你充满信心 叶宁天这般说着 走到卡纳瓦罗的跟前 拍拍他的肩膀 轻声地说道 地霎此次 配合兰帕德的行动 考虑到地霎的成员 兰帕德可能不太熟悉 情报系统你负责 我希望你保持一颗 冷静的头脑 这个时刻 你要做的就是冷静 下面南本的事 还有我 是 阁下 实在对不起 给您添麻烦了 卡纳瓦罗 一脸的惭愧 没有添麻烦 地物谱分布 有今天 功勋墙上 有你的名字 叶灵天淡淡地言道 卡纳瓦罗 看着叶灵天的背影 满脸颓然 此次行动 因他而起 稍有不慎 远身药液 跟吸血鬼 可能就是不死不休了 代价太大了 更让人为难的是 伊莲娜 带来的讯息 这是让自己 在祭祀 混入见孩子 最后一面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 对于佐古拉家族 别说叶灵天了 即便万计堂 了解都不多 此次过来的人手 又极其的有限 要想实现目标 难度 非同一般的打呀 从密室出来 叶灵天并没有 跟文士杰等人 去楼上的房间休息 而是静止地朝监控士跑 文浩月似乎 对监控这一块 非常感兴趣 也跟了过来 叶灵天 又让人 调出了卫星讯号 看了老半天 气鼓鼓地嘀咕 大爷的 连从哪下口 都摸不清头绪 真够扯淡的 文浩月 扭头飘了叶灵天一眼 好声宽慰道 总有机会 至少我们有时间等 不是吗 那是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我必须考虑到 你们突然撤离的可能性 叶灵天 一脸凝重 你是不是太悲观了 文浩月 从文简包里取出了茶杯 拧开 喝了一口水 悲观 叶灵天呵呵一笑 文小姐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个无比乐观的人 文浩月 宣急笑道 叶先生说的没错 其实 你只是谨慎 可我不得不说 有时候你谨慎过头了 过度的谨慎 会让你判断出现失误 丧失稍纵 即逝的时机 或许 这样的情况还没有发生 可一旦发生 带给你的损失 将无法估量 叶灵天想到 严川时天雪表现出的强势 无奈地说道 我也不想如此 可是并不是每个人 都有足够的实力 蔑视 有可能爆发的意外事件 在隐秘世界里 我还是心丁 稍有不善就挂了 叶先生 纵是心丁 也是任何势力 都不合小叙的心丁 温浩月将茶杯放进了包里 朝监控视频 飘了一眼 至少这一点 我们做不到 我相信 华夏五门中 能够做到这一步的 也是极少 其实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先前是世俗势力 如果不将 现代技术应用纯属 如何维持绝对顶尖的地位呢 当然 利用美国军方卫星 看起来很牛 其实说起来一文不值 不过是黑客入侵 军方系统 竟用人家的玩意儿 撞撞逼的 并且入侵的时间也不长 否则被发现 以后也没这样的好事了 叶灵天摸着下巴 话说得很可怜 远身药业在航空领域 没有专业人才 资金也不充足 否则朝天空丢几颗卫星 也用不着 过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了 你这叫寄人篱下 这人说话怎么如此不靠谱 文昊月双腿一颤 扭头看了一眼叶灵天 你是认真的 什么认真的 叶灵天问道 朝天空发射军用卫星啊 文昊月将问题细化 那是当然 如果有那个实力 你不放卫星啊 叶灵天干脆利落地回答 有那个实力我也不放啊 这也太狠了 文昊月 惊刻了一声 觉得很有必要 给叶灵天打打预防针 省得这伙脑子一热 将大家伙拉下水 隐秘势力 终归是隐秘势力 如果你连卫星都发射了 你觉得世俗官方会是什么反应 官方不是没有与 隐秘势力对抗的实力啊 如果隐秘势力的发展 威胁到了世俗社会 最基本的秩序 届时跟隐秘势力的战斗 就会打响 人类的浩劫也就到了 不一定吧 叶灵天挠了挠头 我觉得还是有共存的可能的 文昊月看叶灵天的目光 就像看傻叉一样 这样的话 不应该从你的嘴巴里蹦出来 太天真 也太想当然了 你觉得一个国家 容许两个不同政权的存在吗 政权 不不 这事我没想过 我只是单纯的要保护自己 叶灵天很无辜的说道 我个人相信你可能真的没有想过 却不代表别人认为 你没有想过 文昊月觉得跟叶灵天说话真累啊 话说 这家伙好歹也是世俗顶尖势力的老大 并且在丹丸领域还是出类拔萃的人才 怎么在这点世上 转不过弯来啊 嗯 或许你是对的 叶灵天也不想跟文昊月争辩 每个人的想法不同 走的路也不同 他跟监控室的天杀成员 小声地嘱咐了一句 带着文昊月出了监控室 直奔休息的地方 不得不说 兰帕德做事非常靠谱 万集堂的人 对在住宿非常满意 当然 晚餐更满意 法国大餐和上号的红酒招待 还不满意 兰帕德恐怕要吐血了 用完晚餐 望向远处的阿尔伯特港 点点灯光映照在海面上 静谧而美丽 文昊月享受着略略有些清冷的海风 扶了一下长发 笑着说道 来的不是时候 如果是六七月份 利物浦会更美 叶宁天着实看不出 美在什么地方 便说道 我觉得华夏的康州 比这好多了 还有天津的北海 也比这漂亮许多 除了一座座破房子 有什么呀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 英国的历史 文昊月双手环抱胸前 静静地品味着海风 问道 待会儿 你有没有时间 叶灵天浑身一颤 事与探着问道 温小姐 该不会是让我带着你 四处转转吧 反正卡拿瓦罗的事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 能够解决的 与其在房间里 或者是面对枯燥的视频 倒不如私下转转 说不定可以开拓一下思路 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文昊月谋中 竟是兴奋 还有期望 此外 利物谱是我一直想来的城市 前面的话全是托词 后面那句才是正经的 叶灵天真不想去 可人家远道而来 那是客人 并且是远身药业不得不看重的客人 于是点点头也说道 也好 听说这一带酒吧挺多的 不仅多 还非常非常有名 这是一座承载着历史和文化的城市 纵然此处是殖民的起点 华夏世俗也开启了 屈辱的历史 也不得不承认 正是殖民强行将闭关锁国的华夏 拉到现代世界 否则 华夏历史的走向真不好说 人啊 不品成到疼 就不会改 更不会进步 文昊月想到华夏世俗的历史 颇有些感慨 遗憾的是啊 华夏的世俗在进步 可华夏武门社界 相对于西方艺能变化不大 叶灵天随口说道 文昊月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轻声地说道 我想这次不仅华夏武门会变化 甚至西方艺能世界多少也会变化 只是走向是进步还是后退 就不是我们能看得出来的了 叶灵天对文昊月的观点并不认同 如果作为世家的万济堂 还看不出走势 我真想不到 还有哪个势力能看得出来了 第七百九十几 文昊月摇摇头 轻轻言道 万济堂看似光鲜 其实在五门世界跟顶级势力真拼起来 底气不是很足 此外 如果五门世界闹腾得太大 宗门肯定要干涉 宗门纵是比五门更强劲的力量 但也不是神仙 也是有利益冲突的 如果他们胡乱来 最终走势如何 是万济堂能够看得出来的吗 叶灵天随随想也是 便问道 宗门比喻孝宫到底强多少 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我只是有些好奇罢了 但从武力方面来说 五门跟宗门不具备可比性 因为五门修者 真地及巅峰是个坎 能过去 前途不可限量 文昊月说到这里 谋中划骨的几次忧郁 其实到了真地及巅峰 无非就是寿命延长五十多年而已 再长的生命如果没有意义 脱活五百年又怎么样 叶灵天觉得 文昊月跟他认识的一些舞者 有很多不同 到底有哪些不同 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出来 文昊月打开行李箱 换了个蓝色的帆布胯鞋包 将杯里的茶叶倒掉 泡上心肠 对叶灵天展现一笑 走吧 你还带着茶杯过去啊 叶灵天觉得这个文昊月 是挺有个性 带这玩意儿去酒吧 好像有点不搭调啊 这是我的习惯 文昊月说着就到了门碗 突然想起了什么 对叶灵天不好意思地 吐了吐舌头 差点忘了大事了 大事 叶灵天见文昊月 从行李箱拿出了CD机 戴上耳机 再打量打量他的装扮 活脱脱一个文艺女青年 于是笑道 文小姐 真不想真的真无尽高手啊 今天晚上我不是高手 只是一名朝圣者 文昊月 对有些不解的叶灵天说道 走吧 到了停车点 发动轿车 叶灵天有些反难了 纵然知道 利物浦酒吧有很多 可到底在哪 他真不知道 于是打开导航 对文昊月说道 你定个目的地 当然是去利物浦 最有名的酒吧 享誉世界的酒吧 文昊月 也所应当地说道 叶灵天咽了口唾沫 干笑道 那个酒吧的名字 文昊月眨眨着眼睛 看向叶灵天 你不知道 叶灵天送了送肩膀 那个我其实啊 也是第一次来利物浦 马修大街 劈头是洞穴酒吧 文昊月一脸神往 想到即将到达梦想中的地方 无比兴奋地说道 出名的劈头是 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叶灵天将导航设定好 忍不住说道 据我所知啊 我们中的舞者 都是全神贯注 助于修行的 你怎么有心思研究这个呀 我见你对劈头是 似乎很喜欢 凭借你在万济堂的地位 朝乌利浦飞一趟 也不是多难啊 如果是我 早就过来了 文昊月咬着红唇 对着叶色缓缓咽道 按理说早该过来 可手头的事儿真多 多到甚至连吃饭 都要去算时间 哪有功夫过来 至于对劈头是 为什么那么喜欢 舞者专注修行没错 可紧绷的神经容易断 由此大家都有 自我调节的方式 我的方式就是 听音乐看书 劈头式的音乐 让我沉醉 鲁迅的书籍 让我警醒 鲁迅 鲁迅是谁啊 叶灵天挠挠头笑道 文小姐是有文化的人 跟你一比啊 我觉得自己太庸俗了 你应该是没有时间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文浩月似乎很理解 叶灵天 也不像你说的那样 我这个人屁股长钉 老是坐不住 文小姐 我在西方还是有些影响力的 既然你那么喜欢 劈头式的音乐 这两天呢 我联系一下 让劈头式过来 跟你见个面 顺带啊 专门给你演绎 几首歌曲 叶灵天拍着胸脯说道 文浩月打了个哆嗦 不可思议的说道 叶先生 你是认真的吗 叶灵天觉得 文浩月太不着调了 我的情况 你们那边不是查得清清楚楚吗 进个演艺圈的人过来 会有难度吗 于是说道 那个当然是认真的 远来是客 我也算半个地主 好好尽尽地主之仪 理所应当的 文浩月嗷了一声 忧心忡忡地说道 我就是怕你请不来 请不来 靠 你看不起人 劈头是再有名 重要人士的面子 也要给的 看看我结交的都是谁 罗斯查尔德家族 安德烈斯家族 在欧洲都是 响当当的名号 这点小事都搞不定 以后他们还怎么混呢 再说了 老子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该出的酬劲 加倍负 理解也做足 劈头是再不给面子 那就是自尊也不可活了 叶灵天 惊咳了一声 牛逼哄哄地说道 咳咳 可人觉得 请劈头师过来 绝对不是问题 文浩月 见叶灵天说得煞有其事 坏坏地一笑 叶先生 你确定你真能帮我 实现这个愿望 叶灵天见文浩月眸中 带着戏血 有点不爽 加重了语气 如果醒不来 我立马撤掉 立物谱的分布 文浩月觉得 叶灵天 有些孩子起来 请来请务来 跟撤掉立物谱 没有半点关联 你不要意气用事了 我这不叫意气用事 这叫十拿九稳 叶灵天做事 喜欢追求效率 从车里取出无线电话 直接拨通了 罗斯查尔德家族 大长老霍曼的电话 一听是叶灵天 老霍曼是很激动 自从上次 法兰克福分别 大约有几个月 哪里想啊 就这几个月 叶灵天的事业 好像做了火箭 直显飙升 俨然的在华夏武门 立足脚跟 看来 斯蒂分科 组长的盼道没错 叶灵天是上帝的宠儿 跟他保持好关系 对于罗斯查尔德家族的发展 和辉煌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哦 亲爱的爷 太阳从哪边出来了 你也开始想我了 否则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呢 霍曼抽着雪茄 笑眯眯地说道 吝啬的老霍曼 不要跟我瞎扯淡了 我是不会想你的 我想的是黄灿灿的金子 叶灵天朝一旁的文浩月 看了一眼 懒洋洋地说道 就知道这货打电话 准没好事 你瞅瞅 两句话没说完呢 就烧钱上面扯 话说 即便找我要钱 也不能如此直白 围晚点就那么难吗 老霍曼松了松肩膀 笑着很轻松 亲爱的爷 说个数吧 在我可以批准的范围 朝你那里丢一点 没有问题的 如果不在我批准的范围 可能要走一下情绪 当然 也仅仅是程序而已 我们之间的友谊 永远比金子 更加的珍贵的 你这个老油条 说得真好听 夜灵天将红塔衫 掀在嘴里 淡淡言道 漂亮话 别说了 这次找你 不是要钱 而是请你帮个小忙 不是要钱 老霍曼眨眨着眼睛 亲爱的爷 如果真是小忙 你好像不会给我打电话吧 给你打电话 是因为稳妥 如果罗斯查尔德家族 搞不定劈头事 就是天大的笑话了 夜灵天 倾刻了一声 问道 那个劈头事 这个人名 听过吗 劈头事 有叫这个的 老霍曼一头雾水 没听过 夜灵天老点一致 言语间 尽是鄙视 老霍曼 你太没文化了 我给你提个醒 劈头事 是玩音乐的 人家兴起的地方 是利物浦的洞穴酒吧 我没文化 老霍曼眸骨悚然 咽了口唾沫 亲爱的爷 劈头事 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乐队 非常有名的 摇滚乐队 他们曾经用音乐 征服了美国 乐队 不是一个人名啊 夜灵天 扭头看向文浩月 就见人家强忍着笑 于是对着话筒 气急败乎地说道 该死的老霍曼 这种最基本的常识问题 我会不知道吗 刚才我只是 跟你开个玩笑 检测一下 你在艺术方面的修养 老霍曼 嘴角一阵地颤抖 理智和感情一起 告诉他 夜灵天肯定不知道 不过 不知道又怎么样 人家牛啊 所以老霍曼 也不能不给 夜灵天台阶下 笑着说道 幸好我跟 皮头事乐队 昔日有过接触 所以对他们 有一定的了解 否则 在你面前就丢人了 你应该知道 我对医术 并不感冒的 嗯 有接触就好啊 夜灵天 长长地松了口气 对老霍曼笑道 你跟皮头事乐队 私交怎么样 私交应该谈不上 不过他们对我 还是比较尊重的 亲爱的夜 既然你听到他们 直白点说吧 到底 要我帮什么忙啊 老霍曼 一脸地傲娇 或许 披头是享誉世界 但永远不要忘记 罗斯查尔德家族 在世俗的影响里 非同小可 他们家族的某些品质 已让很多 世底无比尊敬 这包括 对规则的尊重 对对手的尊重 以及 对特权的厌恶 搞定了 夜灵天 捂着话筒 对文浩月 得意地笑道 文浩月 飘了夜灵天一眼 冲他 翘起了大拇指 叶先生 我不得不说 你在西方的能量 真的太大了 夜灵天 无比谦虚地说道 也就一般 这点小忙 如果都帮不上 有什么资格 成为万集堂的 合作伙伴呢 这话 文浩月没结枪 戴上耳机 静静看向前方 夜灵天将车子 缓缓停到了路边 慢条斯理地说道 亲爱的老伙计 情况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远道而来的华夏朋友 他是劈头是乐队的忠实粉丝 好不容易 来此无离谱 想让劈头是乐队 为他演奏一些曲子 我想这个事 对你而言 难度不大吧 大夜的呀 这难度太大的呀 劈头是乐队早结散了 主要成员在上帝那 我请不过来呀 老伙漫漫头黑线 乐得严倒 亲爱的夜 你确定你的朋友 是一个有文化 有修养的人吗 你确定你的朋友 是劈头是乐队的忠实粉丝吗 废话 不是忠实粉丝 也不会深更半夜 朝洞穴酒吧跑啊 叶灵天看了眼 沉浸在音乐中的文豪月 紧跟着说道 至于他的艺术修养 非同一般的高 如果他不是一名高级舞者 我敢断定 艺术史上一定会留下他的名字的 艺术史上留不留他的名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正在说话的你 是个不折不口的大白痴啊 老霍曼沉默了老大一会儿 松松肩膀 无奈地说道 亲爱的夜啊 实在抱歉 对此我真的爱莫能主 因为劈头是乐队 很久很久以前就结散了 主要成员 一个在多年前 就到了商地那报到了 剩下的三名成员 也都七老八十了 让活着到洞穴酒吧 我想这一点不成问题 问题是亲爱的夜啊 他们还能唱得动吗 即便唱得动 还叫劈头是乐队吗 夜灵天好像被雷点劈了一下 乐乐言道 该死的老霍曼 你确定你说的是实质啊 霍曼叹了口气 某中全是对青春岁月的缅怀 亲爱的夜 我年轻时候啊 正是劈头是乐队最风光的时候 说起来对他们的音乐 我也是比较喜欢的 就在前段时间 我才见过劈头是乐队的一名成员 我去 没文化真可怕呀 夜灵天有起无礼的挂短电话 老脸通红 想对温昊月说些什么 可张了张嘴 愣是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温昊月见夜灵天一脸尴尬 摘掉耳机明知故问 搞定了吗 那个难度很大 目前来看基本不可能 夜灵天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你在西方如此有能量 可以跟西方的上帝好好谈谈 将死去的主唱烈奴 弄到人间来 凑齐四个人不就成了 温昊月拿出茶杯 眉眉抿了一口 心情悦极了 夜灵天善笑道 温小姐 说的这个建议有实施的可能性 遗憾的是我长得太帅 上帝不好意思见我 温昊月嘴里的水差点吐出来 笑得花枝招展 摆了摆小手说道 好了好了 叶先生 咱们可别逗乐了 时间也不早了 还赶紧前往洞穴酒吧吧 夜灵天嗡了一声 蒙踩油门向着洞穴酒吧迸发 郁闷的一大糊涂 见夜灵天满脸不快 到达洞穴酒吧的时候 温昊月扭头 对夜灵天谦谦一笑 叶先生不要介怀 你不是神仙 更不可能是万能的电脑 你的人生经历决定了 你对生存意义不大的东西 并不感兴趣 对此我深不要理解 其实我不该 温昊月这般一说 夜灵天无比羞愧地说道 以后我向你学习 多看些书 只是我文化水平有限 那个什么周迅的书 我恐怕是看不懂啊 第七百九十一集 温昊月打开车门 回头对夜灵天意味深长地说道 你该不会是一时冲动 让鲁迅给我来个签名版吧 呃 这个啊 夜灵天甘笑两声 小声地说道 在华夏我的能量非常有限 嗯 你确实还没有牛到跟华夏的言论王沟通的程度 温昊月 见夜灵天瞪大双眼 轻轻言道 别这么看着我 鲁迅先生也去世了 夜灵天关上车门 跟在温昊月的身后 抬头看看酒吧上的四个人名 牙齿咬得是咯咯作响 大爷的 死了也不说一声 发个声明到网上 老子也知道有这回事啊 闹出今天这个笑话 太丢人了 温昊月 见夜灵天眼神有些不对 停下脚步 对夜灵天说道 他们很伟大 特别是主昌烈农 即便逝世三十多年了 人们却还记得他 你说 如果有一天我们走了 会有多少人记得我们 人走完这一生 在世上能留下踪迹的就是传说中的伟人 遗憾的是 大多数人都是无声无息的来 了无声息的走 夜灵天飘了文豪月一眼 我们的亲人朋友会记得我们 这难道还不够啊 文豪月一愣 深深的看向夜灵天 实在很难相信 能量如此巨大的你 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的目标不该局限于 亲人朋友记住你的名字 而是很多很多人记住你的名字 你有名流青史的潜质 夜灵天洒脱地笑了笑 哎呀 名流青史就算了 那玩意儿太虚了 好好活着才说正经的 听你的语气 好像现在生活的似乎 并不是很好 文豪月边走进酒吧 边笑着问道 怎么会不好呢 最近日子过得是红火急了 夜灵天冲着文豪月一笑 某种不经意划过的几次伤感 文豪月找了个位置坐下 想想夜灵天的过往摇头苦笑 其实你的命运真的很悲催 也很搞笑 不过我想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华夏有句古话 天将将大人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经过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只不过老天爷好像 没什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 他递到我手里的玩意儿 其实都比较扯淡 夜灵天招了招手 是一逝者过来 扭头问文豪月 想喝点什么呀 我不喝酒 坐这里就可以了 文豪月闭上眼睛 端着茶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 酒吧播放着披头是 赖以成名的摇滚鱼 很多热爱摇滚鱼的人们 跟文豪月一样 边听着优美的旋律 边回味甲壳虫乐队 昔日的辉煌 甲壳虫辉煌的时代 是摇滚月最辉煌的时代 遗憾的是 二斤摇滚在乐团 已经不怎么讨好了 静了老大一会儿 文豪月见 叶灵天坐在那里 百无聊来 笑着说道 为了感谢叶先生 百忙之中 抽出时间 陪我到冻雪酒吧 今天你在这里的 一切消费 算我的 所以 想喝点什么 就喝点什么吧 叶灵天摇里摇头 凑到温浩月的面前 悄声地说道 恐怕这次 来冻雪酒吧喝酒 我们的一切消费 都是全免的 文豪月有些不解 为什么 叶灵天朝一边 挪了挪嘴 笑得很坏 因为文小姐 给某些人留下的印象 太深刻了 文豪月 促从带眉 顺着叶灵天 示意的方向看去 就见一个中年的 西方男子 满面通红 一双眼睛 含情默默地 朝这边飘 而一名侍者 正俯着身子 听她说些什么 类似的场景 在影视剧中 出现的频率颇高 大抵是 有钱的男人 看到冒昧的女子 在酒吧里坐着 请她喝一杯水酒 然后根据女方的反应 判断 这个女人能不能勾搭 如果可以勾搭 就去酒店 进行一笔 两亿的买卖 如果反应冷淡 损失也不算大 洞穴酒吧 是摇滚乐的胜地 文豪月卓是没有想到 在这家酒吧 还能碰到 如此猥琐的人 于是脸色旋即沉了下来 端起茶杯 冷冷地沿倒 不知死活的人 还真不少 叶灵天其实也有些不解 那个中年男人架势很精明 怎么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 文豪月这番打板 一瞅就不是凡人 基于他的美色 这不是找死吗 此外 文豪月的气质相对于容颜 更有吸引力 稍有点惊艳的人都知道 这种气质的女人 要想和她做 一笔两亿的买卖 或者说 想不领证 做中长期的两亿投资 难度非常大 怎么办 叶灵天点燃了一根红塔衫 问文豪月 看她的表现 如果不是太过分就算了 我今天是来朝圣的 不是来杀人的 如果她不知死活 我也不介意剥了她的皮 文豪月 将茶杯抱在怀里 向后依靠 对着叶灵天浅浅一笑 很久都没有动手了 有点想念 个人觉得呀 你有这个机会 因为啊 貌似这祸还有保镖 一灵天又朝相反的方向 弄了弄嘴 看来我们今天 不该来洞穴酒吧 时辰不对啊 文豪月朝相反的方向 飘了一眼 带眉粗了起来 亦能 看来这中年男子的身份 非同一般 答案显而易见 只是再非同一般 也不过是个凡人 叶灵天摸了摸身后的寒芒 想到这几天的窝心事 小声嘀咕 麻烦真看上老子了 文豪月 旋即乐道 叶先生 我犯了个巨大的错误 怎么说 如果换了你的下属来陪我过来 可能就不会贪上这事了 文豪月很认真地说道 你的人品 问题颇大 叶冰天嘴角 跟着动感的摇滚乐 舞动起来 我确实需要算算命啊 看看到底 周折了哪路神仙 在华夏不得空间也就罢了 刚刚到利物谱 连酒都没喝上 立马又要开打 这节奏太离谱了 也不要太悲观 这两位艺能比叶先生 在西北边陲遭遇的强不了多少 凭借他们的水准 还撑不上麻烦 文豪月嘴角有些不屑 淡淡言道 不过个人建议你还是 延续以往的风范 做事干净点 毕竟这里是西方艺能的地盘 我们是华夏舞者 如果成为了众矢之地 个人觉得咱们立刻踏上飞往华夏的扳机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送到嘴里的肉不吃完不是我的风格 一凌天看到两名异能的目光跟死人差不多 对那名中年男子微微一笑 那名中年男子浑身一震 眼眸旋即便是一亮 就在这时 逝者端了杯酒水送了过来 亲爱的先生 美丽的女士 李波特先生请你们喝杯水酒 逝者将酒水分别放到了 叶灵天和文豪的面前 微微一笑 两位请慢用 看来这家伙在利物浦非常有名啊 文豪月朝李波特看了一眼 将果汁端了过来 萧萧抿了一口 对叶灵天说道 嗯 味道还算不错 国外的酒吧里的果汁向来啊 比华夏酒吧的果汁地道 人家在食品行业的节操还是有的 叶灵天端起酒杯 隔空跟李波特碰杯 看来自己没有看错 这一对绝对不是情侣 李波特激动得热血沸腾 端起杯子一饮而进 然后站了起来 又一次将侍者叫到身边 侍者急急忙忙跑过来 对李波特说道 尊敬的先生 请问你还有什么吩咐 李波特整整大意 梳理梳理头发 凑到侍者的耳畔 敲声地说些什么 侍者犹豫了一下 莫聊咬着牙说道 尊敬的先生 考虑到提出要求的是您 我想经理会同意 不过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李波特对侍者 优雅地笑了笑 从口袋掏出小费 栽到侍者的口袋 谢谢 你有一颗善良的灵魂 上帝会保佑你的 侍者露出会心的微笑 上帝也会保佑你 伟大的李波特先生 很快 酒吧里的摇滚乐 加人而至 客人们面面相聚 这里是缅怀 劈头式的圣地 没有劈头式的音乐 这节奏不对啊 侍者清了清喉咙 走到前台 是以窃窃私语的客人 安静下来 大声地说道 先生们 女士们 很抱歉打扰了 大家的兴致 之所以这般 是有一个重磅消息 要告诉大家 侍者见大家一脸疑色 紧跟着说道 今天洞穴酒吧 迎来了一位伟大的先生 他就是 大名鼎鼎的李波特 跟劈头式乐队一样 他是 利物谱的骄傲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他的到来 言毕 是以者将话筒 递给了 红光满面的李波特 此言已出 稍有点尝试的人 立马是热血沸腾 掌声雷动 现在这个季节 并不是 利物谱最佳的旅游世界 到洞穴酒吧朝圣的 其实大多 都是土生土长的 利物谱人 自披头式 享誉世界之后 其实 利物谱沉寂 很长一段时间 就在世界 就要遗忘 这座城市的时候 一个叫做 李波特的 利物谱人 用自己的实力 让世界 重新认识了 这座城市 他也用他的头脑 告诉世人 利物谱 不仅有 最奔放的摇滚 还有世界 首居意志的科学家 物理学姐 一致认为 李波特将成为 继爱因斯坦之后 唯一一个用能力 改变世界进程的人 对科学 已灵天是标准的 孟外汉 他着实不知道 李波特牛在哪 文浩越的音乐 和文学感兴趣 绝不代表 对科学也感兴趣 事实上 作为真无境无者 对科学技术 感兴趣的人 真的不多 于是他们俩面面相去 这家伙到底干嘛的呀 叶宁天问文浩越 你说的 正是我想问的 文浩越掏出手机 输入了李波特的名字 手机屏幕显示的内容 让他浑身一颤 将手机推到 叶宁天的面前 文浩越略有 我着实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这小子是国宝 不折不扣的国宝 我靠 怪不得 也能兜过来保护啊 叶宁天恍然大悟 看了看文浩越 调侃道 这伙可是跟 爱因斯坦齐名的很绝啊 能得到他的青睐 文小姐的魅力 当真非凡啊 文浩越 敲铃一斗 很生地说道 先前跟我开 类似低俗玩笑的人 坟头上的草 已经比你的个头还高了 叶宁天咽了口唾沫 甘笑道 文小姐 莫要生气 我这人一激动啊 就喜欢说实话 文浩越 懒得看叶宁天了 将目光放在 无比优雅的李波特身上 别废话了 来看看这位伟大的 李波特先生 会翻出什么花来 不过不管怎么翻 我想他的小命 应该能保住 毕竟是而今 最炙手可热的科学家 多少年才出来一个 死了确实有些可惜 总的说来 文浩越没有真无尽 污者那种利己 甚至从某些方面来说 她压根不像一个污者 而是一名 不打折口的 文艺女青年 对所谓的文艺家 艺术家 乃至科学家 她有一种盲目的崇拜 由此 从嘴里蹦出的 刚才那番 不足为惯 叶宁天某中 划过了一道利色 淡淡言道 要做事 先做人 如果有着非凡能力 品德糟糕透顶 对世俗造成的破坏更大 死了一点都不可惜 你真舍得 文浩越 猝猝眉头 有些不信 叶宁天点燃了一根香烟 狠狠抽了一口 宁缺无烂 我们不会让一只老鼠 坏了远深药叶 这锅汤的 即便这只老鼠 是传说中的飞天鼠 文浩越 嘻嘻一想 谋中尽是赞赏 拿到远深药叶的情报 我一直思索这样一个问题 是什么让先前 连世俗家族都能虐的势力 迅速崛起 是叶灵天逆天的运气和实力 不 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即便你是神仙 一手就能碾灭十大家族 却不能将打垮的家族迅速吞掉 今天你在用人方面的思想告诉我了 远深药叶聚集这一群 有目标 有思想 有天赋 有素质的 似有热血男儿 这样的一个团队 凝聚力 是惊人呢 逆境中爆发的战斗力 更为惊人 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 未来的远深药叶 会在乱世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不次于万级堂的位置 万级堂选择跟远深药叶 进行深层次的合作 是无比正确的抉择 谢谢文小姐的评价 希望你将这些评价 远方不动地告诉文家大小姐 为他接下来的角色提供依据 叶宁天静静地看向文浩月 正色地说道 远深药叶自始之中 都将万级堂当成最可信赖的伙伴 我们也知道 在万级堂心中 远深药叶不过是个小角色 是你们暂时扶持的对象 但此次万级堂的所作所为 我们铭记在线 我们最后集于万级堂的回报 会让万级堂的高层 大惊失色的 说到这里 叶宁天深吸一口长气 斩钉截铁地说道 做远深药叶的朋友是幸福的 做远深药叶的敌人 毫无疑问 是痛苦的 对此我深信不疑 温昊月扭头看向洞穴酒吧的名人堂 悠悠言道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有谁能想到 当年风光无限的摇滚月 今天会如此落魄 叶先生 我代表大小姐 谢谢你对万级堂的信任 我相信大小姐以后 在对远深药叶的态度上 会和现在有极大的不同 谢谢 叶宁天对着温昊月 赶紧地点点头 朝李波特那边飘了一眼 温小姐 李波特先生的客道话说完了 他的节目要开始了 温昊月顺着叶宁天的目光看过去 就见李波特的目光 死死盯着自己这边 某种全是痴迷还有狂热 这眼神让温昊月 心生了一种厌恶 恨不得立马 就将这个惊虫上脑的家伙 撕成碎片 叶宁天冲着李波特 微微一笑 小声地说道 温小姐啊 半点 看着小丑表演 有时也是一种享受 享受 你这是站着说话 不腰疼啊 温昊月觉得 叶宁天这话说得 太没良心了 你不是当事人 你不知道他的眼神有多恶心 他拧开茶杯 大大的喝了一口茶 定定心神 我想挖了他的眼睛 不远处 李波特终于将炙热的目光 收了回来 对着一脸崇拜的众人 缓缓言道 非常抱歉 占用了大家缅怀 猎弄的宝贵时间 我为我的子嗣感到深深的羞愧 可是在这一刻 上帝控制不了我不断溢出的情感 我觉得 如果不将心中的感情抒发出来 我会立即死去 先生们女士们 你们愿意让我站在这里 用麦克风 为我心意的人 献上一曲 藏在心中的鸽吗 众人顺着李波特的目光看过去 就见一对东方男女 面对面的坐在不远处 看架似似乎不像是一对情侣 于是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文浩月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话说 这才见面多大一会儿 还藏在心中的鸽 李波特的厚脸皮水准 比他的科学修养 强了不知道多少 他不留痕迹的将手伸到身后 隔着四张桌子的两名义能 眉头一皱 玄机站了起来 叶灵天趴在桌子上 对文浩月悄声地说道 诶 淡点啊 每个人都有爱的权利 当然 你也有拒绝的权利 死缠烂打 或者忘用强权 解决问题 他必死无疑 如果仅仅是表白 我想你可以非常礼貌地拒绝 这里是欧洲 风俗习惯与华夏总有不同 要学会入墙随俗的 这个道理我懂 但是我恶心你明白吗 文浩月深吸一口长气 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懂 不过我听人说过 爱情好像永远都是炙烈的 他要浪 你不让他浪 会死人的 当然不能让浪花打在咱们身上 否则后果非常严重 叶灵天将杯中的烈酒一饮而尽 转过身来 举起空空的酒杯 对李波特晃了晃 文浩月伸出小腿 在桌子下轻轻地贴了 叶灵天小腿一下 意思是干嘛呀 叶灵天回头冲着文浩月 微微的一笑 利物普人接受他人赠送的酒 一饮而尽 是对他人的感谢 也是有涵养的具体体现 文浩月气鼓鼓地说道 我们现在离开 应该是最好的拒绝表示 叶灵天私下看了一眼 笑得很坏 文小姐啊 人家酝酿那么久的感情 不等唱完咱们就走 太不地道了 我说你该不会是因为刚才的事 刻意报复我吧 文浩月冷声问道 叶灵天无语了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笑 文浩月话是这般说 却没有一栋分毫 内心深处他也想看看 这个享誉世界的科学家 下面要怎么玩 李波特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对远处的适者使了个眼色 曼妙地旋履如水流般的 从天倾斜而下 李波特双手握着话筒 一曲爱情就是这么简单 随着低沉的嗓音宣泄开来 这一瞬间 叶灵天能明显地感觉到 文浩月的小手微微抖了一下 紧跟着闭上眼睛 心随着音乐旋律动了起来 先前他的眼睛看向窗腕 某中尽是厌恶 现在已经渐渐向着李波特身上转移了 他似乎听到了李波特的心声 感受到了李波特难以抑制的情感 此刻 李波特就像是孤独无助的灵魂 在漫长的冬季等待久违的春天 那双满是渴望的眼眸 让人鼻子有些酸 那种深情可以融化冰冷的钢铁 整个洞穴酒吧的客人们 迷醉在这首爱情就是这么简单的旋律中 唯一除外的就是叶灵天 他不明白这首歌哪里好听了 怎么一个个跟着了摸死的 一曲终了 周遭一阵的寂静 没想到一个科学家的歌曲 竟如此牵动人的心灵 如果他接受专业的训练 应该会成为很有实力的歌手 当然他也是劈头似当之无愧的粉丝 猎弄的唱腔 他模仿得太像了 文浩岳这般说着 用一种比较客观的眼神 去打量李伯特 这个享誉世界的天才科学家 才四十岁左右 相貌也算英俊 举手投足间 流露英国男人特有的绅士风采 这种成熟男士 对于文艺女青年的杀伤力 往往都是巨大的 掌声终于响起 经久不绝 李伯特揉了揉 略有些湿润的眼眶 这首充斥着炙烈情感的歌曲 连他自己都感动了 李伯特对远处的逝者 使了个眼色 逝者赶紧将准备好了玫瑰花 用托盘送了过来 洞穴酒吧的客人们 兵器宁神 注视着场中的一举一动 他们知道 李伯特的骄傲 而今世界首屈一指的物理学家 赫赫有名的钻石王老五 终于碰到了 让他心动的另一半 就在承载着李伯特 光辉与荣耀的洞穴酒吧 他要向那个命运注定的人 送出代表着爱意的玫瑰 他们是见证者 是幸运儿 所以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们 纷纷掏出手机 准备用视频 记录让人难以忘怀的时刻 文浩月 小领一阵的通红 对叶灵天说道 我们还不走 要让人家把话说完 没看见大家伙 都在这么场景充满了期待吗 叶灵天觉得 文浩月作为文家大小姐的贴身侍卫首领 表现非常糟糕 不就是一个男人 跃跃欲试过来表白吗 你看不上委婉的拒绝不就行了吧 文浩月欧了一阵 飘了眼眼眶湿润的李波特 有点着急 凑到叶灵天的面前 敲声地说道 我待会儿不知道怎么说 还能怎么说呀 想交往就留下联系方式 不想交往就摇摇头 是人家向你表白 又不是你向人家表白 要淡定 叶灵天满不在乎地说道 可是我 文浩月见李波特那湿润的眼眶 已经确定 不远处的男人是一个对感情 无比认真的男人 如果他真是对自己一见中庭 干脆利落地拒绝他 是不是有些残忍了呢 叶灵天飘了文浩月一眼 觉得他太有意思了 刚才还要挖掉人家的眼睛 这会儿某种流露得尽是不舍 看来总裁办的妖精们说得很对 这年头要泡妞 学会唱歌非常重要 此时 李波特已经是来到了跟前 那束燕红的玫瑰 在灯光眼映下 如同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 文浩月的俏脸能低下戏来 作为一名真无尽舞者 他以前不可能遇到类似的场景 经验明显欠缺的他小心脏 以千锁未见的频率跳动 有戏啊 叶灵天即便是感情白痴 多少也看出了文浩月 对李波特的态度 有了本质的变化 于是端起试着不久前 续上的烈酒 眉眉抿了一口 心道 有好戏看了 如果出去 刚开始李波特赤裸裸的眼神 他接下来的表现 非常的出彩 对于同样爱好劈头式的文浩月来说 那一句轻轻演绎的爱情就是那么简单 杀伤力无比巨大 当然 现场观众也非常配合 共同营造了浪漫的氛围 最最关键的是 杜娘给了李波特无比鲜亮的评价 没有任何丑温的顶级天才物理学家 并且李波特颜值不差 周身上下散发的魅力也是非凡 这一切啊 都是大大的加分享 如果文浩月不是真务警务者 而是货真价实的文艺女青年 可能当即就被俘虏 饶使她身份了得 此刻放心要说没有微微的悸动 似乎也不现实 文浩月极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偷偷地飘了眼李波特 有点抗拒又有些期待 这个物理学的领域天才 接下来要说什么呢 叶灵天正经微佐 对接下来文浩月如何应对充满好奇 世俗中的人像真无尽捂着球外 看点失足 美丽的女士 我叫李波特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李波特拿着玫瑰花 无比认真地看向文浩月 文浩月咬着红唇 看看四周近视期待的观众 深深地吸力够长气 鼓足勇气 笑声地说道 你说吧 请问 你跟面前这位先生是情侣关系吗 李波特正色问道 李波特的问题显然出乎了文浩月的意外 按照影视剧本 貌似这个开场并不讨人喜欢 文浩月尚未回答 就听叶灵天笑道 尊敬的李波特先生 任谁都看得出来 我们只是朋友 非常要好的朋友 李波特 冲叶灵天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目光又一次放到了文浩月身上 轻声地问道 请问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难度有些大 文浩月红着小脸 想了一会儿 无奈地说道 对不起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 不过我想只见一面 好感产生是可能的 不过 当即产生深深的感情 似乎有些牵强 美丽娜女士 你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点 同样 心理学家对此也有阐述 一见钟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 而是一种 带有严重主观色彩的心理倾向 李波特想到自己的感情经历 哭哭一笑 经过科学研究 造成这种心理倾向只要三十秒 三十秒留下的印象 怎么可能长久呢 作为一名物理学家 作为一名研究人员 我相信 一旦经过正论的科学 只是对心理学这个观点 我不赞同 因为这个 在我面前只出现了三十秒的身影 却在我心中 留下了一生都难以磨灭的踪迹 如果这不是爱情 又是什么呢 文浩月抬头看向李波特 轻声地说道 你 你应该 观察观察 再看看 或许 那个宗界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深 也或许 那不过是你人生阶段 某道亮丽的色彩 美丽的女士 我也希望 这只是一道亮丽的色彩 在感情的世界 主动往往受伤 受伤 往往痛苦 诸多情感中 爱情最美 也最残忍 李波特怂了怂肩膀 言语间充实的尽数无奈 我竭力避免这种经历 遗憾的是 该死的命运偏偏 为我的人生设计的这段剧情 抗拒不了 最好的办法是 接受啊 文浩月 张了张樱桃小口 想再说些什么 又将道口的话 给咽了下去 我知道 这段感情 在很多人看来不可理喻 世俗更是难以容忍 可我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人生短暂 如果连表白的语气都没有 普通的人生还有希望吗 我来这一世 还有什么意义吗 文浩月浑身一颤 抬头看向李波特 湛蓝的眼眸 自小到大 他不是修为 就是处理万级堂的事物 二十来岁的女孩子 要说对爱情没期望 很不现实 今天的洞穴酒吧 李波特的横空出世 在一定程度上 让他尘封的心 稍稍地见了点阳光 如果是先前 他一定毫不犹豫地拒绝 不过此时此刻 如果在生命即将 走向尾声时 发生一段美妙的感情 也算无情的老天发的慈悲 所以他真的有点心动 夜灵天 鸡皮疙瘩早就掉了一麻袋了 你一演我一语的 你是演言情剧呢吗 他觉得很有必要 给李波特提个醒 加快一下节奏 于是没好气地说道 哎 一个大老爷们儿 站这儿老半天了 一句点梯话都没说 你不嫌浪费唾磨心的 老子听到耳朵 还洗剪子呢 利索点 不就表个白吗 这是在提醒我们 李波特浑身一颤 立马转过身来 将玫瑰花递到了 夜灵天的面前 从嘴里蹦出了一句 识破天经的话 请接受 我的爱意 第七百九十三集 哎呀 这就对了 男人做事啊 一定要 哎 夜灵天心里的话 还没嘀咕完呢 突然发现 玫瑰好像是给错目标了 该死的李波特 你的花应该给 对面的那位女士啊 夜灵天气急败坏地说道 是啊 这花应该给我 你怎么朝夜灵天那边地啊 文豪月已经准备接受玫瑰 甚至已经思考考虑 如果时间不是太紧张 在美丽的利物谱 跟李波特约会 哪里想这个科学狂人 脑子不太够用啊 被夜灵天一句话 吓得失了分寸 竟将玫瑰递到了 夜灵天的面前 这都是什么节奏啊 他有些怨恨地 看向了李波特 而后就呆入母鸡 李波特的眼眸中 此刻没有他 满满的都是夜灵天 难道 李波特 要表白的对象不是我 如果是这样 这剧情也太扯了吧 看来他误会了呀 当然 我在他心中 连个影子都被留下 李波特 眸中划过了一次苦涩 摇摇头说道 尊敬的夜先生 我想你很难接受我的爱意 不过 我想你可以接受 折束玫瑰 华操 大爷的 你是逗老子玩的吧 夜灵天的世界 立马崩塌 大张着嘴巴 面部肌肉 是一阵的颤抖 文浩月一幅额头 三观被震得粉碎呀 老天啊 这不是真的吧 李波特爱的人 是夜灵天 是一个男人 这一定不是真的 洞穴酒吧 落针可闻 相对于开放的阿姆斯特丹 利物谱人 还是非常保守的 围观的小伙伴们 无法相信 发生在眼前的事实 上帝呀 难道李波特 是第二个图灵吗 为什么享誉 世界的英国科学家 取向方面总出现问题 难道这是魔鬼的诅咒吗 夜灵天 脑神经短路了 接了老半天 方才通了一点电 他咽了口唾巴 看看面前的玫瑰 又瞅瞅李波特 那里言道 你 你 开玩笑的吧 尊敬的叶先生 我是认真的 你可能忘了 五年前发生在 牛津大学的事件 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忘怀的 在你救下我那一刻 我的灵魂就被你带走了 李波特 含情默默地看着夜灵天 从口中蹦出的话 带着无尽的感伤 我知道 这番感情 叶先生不可能接受 我也从未想过 叶先生会接受这份感情的 感谢上帝 让我时隔五年后 在洞穴酒吧碰到你 先前我还以为 这一生都不会再看到你了 文昊月在桌子上 又踢了一下叶灵天 朝那朵玫瑰弄弄嘴 意思是 你别愣着呀 人家一往情深的 你还不赶快将玫瑰花收下 收玫瑰 你收个屁呀我 老子恨不得将这火打死 这不是让老子出丑吗 夜灵天都要吐血了 心里将老天爷不知道问候了多少遍 原本还想看看文昊月闹笑话 哪里想最终闹笑话的竟是自个儿 那个李波特 毫无疑问 牛津大学的事我忘记了 叶灵天浑身直哆嗦 嗓音因为紧张而不停地打着转 李波特见叶灵天没有接受玫瑰的任何表示 悠悠叹了口气 环顾四周 江花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 看向叶灵天的眼眸 除了浓浓的爱 还有深深的歉意 我想我的举动让你感到尴尬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样的事情 对不起 希望你原谅我的唐吐 但请你相信 我今天这么做也是身不由己的 因为今晚是我唯一可以向你表达爱意的机会 史密斯说过 你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错过了今天 可能会错过一世的 当然 我不希望你为我做些什么 更不奢望你跟我有一样的取向 乃至于爱上我 我只想让你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深深爱着你的 很遗憾的 他是个男人 叶灵天抬头看向李伯特 嘴角还在发抖 那 李伯特 你的举动确实让我感到非常尴尬 如果五年前我知道会有这档子事啊 我想我会让那些该死的恐怖分子 打爆你的脑袋 我以上帝的名义保证 此言一出 围观的小伙伴愤怒了 纵然他们在取向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 甚至 伯特的表现让他们非常遗憾 然而李伯特流露出的感情是真振的 即便你不能接受 也不能说出如此恶毒的话呀 文浩月经过短暂的调整 也渐渐恢复了正常 于是狠狠白了叶灵天一眼 李伯特刚才说的情话 说的多感人 即便你不感动 也不能诅咒人家死啊 你要有一颗博大的胸怀 直面李伯特另类的感情 叶灵天的反应在李伯特的意料之中 他静静站在原底 低着头轻轻言道 再次向您抱歉 尊敬的叶灵天先生 我让你能看了 说到这里 他对着围观的小伙伴们深深鞠躬 渐声地说道 谢谢大家给我演唱的机会 也谢谢大家对我的厚爱 但我依然要说一声对不起 因为我让你们失望了 围观的小伙伴们确实非常失望 不过小小的取向问题 能掩盖李伯特身上的光辉吗 不 作为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李伯特为英国 为利普赢得太多太多的荣耀 五十多年前被誉为计算机支付 人工只能支付的图灵 要利口苹果 在屈辱和痛苦中死去 难道要让李伯特成为第二个图灵吗 不不不 天才是上帝给予世间的恩赐 我们应该为这片土地 孕育出这般出类拔萃的天才 感到骄傲和自豪 至于他的取向问题吗 上帝啊 那是李伯特的自由 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爱的权利 即便他是一个男人 神神爱着另外一个男人 更何况 李伯特对待感情的态度 是真值得感人的 相对而言 那个东方男子的态度 太不绅士了 洞穴酒吧的小伙伴们 为李伯特有些不值 当然 他们也理解 那名东方男子 为什么始终不肯接受玫瑰 李伯特有爱的自由 东方男子也有拒绝的权利 归根究底 这是私事 不能因为自己的私语 去绑架他人的意识自由 还要围观吗 如果继续看下去 会让伟大的李伯特更尴尬 先前那些拿着手机录像的小伙伴 非常适绝地将视频删掉 老老实实坐下 继续喝着酒 听着已然响起的 劈头式音乐 再也没有人 朝叶宁天这边 看哪怕一眼 这些保守的英格兰人 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去爱他们的天才 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去维护李伯特 已经出现的裂痕子孙 文浩月扫了眼四周 悠悠叹了口气 在这一刻 他看到了差距 也渐渐明白 世俗华夏 为什么落后于 这个国土面积并不大的国家 两者之间的差距 经济这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在于国民素质 文浩月 赶紧拉着张椅子 请李伯特坐下 笑着说道 尊敬的李伯特先生 请相信叶先生并没有恶意 只不过您的表白 多少让他有些无所适从 既然你们先前接触过 就应该明白 叶宁天在有些时候 并不能一直保持清醒 美丽的女士 我理解叶先生 也谢谢你的好意 李伯特 冲文浩月点头微笑 非常抱歉 到现在还不知道 你的名字呢 啊 我叫文浩月 文浩月 见叶灵天阴沉着脸 便说道 叶先生 李伯特不是你的敌人 准确说应该是你的故人 多年不见 难道你们之间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老子跟他之间有个屁的话题呀 叶宁天翻了个白眼 我连小学都没上过 能谈什么呀 老天呀 你该不会让我们谈感情吧 文浩月 鬼鬼一笑 如果你想 最好不过 叶宁天赶紧做头强壮 黑着脸说道 你的玩笑并不好笑 准确来说 非常恐怖 如果你有一点仁慈的心 就该闭上那该死的嘴 文浩月 见李伯特委屈得就像犯错的孩子 心里某个部位便是一疼 对叶灵天冷冷言道 不要用任何语言 去刺激李伯特先生 他没有错 明白吗 老子刺激他 不 是他刺激老子 文浩月 你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如果一个女人 在众目睽睽之下 对你表白 我敢保证 你的反应比我都大 叶灵天有点脑不明白 这种事 真不是这么光彩的事 李伯特作为著名的物理学家 脑袋挂够用啊 私下说 要比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 影响小多了 当然双方呀 也不至于如此的尴尬 好吧 我刺激了李伯特先生 我不身上 这总可以了 叶灵天将杯中的烈酒一饮而尽 不 尊敬的叶先生 使我做事清缺考虑了 当时之所以拿满足 有些得意忘形了 你刚才对我的态度 让我误以为 你还记得 在牛津大学校园发生的事情 李伯特一点暗然 实时证明 你早已经忘了当年的事情了 忘了在你身后 吓得瑟瑟发抖的 吴迪学教授了 叶灵天差点没吐血 踏野的 原来说来说去 是自己表错了情啊 刚才那会儿老子是不是脑子抽筋了呀 闲着没事装什么呀 得 这次真被雷劈了 文浩月 飘了叶灵天一眼 饶有意味地说道 不该绅士的时候 叶先生表现得风度十足 该绅士的时候 叶先生的态度 就让人不敢恭维了 叶灵天轻渴了一声 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绕 只不定文浩月心里怎么想 于是 淡淡言道 李伯特 当年我确实没怎么注意你 注意力啊 都在那几个该死的恐怖分子身上 你应该清楚 恐怖袭击方在大学校园 太疯狂了 李伯特的思绪 不由地回到了多年以前 断了许久之后 方才说道 叶先生 在哪一刻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实力 让我不得不想到 我们的爱德华邦德 可笑的是 英国其实并没有爱德华邦德 世界 却有无所不能的叶先生 哎 好了 别夸我了 我没你想的那么强 爱德华邦德永远都不会死 我会 跟李伯特多说一句话 叶灵天就觉得心惊胆然 李伯特一愣 宣机说道 你代表正义 正义永远不死 叶灵天代表的是正义 温浩岳 倒出了口冷气 如果这话让十大家族 或者那些被叶灵天 正残废的武门听到 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 这个奸诈狡诈的家伙 双手沾满了鲜血 其实正义与非正义距离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 有时也是一线之间 尊敬的李伯特先生 我觉得你跟叶灵天先生 多年未见 话题不该局限于在往事 现在才是你们要谈的话题 温浩岳这话 颇有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感觉 这个温浩岳 他是骨头里坏呀 叶灵天轻刻一声 挣了下脸色 问李伯特 史密森那个老家伙 最近怎么样了 我只知道 他去了哈佛大学 其他的不是很了解 李伯特对着试者招了招手 接过一杯鸡尾酒的同时 是一试者 又给叶灵天 酗了杯烈酒 叶灵天端着杯子 朝不远处的异能飘了一眼 笑眯眯的说道 这个酒吧 你常来啊 李伯特摇了摇头 不 这是我第三次来洞穴酒吧 纵然我一直在这里工作 时间却不是太充裕 在这里工作 叶灵天有些纳闷了 你不是牛津大学的教授吗 怎么在这里工作啊 在牛津大学教课 是我的兼职 我本职工作 是欧洲次原子研究中心的总工程师 李伯特从大一口袋 掏出了一张名片 双手递给了叶灵天 笑着说道 这是我的名片 虽然我不善交集 在利物坡 还算有些朋友 叶先生如果在这里碰到什么麻烦 可以给我打电话的 我想我应该可以帮得上忙 李伯特纪面在牛 鬼根究底也隶属于世俗 面对吸血鬼 他又能帮什么呢 不过这个欧洲次原子研究中心 好吧 这地方 叶灵天真不知道是干嘛的 不过 欧盟生化研究基地 也在这里 叶灵天知道 并且没少进去溜的 将李伯特的名片收起来 叶灵天 对李伯特点头微笑 嗯 我会的 李伯特深深看了叶灵天一眼 台湾看看时间 接着说道 尊敬的叶先生 我已经了解了你的态度 请相信 我绝不会去骚扰您的 有些事情 像水晶一样透明 就不要刻意去强求了 你有你的意识自由 但我们毕竟是固人 且先前你与我有救命之恩 如果你有时间 我想请你和温小姐 明天到我的公寓 共进晚餐 希望你能答应啊 第794集 固人 这个词用得太暧昧了 叶灵天打心眼里 真不想跟李伯特 有什么牵扯 现在能坐下来 跟这祸正常说几句话 他已经很为难了 哪里想 他还没有表态呢 文浩玉毫不犹豫地 硬撑下来 他扭头 对李伯特甜甜一笑 尊敬的李伯特先生 得到您的邀请 是我们的荣幸 明天我们会 竭力抽出时间 登门拜访 李伯特眼睛一亮 兴奋地说道 美丽的温小姐 你是上帝赐予 凡尘的天使 你的灵魂 像钻石一样 闪闪发光 文浩玉 笑领一红 对李伯特说道 谢谢您的赞美 叶灵天 很不爽地 飘了一眼 文浩玉 阴不阴阳不阳地说道 文小姐啊 今天你不是说 你英文水平不高吗 你太谦虚了 李伯特那边话才说完 我这边还没反应过来 你就接上了 如果这样的英文水平叫烂 我无话可说 文浩玉 自然明白 叶灵天暗掘他嘴快 冷得看叶灵天 事实证明 李伯特不仅不是顽固 还是一个真性情的人 作为顶级的物理学家 你不觉得 如果他到了远身药业 会让远身药业的 科技实力向上 飞升好几个台阶吗 叶灵天头 摇得像波浪谷一般 我不会让他到远身药业的 一定不会 喂 你有些孩子气了 文浩玉毫不客气地说道 不能因为 李伯特的取向问题 将他排除在远身药业之外 你应该清楚 他的价值 门心自问 将李伯特排除在远身药业之外 这个决定确实带有浓重的主观主义色彩 不过 也不能就此说 叶灵天的决定完全是孩子气 李伯特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但他研究的方向应该偏向理论 而远身药业 要的是实用性的技术人才 要的是能将新科技迅速转换成军用技术 简而言之 就是制造各种新型的科技武器 比如魅影留下来的那些玩意儿 至于像欧洲各个国家一样 在虚无缥缈的自原子研究领域投资的话 叶灵天没兴趣 他也玩不起 当然 将世界顶尖科学家拉到远身药业 制造杀人武器 这在道义上也说不过去 李伯特的价值 在于给世俗谋发展 推动人类社会的进程 叶灵天 点燃了一根烟 朝李伯特那边飘了一眼 静静的沿道 他说话好刚 我这里却不是刀人 文浩越觉得 叶灵天太古怪 不是说远身药业缺人才吗 这么个大好人才 不用太可惜了呀 文浩越相信 凭借李伯特对叶灵天的痴情 只要叶灵天发出邀请 李伯特肯定会过去 助他一笔之力 这是机缘 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机缘 李伯特听不懂两个人在倒乌些什么 他又一次看了看时间 站起身来 对叶灵天欠一笑 实在抱歉 时间到了 我还要去研究中心加班呢 叶先生和文小姐 在洞穴酒吧的所有消费 我请了 大宗看到你第一烟气 就没打算买单 叶灵天白了白手 是以李伯特赶紧问的 明天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我会过去 手机保持上通 李伯特大喜 对叶灵天深深的鞠躬 谢谢你 叶先生 待会我会给史密斯取个电话 看看他能不能从美国飞过来 言并 李伯特转身快步离去 他这边刚走出酒吧 那两名异能 旋即站了起来 冲着叶灵天点头致意 跟了出去 文浩月朝两名异能 弄了弄嘴 不跟过去看看 万一那两名异能 不是保护他的人呢 从李伯特的表现看 他似乎根本不知道 身边有异能保护 不用了 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了 如果连基本的严厉都没有 可以挖个坑 将自个儿埋了 那两名异能啊 是阿尔卑斯 异能联盟的人 跟我也算有些渊源 叶灵天拿着空杯子 在桌上打着圈 淡淡言道 如果叶灵天不说 文浩月还真想不起来 笑着说道 差点忘记了 叶灵天先前是裁决的人 据说 在西北边陆 跟阿尔卑斯 艺能联盟化敌为友 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 阿尔卑斯 艺能联盟的尊重呢 叶先生 果然了不起啊 尊重 叶灵天翻了个白眼 从怀中掏出了 杰克曼 赠送的银纸回彰 烂洋洋的说道 这种话语 不过偏偏小孩罢了 在西北边陆 因为利益 美国艺能战队 那边说翻脸就翻脸 昔日的盟友都能这么玩 更何况一句 可有可恶的承诺呢 此外 古利特战队 在阿尔卑斯 艺能联盟中的地位 应该不是特别高 至少 不是他们的核心战力 文浩月 对叶灵天的观点 颇为赞同 叹了口气说道 细细想想 有些话说起来挺寒心的 不过 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 叶灵天 把玩着手里的酒杯 抬头笑道 温小姐 个人觉得 此时此刻 谈这个问题有些扫兴 如果要谈 回到住的地方 咱们怎么谈都成 有道理 好不容易来了一次 洞穴酒吧 现在是朝圣的时刻 文浩月又扫了眼 酒吧里的名人墙 轻轻咽道 还要点点什么呀 叶灵天 看看文浩月 已经快见底了杯子 轻声问道 这就够了 文浩月 小小品了口果汁 炖了一下 突然说道 谢谢你 谢我 叶灵天皱了手眉头 有些不解 冷不丁地谢我 我很惶恐的 你并不喜欢 动学酒吧 对披头师 也不感兴趣 可你依然陪我 来到这里 我也知道 当李波特 表白的时候 你的内心深处 应该是想扭头就走 请不要否认 如果换成是我 表现得或许更过分 但是你始终 坐在原地 那底 是想让我在洞穴 酒吧 多待一会儿吧 文浩月 晃晃杯子里的果汁 悠悠言道 叶灵天挠了挠头 眨巴着眼睛说道 你好像想多了 想多了 我觉得我应该 想的有些少 你之所以没走 我是一个因素 却也难保其中 没有顾虑 李波特 自尊的因素 文浩月 迎视野灵天 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的实力或许有限 人品方面 也值得商榷 不过确实是个 顶天立地的男人 很有魅力的男人 由此 那么多的红颜知己 围着你转 可以理解 甚至李波特 这样的人也看上了你 叶灵天 差点吐血 赶紧告饶 老大 咱能不提他吗 为什么不提啊 就因为他甚至爱着你啊 你也是在西方 当了多年的人 思想不会如此封建吧 每个人 都有生存的权利 也有爱的自由 这话不是刚刚从你的嘴里吐出来的吗 文浩月点点桌子 正次地说道 李波特 是一个可以相处的人 如果 不是剧情发展的如此之大的反转 我可能已经接受了玫瑰了 叶灵天黑这点说道 这么说 是我抢走了你的缘分 不过文小姐 个人觉得 凭借你的魅力 如果加把劲 掳获李波特 应该不是难事 如果我时间充裕 我想我会这么做 不过遗憾的是 我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文浩月说到这里 脸色一遍 赶紧拧开茶杯 就着香茗 将喉咙处的鲜血 给咽了下去 叶灵天一愣 沉声地说道 文小姐 我可以给你把把麦吗 文浩月眸中 滑鼓了几次黯然 呼啸地说道 叶先生 我知道你的能耐 可你毕竟不是神啊 你不能汇集计一啊 叶灵天盯着 文浩月的喉咙 小声地说道 好吧 既然叶先生 愿意出手 我不成情 太不给面子了 不过把麦 不是现在 我想再听会 烈弄的歌 刚才如此诡异的插曲 咱们都没有离开 还不是想在这里 多待一会儿 休闲时光 对于我们来说 真的很珍贵 文浩月这般说着 心许随着音乐 一起流淌 这歌有这么好听吗 李灵天卓是 欣赏不了 皮头式的音乐 他个人认为 细菌的歌 比烈弄强的太多 百无聊来下 他摒弃宁神 跟往常一样 借助短暂的机会 修炼九天玄学诀 哪想 刚进入状态没多久 他心神 意气豁然而起 将沉浸在音乐中的 文浩月 拉起来 就朝外面跑 你干嘛 文浩月 甩开 叶灵天的大手 很愤慨 叶灵天的鲁莽 显然让美好的氛围 灰飞烟灭 救人 叶灵天冲到了轿车前 拉开车门 发动了汽车 文浩月一愣 想想自身的身体状况 赶紧坐进了车里 对手是谁 实力如何 我现在的状态 不能催动内力 也没指望你 叶灵天将车速放到了极致 轿车如同利剑 劈开了夜色 文浩月拉着扶手 原本想提醒叶灵天 开慢点 不过 转念一想 坐在他的车里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人家可是天海国际 邀请赛 创造奇迹的人 驾驶技术 比他的武道修为靠谱多了 阿尔卑斯 异能联盟的人 过来找我们的麻烦 这不对啊 你们之间的友谊 即便再脆弱 也不能脆弱到如此程度 他们绝查不出来 万级堂的人过来了 我以生命保证 文浩月一头都五水 异能来找异能的麻烦了 美国异能战队 和阿尔卑斯异能联盟 叶灵天扭头 看了文浩月一眼 冷声地说道 李伯特 美国异能战队的人 在沿海公路 要强弩李伯特 文浩月浑身一阵 呆呆地看向叶灵天 你怎么知道 叶灵天指着自己的眼睛 我说是我看到的 你相信吗 你能看得那么远 开什么玩笑 别说是你 就是传双中的纤舞 也没有那个能耐啊 正正经经说话 对你来说 就那么难吗 文浩月没好气地说道 显然 李伯特情急之下 发出求救讯号 对他来说 说服力更强 我说得已经很正经了 你不相信 那有什么办法 当然 叶灵天也知道 说自己能看到五公里以外的风吹草动 对大部分人而言 不相信的居多 于是 也不想跟文浩月解释 一边紧紧关注场中的行驶 一边将车子放到最快 很快地 就到了事发地点 叶灵天将车子急停 如一道闪电 窜了出去 不言说 两名负责保护 李伯特的 阿尔卑斯艺能联盟的艺能战士 跟美国艺能战队的两名艺能战士 老早就交上了手 并且受伤颇肉 而导火索 李伯特就战战兢兢地 蜷缩在路边 如同待在了羔羊 按照常理来说 有这俩货顶着 李伯特有足够的时间开车 离开这实飞之地 但伟大的科学家李伯特 一如五年前在牛津大学校园 低能的表现 让人打地眼镜 话说你也是好几十的人了 遇到突发状况 连跑跑都不会 夜灵天看向一边的李伯特 很是无语 李伯特是举世工人的天才 却不是神仙 是人总有缺陷 李伯特最大的缺陷 就是遇到紧急状况 特别是暴力事件 聚伤会急速下降 反应速度连小孩子都不如 由此可见 老天还是比较公平的 自于你某种潜能的同时 自然会无情地剥夺 你另一项能力 所谓 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大地如此 在两名美国艺能战士 出现的瞬间 李伯特的智商 就以非常变态的速度 向下折强 隐秘事的他听过 却从未见过 哪里想 就在这个夜晚 竟然碰到了传说中的事例 原本以为 这次石油八九 要被人家鱼肉来 关键时刻 又冒出两名保护自己的艺能 李伯特想跑 非常悲哀地发现 老毛病又犯了 关键时刻 两条腿不听使唤 于是 他只能将希望 寄托在两名保护自己的 艺能战士身上 让他无语的是 这两名艺能战士 出场很善良 打起来之后 全然不是那么回事 没多久 就被人揍得跟狗似的 他对两名阿尔卑斯 艺能战士误语 两名阿尔卑斯战士 心里啊 更是在问候 李伯特的全家 大爷的 这只该死的兔子 真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吗 脑子里装的 到底是什么呀 兄弟们帮你挡着 你长两条腿 不知道跑吗 这架势 哥们挂了 那也是白挂呀 幸好老天有眼 关键时刻 叶灵天冒了出来 在洞穴酒吧那会儿 他们还真不知道 这家伙到底是谁 后来 用手机调出了资料 方才发现 这伙是 阿尔卑斯艺能联盟的朋友 现在匆匆忙忙赶过来 显然是来主战的 不过 考虑到叶灵天 那无比阐弱的战斗力 其中一名异能战士 大喊一声 叶先生 带着李伯特先生 赶紧走 则言一出 李伯特这才发现 叶灵天出现在场中 眼眸瞬间是温柔似水 叶灵天又一次在自己处在危难的时候出现了 这是巧合吗 不 这是缘分啊 看来 命运让我们的人生紧紧交织在一起 或许这一声与他再也纠结不清 想到这里 腿脚一直不听使唤的李伯特 竟然寻到了力量 高声的喊道 我在这里 大爷的 我知道你在哪里 叶灵天 见李伯特要朝自己这边跑 那含情默默的眼神 还让他双腿立马一哆嗦 指着李伯特大喊道 打住 站那别动 李伯特见叶灵天一脸不耐烦 欧了一声 心情又一次降低到了谷底 虽然 声腾起来的希望又是幻象 叶灵天被李伯特的表情吓出了一个机灵 这话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如此紧要关头 还有心思谈情啊 好吧 这事不能讲 想起来浑身发麻 战斗力直线下降 他抽出了寒芒 将一名被打倒在地的阿尔卑斯一灯战士 顺势拉了起来 尊敬的叶先生 这里交给我们 你带着李伯特先生 赶紧离开 十五分钟后 我们的后援就到了 被拉起来的异能战士 见叶灵天要加入战团 赶紧说道 我就是后援 叶灵天对着李伯特那边 挪了挪嘴说道 你贴身忽悠他 见这名异能战士 站在原地不动 叶灵天猝猝眉头 还不赶紧去啊 这两名美国异能战士 很强的 叶先生立刻离开 才是最佳选择 被拉起来的阿尔卑斯战士 捂着左胸的伤口 再次提醒叶灵天 他也得 有你这么刷存在感的吗 有时间在这下赖来 还不如赶紧加入战团呢 叶灵天对这名阿尔卑斯 已能联盟战士 有些无语了 纵然他的实力 较着古利特和杰克曼 强了不少 可林阵经验 乃至战术应用 古利特小队 撇了他不知道多少条件 我觉得啊 你闭嘴才是最佳的选择 叶灵天将这名 异能战士 推到了一边 足下一点 就冲了出去 寒忙顺势一扫 当狼一生 与利爪相接 攻势最凶的那名 美国异能战士 发出了一声哀号 锋利的金刚爪 被生生的斩断 另一名美国异能战士 见同板吃了大亏 化成利剑的右臂 顺势砍向了叶灵天 寒忙在叶灵天手中 转了个圈 而后一早 点点幽光 如漫天漫星闪烁 璀璨至极 这是什么呀 赶来救援的 美国异能战士 当即一冷 尚未反应过来 光点已从胸口穿过 他转在原底 呆呆地看着自己的伤口 毛中全是不可思议 死就死了 摆什么pose啊 叶灵天将死俏俏的 异能战士 推倒在地 看向那名 断了手臂的 美国异能战士 笑着说道 你自己来 还是我动手啊 华夏无诚 你这是虚意 挑起战士 美国异能战队 会让你们付出 邪的代价 手上的美国异能战士 咬着牙 丢了句狠话 真啰嗦 叶灵天 手中寒忙 尚未扬起 鲜血就从 美国异能战士的 嘴角 缠缠而下 就像秘密特工一样 为了不泄楼秘密 他们在行动之前 就已经准备好了 毒药了 叶灵天 蹲下了身子 将美国异能战士 胸口的 无限监控仪器 给取了下来 对着镜头 咧嘴一笑 干掉这两个小家伙 是给你们提个想 如果你们依然 执迷补我 继续对我的朋友下手 我会让你们付出 写的代价的 说完这话 他将监控 丢在地上 踩得粉碎 阿尔卑斯 异能战士 呆呆地站在原地 竟然被发生在 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先前 在他们看来 无比强大的 美国异能战士 眨眼间 就被叶灵天 干掉了 西北边陲的时候 叶灵天 实力没那么强啊 这在多长时间 他是怎么提升的呀 叶灵天见 两名阿尔卑斯 异能战士 站在原地 好像傻了一般 叹了口气 现在绝对不是 发傻的时候 你们应该 向上边汇报 无功而返回来 不是美丽先 民族的形式风格 他们会针对 李波特 再次采取行动 你们必须 做好方法 尊敬的野先生 谢谢你的正义出手 你的大恩大德 费迪南德 莫齿难忘 费迪南德这般说着 扭头对一边的同伴说道 艾比尔 赶紧将发生的情况 上报给英格兰分部 同时请求 连线联盟总部 不得不说 费迪南德 在这一刻显示出了 较高的反应水准 叶灵天 加入到 阿尔卑斯 艺能联盟 和美国艺能战队的纷争 这个事情 唯有连线总部 下一步怎么走 心中才有数的 艾比尔 非常感激的 看了一眼叶灵天 从车内 取出卫星电话 很快的 英格兰分部 就转接到了总部 大约过了五分钟 艾比尔 快步的 到了叶灵天的跟前 将卫星电话 接了过来 公声的说道 最近的叶先生 我们的 维克多长老 想跟你通话 不跟我通话能成吗 老子刚才 那番无异于 对美国艺能战队宣战了 你们阿尔卑斯 艺能联盟 至少要有点表示 否则 就万计堂 那点人马 哪够拼的呀 叶灵天心里 其实有些不爽 这个李伯特 真是个大麻烦 尊敬的叶先生 我是阿尔卑斯 艺能联盟 大长老 维克多 您的仗义出手 证明了我们的判断 您是 阿尔卑斯 艺能联盟 最可怕的朋友 维克多 先来了一句 老头的开场白 叶灵天 飘了一眼 身边的 费迪南德 和坎贝尔 笑着说道 尊敬的 维克多长老 我觉得我们啊 有必要将一些 没营养的核桃化 给免去掉 刚才发生的事 非常麻烦 这件事过后 美国艺能战队的 复仇行动 就会展开的 我相信 他们派来的人马 实力更强 计划更重想 如果没有 阿尔卑斯 艺能联盟的支持 我想很快 采决就会过来 给我收拾了 当然我的朋友 李伯特 为什么受到袭击 你应该也会 给我一个交代的 维克多笑了 尊敬的叶先生 你担心的情况 绝对不会出现 我以上帝的名义保证 因为就在刚才 我已经争吊了一群 靠谱的战士 准备亲自带队飞王 利物蒲 并且 您在 阿尔博特港的 天煞分部 将成为 阿尔卑斯 义能联盟 英格兰分部的 重点照顾对象 我们给了 美国义能战队 第一次偷袭的机会 绝对不会给第二次 这不是我们的风范 叶宁天 倾刻了一声 意味深长地说道 看来 阿尔卑斯 义能联盟 对我真的非常照顾 我的据点在哪 都查得清清楚楚 维克多此时 正坐在 开往机场的轿车里 听到 叶宁天这般说 笑眯眯地说道 曾经的叶先生 在天煞建设 阿尔博特 据点的时候 我们的情报系统 就已经发现了 你们的存在 请你相信 阿尔卑斯 已能联盟情报系统 对你们的观察 是善意的 我们 也未对天煞 采取过任何的行动 甚至在 拔下西北事件过后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 充当着天煞 在欧洲各个分部的 保护在 当然这是在我们 能控制的 势力范围内 我们视地范围之外的 着实是爱慕能主 叶宁天 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 对着花筒说道 看来你们真的是我的朋友 不过我非常好奇 你们为什么对我如此善意 据我所知 以前咱们好像没交情 我们不善意能行吗 前任大长老都被你身后的家伙 在家门口干掉了 人家还是三十六名斗士之一 当然这些维克多可不敢跟 叶宁天一无一失地说 原因非常简单 这个华夏误着说得明明白白 这件事情要保密 否则 华夏顶尖势力 就会出现在 阿尔卑斯 异能联盟的家门口 维克多 不管实力还是危险 距离上界大长老 差得太远 不过他的脑子 比上任大长老 好得多 眼珠子一转 就接上了话 尊敬的叶先生 天上的存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有利于阿尔卑斯民族的利益 此外 你们是世俗设立 阿尔卑斯异能联盟 没有对世俗设立下手的不良习惯 我们不是花下无门 我们有自己的原则 对于阿尔卑斯异能联盟的原则问题 叶宁天不是太相信 当原则和利益 发生冲突的时候 原则往往会沦为利益的牺牲品 见叶宁天老半天没吭声 维克多接着说道 尊敬的叶先生 我刚才的话没有调拨是非的意思 之所以这么说 我是替裁决明不平安 作为对手 纵然有时对裁决横之入骨 绝不得不承认 他们身上流淌着最纯正的民族血统 维克多大长老 您正在挑起是非 叶宁天黑着脸 哦 那叶先生可以将我刚才的话忽略 维克多老脸一红 无比真诚的说道 我不想任何妨碍我们有益的因素存在 维克多大长老的意思 我懂 不过 派着良心说 对华夏五门我还真是不怎么感冒 哎 好了 现在谈谈李波特的问题 异能联盟 保护一个世俗科学家 好像有点离谱了 美国异能战队 要掳走李波特 更离谱 叶宁天看了眼 远处一脸心血的李波特 沉胜的说道 告诉我原因 尊敬的叶先生 您的问题当面谈比较好 维克多从轿车下来 见异能战士已经集结完毕 对着话筒说道 我会在明天登门上放 即使会将事情的经过 一无一时告诉叶先生的 好 即将挂掉电话的时候 一灵天突然说道 维克多大长老 你不怕我知悉的秘密 会对阿尔卑斯艺能战队不利吗 我们之间的友谊 没有嘴巴上说的那么深厚啊 尊敬的叶先生 我们的情报系统 也没有您想象中的孱弱 我们知道 裁决属于您 通过各方面的情报 我们判断 您应该是 阿尔卑斯艺能联盟可靠的朋友 甚至比欧洲其他 艺能组织更可靠的朋友 维克多想了想 欧洲艺能联盟 紧急的一栋 压低声音说道 我们有合作祭典 有合作的理由 否则 我不会急松松的 飞往利物谱的 一灵天 恭候大家 一灵天 将卫星电话 丢给了坎贝尔的时候 两辆轿车 风车电车的赶到这里 很快从车里下来一群一等 领头的是一位 身着西装的金发男人 他到来的同时 文豪月也从车上下来 静静地走到 一灵天的身边 费迪南德和坎贝尔 赶紧递争 一脸惭愧 斯考特长老 非常抱歉 我们差点将事情搞砸了 先回去将杀 分部除分 会以文件的形式下的 斯考特冷冷看了眼 费迪南德和坎贝尔 挥手示意 两个人离开 走到李伯特跟前 尊敬的李伯特 为了您的安全考虑 从现在开始 阿尔卑斯义能联盟 英格兰分部的义能战士 会对您进行 24小时的披身保护 希望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李伯特到现在都弄不明白 美国义能战士 为什么要拉走他 阿尔卑斯义能联盟战士 为什么要保护他 他们要从自己身上 得到什么呢 所以 在斯考特说完这番话后 李伯特问道 尊敬的先生 我想知道为什么 为了阿尔卑斯民族的利益 为了和平 斯考特不想跟李伯特 太多废话 歪了歪脑袋 两名异能战士 就走到李伯特的跟前 做了个情的手势 对于斯考特的态度 李伯特非常不满 他铁青着脸 沉声说道 个人觉得 我有拒绝的权利 斯考特 咧嘴一笑 你当然有拒绝的权利 不过你拒绝之后 先是会告诉你 你的选择非常糟糕的 李伯特 阴沉着脸 握着拳头 想继续抗议 不过想想 刚才的场景 手又松了下来 他转身走到 叶灵天的跟前 轻声地说道 对不起 尊敬的叶先生 如果没有你 我想这个夜晚 非常糟糕 暂时 按照斯考特先生的要求做 等阿尔卑斯 已能联盟的管事人来了 我会告诉你 事情的前因后果的 叶灵天这般说的时候 朝着斯考特那边 飘了一眼 对着家伙 他不是很喜欢 好的 那我们明天晚上见 不过史密斯说 他现在走不开 考虑了今天晚上 发生了事情 我准备让乔森参加晚宴 他的家族生意 做得还好 此外 跟一些隐秘师弟 交情不错 个人觉得 他要比 阿尔卑斯 一能联盟的 一能战士靠谱 迪波特 对叶灵天 低声地说道 第796集 乔森 叶灵天皱着眉头 看了看文浩月 发现 文浩月 以同样的目光 看向自己 于是便急声问道 你说的乔森 是不是 乔森 走过拉呀 没错 正是乔森 走过拉 我们是好朋友 当然 他也是一个 热心肠的人 李波特笑道 他不是一个 热心肠的人 这货是个吸血鬼 真是踏破铁蟹 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呀 正愁找不到突破口呢 李波特就送来了 一个大礼 这货不是麻烦 是以复兴啊 叶灵天大喜 于是老毛病又犯了 伸手 要拍李波特的肩膀 一想到这货的德行 立马又将手收了回来 轻渴一声 正次地说道 那个好心的李波特 我一直想认识脚子 如果他能来 我明天晚上准到 李波特心情大好 冲叶灵天深深的一鞠躬 在两名异能战士的 忽悠下 上了轿车 斯考特 在李波特离去之后 走到叶灵天的身边 微笑着伸出大手 尊敬的叶先生 欢迎你来到 李悟普 我叫斯考特 是阿尔贝斯 义能联盟 英格兰分部的负责人 也是 阿尔贝斯义能联盟 总部的二长老 叶灵天 跟斯考特握握手 笑着说道 尊敬的斯奥赫先生 如果你对待我的态度 对待李波特 我想 他会非常配合你的工作的 斯考特 双朗了大笑 叶先生 跟史俗中人 打交道 最佳的选择是 恐吓 而不是沟通 因为他们 不知道我们的世界 也不知道 在他身上 要发生什么 将原因告诉他 只会让事情 越来越糟糕的 你知道的 李波特的勇气 着实让人难堪的 如果 不是他在科学上的 非凡成就 我想 恰死他的 他不是标准的 李物浦男人 李物浦男人 身上燃烧的是热血 不是胆气 叶灵天 正次地说道 他不是没有勇气 而是缺乏 对紧急事件的经验 天才有天才的事件 我们这些犯人 有事不懂的 啊 或许你是对的 不过 我却依然坚持我的观点 同时 我要给燕先生 提个善意的行 吸血鬼 不是那么好打交道的 相对于 阿尔贝斯 以能联盟 祖古拉家族 绝不会对你有任何善意 他们 当然也是非常狡猾 并且凶残的 斯考特 对着李波特 消失的方向 斩钉截铁地说道 可怜的李波特 到现在还蒙在鼓里 小森跟他接触 只是在利用他而已 叶灵天 送了同肩膀 双手一摊 对于您的判断 我不发表任何的意见 没有调查 我没有发言权 明天 叶先生就知道了 斯考特 台湾看了看时间 对叶灵天笑道 谢谢叶先生 成一束手 由此引发的后续事件 我们的大长老 会给你一个交代 希望今天完生的意外 不会影响你 幽玩的心情 你也看到了 利物浦是一座 美丽的城市 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也是一座 错综复杂的城市 叶灵天 点燃一根香烟 看了眼 斯考特 淡淡笑道 任谁都不会想到 这座著名的旅游城市 集中了欧洲科学界的精英 也正因为如此 利物浦是 阿尔卑斯义能联盟 重点照顾的城市 遗憾的是 直觉告诉我 我们还没有做到极致 美国义能战队 在我们重点巴首的地方 给了我们一个 重重的耳光 斯考特 想到不久前发生的事件 不由的一阵脸红 别人打了你 以及重重的耳光 你就重重还回去 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 阿尔卑斯义能联盟 不是软世子 你们的尊严 不容侵犯 叶灵天深深地看向斯考特 尊敬的斯考特先生 我要陪我身边的女士 看看海景了 斯考特扭头看了眼文浩月 笑着说道 祝你们在利物浦 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 叶灵天领着文浩月 上了轿车 通过后视镜 飘了眼斯考特 愣笑着说道 这个斯考特实力很强啊 确实不错 不过跟艺能的三十六斗士相比 差距还是蛮大的 充其量跟我们的真地 及初阶舞者相当 文浩月将斯考特的实力 迅速做了下判断 扭头对叶灵天笑道 听你这口气 似乎对斯考特不是很满意啊 我看他不爽 这小子太能装逼了 叶灵天咧嘴一笑 他能装 不 跟你一比 斯考特小学都没有毕业好吗 文浩月靠着座移 想到不久前 叶灵天跟维可图的对话 赞叹地说道 你真是太神奇了 我闹不明白 你跟阿尔卑斯艺能联盟 什么时候有了 这般深厚的交情 总部大长老亲自登门拜访 这种事不该发生 在你的身上啊 叶灵天无奈地叹了口气 其实我也很纳闷啊 以前我跟阿尔卑斯艺能联盟 真没勾搭过 维可多说天上的存在 对阿尔卑斯民族有益 我着实想不到艺术在哪啊 连叶灵天这个当事人 都想不明白的事 文浩月自然是一头雾水 不过这显然不是重点 重点是阿尔卑斯艺能联盟 对叶灵天没有恶意 甚至可能跟叶灵天 形成了某种同盟 这种同盟在一定意义上 会让叶灵天的实力飞升的 叶灵天 如果阿尔卑斯艺能联盟 真的跟你结成同盟 你就开创了历史 武门和艺能联盟上次合作 还要追溯到纳兰朵朵的时代 不过那只是合作 跟同盟不是一个概念 文浩月看看严卢的风景 静静地言道 从阿尔卑斯艺能联盟的态度看来 欧洲比华夏安稳不了多少 希望这次动荡造成的破坏不要太大 更不要牵扯到无辜 叶灵天叹了口气 你太天真了 美国艺能战队和阿尔卑斯艺能联盟都开战了 这次动荡不小 破坏自然也不会小的 此外 对于是否牵扯到无辜 个人认为 咱们不应该持乐观态度 当局势发展到一定程度 原则不过写在纸面上的东西 对此 文小姐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是啊 有时候我就是天真 所以心中的想法总不敢说出来 其实 天真的想法不好吗 文浩月 目光悠悠 轻声地问道 很好 细细想想 我的想法比你还天真 叶灵天若有所思地说道 遗憾的是 天真的想法要成为现实很难很难 文浩月对叶灵天无奈地笑了笑 事情的发展永远不会按照预想来 现实永远都那么残酷 你太悲观了 只要一直走下去 天真的想法也会成真的 叶灵天看向前方 嘴角挂着笑意 每望都会成真的希望 更何况理想的 直觉告诉我 你的理想比想象重要的 文浩月意味深长地看向叶灵天 不要轻易 不要轻易否认 我不是太蠢 这一点看得出来 叶灵天扭头对文浩月淡淡一笑 个人觉得你现在应该思考的是自己的病 我的病你治不好 文浩月低着头 捏着如葱般的手指轻轻地言道 你不是神仙 文文的病你都没有办法 我就更不用说了 不试试 怎么知道呢 叶灵天想到文文的病 沉声地说道 文文的病现在治不好 不代表以后不能治 不过需要时间而已 相对来说 你的病刻不容缓 是啊 时不时可喜 可能一不小心 这条命就交代了 文浩月拧开茶杯 抿了口茶水 促了促带眉 对叶灵天说道 开快点 茶凉了 利物浦郊外 某栋别墅 看到监控录像 美国艺能战队零点行动队长 克林斯曼 将咖啡杯摔得粉碎 扯着嗓子大声地咆哮 该死的叶灵天 该死的华夏乌者 他想干什么 这是要对美国艺能战队宣战吗 凭什么 他叶灵天凭什么 几名下属面面相聚 搭了着脑袋 始终没敢出声 直到副手肯尼迪 推门而进 对着他们挥了挥手 几名下属如实重负 立马离开了房间 克林斯曼 那个暴脾气 他们领教过多少次了 真的很怕 肯尼迪走到克林斯曼跟前 看了眼摔得粉碎的咖啡杯 轻声地说道 亲爱的克林斯曼队长 看在上帝的份上 改改你的臭脾气吧 弟兄们 没被行事吓破的 倒让你的坏脾气 吓得不敢出声 这不是一个领导者 应具备的风范 可尼迪 我冷静不下来 这是我们战队第一次执行海外任务 可你看看发生了什么 我们损失了两个弟兄 两个弟兄啊 克林斯曼红着脸 气得上气不接下气 都是盖茨的 叶灵天的 他竟跟阿尔卑斯 以能联盟搞在了一起 上帝啊 那个盖茨的阿尔法 说叶灵天是美国 以能战队的朋友 朋友们 这就是华夏朋友 给我们的问号 世间最残忍 最无敌的问号 克林斯曼 这次行动是一个教训 我们太清理了 当然 叶灵天横插一脚也是意外 可是 这些不是你发脾气的理由 弟兄们 需要一个 沉着应对的队长 肯尼迪 凑到克林斯曼的耳畔 敲声地说道 你必须冷静选择 思考如何跟 梅格纳斯长老汇报 再过十分钟 他就会出现在 这栋别墅了 梅格纳斯长老吗 克林斯曼浑身一凉 颤声地说道 他怎么来了 这我不清楚 不过这次行动失败 我们必须要给高层一个交代 头儿 这次黑锅我继续背 不过 我们战队的形象必须有所改观 在异能战队 我们的战绩非常足够 梅格纳斯长老给了我们一个如此好的表现机会 却被我们轻易挥霍 着实无法交代 肯尼迪正冷脸色 轻声地劝道 队长 我不是在对你抱怨 只是提醒你 克林斯曼小组需要荣耀 需要证明 克林斯曼坐了下来 如同泄气的皮球 亲爱的肯尼迪 你不能再被黑过了 我承认在战斗力方面 我比你强了很多 可是这里 克林斯曼直指自军的脑袋瓜 自嘲地笑了笑 我的脑袋瓜 虽然没你活络 克林斯曼小组缺的不是战士 缺的是统帅 在梅格纳斯长老面前提出辞职 是最佳的选择 或许看在老乡的份上 长老依然会给 克林斯曼小组机会的 肯尼迪送了签帮 看看梅格纳斯长老的态度再说吧 不过我想 等待我们的命运 应该是回国 直觉告诉我 我们似乎不是这出打息的主角 正像肯尼迪说的那晚 梅格纳斯十分钟后 准时出现在别墅 听取了肯尼迪的汇报 梅格纳斯对克林斯曼陈胜地说道 给我看警控视频 是 克林斯曼将军用笔记本打开 当出现叶灵天毫不客气 干掉异能战士的画面后 克林斯曼搭了着脑袋一脸惭愧 对不起 尊敬的大长老 我应该听取肯尼迪的建议 全体出动 或者亲自动手 这样零点行动就结束了 叶灵天也再见能逃的 梅格纳斯沉默了老大一会儿后 伸出使者轻轻地摇了摇 对克林斯曼说道 你没有轻敌 叶灵天的出现完全是意外 直到现在我还不能理解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事法底点 更想不到他的实力这般强悍 梅格纳斯长老 这是要为我们的失败找借口吗 梅格纳斯的态度 完全出乎了克林斯曼和肯尼迪的预料 他们俩面面相聚 有点摸不着头脑 梅格纳斯飘了眼视频中的叶灵天 不懈地笑了笑 这只该死的天术 有了一点实力就认为可以纵横天下吗 美国已能斩队的怒火 是他承受不起的 回到美国之后 我会提醒召开张老会议 念杀这只天术 我可不管他后面有什么人 梅格纳斯长老 一年天绝对不能放过 可是现在 我们要怎么做呢 肯尼迪想到目前的形势 竟跟着说道 这次行动失败 肯定惊动了 阿尔卑斯艺能联盟总部 他们势必要加强防范 想顺利将李伯特送到五十森去 恐怕要遇到不险的麻烦呢 麻烦吗 梅格纳斯撇了撇嘴 恨是傲娇的昂起头 对肯尼迪笑道 你可以到外面看看 我们这次过来多少兄弟 就会明白 所谓的麻烦 不过是其人优点 监控视频中 别墅周边陆续有车开了进来 从车底出来了 不下五十名的异能战士 很多都是生面孔 稍有点眼力架的都明白 他们的实力很强 他们是美国异能战队的精英 克林斯玛大张着嘴巴 扭头对格林纳斯 无比惊恐地说道 动情太大了 我们这是要向 阿尔贝斯以能联盟宣战吗 第七百九十七集 对他们宣战吗 梅格纳斯摇了头 不 这不是正式开战的时候 阿尔贝斯以能联盟室 我们的敌人 还是我们的盟友 还要再观察 当然 前提条件是某个人必须死 他死了 接下来的事情似乎好办许多了 尊敬的阁下 我们能知道 要干掉的人是谁吗 看尼迪 小心翼翼地问道 当然可以 这个人叫维克多 哦 不要这么看我 这个是势在必行的任务 他处在阿尔贝斯以能联盟 打张老的位置太矮视了 干掉他 也算敲打敲打 阿尔贝斯以能联盟 这些年 这些欧盟的家伙 越来越不听话了 我们要用自己的实力 向他们证明 美国官方在世俗拥有 把权地位 因事势力 同样如此 欧洲以能一家 独特的情况不复存在 梅格纳斯盯着 肯尼迪的眼眸 笑眯眯地说道 请不要怀疑我 此次的决心 这只是第一批 能战士 还有第二批 正在美国基建 相信 狠海就会到达 礼物谱 并且我做了一个 疯狂的决定 这两批人 全部交给你们指挥 交给我们指挥 克林斯玛和肯尼迪 当即愣在原地 不可思议地看向 梅格纳斯 他们怀疑自己的耳朵 听错了 尊敬的梅格纳斯长老 我们小组出师不力 您没有惩罚我们 已经是恩赐了 还将这个重要的任务 交给我们吗 克林斯玛满脸的受宠若惊 声音都在发动 我亲爱的克林斯玛 你是我的老相 你也清楚而今 美国已能战队 高层发生了变化 下面自然要换血 梅格纳斯想到 自己的前进立场 拍了拍 格林斯玛的肩膀 我看好你 不过 你要改看你那 暴躁的脾气 看你底这一点 做得比你好 遗憾的是 看你底也有 难以克服的缺点 那就是太过谨慎 我相信你们俩 紧紧团结在一起 爆发的能量非常大 好好努力吧 美国已能战队的 未来属于新人 看你底赶紧攻身 尊敬的梅格纳斯长老 我们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们也让我失望不了 此次零点行动 我将亲自作证指挥 换句话说 我是给你们赌金来了 梅格纳斯 从口袋掏出了一个优盘 递给了克林斯玛 打开电脑好好看看 零点行动增添了新的内容 如果我们能将 这一切做得完美无缺 我们就是美国 所以能战队历史的开创者 我们的辉煌 从今天写起 克林斯玛将U盘插入了笔记本电脑 视频传来的资料 让他和肯尼迪惊呆了 上帝啊 这不是真的 克林斯玛有头看向梅格纳斯长老 呆呆地说道 上帝太疯狂了 人类和吸血鬼 怎么会生孩子 这不科学 肯尼迪也打了个冷战 抬眼看向了梅格纳斯 我们必须对这个小家伙进行研究 价值太大了 不仅要对他研究 对伊莎贝拉也要研究 当然 还有那个卡纳瓦罗 我们的情报系统正在搜集 原神药业的讯息 如果 夜灵天将卡纳瓦罗一兵带到 利物谱 那就一国端了 梅格纳斯点燃了一根雪茄 美滋滋地拼了一口 如果我们的科研人员 能从这些人身上找到关键信息 大批量让义能战士升级为斗士 我们的最终梦想就会实现了 大批量的义能战士升级为斗士 意味着 美国义能战队的战斗力 将实现飞跃式的发展 完全可以凭借一己之力 对抗华夏 肯尼迪的眼睛都在发光了 无比激动地说道 如果真的如此 世俗美国是王者 隐秘事里我们更是当之无愧的王者 属于华夏武门的辉煌 已经结束了 我的孩子 上帝保佑美国 我们的梦想肯定能够实现的 肯尼迪扫了眼小家伙的照片 得意洋洋地说道 不过 在大决进攻华夏武门之前 咱们要防止自己的后院不要起火 欧洲就是美国义能战队的后院 阿尔卫斯艺能战队 以及其他势力的话语权 必须牢牢控制在我们的手中 尊敬的 梅格纳斯长老 史关重大 我让弟兄们先动起来 搜集一切的情报 然后针对具体情况 制定作战方略 肯尼迪已经急不可耐了 自从加入了美国义能战队 耳畔全是华夏的什么神秘传说 不管是族中美间立民族多么多么游戏 隐秘势力中 华夏始终是美国义能战队迈不过去的坎 现在希望出现了 只要义能势力一同 再加上美国义能战队的科技势力 肯尼迪有理由相信 义能面对武者将从手变为功 将华夏武门彻底征服 对于渴望战斗的民族来说 天赐良机 如果不把握住 身上战斗的血液就白流了 克林斯曼也是满面红光 信誓淡淡地说道 尊敬的 梅格纳斯长老 为上帝的名誉保证 我们的表现一定让你非常满意 梅格纳斯靠在真皮座椅上 轻松地回道 我的小家伙们 向上灯攀的集体 我已经为你们打造好了 如果还爬不上去 你们就真成废物了 苍穹繁星点点 利物浦的深夜静谧而美丽 可暴风雨正在酝酿 很快这里就会掀起滔天举浪 叶灵天对此心知肚明 维克多急匆匆地赶到了利物浦 充分证明阿尔卑斯艺能联盟 对于里波特事件的重视 更说明阿尔卑斯艺能联盟的处境 不是很好 当然 现在显示不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回到住所 给文浩月把了把脉搏 叶灵天冷了 文小姐 这不可能啊 叶灵天看向文浩月的眸钟 全是震惊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文浩月收起手腕 断起了香鸣 文家不缺仙草灵药 我也算是文家千年难遇的修炼奇才 如果没有这些基础 我活不到现在 确实是修炼奇才啊 叶灵天额头一阵地冒汗 深深地看向文浩月 不是每个人都能用内力 在这里破碎的经脉之外 再造一副经脉 能做到这一步 你巅峰的实力所能听闻啊 纵然我对舞者的划分 不是特别清楚 不过我估计 你最高时的修为恐怕 已经到了真天级别吧 文浩月想到过往 摇里摇头 缓缓地言道 真天 不 确切地说 已经到了鲜舞 否则也不可能用内力 硬生生给自己打造一副 腹脉 不过 那终究不是真的经脉 并且 这副腹脉 也开始出现了裂痕 恐怕 要不了一个多月 我的人生就走到了尽头 回头想想 我这一辈子挺悲催的 我也很不甘心 如果不是得了这种怪病 我想万基堂肯定不是世家这么简单 叶灵天静静静看向文浩月 淡淡地一笑 所以你就迫不及待 扶持文文上位吗 文浩月浑身一沉 饶有意味地看向叶灵天 什么时候看出来的 刚才 叶灵天盯着文浩月如水的双眸 赞叹地说道 如此天纵奇才 不过仅仅是个示威队长 说不过去的 是啊 天纵奇才 就像李波特的取向问题一样 上天对天才 永远都是残忍的 文浩月站起身来 给自己蓄了杯茶水 又给叶灵天沏了一杯 自嘲地说道 有时候我想 是不是名字的缘故 才让自己如此悲催 所以在来立物浦之前 我给自己取了一个 比文星辰响亮的名字 没想到 更悲催了 原本以为 在生命的终点 还有些许缘分 哪里想 上天 又耍了我一次 将茶水递给叶灵天 文清晨笑得很是洒脱 李波特喜欢的人是你 这个剧情反转得有些离谱 其实那会儿 我真的动心了 叶灵天轻咳一声 翻了个白眼 咱能不提这个事儿了吗 我不提这个现实就不存在了吗 不 李波特是你无法规避的现实 你接受李波特是不可能的 不过你们之间不可能缺少交流 美国艺能战队 和阿尔贝斯艺能联盟 先前关系还算过得去 而今为了他动我 显然他的价值 大到超乎预料 文星辰正了正脸色 话语如断兵切血般的干脆 如果我是你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 将李波特带回远身药液 这块大肥肉你不吃 别人也不会放过 何必便宜了别人 我这边的事儿 你就别操心了 我自有分寸 叶宁天看向脸色苍白的文星辰 轻声地问道 万劫堂的情势真那么紧急啊 不紧急也要紧急起来 我撑不了多长时间了 如果我一旦死去 万劫堂大乱 难以避免 届时才是真正的灾难 如果此劫 必无可避的话 就让灾难提前到来 有准备 总比没有准备 损伤要小许多 文星辰端起杯子 吹着漂浮的叶片 悠悠言道 明知大限将至 我就开始物色接班人 目前为止 和我心意的人 只有文文一个人 你们两个的私交也算好 即便到文文手里 是一副烂摊子 我想凭借正文天的神奇 也会让万劫堂 一点点地恢复元气 你也不会趁火打劫 将万劫堂一口给吞了 叶灵天面部肌肉一紧 干笑两声 我还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叶先生不仅有那么大的胆子 而且还吞了万劫堂的规划 文星辰 飘了叶灵天一眼 冷冷言道 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枪 我文星辰小小年纪 就执掌万劫堂 如果是平庸之辈 你信吗 叶灵天头摇得像波浪鼓 在你身上发生的奇迹 我做不到 不过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关头 让万劫堂乱起来 是不是太冒险了 二斤华下我们 一个个蠢蠢欲动的 如果万劫堂有什么意外 你不觉得 那些该死的家伙 会一拥而上 将万劫堂撕成碎片吗 即便我想帮你的忙 怕也是爱莫能助的 这就要看文文的表现了 我临走时 跟信父已经交代好了 离开的这段时间 文文名义上 进入情报系统工作 其实就是真正的掌舵人 我相信凭借他的才华 应该会给我一张 令人满意的答卷 文星辰 敏了口茶水 对叶宁天 奄然一笑 再退一步说 如果结局不是很乐观 万劫堂也不会就此沉沦 此次来到 利物浦的舞者 都是我精心挑选的侍卫 他们现在的实力 或许不是最强的 不过 钱能极其巨大 任何一个挑出来的 称之为修炼天才 并不为过 只要他们不忘 万劫堂不灭 利物浦事件也是一次练兵的机会 我们的对手 竟然比想象中的强悍许多 困境看实力 绝境靠钱能 叶宁天端起茶杯 接着文星辰的话说道 更重要的是 可以借机考察考察我 具不具备 跟万劫堂进行深层次合作的实力 文小姐 我想接下来 我会给你一份你想要的答卷的 不管我的实力 还是我的品行 都应该给一个优秀的测评结果 文星辰 言嘴轻笑 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简单 在你猜出我就是文家大小姐的那一瞬间 我就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叶先生 为了李波特 你不惜得罪美国艺能战队 你的勇气和品行 经住了考验 我相信只要文文做出了万劫堂的掌舵人 你吞万劫堂的可能性 不大 既然文星辰哪边都摊开了 叶宁天觉得着实没有必要 再隐瞒下去 欺骗一个即将离世的人是非常无耻的 所以叶宁天决定跟文星辰摊牌 我不会放过万劫堂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武门 连异能都跑不掉 我要将隐秘势力打碎重建 建设一个富有现代气息 与世俗法治社会相适应的隐秘世界 或许你认为我的野心太大了 认为我的想法有些天真 但我决定就这么做 如果万劫堂对此深深反感 或者认为这是一个泥潭 现在撤出去来得及的 否则伤了我这条贼船 想下来门都没有 文星辰指示夜临天许久许久之后 闭上了眼睛说的 你应该明白 凭借你目前的实力 你的梦想会将你撕得粉碎 你的属下可能会为此万劫不复 叶星辰昂起了头 以无比傲娇的语气说道 如果是先前 文小姐的说法是铁板的事实 不过迈克遇袭之后 似乎一切都发生了悄悄的改变 文小姐 接下来听到的是远深药业最大的秘密 这个秘密 其实我连温温都瞒着 第七百九十八级 文星辰嗷了一声 云淡风轻地说道 叶先生难得开诚布公 说来听听吧 我非常好奇 你的底气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易灵天点燃一根香烟 狠狠抽了一口 目前美国艺能战队 正在研究人造艺能 至于研究到哪个程度我不知道 但一五双修 显然不是他们能够触及的层面 相对而言 魅影在这方面走得比较远 可惜的是 他们的一五双修靠的是外力 说到这里 易灵天直视无比震撼的文星辰 斩钉截铁地说道 远身耀义的一五双修 凭的是经脉 一如传说中的一五双修 谁强谁弱 文小姐应该分得清楚 想想看 如果你手里这些天赋极佳的武者 都变成一五双修 战斗力有多强 一五双修 可以后天造就 这也太疯狂了 文星辰 豁然而起 凝齿着叶宁天许久之后 从嘴底蹦出的话 又是水准 此话当真 在你面前说大话 有意义吗 叶灵天反问 文星辰摇里摇头 缓缓坐得下来 其实啊 一五双修 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奇 动动经脉就可以了 一五双修 也不过是 武者的专利 一能也可以 可能是传统观念 根深蒂固 再加上 华夏武道太过深奥 一能中啊 才没有出现 一五双修的典型案例 当然 即使是意识到 一五双修有可能 一能组织 要是迎头赶上 难度极大 魅影在科技方面 实力如此雄厚 也不过今日水准 更何况他们呢 所以 相对于西方 异能组织 我更担心的是 华夏武门 叶灵天 想到武门后面的宗门 忧心忡忡地说道 打破规则 会影响诸多势力 既得利益 武门后的宗门 恐怕很难耐得住寂寞 他们一旦出手 事情恐怕就一些棘手了 文清晨 对叶灵天 充满了信心 也别看宗门 看得太过强大 所谓宗门 其实不过是 强一些的武门罢了 你手里有一五双修的战士 再加上 远深耀叶 先进的科学技术 这样一支队伍 称之为王牌之师 一点都不过分 我也相信 你手底下的人 不管是战斗经验 还是配合水准 都远超武门 你们的理想 有实现的可能 并且可能性很大 想到叶灵天的神起 文清晨在想想 万济堂和自己 叹了口气 如果早一些时候认识你 恐怕万济堂的走势 跟先前截然不同 遗憾的是 时间没有入过 叶灵天见文清晨的面色 愈发的苍白 赶紧说道 我确实没有治疗你的能耐 不过待会儿 看看能不能延长你的寿命 文文纵然也是天才 跟你其实还是有差距的 能送他多远就送多远吧 如果你能修炼 九天玄学觉就好了 第六层可以重塑经脉的 即便经脉如风干的枝条 一样可以玩好无损的 文清晨着实没有想到 叶灵天今日如此坦诚 笑着说道 你修炼的是 九天玄学觉 嗯 我师父郑苍海 是天正宫的传人 现在的我啊 确切是天正宫的掌门 这个门派的新法 就是九天玄学觉 叶灵天一五一十的说道 如果你有兴趣啊 我可以将九天玄学觉的法诀 背给你听的 好 文清晨谋中燃起了希望 不过在叶灵天 将新法一一叙述之后 他谋中仅存的希望 瞬间是消失殆尽 你不能修炼 叶灵天挠了挠头 不至于吧 如果是六年前 我可以尝试 可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文清晨苦苦一笑 老天真的会耍人 我们相遇得太晚了 那我就先尝试 用真气灌输你的覆脉之中 看看能不能 修不修不覆脉 叶灵天见文清晨 有些犹豫 正死地说道 试一试 总比不作为强啊 既然你有心了 谢谢了 文清晨伸出了手腕 沉声地说道 腹脉乃内力凝聚 修复它势必 会有反噬内力 如你的体内 你也清楚 我不能动用内力 所以一旦苗头不对 立刻收手 叶灵天没有想到 还有这回事 便说道 我还是比较惜命的 不要命的姿态 不过是做给别人看的 言毙 他按住了文清晨的经脉 真气旋即沿着经脉 灌输进了文清晨的覆脉之中 正像文清晨说的那般 他的内力绝非是叶灵天 可以比拟 真气与内力接触的刹那 无比精神的内力 沿着手腕窜了过来 不过 文清晨受损的覆脉 也因为精纯真气的到来 微微的疑合一点 快放手 文清晨急声地喊道 有效果 等一下 叶灵天这般说着 忍着那股内力在体内的冲击 将真气强行地朝 文昊月的体内灌注 纵然 叶灵天很想再灌输一点真气 可这话说到 半分钟之后 就不得不收手了 要命啊 叶灵天盘袭静坐 调动真气与内力抗衡 幸好 他的真气精纯度特别的高 否则 反射内力立马就会震碎 他的心海 还有丹田了 就在叶灵天认为 已经将这股内力的反射消化 那刀内力突然以更加疯狂地冲撞开来 力度较至先前更强 精脆度较至先前更深 再这么玩下去挂定了呀 斗大的汉朱从叶灵天额头滚滚而落 他认为自己对时机的把握已经很精准了 那你想到 到头来还是低估了自己 同文星辰的巨大差距 话说 自个儿这么聪明的人 怎么老犯低级错误呢 以后这个毛病不改 有多少条命也挂了呀 就在叶灵天 束手无策准备登死的时候 心海和丹田的小球 也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 沿着那道连线 缓缓向着对方移动 与此同时 真气如同开闸的洪水 迅速将那道内力淹没 站在一边的文星辰 在叶灵天盘膝静坐的时候 暗脚不好 就叶灵天那可怜的实力 被自己的内力反射 能活下去就见了鬼了 就在他绞尽脑汁想办法 如何对叶灵天施救的时候 叶灵天周身散发的气势 让他差点吐血 叶灵天的修为 在反射的情况下提升了 这 这太扯了吧 比洞穴酒吧发生的事 还要扯 文星辰服了 真服了 这种情况都能玩得转吗 不是上天的宠儿是什么呢 再联想了一下 叶灵天的理想 文星辰一阵的沉默 他的理想肯定可以实现 那么万祭堂 罢了 罢了 车道身前必有路 存有解决的法子 当然解决问题的人 肯定是文文 终于 叶灵天睁开了眼睛 感受了一下真气 他也有些无语 从脸上挤出一个笑容 对文星辰说道 幸福来得太突然 我都没做好准备 那个咱们接着进行吧 我现在已经到了 九天玄学学的第三层巅峰了 真气绝非先前可必 延长你的寿命 应该不是问题 文星辰拒绝了叶灵天的提议 免了吧 纵然是提升 我的内力也非 现在的你所能抵御 如果你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此外 你的真气玉和我的覆脉 完全行不通 因为就在刚才 覆脉伤口又出现了 怎么可能啊 浑身是汗的叶灵天 将手搭在文星辰的手腕一探 如坠边哭 这 这也太扯淡了吧 如果叶灵天不是因为 那道内力提升 而是当场允命 恐怕做了鬼 他都要骂娘了 因为自己做的完全是无用功 文星辰的覆脉 依然如故 我再想想啊 肯定还会有办法的 叶灵天挠挠头 不过语气依然很坚定 事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文星辰倒是看得出来 笑着说道 你的真迹 确实有异于我的伤势 可是你的实力决定 这种注意 微乎其微 或许 在不远的将来 你修到这门心法的巅峰 只能让我多活一两年 不过 我好像等不了 那么长的时间了 这话 就像一击重锤 狠狠杂中的叶灵天 是啊 现在最宝贵的是时间 而文星辰 着实等不了了 他常常嘴巴下 安慰一下文星辰 又将道口的话 给咽了回去 这个即将离取的 旷世奇才 还需要人劝吗 他对这个世界 看得比谁都清楚 对不起啊 我无能为力 叶灵天搭了这脑袋 其实 九天玄学诀 记载中 确实有重生经脉的丹药 但是 九天玄学诀也说了 也只是理论上的担忧 并且 你的经脉 已经碎了很长很长 一段时间 准确地说 你早已经没了经脉了 重塑经脉 点击 也有记载 不过 这都是建立在 丹田损伤不大的情况下 我的丹田 几年前 就被损伤得不堪 能活到现在 不易 文星辰 拍了拍叶灵天的肩膀 柔声地说道 确切地说 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个奇迹 遗憾的是 老天之所以让我撑到现在 不过是让我等你出现 不要这种眼神看着我 我那道内力 让你的修为提升了 而一个元气大 上的万祭堂对你更有益处 并且文文作为万祭堂 未来的掌舵人 跟你的关系又那么好 还有 你看似飘渺 却完全有实力 实现自己的理想 你不觉得这一切的一切 都好像是一出剧本 是老天安排好的吗 此言一出 叶宁天皱皱眉头 温小姐 你不该信命的 人不该任命命运的摆布 三分天命 七分打拼 历史上的成功者 大抵都是用这样的话 激励自己告诫世人 遗憾的是 成功的毕竟是少数 很多人只能沦为 成功者脚下的事故 对很多努力一生 最后却草草收场的人来说 这很残酷 可是 老天给的高位数量 真的非常有限 失败者除了任命 似乎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或许 正因为这般 人们发明了 知足常乐 这个寓意十足的词汇 来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 文星辰认命了 很早之前 他就已经认命了 以前真不姓名 有能力的人 往往比较自负 我自负过 不过后来我发现 我真的 扛不过天命 文星辰站起来 将茶水倒掉 又起了杯 热气腾腾的新茶 递给叶宁天 一个健康的文星辰 对你而言 并不是什么好事 这个世界上 最了解自己的人 永远都是自己 如果我健健康康 绝不会任由万济堂 成为你的战利品 我会将任何 寄予万济堂的势力 撕得粉碎 你绝对不会是我的对手 叶灵天接过了茶水 对文星辰双冷一笑 从你的眼神 我看得出来 你非常可怕 说实话 我有些忒然 如果能跟你交手 我像我的潜能 还会进一步的开发的 可怕的人不只是我 天雪不差 解压抑的脑子 更是好使 你前面的路并不好走 尽兴的是 这两个天资卓越的人 似乎都跟你 或多或少 有感情方面的牵扯 文星辰喝了口茶水 正正脸色 沉盛地说道 我希望万济堂 你妥善处置 还要跟你说一声抱歉 文文如果没有 驾驭万济堂的实力 他会在这次动荡中 粉身碎骨 我想这个问题 应该不需要我的提醒 叶宁天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闭上眼睛 缓缓言道 我暂时不具备 介入万济堂内乱的实力 但我保证 如果文文失败 我会提供可靠的落脚点的 希望结果不会太糟糕吧 文星辰吐了口长气 台湾看了看时间 轻声地说道 很晚了 早些休息 明天维克多 还要过来拜访你 跟阿尔贝斯 异能联盟的大长老打交道 真心要多长个心眼 因为远身药业 从某些方面来说 跟我们的境遇 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我们都非常脆弱 时间对我们来说 一样宝贵 时间确实很晚了 回到房间 跟文星辰告别之后 以灵天将炼制 焚精丹的材料整理出来 天即将放亮 作为焚精丹的主料 冰天焚精盒很稀缺 如果炼制失败 要想再寻这玩意儿 恐怕又要多费周折 刚才在文星辰房间的那一幕 以灵天还是有些后怕的 以后啊 不管是炼丹 还是治病救人 都要悠着点 这条小命 真经不起折腾 将真气运转了一周天 兰帕德就急匆匆上楼 以灵天用屁股想想都知道 应该是维克多到了 各下 阿尔卑斯艺能联盟大长老维克多 在客厅等你 兰帕德有些紧张 这是他第一次 跟艺能组织的人碰头 并且一碰头 就是大老级别的 嗯 我知道 以灵天朝着兰帕德的胸口 吹了一圈 笑着说道 诶 淡定点 这伙只是个大长老 又不是阿尔卑斯艺能联盟的首领 瞧把你紧张的 第799集 尊敬的阁下 大长老的级别不低了 兰帕德 看向艺灵天的谋中 全是崇拜 在知道世上 还有艺能和舞者的时候 我做梦都想不到 这么快就会碰到 隐秘水利的大人物啊 现在 这验证了我们而进了水利 我们是钱力国 叶灵天边走边说 美国艺能战队和阿尔卑斯艺能联盟 在这个地方狭路相逢 我们如果不在 利物浦补充点水利 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了 南帕德身上的血 立马就沸腾了 凑到叶灵天的身前 悄声地说道 尊敬的阁下 利物浦 集中了欧洲最顶尖的科学家 如果我们能从中 获取一些技术 远身药液 受益匪浅 目前 显然我们在 利物浦的力量 连围观的资格都没有 我已经跟玛丽说了 叶灵天冲兰帕德摆了摆手 推开了会合室的门 就见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家伙 正端着咖啡 看向了阿尔博特码头 尊敬的叶先生 我来得有点早了 维克多转过身来 对叶灵天微微一笑 叶灵天跟维克多握了握手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将维克多打亮了好几眼 笑道 确实来早了 现在是早餐时间 如果维克多先生还没吃早餐 可以尝尝天上的果实 我在车上已经吃过了面包了 如果叶先生还没有用早餐 咱们可以边吃边谈 情况非常紧急 据可靠情报 美国已能战队的精英 已经赶到立物铺住店 以防万一 半个小时前 我又争掉了一些人手 下午赶到 维克多喝了口热气腾腾的咖啡 想到目前的局势脸色很是阴语 叶灵天耸了耸肩膀 对于大长老维克多的安排表示遗憾 你们的情报系统 真的让人不敢恭维啊 到现在情报才反馈过来 如果我是美国已能的联盟头啊 阿尔卑斯已能联盟的员兵 刚到机场 我就会展开攻击 先将你们吞了 维克多一愣 摇头笑道 清醒啊 你不是美国已能战队的头啊 此外 立物铺可是我们的地盘 他们要做的不是主动出击 而是先潜伏官场 闹这么大动静 出动如此之多的精英 他们的目的可不仅仅是 立伯特呀 他们可能还想站着 佐古拉家族那个小家伙 夜明天点燃了一根香烟 脸色沉了下来 胃口确实很大 看来美国已能战队 真的要跟阿尔卑斯 一能联盟开战了呀 维克多想到这些年 美国已能相处的种种 某种全是分开 西北边船战争就已经开始 如果不是他们同道子 古利特小组不会全军覆没 他们纵然战斗力不强 但是直行任务的效率最高 按照先前的规划 我们打算将他们弄到总部 做战术指挥教官 特别是古利特 他在指挥方面的天赋很强的 叶灵天完全赞同维克多的观点 打断了滔滔不绝的维克多 纵然在西北边陲我们是对头 绝不得不承认 古利特小组是比较出彩的一支力量 恒河的那些所谓战士 连幼儿园都没闭眼 所以你们的情报系统 必须为西北边陲的行动 做深刻的检讨 当然作为高层 你们的表现也达失水准 李伯特遭炉事件 根本不该发生 既然预料到美国艺能战队 可能会对他下手 利物谱分布的人马 不该铲弱的可怜的 维克多叹了口气 言语间多少有些无奈 尊敬的叶先生 如果我说现在 阿尔卑斯艺能联盟高层 还又认为美国艺能战队 和阿尔卑斯艺能联盟的友谊 坚不可摧 您相信吗 这非常正常 我们华夏有句俗语 林子大了 啥鸟都有 但是维克多先生 请你永远记住你的身份 你是阿尔卑斯艺能联盟的大长老 当史官组织命运的方向问题 出现重大分歧时 抛弃那些所谓的民主独裁 是你必须果断采取的措施 叶灵天 丢给了维克多一根香烟 冷声地说道 大方向上差了一分 就是万劫不复 华夏武门已经硝烟四季了 这意味着什么 维克多先生比我清楚 华夏武门世界一旦乱起来 义能世界要想独闪起身 绝无可能 西方义能势力肯定会被拖下水 当然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 西方义能势力 甚至已经先与了华夏武门先乱起来 这些年 美国义能战队实力大幅飙升 他们早就不甘心隐秘世界的规则 还有排序 内心深处 恐怕已经将自己当成了西方世界的老大了 阿尔卑斯义能联盟绝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 如果欧洲的义能组织跟世俗官方一样 为美利坚 马首是瞻 平衡一旦打破 对阿尔卑斯民族是一场灾难 叶先生的话 我一定铭记在心 维克多冲着叶灵天点头直线 紧跟着说道 可的话 我们就不说了 现在 来谈谈合作的问题 谈合作之前 我要先知道 李伯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你们的情报系统不是吃白饭的 肯定对我的性格进行过分析 别人都欺负到头上了 还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 甚至 可能是一场灾难 叶灵天对维克多淡淡一笑 当然 在一定程度上 这也代表了 阿尔卑斯已能联盟合作的诚意 好吧 叶先生 这跟西北边陲的事有关 维克多双手按在桌子上 对叶灵天栩栩言道 在华夏坠落的那些陨石 在北极出现过 纵然我们在华夏没得到 可在北极得到了 经过组织的科研人员研究 发现那里面有一种物质 可以制造超级武器的物质 而这些物质 恰恰跟次原子有关 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讯息 完全有理由相信 如果这种激光武器一旦出现 不管是它的射速 还是杀伤力 都超过想象 在一定程度上 它的出现会重新规划 世俗和隐秘视力的分界线 子弹对一旦没有太大的生命威胁 这玩意一定行 纵观整个世界 在次原子领域水准最高的人 毫无疑问是利波特 他要制造这种武器的实力 我们发现了 美国已能站队 对他更感兴趣 激光武器 一临天见过 吉野亚依在天津游家大院 就用那玩意儿 将天血玩的是不要不要的 若费达命大 依照吉野亚依的脾气 天血即便保住性命 也得脱下几层皮 考虑到次原子领域里 里波特的权威地位 次原子武器 里波特只要用心 造出来难度不是太大 那么隐秘势力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异能或者武者 抵御不了核武器 可隐秘势力 对核武器并没有多大恐惧 因为这玩意儿 真丢出来大家都遭殃 可自原子武器 副作用不大 叶宁天摸着下巴 对美国异能战队的高层 很是无语 我看他们是脑子抽筋了 这种武器真出来 官方将口一转 立马将异能灭了 官方永远都不允许 超脱统治规则的势力存在 即便异能比起华夏武门 收敛许多 可依然跟现代文明不搭调的 维克多双手捧着咖啡 脸色凝肿下来 尊敬的叶先生 他们已经被利益蒙蔽住了双眼了 根本不可能看到潜伏的巨大危机 不过科学是发展的 社会是进步的 即便利波特不制造 相信要不了多久 也会被其他的人折腾出来 即使危机依然存在 物竟天则是者生存 唯有不乱的强大才是王道 不过 提升实力的同时 隐秘势力的规则也要变的时候 隐秘势力是民族利益的守护者 这个理念太落后了 我们代表的是规则 是公平正义 我们伤了人 也要受到规则制裁 甚至说 在规则面前 我们没有任何的特权 纵然隐秘组织 都将这一条写在章程里 可真能做到的 还是少数的 叶灵天盯着维克多 湛蓝的眼眸 微微一笑 维克多长老 是不是要说我太天真了 维克多跟叶灵天对视了老大一会儿 方才言道 如果隐秘组织 不再是各个民族第一的守护者 要做到其实很难 经济全球化 不代表民族一统化 相反 会让各个民族的发展和延续 更复生计 民族多了自然就有私利 也有矛盾 如此难以做到公平公正 维克多长老说的问题 我不知道该怎么辩驳 我只知道 不管异能还是武者 都是有私利的人 为什么比普通人朝前走一步呢 即便后来事实证明我是错的 至少我也做过尝试了 叶灵天看向窗外 静静地言道 如果没有一个向往的统一目标 争斗就无休无止 与其内好 不如跟那些渣渣斗 纵然我先前隶属世俗 相对于华夏 我们还是异能组织 为世俗做了不少好事 可是你们呢 因为民众做了多少 维克多一愣 万万想不到叶灵天嘴里 会蹦出这样的话语 他想了想回道 孙杰的叶先生 我怀疑我是做梦 你不该是这样的人 叶灵天将香烟暗灭 很是懒散地靠在椅子上 照维克多长老的意思 我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维克多摇了摇头 先前我们认为 对你了解非常清楚 现在方才发现 我们从未了解过你 尊敬的叶先生 个人认为 你的想法有些天真 但是我喜欢 确切地说 我跟首领都很喜欢 其实这些年来 阿尔贝斯艺能联邦 一直尝试让做 遗憾的是 回应很少 回应少是因为力度不大 是因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是大家从未想过 做什么改变 叶灵天活动活动手腕 冷笑了一声 要变革自然会有牺牲 打乱有大志 等大家都拼得差不多 扫垃圾的时候也到了 维克多先生 阿尔贝斯艺能联盟 愿意跟我一起扫垃圾吗 维克多松了松肩膀 无奈地说道 尊敬的叶先生 我个人对你的观点 非常欣赏 但你应该清楚 我并不是 阿尔贝斯艺能联盟的首领 在张老会议中 也只有一票 所以这个问题 我暂时无法回答 我相信 我们建立起合作之后 再将方向问题 摆在桌面上比较合适 您可看到了 美国艺能战队 咄咄逼人 利物浦的形势 非常不乐观 我们没有精力 也没有心情像其他的 我看到了您的诚意 维克多先生 叶灵天抬了他眼皮 对维克多笑道 阿尔贝斯艺能联盟 对李波特的做法 个人比较满意 以前这么做是对的 现在已经不合时宜了 远身药业的科技实力 要强于阿尔贝斯艺能联盟 凭借我跟李波特 身后的友谊 他也愿意助我一臂之力 所以 李波特我要了 如果新武器 研制成功 远身药业跟 阿尔贝斯艺能联盟 共享 既然要合作 那咱们 先从科技开始吧 维克多 维克多 摊了摊双手 叶先生真是一个慷慨的人 首领在我离开的时候 告诉我 叶先生是 阿尔贝斯艺能联盟的朋友 利物浦 是阿尔贝斯艺能联盟的 势力范围 我没有责任 保护 叶先生 以 朋友的人身安全 考虑到叶先生 是黑棋军的战皇 在战术指挥方面 才华横移 阿尔贝斯艺能联盟的 高阶艺能战队 你也具有一定的指挥权 甚至全部的指挥权 一临天 冲维克多 伸出了大手笑道 维克多先生 这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如果 利物浦之战 我们取得胜利 我们双方有责任 有义务 将这种良好的伙伴关系 维持下去 如果情绪 需要我们加深友谊 华下我们 世界很危险 阿尔贝斯艺能战队联盟 战士愿意过来帮帮忙 我想远身耀眼 可你也会在 阿尔贝斯艺能联盟 遇到麻烦的时候 轻力相处的 维克多 哈哈一笑 盯着叶灵天的眼眸 一字一句地问道 心爱的叶 你确定 你刚才是代表 远身耀业吗 我一直都是 远身耀业的幕后老板 具体事务 我不负责 大方向 永远我说了算 请不要怀疑 我在属下面前的危险 远身耀业 也讲民主 特殊情况下 他非常集中 叶灵天觉得自己说的是一句废话 远身耀业的凝聚力 根本不需要怀疑 亲爱的爷 我认为天杀奋簿 应该为我在这里留几个房间 这些战士的资料 你是要掌握的 对方的信息 你也应该了解 维克多这般说着 走向一边 将一个黑色的包 递给了叶灵天 陈生地说道 这台军用笔记本 只从阿尔卑斯 异能联盟情报系统高层 叶先生 尽快梳洗一下 叶灵天咽了狗唾沫 维克多长老 你这步伐 卖得有些快啊 沙迪啊 我并不是一个 严格意义上的 军事指挥者 这批战士交到我手里 战斗力会大大折扣 只有全权交给你 第五谱之战 才有完胜的希望 如果能够做个 甩手掌柜 喝乐而不为难 维克多笑得很奸化 战化客下 让美国一能战队 吃掉苦刀 只有鲜血 才会让他们知道 自己的位置 阿尔卑斯是一个 爱好和平的民族 也是一个战斗的民族 叶灵天 将包里的军用笔记本 打开 插上U盘的时候 挠挠头说道 有件事我还是不明白 你们似乎对我太信任了 暂时远身药业 表现出来的实力 还不足以 让阿尔卑斯 艺能联盟 和远身药业 结成战略同盟的 远身药业 是不行 你小子上面 这人猛啊 维克多 善笑两声 亲爱的燕 阿尔卑斯人的目光 像你在 沿船的导弹一样精准 你是潜力骨 火针架石的潜力骨 你刚才的观点 完全证明了我的判断 如果没有打破规则的底气 您这么谨慎的人 会将一些话说得出口吗 可能现在 远身药业比较困难 谁都有困难的时候 花下有句 孤语好像是这么说的 今上听话 不如雪中送他 阿尔卑斯已能联盟 现在就是他 我已经送过来了 休息去吧 老伙计 下面是我表演的时间 告诉战士们 不要朝利物谱跑了 天上分布 很宽敞地住得下 如此 也便于管理 咱们临阵某某枪 不快也鲜亮 叶临天 抽出了一根香烟 叼在了嘴里 那就辛苦 叶先生了 我对黑棋军的战术 非常清白 维克多 这般说着就出了门 他这次过来 带来的高阶 艺能战士 确实不少 兰帕德 给这些家伙 安排住所 是心里犯嘀咕 如果这些家伙 是真心诚意 过来帮忙还好 如果玩个花花 天上 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呢 作为 利物谱分布的 负责人 他觉得很有必要 替叶临天 提个醒 可叶临天的回答 让兰帕德 有些发懵 叶临天的原话 是这样的 亲爱的维克多 利物谱 分布除了通讯 在阿尔卑斯 艺能联盟眼里 没有秘密 与些藏着掖着 不如 敞开怀抱 放他们进来 从艺能战士的反应 我们可以分析出 阿尔卑斯艺能联盟 合作的诚意 最重要的是 你不觉得 做一群高级艺能的教官 非常美妙吗 做一群 强大的艺能战士的教官 老天爷 我行吗 兰帕德心里打鼓 当然 这种不自信 他不会在 叶临天面前表现出来 既然这话 从叶临天嘴里出去 就是军令 兰帕德 就接力完成 从现在开始 利物谱 已经进入战备状态 因为不久之后 这里将爆发一场 隐秘势力之间的战争 或许这场战斗 规模不大 却集中了 阿尔卑斯艺能联盟 和美国艺能战队 部分的精英 这场战斗的意义 非常深远 想到战斗的意义 兰帕德浑身热血沸腾 作为利物谱分布的负责人 他要跟着阁下 打一场 笑飘亮亮的仗 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 叶宁天绝不会想到 此行的意义 会如此深远 更想不到 利物谱的形势 如此严峻 他在会议室一座 就是老半天 甚至午饭 都是兰帕德送来的 叶宁天也不会让 文星辰闲着 万济堂的掌舵人 是不折不扣的天才 他在一些方面 给出的建议 以及他的知觉 在一定程度上 会影响叶宁天的抉择 于是 两人就窝在会议室 结合阿尔卑斯 异能联盟 情报系统 给出的数据 对这些异能战士的战力 进行初步分析 接下来 这些异能战士 重新编组 顺带着 谈论对方 从哪下手 下午时分 忙得也差不多了 文星辰捧着茶杯 对叶宁天 微微一笑 美国异能联盟 如何下手 怎么下手 我们讨论了 四个五个小时 不过 我们似乎遗漏了什么 叶宁天从烟河里 抽出了一根红塔衫 干脆利索地说道 魅影 是的 文星辰 如葱的预纸 在桌子上画着圈 没看叶宁天的眼睛 西北边陲那次的行动 如果不是因为你 万济堂的情报系统 不会有兴趣 结果细细一查 方才发现 除你以外 还有一股 不断强大的神秘力量 正一步步 从黑暗中走出来 我们不能忽视 这股力量 利物浦之战 他们肯定会参与 遗憾的是 他们的隐匿能力 太强了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点点的踪迹 如果我们打得如火如荼 魅影从后面 插一杆子 那可真是非常的悲催了 叶灵天狠狠抽了口香烟 想到最近这段时间 魅影的表现 静静言道 魅影却是一改先前的风范 缓缓揭开了免杀 这个过程 他们表现出来的组织性 和纪律性 让人太难为观止 到目前为止 但凡魅影参与的行动 他们都是受益者 李波特的价值 专注科学技术的魅影 不可能看不到 他们手里也有陨石 所以肯定在暗处 盯着局势 只要射击一道 立即出手 捞了好处 再销声匿迹的 跟魅影 我没有打过交道 不过叶先生 跟他们有往来 既然知道 他们要下手 就要思考 如何应对 文星辰 飘了夜灵天眼 提醒着说道 对尚未者来说 情感不是一切 作为成功的统帅 永远不会感情用事 六谱之战 我想 你们很难达成 合作异想 李波特制造的武器 杀伤力太大 你也不会把 卡纳瓦罗的儿子 送到魅影 让他们当成 小白鼠去研究 这次 立物谱之战 会是这个丫头 领先主演吗 恐怕一定是她吧 如果换了其他人 恐怕对 李波特已经下手 她在等待时机 一锅端的时机 夜灵天揉着太阳穴 将军用笔记本 合上头有些大了 我们在明 人家在暗 加强防备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 将他们给引出来 与此同时 远身药业 也要做好防范工作 最好 跟天学联系一下 你们在阎川 合作得非常愉快 这点小忙 他应该会帮 万济堂 自顾不暇 抽不出力量 继续充当保护伞了 文清晨 凝着眉头 摇头苦笑 有些事 就是不能想 想起来 就胆战心惊 夜灵天 你通往理想的道路 真是如履薄冰啊 如果不是运气好 年前就被人干掉了 夜灵天黑着脸 言语间有些烦躁 那不是运气 是实力 好了 赶紧打电话吧 文清晨站了起来 对着靠在椅子上的 夜灵天说道 天学也不是省油的灯 有些东西 还是不要让他知道的好 有时候我觉得 你们之间的关系 非常有趣 关系很正常 五门与五门之间 经常玩 夜灵天掏出手机 对着显示屏 静静言道 斗儿不破 低雾浦时间是下午 天经时间是早晨 天学穿着睡衣 用完早餐 刚到书房 电话就响了 天学接过电话一看 笑了 叶先生 一大早就打电话过来 有什么吩咐啊 夜灵天 倾刻一声 赶紧说道 天学长老 您别开玩笑了 我哪敢吩咐您啊 不吩咐我 我想你这个电话 也不会打 无事不登三宝殿 一直都是你的风范 天学擦着碧海青天剑 震了震脸色 是不是在欧洲那边 遇到了麻烦 千万别告诉我 你跟西方 一能打起来了 我可告诉你 如果真的这般 我这边 绝不抽出人手来 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夜灵天把卡纳瓦罗的事 简历的叙述了一遍 笑道 显然这次啊 我惹的麻烦也不小 跟吸血鬼杠上了 从盐川回来后 对静海 天学还是非常关注的 也清楚夜灵天 和万几趟人去了欧洲 只是没想到 卡纳瓦罗的麻烦 竟然是这个 吸血鬼和人 老天 什么乱七八糟的 都让夜灵天给摊上了 天学擦肩的手 直发抖着 你 确定没有跟我开玩笑 卡纳瓦罗 和伊莎贝拉 有了孩子 纵然听起来难以置信 不过却是 提一般的事实 夜灵天 甘笑两声 所以啊 这次任务 总得来说啊 还是比较重的 由此引发的麻烦 肯定不少 如果你那边 人手足的话 能不能抽点人马 到远身药业帮忙啊 如果我在这边 闹腾的风生水起 一不小心 老窝被人端了 那太被催了呀 天学想了想 点点头说道 这个没多大的问题 正好欢欢师姐 过两天 要去远身药业 我让她提前出发 多带些人手 真是太谢谢你了 夜灵天一脸感激 你帮我这个忙 我以后啊 定然是种种仇献 将天造丹 炼制出来就可以了 天学想了想 好胜地说道 英格兰 不是华夏五门的地盘 我们的情报部门 在那边平时 都不敢露面 你要小心一点 即便有万级堂的人 相助 异能的斗士们 只要出山 你除了死 别无选择 华月 这个天学 不能说点好听的吗 夜灵天嘴角一哆嗦 老大 个人觉得 你这不是提醒 是恐吓啊 随你怎么想 保持联系 天学挂掉电话 想到阎川发生了种种 悠悠的她的口气 我们的事 还没有彻底处理完 又招惹了吸血鬼 都什么事 将碧海青天剑 插回了锦鞘 她准备出门 突然想起了什么 犹豫了许久之后 拨通了师傅的电话 紫月正在御霄宫 密室里处理门内的事务 见天学打来电话 心情大好 严川行动 不仅兵不血刃 将小红门和金煞门 彻底碾碎 还带回了诸多的紫月 照着目前的态势发展 不久之后的纳兰夺朵 一定要比千年前更强的 小雪 年 你已经败过了 这次联系我 又出了什么事了 紫月笑得很是和蔼 师傅 咱们的情报系统 在欧洲那边 启动了吗 天雪深吸了一口长气 直接点名主题 我们在欧洲 还是安插了一些棋子的 不过古门的问题 我们暂时尚未解决 将触手伸到异能那边 也太早了 祖祖辈辈 付出那么多的心血 还不是等纳兰夺朵 重现人间吗 眼看着大济江城 紫月当然会给天雪 适当地提醒 现在动异能组织 超出了计划范畴 师傅 我想跟英格兰那边的 情报主管联系一下 有些私事要处理 天雪小心翼翼地说道 可以吗 私事 紫月猝着眉头 小雪 为了私事联系情报主管 这 这私事 很重要 师父 很重要 天雪咬着红唇 小手因为紧张 而略在颤抖 可以吗 当然可以 不过你也清楚 在欧洲安查的棋子 耗费了我们很大的心血 使用起来 一定要谨慎 紫月 打开笔记本电脑 查上优盘 调出了一系列资料 以加密方式 发给了天雪 这是欧洲和美洲 咱们情报主管的 所有资料 是机密中的机密 我不问你的私事是什么 但请你记住 你的肩膀 有一统天下的重任 全部资料 天雪浑身一颤 赶紧说道 师父 你就不怕我 如果连你都不相信 我还能信谁 严川行动 如果我是你 做不到 兵不血刃 紫月 谋中尽是欣慰 轻轻地言道 你的领导能力 比我要强太多太多 反正这些东西 最后全部要移交给你 早一些 晚一些 没有区别 等到时机成熟 玉霄公所有的力量 也都交到你的手里 那个时候 你就会明白 玉霄公千年的积累 有多么强 天雪深吸了一口长气 对紫云说道 师父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一定不会的 不过现在是假期 大家都在休息 你也不要太忙 一年就这两天空闲 自小女玩乐的时间就少 放松放松 对来年你的工作 大有好处 人哪 神经也不要绷得太紧 天雪点头清笑 谢谢师父提醒 不过 你也要注意休息 有你这句话 算休息了 紫云喝了口茶水 眸中流过了几次慈爱 我忙了 玉霄公交到你的手里时 我可不想你心里说 这是一个烂摊子 挂断电话后 紫云觉得天雪反常 什么私事让她动用 潜伏的重要妻子 这不是天雪的性格呀 不过她并不打算 就此询问天雪 即将联系的妻子 现在的天雪 还不是纳兰多多 如果她彻底恢复记忆 知道自己打探她的私事 后果会非常严重 大人物的 第801集 天雪将加密优盘给抽了出来 接受讯息之后 倒腾老大一会儿 终于跟对方连上了线了 我是天雪 这是天雪第一次 跟玉霄公隐秘势力接触 有些紧张 天雪吗 对方愣了老大一会儿 方才用生性的花下鱼硬刀 她比天雪还要紧张 尊敬的天雪阁下 请问你有什么吩咐吗 佐古拉家族的资料 你有吗 天雪推开窗户 让自己的语调 尽量显得平稳 不是特别多 吸血鬼家族 不是我们调查的主要目标 如果天雪阁下需要 我将佐古拉家族 所有的资料发给您 如果政策有变化 我让人将手里的工作 全部放下 专注调查 佐古拉家族 不 还是专注于艺能组织 对了 最近 阿尔贝斯艺能联盟 有什么动向 天雪将手机放到左手 右手在笔记本电脑键盘上 一阵的舞动 随后问道 美国艺能战队 和阿尔贝斯艺能战队 联盟的战斗 一触即发 阿尔贝斯 艺能联盟打仗了维克多 亲自率领 精兵强将 将到达利物部 驻在阿尔伯特项66号 那里是天杀利物部分部 对方顿了一下 很严肃地说道 根据前几次华夏 传过来的讯息 我敢断定 原神药业和 阿尔贝斯艺能联盟 暗中达成了某种协议了 美国艺能战队 跟阿尔贝斯艺能联盟 要开战 叶灵天还跟 阿尔贝斯艺能联盟 达成了合作协议 这信息太劲爆了 天雪 搓搓眉头 想了一会儿说道 消息属实吗 尊敬的天雪阁下 我们世世代代 潜伏在英格兰 如果还不能将 最准确的消息 传达给玉孝共 我们存在 没有任何意义 对方向道 世世代代的付出艰辛 静静地延导 迄今为止 华夏的武者势力 还从未跟 异能组织 结成同盟的先例啊 天雪 为叶灵天 松了口气的同时 也非常地好奇 阿尔贝斯 异能联盟 怎么会看上 远深药业的 远深药业的实力 并不强啊 尊敬的天雪阁下 我想可能是 叶灵天的迅速崛起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此外 还有远深药业的 科技实力 我认为 远深药业在某些领域 走到了世界前列 天雪 向到严川行动 远深药业超乎 寻常的监控技术 点点头说道 远深药业的 科技实力 确实很强 前几天 我切身领悟到了 尊敬的天雪阁下 个人认为 与孝共以后的发展 必须格外重视科技 此次 美国艺能战队 和阿尔卑斯艺能联盟交战 导火索 就是利伯特 能让他们不惜 撕破脸皮 利伯特身上 肯定有重大的秘密 考虑到他 顶级物理学家的地位 以及 最近艺能组织 非常关注陨石 我推断 利伯特具备 制造超级兵器的可能 超级兵器 天雪 簇簇态眉 很是不解 具体点 普通的强制弹药 射速和杀伤力 对斗士和高级物质 构不成威胁 但超级武器可以 对方的声音冷了下来 忧心忡忡地说道 如果这种武器出现 对异能和武者的 生存地位 将会构成 重大的威胁 隐秘势力 先前没有阻止 核武器的诞生 是因为 核武器的杀伤面积太大 可这一次 阿尔贝斯以能联盟 对利伯特的关注 有些过头了 天雪 当然可以 既然掌门将我的资料 交给了你 现在 你就是我的顶头圣子 对方 理所应当地说道 发动所有的力量 关注 利武谱的风吹草动 从现在开始 即便没有十足的把握 都要汇报 即便仅仅是你的推测 明白吗 天雪 声音冷了下来 说道 我会将这个情报 转达给师父 你做得非常好 谢谢天雪阁下的夸奖 能让您满意 是我的荣耀 个人认为 李伯特是个祸患 应该除掉 如果天雪阁下同意 必须从御小公 抽掉精英 现在利物谱 高杰一能一块砖头 都能砸死好几个 搜集情报 我们可以 动手 我们无异于事 自去灭亡啊 我会考虑 天雪 将小手放在 碧海青天剑上 手指有规律地 在剑锹打着节奏 到时去的人 会跟你联系 好的 尊敬的天雪阁下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 对方正准备挂断电话 突然想到了什么 赶紧补充他 对了 阁下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情报 当然 情报的身为 有待验证 因为他非常扯 不过 将阿尔贝斯 已能联盟入处 天上分布的情报 结合起来看 这个来自 世俗的小道消息 似乎 有一点合理性的 说说看 李伯特 跟叶灵天 有私交 并且 李伯特的取向 很有问题 在洞穴酒吧 他对叶灵天 公开示爱了 天雪 翘面是一阵抖动 眼前是 惺惺之貌啊 一个大老爷们 对叶灵天 公开示爱 这 这太扯了 见他老半天 没有吭声 英格兰情报 负责人 自己也笑了 尊敬的客戈 这条情报 非常荒诞 不过 甚至李伯特 的人生经历 向上追溯 还是有可能的 李伯特和 舍密斯 同在 牛津大学任教 而叶灵天 曾经因为 阻止了一次 恐怖袭击 出现在 牛津大学校园 李伯特 到现在还单身 如果那时 叶灵天救过他 指不定 李伯特真的是 第二个徒灵啊 别说了 天雪 满头黑下 我对这样的情报 不感兴趣 你直接告诉我 他跟叶灵天的 关系匪浅 就可以了 对不起 尊敬的歌响 可能是 很久没有 和宇娇公 接触过来 再加上 我的性格是 冒犯了你 我以后 一定改 最好改改 我希望 我的下属 不要在我的面前 扯东扯西 天雪对着话筒 含着脸说道 继续努力 等华夏这边的事情 处理完毕 目标 转向西方 我会重用你 尊敬的歌下 我一直盼望 这一天的到来的 谢谢你为 玉霄公所做的一切 玉霄公大计完成的那一天 功劳博上 肯定会有你的名字 天雪 说完以后 挂断电话 想到李波特 和叶灵天之间的绯闻 身上支掉鸡皮疙瘩 男女通知啊 这个叶灵天 搞什么鬼 平静老大了一会儿 她才静下心来 看看佐古拉家族的资料 又抽手 吸血鬼家族的历史 脸色更不好看了 她阴沉着脸 给自己倒了杯水 拨通了欢欢的号码 想了想将号码删掉 又拨通了马梅的电话 眼神右眼 我们的钉子还在吗 马梅点点头说道 还在 不过根据您的吩咐 最近的情报 她都没有汇报 每隔一段时间汇报一次 越详细越好 我对他们现在 到底在做什么 非常感兴趣 与此同时 开始搜查 远山药业的秘密基地 方向定位在 腾哥里沙漠国境边缘 天雪 严谨一概地说道 是 对远山药业感兴趣的 不只是天雪 同一时间 利物浦郊外的某栋别墅 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 缓缓停下 身穿粉红色和服的 吉野亚依从车底下来 扭头看看四周 在利物浦负责人的引领下 进入了密室 会议桌上 一杯上号的蓝山咖啡 正冒着热气 吉野亚依刚端起咖啡 小心前三对 利物浦负责人使得个颜色 利物浦负责人 赶紧将收集到的讯息 一五一十地汇报过后 老老实实地站在一边 吉野亚依面无表情地看向 站在不远处的情报负责人 洞穴酒吧发生的事 是真的 尊敬了阁下 利物浦的这座城市非常重要 集中了组织的精兵墙墙 我们的情报没有水分 负责人小心翼翼地回答 哼 有趣 吉野亚依端起了咖啡 勉了一口 看这个节奏 李波特已经是叶灵天的掌中之物了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李波特对我们也很重要 孝心前三小声地说道 不不不 李波特对我们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的研究资料 吉野亚依靠在椅子上 每头凝成了一条线 我们在次元子领域的研究 并不亚于欧洲次元子研究中心 考虑到李波特的超凡才华 我只是推测他可能掌握了一些非常有用的数据 这些数据到手 李波特的价值就非常有限了 此外 李波特即便到了远深药业 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远深药业的科技实力 跟我们没有可比性 阁下所有的数据 已经也传输完毕了 刚才没来得及向您汇报 负责人沉声应道 好 干得漂亮 吉野亚依赞叹了一句 将空空的咖啡杯递给了小琴前三 远深药业 想要将这一块吃透 没有一年两年肯定是不行 科技方面差一步 就是差万里 远深药业对于我们科技领域的霸权 不构成任何影响 倒是那个小吸血鬼 他的价值要远远高于李波特 可是各下 不仅我们对那个小吸血鬼感兴趣 阿尔卑斯艺能联盟和美国艺能战队都对他感兴趣 更重要的是 他是卡纳瓦罗和伊莎贝拉的孩子 夜灵天肯定不允许我们将他的孩子弄去做实验的 小心前三静静看向吉野亚依 想想目前的局势忧心忡忡地说道 事情非常棘手 魅影这些年确实是有极大的提升 不过跟美国艺能战队和阿尔卑斯艺能联盟相比 地运相对不及 这集中体现在强者的欠缺 李悟普而今集中了阿尔卑斯艺能联盟和美国艺能战队的精兵强将 魅影要想将科尔迪索带到实验中心 难度非同一般 除了这些 小心前三还要考虑到夜灵天同卡纳瓦罗的关系 夜灵天飞到利物谱 十有八九是为了让卡纳瓦罗一家团聚 如果吉野亚依将科尔迪索带走 跟夜灵天之间的唯一连线可能就此断了 将冲好的咖啡递给吉野亚依 小心前三等待着吉野亚依的决定 如果我们要对科尔迪索动手 必须从基地争调高级战士 再攻击地上保持优势 至少也要立于不败之地 随格下应该跟大长老汇报一下 小金前三试探中问道 你觉得大长老会同意 吉野亚依问道 从她的性格判断可能醒不大 小金前三细声地回答 既然他不同意 汇报有何意义 吉野亚依飘了小金前三一眼 甜甜一笑 小金前三常常地松了一口气 可下我明白了 那我们放弃科尔迪索 我可没有说要放弃 吉野亚依把握着手指 我们等时机 美国异能战队绝对不会放过科尔迪索 阿尔卑斯异能战队 跟美国异能战队必有一战 等战局结束 我们的机会就到了 耐心地等吧 最终我们能否成功 从一定意义上说 取决于战场的惨烈程度 吉野亚依说到这里突然一愣 沉默了老大一会儿 他扭头对小金简三笑道 据说销魂已经到了利物浦 跟阿尔卑斯异能联盟的人 尝试再次接触 利物浦负责人浑身一颤 这个情报他不知道 小金简三朝负责人那边漂里眼 点点头道 已经初步锁定他的行踪 咱们怎么处理 还能怎么处理 这里是利物浦不是华夏 更不是都城市 吉野亚依拖着赛邦 露出了一个无比纯真的笑容 让我们的人代表他 跟阿尔卑斯异能联盟的人 仔细谈谈 说不定 会有不小的收获 小金前三迅速明白过来 如果照阁下的意思 我们只需要提供武器就可以了 提供可以干掉这些高层异能的武器 当然前提条件是牢牢控制个人 吉野亚依摇里摇头 有些烦闷 我们一五双修进展的还是有些慢 华夏武者发现不了我们的人造异能 可异能战士 却能准确分辨 他们是不是同一个种族的战士 如果能突破这一点 事情可太好办了 干掉一两个重要的人物 什么都结了 小金前三轻声地提醒道 在您的知道下 魅营这阶段的工作进展非常迅速 科技不是一蹴而就的 吉野亚依摁了一声 见小金前三忧心忡忡地看着他 笑眯眯地说道 你有问题吗 第802集 小金前三犹豫了一下 鼓足勇气 凑到吉野亚依的耳畔 悄声地说道 哥夏 确定要对科尔迪所动手吗 如果这般 应该叶灵天 吉野亚依有些不耐地看了他一眼 有些话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小金前三点了点头说道 我知道了 哥夏 知道了就去准备 动手的或许不是我们的人 但替代者 必须是我们自己的人 吉野亚依面无表情地说道 加重了自己人的分量 是 小金前三一头冷汗 匆匆地离开了会议室 利物扑负责人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他不敢坐 面前这位在魅影中可是出了名的狠辣角色 更重要的是 吉野亚依掌握的情报 他竟然不知道 难道 吉野亚依手底下的人情报能力超过了自己吗 吉野亚依拖着下巴 是以负责人坐下 尊敬的维尔托德先生 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 你想听吗 格夏琴说 维尔托德低着头 直觉告诉他 吉野亚依下敏的话 肯定不是好话 以前有一个小女孩 她以为自己的父亲被自己所爱的人杀了 所以她跳海 没想到被一个人恰巧给救了 遗憾的是 这个老家伙救下她 不是好心 而是为了实验 因为很多次人体再造 实验都失败了 可能这个女孩的怨念比较深 上帝可怜她 让她一直都活着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她都是完美的实验品 吉野亚依顿了一下 徐徐言道 于是这个女孩活了下来 后来这个女孩发现 那个老家伙最喜欢干的事 就是在云雨时 让这个女孩在旁边观看 后来她发现这个女孩的用处 似乎不仅于此 说到这里 吉野亚依盯着维尔托德的眼眸 一字一句地问道 你如此聪明 应该知道 这个女孩是谁了吧 维尔托德没敢看吉野亚依 摇里摇头说道 我不 我不知道 对 你肯定知道 那个女孩就是我 而那老家伙的云雨对象 就是小琴潜三 她的取向永远都飘忽不定呢 吉野亚依站了起来 走到维尔托德跟前 将他按在座位上 笑眯眯地说道 那个老家伙死了 我取代了他的位置 或许是进阶太快 卡西尔德对此非常的不满 他万万想不到 一个迅速崛起的吉野亚依 竟然将他揍得鼻青脸肿 顺利地坐上了二长老的位置 并且就在前两天 卡西尔德死在了情妇的床上 调查结果是心脏病突发 大长老对此表示怀疑 可他却没有任何的办法 你的人似乎也参与了调查 不是吗 这件事维尔托德知道 是他亲自下的命令 可调查结果显示 卡西尔德真的是心脏病突发 难道手下的人 维尔托德额头卯汉 颤声地说道 可下 刚才的话 我可以没听到吗 当然不可以 特意说给你听的 吉野亚依脸上的笑容 比先前更加的单纯 维尔托德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你认为你的生命 在组织里 比卡西尔德还重要吗 你以为你的能力比他还强 大长老 连卡西尔德都保不住 如何保得住你啊 维尔托德咽了口痛吗 没有吭声 你心里一定不服吧 因为魅影而今 之所以顺风顺水 是因为情报工作做得好 作为顶尖情报专家 你在组织内的地位不可撼动 作为大长老的左右手 你在他心中的分量 比卡西尔德重得多了 那我们谈点现实的 吉野亚依走到先前的位置 将一张照片从包里抽了出来 沿着桌面 推到了维尔托德的面前 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孩 她有一个疼爱她的母亲 她有一个做海员的父亲 现在这个做海员的父亲 就坐在我的对面 维尔托德脸色惨白 眸中全是不见 你是怎么查到的 你想说的 应该是大长老都不知道 你为什么会知道吧 吉野亚依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指着自己的心 因为这里伤得很重 正到七十已经不存在了 我看清了人心 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我可以忍受任何痛苦 一步步地 沿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从踏出四长老 寓所的那一刻起 我就开始留意高层的一举一动 所以才有了今日的成就 维尔托德 大长老的位置注定稳不了 如果你还跟着他 我保证你将一无所有 并且你会悲哀地发现 小秦遣三正式成为四长老 或者三长老的时候 你那可亲可敬的大长老 对此无能为力 维尔托德闭上了眼睛 他拂了 阁霞 我不会做背叛魅影的事情 也愿意让你做大长老的高位 先让他们过得平平静静的生活 好吗 大长老 不不不 这可不是我的目标 我的目标是要将魅影 当成自己的囊中之物 姬爷阿姨背负小手 冷冷地言道 我会将神龙剑手不剑尾的首领抓出来 把他淹死在马桶里 维尔托德深吸了一口长气 双手按在桌子上站起身来 颤声地说道 存记的阁下 维尔托德宣誓对您效忠 从我走进这间会议室 你就应该宣誓效忠 姬爷阿姨 飘了维尔托德一眼 推开窗户对着大海静静言道 不是因为我强大 而是因为我比魅影靠谱 至少效忠我的人都明白 我才是他们最好的首领 存记的阁下 我想成为第二个 小心前三 维尔托德公声地说道 看你的表现 姬爷阿姨转过身来 笑眯眯地说道 你现在可以让基地里的心腹 都动起来了 我对你提的第一个条件就是 大长老在我面前 一定必须比水晶还要透明 当然动作小一点 华夏有句古语很美 好像叫做润物戏无声 维尔托德摇摇牙 是 不要在我面前露出那副表情 在你决定对魅影隐瞒 有夫人和孩子的时候 就表示你并不对组织抱有多大的信心 对大长老也不怎么信任 从这一点看得出来 你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 当然在这些年间 你也从未因为组织 没对美国艺能战队下手 表露任何的不满 所以你坐到了目前的位置 可是我觉得你的位置 可比现在更高 吉野亚裔将咖啡杯递到了 维尔托德的面前 先任首领 以及大长老没有对 美国艺能战队 正式宣战的勇气和实力 吉野亚裔哦 这是你忠于我的理由之一 维尔托德呆呆看向吉野亚裔 觉得自己以前 对吉野亚裔的认知完全错误 如果他真能帮自己实现梦想 那么跟着他走 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 当然从目前的态势来看 他也没有选择 谢谢各下 我将为您尽心尽力 吉野亚裔如此了解自己 如果跟着这样的上司走 未来的路似乎 要比现在好走得多 谢别人不如谢自己 吉野亚裔对着湛蓝的大海 看着远处一望无银的大海 低声地言道 如果不是你有价值 我会像杀了索洛斯那样杀了你 在这个世界上 人归根究底 都要靠自己 从维尔托德的手中 接过香喷喷的咖啡 吉野亚裔对着略有些冷清的海风 意味深长地看向他 我的人总有百分之百 把握做掉销魂的人不多 当然他们也不在这里 你当不能迅速地 调一个放心牢靠的人过来 维尔托德点点头 我藏着一些高级战士 准确来说 这些人某种程度 不是防备外在势力 而是防备您的 这是大长老的命令 不过 我用的却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们就在礼物谱 那个老家伙 总做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卡西尔德都死了 还看不清楚形势吗 防我 就凭他的金粮 还能防得住谁 吉野亚裔将咖啡杯 从窗户狠狠地丢了下去 面色很不好看 什么破规矩 真正的强者首领掌控 让下面的人做这做那 当今世道 大战在即 手里这点孱弱的人手 能翻起来多大的浪花 形式保守 野心还太大 除了让长老更换的频率高一点 还有什么用处 对于吉野亚裔指数的 魅营目前的制度缺陷 威尔托德甚有感触 于是低声地劝道 可下息怒 只要您走到大长老的位置 手里的牌面 肯定要比现在枪的多 凭借您的心智 我相信最后首领终究是您 由此 下面自然也不会 再有抱怨的人了 二长老先前的那批人 彻底成为自己的人 也没有多大的功夫 倒是大长老这边 急不得 吉野亚裔甩了一下长发 陈生地说道 挑个实力最强的 把销魂送回老家 是 维尔托德快步离开了会议室 刚才我的情绪又不稳了 这个毛病必须改改 路很漫长 急不得 吉野亚裔吹着海风 一脸遗憾 这里的冬季的海风 太凉了 现在是冬季 海风自然凉 现在不是利物谱 最佳的旅游季 叶灵天能理解 文星辰为什么要打开车窗 吹海风了 他等不到 利物谱最好的世界 偷偷看了眼 对着海风沉思的女子 叶灵天心里叹息 在这个世界上 最悲哀的事情 莫过于明知道死亡即将来临 却无能为力 叶灵天很想对文星辰说 再让他试试 可这话 他也只能在心里说说 老天非常吝啬 留给自己尝试的时间和机会 真的是非常有限 还在想 怎么救我 文星辰冷不定地问道 不是 我在思考 如何面对小三 思考啊 他跟李波特接触的缘由 叶灵天浅浅一笑 叶先生在某些时候 是不是特别喜欢说谎 文星辰扭头看着叶灵天 叶灵天撇了撇嘴 对文星辰的判断非常不满 怎么说话呢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城市小狼君 文星辰将车窗关上 轻轻地言道 你对左古拉家族的印象还算不错 虽然他们是吸血鬼 不过在某些方面 表现得比人更加有人性 嗯 这个可不好说 见了面才知道 不过对吸血鬼 我真的非常期待 叶灵天想到 紧跟着要出现的场景 调侃着说道 这是我第一次坐下来 跟吸血鬼共进晚餐 希望自己啊 不要成为他们的食物 我也是 文星辰浅浅一叫 你准备晚上跟李波特摊牌 然后将他神不知鬼不觉的 送到远眩药业 叶灵天点了点头 嗯 其实我想对卡纳瓦罗的孩子 也这么干 就怕左古拉家族不同意啊 李波特还有一点点可能 卡纳瓦罗的孩子就免了 文星辰 醋了醋眉头 不过 想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非常难 鬼知道 美国艺能战队 设了多少埋伏 从维克多的表现来看 阿尔贝斯艺能联盟 利物浦分布的人 似乎也不怎么靠谱 纵然有跟 叶灵天结盟的强烈意愿 到达利物浦之后 维克多 没跟阿尔上老斯考特接通 这本身就非常不正常 叶灵天叼了根香烟塞进嘴里 笑眯眯地说道 在狡猾的湖里 也要露出尾巴的时候 我们现在 必须了解对方的确切战力 等等阿尔贝斯艺能联盟的情报吧 大战在即 如果连对方的真正战力都摸不清楚 这仗没法打 文星辰露出了一个明媚的笑容 深深看向叶灵天 我相信 如果战力相当 美国艺能战队会在你手里吃大亏 此刻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 如果我是美国艺能战队的领袖 该有多好 咱们在利物浦 杀个你死我活 痛痛快快 叶灵天着实没有想到 文星辰有这样的念头 叹了口气 我可不希望类似的剧情出现 输得一定是我 编剧啊不会傻得这么玩的 文星辰摇里摇头 真跟你交手 正果不好说 直觉告诉我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奸诈 奸诈到令人乏指 叶灵天黑着脸 对文星辰的评价非常不满 文小姐 如果你想赞美我 可以不使用奸诈这个词吗 我没有文化 也知道奸诈是贬义词 用聪明 比他好听多了 文星辰爽朗地笑了 聪明不足以表达我对你的赞美 叶灵天撇了撇嘴 还没张开口 就听文星辰接着说道 退仙之父地说 对于你这样的人 其实我并没有多大的好感 说实话 对你这样的人我也没什么好感 叶灵天这般说着 已经使劲了李波特的别墅 将车子缓缓停下 他接过刚才的话头说道 咱俩咱俩尿不到 咱俩不在一个杰作 你玩的宛约派 我呀敲的是战鼓 风马牛不相及 文星辰闭上了眼睛 深呼吸了一口长气 朝远处静静走来的李波特 飘了一眼 正此地说道 马上就要见到乔森了 我希望类似不经过大脑的话语 不要从你的嘴里冒出来 到目前为止 比起拉开架 是要吃人的美国异能战队 我们还没有与 佐古拉家族为恶的打算 吸血鬼的傲慢和高贵 是出了名的 如果你想让乔森 不屑地瞟你一眼 彻底跟你断绝沟通的可能 你大可以来一场 本色出演 效果定然非同反响 夜灵天面部肌肉一阵的抖动 看看西装革履的自己 增亮的皮鞋 想到情报表述的吸血鬼 那让人难以接受的秉性 还是有些信心不足 那个啊 咱们说正经的 待会儿一些礼节 你要多提醒 应酬的戏码 不是我的专业 这些问题 爱慕你的人会做 对西方的礼节 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文星辰打开了车门 对李波特露出了一个优雅的笑容 伸出了小手 尊敬的李波特先生 很高兴又一次见到你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美丽的温小姐 李波特朝站在大门口的 异能战士撇撇嘴 当然我的心情 还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要么我打算 去你们的宅所去接你们 该死的他们就是不同意 这是对我人权的见他 他们的表现还算不错 至少我们进门的时候 他们没有阻拦 文星辰朝那两名 已能战士看了一眼 叶灵天从车里出来 见到李波特 面色颇有些不自然 李波特为了不让 接下来的相处过程尴尬 眼神尽量不跟叶灵天对视 否则他相信 自己谋中的深情 会让叶灵天立马吐血的 爱情到来的时候 当事者要想控制 难度其实非常大 尊敬的叶先生 请 李波特做了个请的手势 嗯 好 已灵天竭力让自己冷静 毕竟待会还有事情 要跟李波特交代 他是玻璃 老子正常不就成了吗 自己长得帅 本人喜欢难免的 已灵天这般安慰自己 可还是不淡定啊 走进餐厅 看到吸血鬼乔森 他更不淡定了 大爷的 谁说吸血鬼 比人类贵族 还要注重礼仪啊 不远出那位的装扮 跟李仪能沾边吗 叶灵天看看自己 一身上下的打板 脑子都炸了 早知道面对的是 这样的货色 还准备个屁啊 搞得好像跟相亲似的 文星臣见叶灵天 投过来无比愤慨的目光 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 意思是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 吸血鬼确实都以贵族自诩 但人皆物 都有古典贵族的风韵 当然不能排除 另类出现的可能 一下被拉 都可以跟人类伤孩子 或许不走寻常路 一直都是 佐古拉家族 优良的传统 乔森 佐古拉 披散长发 穿着戳了好几个 破洞的牛仔裤 上身的机车服 将他凶壮的肌肉线条 勾勒出来 比传说中的飞车党还要飞啊 好吧 其实飞车党在出席这类场合的时候 最起码的表面工作还是要做做的 毕竟是到人家家里来做客 对方还是享誉国际的知名科学家 自己不要脸可以 至少要给朋友加点分吧 乔森见到叶灵天立马一哆嗦 李波特 作为伟大的科学家 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 也让血族受益匪浅 对李波特这类人物 乔森打心眼里钦佩 再加上 与李波特身后的友谊 乔森认为 唯有那种出类拔萃 欲中不同的人才 才配得上李波特的爱 哪里想叶灵天 跟情报中表现得全然不同啊 一点个性都没有 此外 长相更不敢恭维 乔森无法理解 李波特会爱上叶灵天 难道仅仅因为叶灵天能打 这里犹太荒谬了 血族比人类能打多了 更何况 叶灵天在隐世的势力中 乃是寂寂无名之辈 见乔森对叶灵天不敢冒 李波特生怕 他跟叶灵天闹个不愉快 于是 赶紧走到乔森跟前 悄声地说道 亲爱的乔森啊 刚才我跟你说的 你忘记了 乔森言语间 多少有些不难 我的老伙计 我怎么可能忘呢 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的爱人 太难看的 也会给予 这个家伙必要的帮助 当然 你的安全问题 也放在我身上 不过 在做这些事情之前 首先 你得将那两个 该死的异能战士 赶走 他们身上 洋溢的腐朽味道 让我胃部 真正地翻腾 你的朋友一到 我就跟 思考特弹 门口那两个 异能战士 除了给我添麻烦 还有什么有关 李波特 很感激地 对乔森笑了笑 拍拍他的肩膀 放弃你那 另类的审美观 有些人只是 接触过 方才明白 他的可敬 可爱之处 亲爱的李波特 我帮助他 并不意味着 要跟他做朋友 事实上 他根本不配 做我的朋友 由于 他是你的爱人 我才免为其难地 同意 坐在这里 乔森 不懈地 飘了夜灵天一眼 而后 语重心长地 告诫李波特 你不该爱上他 我亲爱的李波特 他配不上你 真的配不上 一个玻璃 和一个吸血鬼 勾搭脑袋 嘀嘀咕咕 交谈的问题 更是惊世骇俗 如此场面 着实罕见 文星辰 看得心里直发毛 凑到夜 夜灵天的身旁 压低声音说道 他们在说些什么 他们说什么 你听不到 文小姐 人与人相处的基础 是什么呀 不是真诚 是厚道 夜灵天黑着脸 考虑到这妞 也活不了多长时间来 不跟他一般见识 闭上眼睛 没好气地说道 不清楚 文星辰 诡异地笑了笑 撞撞夜灵天的肩膀 好了 不开你的玩笑了 看这个架势 李波特和乔森之间存在真正的友谊 所以你对李波特正常点 我可看得出来 乔森对你的第一印象非常不好 到时候鸡飞蛋打 再想跟佐古拉家族建立联系 但难度可就大了 老子对他的印象更不好 瞧他那副装吧 还好意思鄙视老子呀 夜灵天翻了个白眼 想到卡纳瓦罗又是一阵的无奈 个人认为 乔森打交道注定不是轻松活 为了兄弟 我尽力吧 再不轻松 也比先前好 昨天在密室 我们根本就找不到突破口 现在方向都出现了 一定要把握住 乔森这装扮 注定他这里的运转速率 不是特别高 所以 让你的奸诈 来得更猛烈些吧 文星辰指着自己的脑子 不理会浑身发抖的夜灵天 走到乔森跟前 伸出小手 露出一个优雅的笑容 尊敬的乔森先生 我是文星辰 非常高兴在这个夜晚认识你 对夜灵天不感冒 对文星辰乔森的印象 还是非常好的 只是他似乎并不擅长 跟女性沟通 犹豫了一下 方才伸出手 腼腆地笑了笑 从嘴里蹦出的话语 多少有些呆板 美丽的文小姐 能在这个夜晚跟你共进晚餐 是乔森 索古拉的荣耀 这几句话说的挺上刀的 夜灵天走到乔森跟前 伸出大手 嘴巴刚张开 哪里想乔森跟文星辰 打过招呼之后 竟然坐下了 夜灵天愣了老大一会儿 方才意识到 这不是错觉 这是事实 乔森连个正脸 都没给夜灵天留 竟是坐了下来 之外的说就是 他又一次被人 啊不 这次是被吸血鬼给无视了 我去你大爷的 夜灵天站在原地 很是尴尬 拍着良心说 今天他真不容易 向来不休篇幅的 他为了此次会面 西装革履就不提了 出门前 还将兰帕德专门叫过来 在礼仪方面 进行了为时半个钟头的突击 哪里想人家 压根不给他表现的机会 这 这都什么情节啊 文星辰咽了口唾沫 夜灵天为了这次的会面 做了准备 他是知道的 于是 看看李波特 又抽手夜灵天 从脸上挤出了一个 非常难看的笑容 凑到李波特的耳根 笑声地说道 乔森先生 真有个性 李波特 轻刻了一声 靠地道 夜灵天愣在园底 确实非常尴尬 赶紧过了园场 叶先生 乔森先生 纵然身在伤害 但却是一位画家 追求艺术巅峰的人性格 方面和与常人 总有不同 你别介意 玩艺术的人 都有些疯疯癫癫 玩艺术的吸血鬼 脑抽完全可以理解嘛 夜灵天 用如此理由安慰自己 其实他的真实想法是 毕竟是卡纳瓦罗的大舅子 为了兄弟以后的幸福 哥们这次忍了 我当然不会在意 我其实比较崇拜 搞艺术的人 对他们的行为 方式也很理解 当然前提条件是 他们啊 自己不恶心就成 夜灵天在位置上坐下 从嘴里蹦出的话语 又没经过大脑考虑 闻星辰一副额头 乔森浑身当即一沉 大爷的 我的行为方是恶心 你这无比恶心的俗物 早知道你是这样的货子 今天我就不该来 该死的李伯特 你的眼睛真瞎了 你就是爱上一只 沟渠里的老鼠 也比你强 乔森准备反击 却被李伯特 哀求的眼神制止了 我亲爱的老伙计啊 我好不容易 在家整了一顿 风声的晚餐 难道你要将这里 变成战场吗 一临听刚才的话 是有些过分 不过我也告诉过 你他的经历啊 对于有着 如此经历的人来说 你能奢望 他被人无视之后 做出多好的反应吗 李伯特凑到 乔森的耳畔 说着好话 嘴皮子都要破了 他的人生经历 在强大的血族面前 一文不知 乔森闭上了眼睛 颤抖的面部 挤出了一个 无比勉强的笑容 我亲爱的 我亲爱的李伯特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忍了 不过抽话说在前头 用完词我立刻就走 跟这类肮脏的俗误 我不想多说一句话 不 一个字 友谊这个词 我们俩决缘 李伯特原本想让叶灵天 跟乔森结下厚重的友谊 现在看来 这两个人不成死敌 已经是上帝慈悲 只能是叹了口气 好吧 我亲爱的老伙计 我尊重你的选择 不过表面工作 要做好啊 答应你的事情 我会办到 这个家伙在 利物婆死不了 不过除了利物婆 就要看他给上帝 散了多少好处了 乔森笑声嘀咕了一句 这边李伯特坐何时劳 文星辰责备的眼神 也毫不客气地 砸向了叶灵天 其实不要他提醒 叶灵天也知道 自己不会说人话的 老毛病又犯了 他飘了一眼 坐在对面 一脸不快的乔森 凑到文星辰的耳畔说道 请相信 刚才纯粹是本能反应 我没有用言语 将他虐成喳喳的敌眼 个人认为 如果你实在 控制不了自己的嘴巴 最好将他给闭上 文星辰觉得 叶灵天与人 沟通的能力太差 情声太低 当然话说回来 文星辰这么认为 其实是五十步小百步 因为接下来的晚餐氛围 非常非常的沉闷 习间 文星辰尝试着 要做出改变 正想挑起话头呢 看见三个男人的脸色 愣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叶灵天和乔森 一人一鬼 埋头用餐 基本就没抬过头 李波特 见叶灵天心情 似乎不是很好 也乖乖地闭上了嘴 毫不客气地说 这次晚餐的氛围 糟糕到了出乎李波特 和文星辰预料的底线 其实 作为餐厅唯一的女性 文星辰的作用 类似于润滑油 竭尽所能的调动氛围 是她肩负的使命 如果 油血或者楚潇潇过来 这个活 干起来得心应熟 可文星辰的话 天才也是有弱点的 一般来说 文艺女青年在某些环境 表现要比一般女性 更加的沉闷 易灵天用完晚餐 将领带拆掉 解开衬衣领扣的纽扣 对李波特静止地说道 从明天开始 你住 阿尔伯特行 66号 你的安全 由我负责 李波特当即一冷 赶紧说道 易先生 要对付我的人 是美国一能战队 这会给你添麻烦的 在您来之前 我已经跟乔森 说过这个事了 他有一些隐秘师弟的朋友 答应帮忙 不仅保护我 也会在礼物谱 给你一些助力的 第804集 夜灵天从口袋 掏出了一根红塔山 闲在嘴里 看向乔森 谋中全是怀疑 乔森先生 确定有保护我们的把握吗 狠脏的人类 你看不起人吗 不 看不起吸血鬼吗 乔森 瞥了夜灵天一眼 从嘴里 蹦出的话语 是猖狂无比 我的朋友告诉我 美国一能战队 即便有天大的能耐 礼物谱 也不是他们 嚣张的地方 我对我的朋友 充满了信心 夜灵天 将香烟点燃 对着乔森 微微的一笑 你确定啊 走过来 家族 跟隐秘势力 是有些交往的 更知道 隐秘势力的规则 美国一能战队高层如果脑子不抽筋的话 应该明白 有些事里他们不能得罪 乔森 无比傲娇地昂起头 叶先生对此不清楚完全可以原谅 据我所知 你才刚刚踏进隐秘世界 说直白天 你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心灵 夜灵天 无比怜悯地看向乔森 尊敬的乔森 佐古拉先生 作为赫赫有名的血族成员 你的天真 让你的家族无敌自容 如果你的观点代表 佐古拉家族 准确说 代表血族的观点 我想你们不久 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的 此言已出 李伯特当即懵了 血族 乔森是传说中的吸血鬼 这不是真的 可这话是从夜灵天嘴里蹦出的 可信度很高 再瞅瞅乔森的表情 李伯特双腿开始发软 上帝 自己的好友真是一个吸血鬼 这只该死的老鼠 乔森见李伯特的脸白了 狠狠瞪了夜灵天眼 对李伯特轻声的言道 我的老伙计 很抱歉 以前我没有跟你表明身份 请不要害怕 我对你没有恶意 同样 血族也并非是传说中那样 稀释人血 你应该明白 传说和官方的承诺一样 一点都不靠谱的 说到这里 乔森看向夜灵天的双眸立马红了 你是拆我的台吗 我不是拆你的台 而是看到你跟李伯特关系匪浅 觉得你更应该向他表明你的身份 朋友见要坦诚 当然这也是对你们有益的考验 夜灵天深深看向李伯特 如果连这点考验都过不去 有一夜就是官方的某些声明 轰动且肝脏 李伯特愣了许久之后 方才换过身来 我的老伙计 我不是害怕 我是有些恐惧和紧张 文星辰和夜灵天听到这话 差点吐血 害怕和恐惧 好像是同一个意思 好吗 该死的老鼠 你将我亲爱的朋友吓坏了 乔森恨不得剥了夜灵天 不过当务之急 显然是抚慰浑身发抖的李伯特 我的老伙计 如果对你有恶意 我不会等到现在的 乔森不想失去这个人类朋友 这跟他在血族中朋友不多 关系很大 李伯特定了定神 回想回想以前 基本可以断定 乔森把他当成朋友 问题是 这些我都知道 李伯特咽了口唾沫 看看乔森又瞅瞅文星辰 无奈地说道 亲爱的乔森 你敢了解我的性格 这双腿不听实话 我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你必须给我时间适应的 因为我现在大闹一片空白 乔森低头看看李伯特的双腿 抖动的频率真是不一般的高啊 于是轻刻一声点点头 当然他看向乔灵天的眼神更加的分开了 餐厅是落真可闻 过了几分钟 李伯特终于恢复正常 至少声音不颤抖了 我的老伙计 以前你好像跟我提过 血族是非常傲慢的 一般不跟人类打交道 那么你 多少年的矫情了 乔森自然知道李伯特要表达什么 正次地说道 如果我们没有那次误会 让我看到你那无比单纯善良的婚礼 我想我是不愿意多看人类一眼的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 为了寻找灵感 画风另类的乔森在另类地找着情感 他另类的装扮 让开车回家的李伯特误认为 这是一个可怜的流浪汉 于是不仅将乔森领回了家 还亲自下厨 给乔森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于是一场跨种族的友谊 以这般狗血的方式开始了 想到过往 乔森的眼里满满的都是美好 夜灵天面部肌肉一阵的哆嗦 李伯特这智商有些不靠谱啊 幸亏碰到的是乔森 万一真是非这党 看到这栋价值不菲的别墅 只不定做出什么事来呢 作为享誉国际的物理学家 李伯特在生活方面的智商啊 真的与他的社会地位严重不符 当然这也更好地解释了 这只兔子为什么选择在洞穴酒吧 公开对夜灵天示爱 脑残的世界 正常人真的无法理解啊 文星辰在这一刻保持绝对的沉默 他觉得这个夜晚太诡异了 一个说话完全不经大脑思考的夜灵天 一个另类的血族 还有一个闹出的物理学家 这三个人能凑到一起 这是下人吗 不 这是一部荒诞 立马铺盖的荒诞书啊 乔森显然是个极有个性的吸血鬼 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根本没看夜灵天和文星辰的表情 自顾自地说道 在一般的情况下 人类是肮脏贪婪的 跟高贵优雅的血族无法比较 不过 跟李伯特接触中 我发现人类确实有可爱的一面 当然 这些可爱的人少得忽略不及 由此 我非常重视这段友谊 我以血族的荣誉发誓 我刚才的话 没有丝毫作为的成分 亲爱的李伯特 乔森静静看向李伯特深情的眼眸 更像是爱 夜灵天和文星辰同时打了个机灵啊 哎哟 乔森该不会是爱上李伯特了吧 如果真是如此 老天哪 你脑抽了吗你 李伯特的思绪也沉浸在那个夜晚 看向乔森渐游红变黑的眼眸 姑息勇气说道 我的老伙计 请相信我比你更重视这段友谊 你几乎了解我的一切 你知道的 我的朋友也不多 你是最好的一个 刚才我很惊恐 现在我想我已经恢复正常 如果你不介意我人类的身份 我自然也不会介意你血族的身份 情感的世界 没有性别 种族之分 乔森有些小感动 深深望向李伯特 听到你这话 我觉得我身上流动的血 开始燃烧了 我的老伙计 既然都挑命了 那么 我也说句掏心窝的话 你不该跟野灵天有任何牵扯 他属于隐秘世界 跟他过多接触 会影响你平静的生活的 我去你大爷 你们俩谈情说爱 怎么又扯到老子了 野灵天簇簇眉头 觉得这个乔森的思维跳跃的幅度太大了 尊敬的乔森先生 据我所知 血族好像也属于隐秘势力吧 乔森拿起餐巾纸擦了擦嘴角 对着野灵天说道 血族是隐秘势力 可野灵天 你跟我具有可比性吗 血族高贵的传承决定了我们高尚的品格 周身上下带有贵族风凡的血族 知道如何处理跟人类微妙的情感 好好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相处这么多年 李波特的生活受到轻揚了吗 温星辰对野灵天舍个颜色 意思是压住火 回忆记的言语尽量是婉约点 这里不是战场 野灵天很是无语 点着桌子说道 尊敬的乔森先生 好吧 我承认你具有高尚品格的人 不血族 但是请你保持清醒的头脑 要知道打扰李波特瓶颈生活的是 美国艺能战队 不是我 同时我也要警告你 不要迷信隐秘世界的规则 当涉及到根本利益 没人会将所谓的规则当回事的 乔森翻了个白眼 违反规则会受到规则的严厉制裁 我以血族的尊严发誓 只要美国艺能战队 在立无不甘轻举妄动 他们必将受到血族的惩处 最为严厉的惩处 文星辰实在听不下去了 伸手示意乔森不要吭声 正次地说道 尊敬的乔森 尼古拉先生 在您说出这番话之前 我想告诉你 美国艺能战队已经轻举妄动了 同时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代表血族吗 说得再直白点 你在血族中的地位 到底怎样 乔森被文星辰的话 噎了个半死 他张张嘴想说什么 就听文星辰接着说道 不要说了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因为到目前为止 你还没有搞清楚 叶灵天的准确讯息 既然你在血族中的发言权并不高 确计地说 佐古拉家族在血族的地位不高 当然如果血族的高层依然不知道叶先生的实力 我记用刚才叶先生的话语 你们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乔森身息了一过长期 凝视着对面的女子许久之后 放在双手一摊 唠唠实实地说道 美丽的温小姐 佐古拉家族在血族中的排名非常靠前 当然 跟德古拉家族不具科比性 至于我 我的爱好决定我对家族的事物并不感兴趣 所以 跟同族交往不是很多 可作为现任 佐古拉家族族长的二代 我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接触到了一些比较隐秘的情报 非常遗憾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我们搜集到叶灵天的消息少得可怜 我很好奇 你凭什么将叶灵天的实力 跟血族的新王划登号 据我所知 凭借身手 纵然我在血族中是个义来 却有信心跟叶灵天打个平手的 乔森的话 让叶灵天非常的不爽 不过 却又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即便是到达了第三层的巅峰 现在他真的比乔森强不了多少 如果是昨天 好吧 乔森虐自己没丧了 看来今天晚上回到宅所 要立即炼制坟金丹 再升一级 文星辰绝对不会想到 一临天此刻 有心思思考这个 对于乔森的回答 他也渐渐地看清了血族的现状 于是 忧心忡忡地说道 尊敬的乔森先生 对于叶灵天的情报搜集的多少 决定了你们的情报系统是否与时俱进 说句不客气的话 你们的骄傲让你们落后了 好好看看现在的美国艺能战队 如果是以前 他们敢吗 明目张胆地来 是因为他们的实力增强了 可你们血族对美国艺能战队的了解 恐怕也不多吧 乔森不是血族高层 相对于家族事务 他更感兴趣的是梵高 文星辰一席话 让他陷入了神思 记得先前家族成员谈论武者或者艺能 没遇见全是不屑 最近谈论艺能或者武者表情似乎有些紧张 对了 前段时间 听说德古拉家族指派布鲁赫家族的成员 前往了华夏之间任务 结果一个都没回来 难道这事是真的吗 美丽的温小姐 我承认艺能组织这些人实力都在增强 可我们血族也在进步 乔森朝着叶灵天那边飘了一眼 我个人并不认为 叶灵天先生在隐秘世界 能搅起多大的风浪 文星辰调整了一下思绪 觉得跟乔森沟通还是直来哲学的好 于是便从叶灵天加入裁决之后 发生的种种略略的叙述了一遍 李波特听得是眼冒金花 他以前就觉得叶灵天了不得 没想到牛叉至此 于是偶尔看向叶灵天的谋中 那浓浓的爱慕能将冰雪融化 叶灵天鸡皮疙瘩又落了一麻袋 狠狠地咽了好几口唾沫 这才定下了心神 凑到文星辰的耳畔 悄声地说道 我没你说的那么强吧 再说有些事 让李波特知道没关系 让乔森知道 似乎不妥呀 叶先生 我是要死的人了 一般大县将至的人 看人的直觉往往非常准 乔森完全可以信赖 一个钟情于艺术 比较另类的吸血鬼 至少没有太多的诡计阴谋 文星辰把弯着手指 敲声地回道 我有个直觉 卡纳瓦罗犯了这么大的事 还安然无恙 或许跟乔森 有很大的关系 叶先生 我不得不说 你外挂开得太大 原本根本就没有突破口 从目前的情态来看 要将卡纳瓦罗的事情 完美解决 似乎 也不是多难的事 叶灵天有些无语 小声地提醒 到现在为止 事情巴在海门一片 你这话说得太早了 说得早 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文星辰捧起餐桌上的茶杯 抿了一口茶水 静静看向乔森 没理会叶灵天 乔森承认 叶灵天而今的实力 并不是很强 却不得不承认 他非常的伟大 西北边陲在情报部门 出现严重失误的情况下 叶灵天靠着那 无比阐弱的修为 孤身奋战 不仅突围出去 而且超额完成任务 相对于他的成绩 不管是在必得的 阿尔卑斯以能联盟 古利特小队 还是出尔翻尔 背后捅刀子的 美国艺能战队 甚至 布鲁和家族秘密行动小组 结局都非常惨 被魅影 已过端 做研究去了 文星辰提供的这个情报 史观重大 说明 神秘莫测 残忍万千的魅影 已经是迫不及待的 要走上隐秘世界的历史舞台 而各方势力 以狼子野心 摸拳擦掌 斗得是不亦乐乎 在这种情况下 血族能独善其身吗 更加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在这种情况下 叶灵天以其所属势力 不仅没有成为炮灰 从一开始就借助乱世 迅速崛起 短短几个月 从一股世俗势力 一跃蹿升到与华夏 终极武门持平的高度 如果说西北边陲 叶灵天创造了一个奇迹 远深耀叶的崛起 称之为奇迹 是对远深耀叶光辉足迹的侮辱 还有 叶灵天修为的提升速度 更是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俨然是隐秘势力中的 又一个纳兰朵朵 不 似乎比传说中的 纳兰朵朵提升速度更快 乔森看向叶灵天的目光 已经完全变了 他想了许久之后 方才疑惑地说道 美丽的温小姐 我承认我的数目存光 我相信血族高层 不会像我一样 只是我很好奇 这些事 你不应该告诉我 因为我跟你们 没有什么联系 同样 血族跟华夏武门 也没有任何的接触 而从你口中暴露的信息 应该都是机密 当然 个人认为 这个场合 谈隐秘势力也不对 李波特是世俗中人 他不应该了解这些 不是吗 之所以在这个场合 告诉你 是想提醒你 隐秘世界的平静 再也不复存在 李波特的能力决定 他很难回归 曾经的生活 基于你跟李波特先生的 深厚友谊 我觉得有必要 跟你做一个交代 省得你提心吊胆 文星辰 双手交叉在一起 盯着李波特的眼眸 一字一句地说道 叶灵天 有保护李波特的能力 再说得直白一些 李波特先生进入远身药业 才是最佳的选择 好吧 如果阿尔卑斯 艺能联盟 跟叶先生 真的达成某种协议 我相信 李波特到华夏 是最佳选择 他也有选择的自由 乔森 送了送肩膀 扭头看向了 李波特 缓缓言道 我相信 他很乐意去华夏的 如果能跟随 在叶灵天的左右 李波特自然非常乐意 他正对叶灵天 轻声地问道 我很好奇 为什么美国艺能战队 要对我不利啊 我知现在 从事的次原子研究 基本是处于理论阶段 不可能短时间内 应用到时间的 叶灵天和文星辰 交换了一下眼神 纵然刚才文星辰 亵渎不少机密 不过 核心机密没说 比如超级武器 在这个场合 一股脑全抖出去 合适吗 小森非常时序 知道接下来要谈的 肯定是绝密中的绝密 甚至 这可能是促成 阿尔卑斯艺能联盟 和叶灵天 达成协议的理由 于是 缓缓站了起来 笑着说道 尊敬的叶先生 美丽的温小姐 我觉得 我还是离开一会儿 比较好 尊敬的乔森 请坐 纵然我们在 席宴开始的时候 有个不愉快 并不代表 我将你当做外人 下面的情况 你完全有资格知道 叶灵天 从口袋 掏出红塔衫 丢给乔森 而后缓缓言道 李波特 美国异能战队之前 对你非常感兴趣 是因为 你是顶尖的 磁原子研究专家 而在华夏 西北边陲 坠落的陨石 经过他们的验证 少加利用 有可能制造出 对高级武者 或者异能 造成毁灭打击的 超级武器 我想现在的情势 不是有可能 而是有九成把握 乔森整个人都懵了 这种武器 能给高级异能 或者是武者 以毁灭打击 血族也跑不掉 超级兵器 一旦现实 不至于灾难 叶写子 你确定 你的信息属实吗 乔森脸色更白了 他觉得 这个夜晚 自己好像做梦 不折不口的噩梦啊 乔森先生 你的表现说明 对此 你深信不疑了 何必要说废话呢 夜灵天点燃香烟 静静看向李波特 多少有些愧疚 直言不悔地说道 亲爱的李波特 利物浦的风波平息过后 我想你的研究方向 要发生重大转变 严峻的形势 让我不得不求你 将制造超级武器 当成唯一的工作 纵然让顶级天才科学家 去制造毁灭性的武器 很不道德 可历史上 顶级天才学家 几乎都是这么干的 比如安因斯坦 比如阿兰图灵 任何科学进步 最后都会造福人类 但不可否认 任何科学发现 都是先服务 军事领域 要想迎来美好的时代 首先要保证一个 和平的环境 可和平 必须借助强大的武力 战争与和平的关系 确实是个 非常复杂的 哲学命题 李波特 凑着眉头 很是犹豫 因为 义临天的要求 着实触碰到了 他的底线 义临天 理解李波特 静静粘道 我相信 有关超级兵器的研制 魅影早就到手了 并且走在 所有组织的前列 因为就在 今年华夏天津 落得低长雪的时候 我记藏卜江森林之后 又一次见识到了 魅影科技的力量 激光枪 让天际武者 煞事件 丧失抵抗力 显然这一点 美国艺能战队做不到 如果超级武器 让他们研发出来的话 下面的话 亿临天没说 不过 内容只要脑子不抽筋 就能猜得出来 魅影这些年 像老鼠一样 待在下水沟 人杀了不少 钱抢了很多 要说他们最终的目的 是为了开创 更美好的新时代 恐怕四岁的小孩 都不相信 乔森的手略有一些颤抖 藏卜江森林魅影 对血族 异能和武者 三大隐秘势力 下手 是为了做活体实验 他们不仅践踏 隐秘势力的规则 狼子野心 更是昭然若见 如果让这些 该死的家伙 掌握次原子武器 不仅对隐秘势力 是巨大的威胁 恐怕世俗 也在一起难逃 可笑的是 不管血族 还是异能 乃至武者 似乎都没有将魅影 看成 极具竞争力的对手 甚至 看架势 不久之后 三股势力 还得玩得不死不休 必须阻止魅影 乔森 看向叶灵天 正式地说道 他们才是真正的敌人 我们应该奔走新高 文星辰 道口的茶水 差点没吐出来 这个乔森 脑子怎么又抽了 叶灵天笑了 乔森啊 你在艺术领域 或许成就颇大 可对人心的掌控 真的很幼稚 只有魅影是我们的敌人吗 美国艺能战队 难道不是 滑下武门 难道不是吗 乔森呆呆看向叶灵天 低着头想了很久 你的意思是说 叶灵天 挥手打断了条三的话 美国艺能战队 要一统艺能势力 统一后就针对血族 最后进攻滑下 而滑下武门的争夺战 也已大响 滑下武门一旦统一 下一步难道不是搞艺能吗 等一切结束 武门会容忍血族的存在吗 当然 血族此刻的态度 应该也很暧昧 或许他们有这种打算 尽情地打吧 最好鱼死网破 如此血族在玩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如此 敌人到底是谁呢 敌人到底是谁呢 对于想要和平的人来说 乱世之中 每一个渴望争霸的人 都是敌人 对于一个渴望安逸的家族 乱世就是灾难 佐古拉家族 对称霸没多少兴趣 并不代表 强大的德古拉家族没有 一旦启动战争机器 最先倒下的肯定是 德古拉家族核心圈子之外的血族 从五年前开始 佐古拉家族已经被排除在了血族核心议会之上 纵然在血族联盟仍有发言权 可谁不知道 德古拉家族在血族联盟拥有绝对的发言权呢 由此可知 一旦最坏的时代到来 佐古拉家族的未来比想象中的还要糟糕 乔森再这一刻沉默了 取久取久之后 他方才看向叶灵天 轻声地问道 今天 你在餐桌上的话 我能原封不动反馈给我的父亲吗 叶灵天坐着眉头想了想 笑着说道 这些情报 我想你的父亲应该知道了 不 这些我父亲应该不是太清楚 只欲言晕嘛 乔森叹了口气 脸上再没了先前的傲娇 佐古拉家族的血族中 排名虽然靠前 却并不受众 在血族联盟中 我们家族的行事作风很另类 由此 在血族中 智信伙伴也不是很多 我们的情报系统 在血族排名并不高 你们不是另类 是思想比他们超前 如果血族成员 都像乔森先生 和依莎贝拉小姐 我非常乐意 跟血族交朋友 遗憾的是 这个念头太傻太天真了 叶灵天笑眯眯地说道 尊敬的乔森 之所以对你开诚不公 其实还有一个缘由 那就是 我们之间有着剪不断 理还乱的关系 也正因为如此 我千里迢迢跑到礼物谱 一路上都心神不宁 文星辰对叶灵天 这番话非常的满意 这货确实不会说人话 不过 这时刻跟乔森 谈依莎贝拉和科尔迪索 使其拿捏的是恰到好处 乔森疑惑地看向了叶灵天 尊敬的叶先生 可人认为 族过来家族 跟您以前好像没有任何关系 有 只不过你不知道 叶灵天将香烟 暗灭在烟灰缸 沉声地说道 卡纳瓦罗是我的人 一直都是 卡纳瓦罗 卡纳瓦罗 该死的 卡纳瓦罗是叶灵天的人 乔森豁人而起 眼睛瞬间变得通红 阴森森地说道 叶灵天 你确定吗 确定 叶灵天 瞟了乔森一眼 淡淡地言道 我猜测啊 你接下来的话一定是我宰了你 对不对啊 叶灵天 你知道卡纳瓦罗将 一杀贝拉害得多惨 你知道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家族盟手多大的持重吗 乔森 这只叶灵天的鼻子 狠声地说道 告诉我 卡纳瓦罗那小子在哪里 我要吸光他的血 什么叫风云变换 面前发生了就是 李波特实在不明白 两个人刚才还谈得好好的 怎么转眼间就是仇人相见 风外眼红呢 正准备拉住乔森劝劝 文星辰突然按住他的手 小声地说道 这是远身药业 跟佐古拉家族的私事 我想我们还是不要参与的好 李波特呜了一声 跟文星辰坐在一边看着大戏 只不过 李波特很紧张 而文星辰呢 一脸的晕淡风轻 如果啊 鸟西干卡纳瓦罗的血啊 多年前早吸了 不会等到现在的 如果你要宰了我 我想多年前呢 你就应该能查出 卡纳瓦罗是我的下属 那个时候你要做掉我 比捏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 叶灵天又抽出了一根红塔衫 递到了乔森的面前 正次地说道 乔森先生 抽根鸭 敲敲敲火 咱们和解和解 如何应对险峻的形势 将比发泄心中的不满 更实惠啊 乔森忧郁了一下 结果叶灵天手里的香烟 点燃后狠狠地抽了一口吻道 盖茨的卡纳瓦罗 现在就在立物谱吗 啊 就在立物谱 叶灵天笑道 哎 怎么 真打算干掉他呀 让他赶紧离开 越远越好 如果让德国拉家族的人知道 他来了立物谱 他的下场要比 科尔迪索还要糟糕的 乔森夹着香烟的手略有些颤抖 从嘴里蹦出的话语 印证了文星辰的推测 那年我可以帮他 现在别说我 即便我父亲都没用 德国拉家族三长老威廉 就在立物谱 雪族据点 准备主持不久之后的 祭祀大典的 叶灵天摇了摇头 我可以直白地告诉你 这次我过来 就是为了拯救 科尔迪索 若圣带能将伊莎贝拉带走 让卡纳瓦罗与伊莎贝拉团聚 最好不过 我们没有离开的任何打算 乔森 看叶灵天的目光就像看傻叉 你是在说梦话吧 应该不是 叶灵天朝里布特纳兵看了一眼笑道 雪族可以跟人类做朋友 为什么不能跟人类相爱呢 我想 乔森先生嘴上或许不愿意承认 内心深处 对伊莎贝拉和卡纳瓦罗还是理解的 只不过 阻挠在他们一起的因素很多 我相信 佐古拉家族 深深明白这个道理 第806集 这个世界 任何事物都可以消灭 唯独感情不行 人走到最后 发现什么都可以没有 唯独不能没有亲情 叶灵天 站起身来 对乔森 深深的鞠躬 佐古拉家族 处理卡纳瓦罗和伊莎贝拉关系的表现 除了钦佩 我剩下的就只有感激了 乔森正准备开口 叶灵天伸出手 是以乔森不要打断他的话 接着言道 作为远深药业的老板 我代表远深药业 发出这样的承诺 如果佐古拉家族 有友好的表示 远深药业 远倾尽全力 给予佐古拉家族帮助 这是对你们以前 善举的感激 当然我认为 目前佐古拉家族的日子 并不好过 血族内部的情况 我不清楚 可外部的话 叶灵天顿了一下 冷冷的延导 我有百分百的把握确定 对科尔迪索感兴趣的 不仅仅是美国艺能战队 还有魅影 他们都在等待时机的 而后将科尔迪索 带走研究 或许科尔迪索现在 处在一个非常隐秘的场所 但祭祀那天 他一定出现 当然 那是科尔迪索的死期 希望我的推测不是真的 可是 亲爱的乔森 你的眼神告诉我 我不幸猜中了 文星辰非常满意 叶灵天的表现 通过乔森的面无表情 以及先前的话语 易于击中要害 从血族的传统来看 伊莎贝拉和卡纳瓦罗的 仙爱犯了死罪 卡纳瓦罗之所以平安无事 肯定是佐古拉家族 想尽办法做的隐瞒 不过 还是被其他的血族发现了 所以 这次祭祀 应该是出死 科尔迪索 考虑到乔森的性格 显然 科尔迪索的病情 已经到了 乌克救药的地步了 否则 不管佐古拉家族组长 格罗亚索 亦或者是 伊莎贝拉和乔森 肯定不会眼睁睁 看着 科尔迪索走向死亡 这个孩子身上流淌着 佐古拉家族的血脉 其实 即便如此 也有些残忍 但科尔迪索的死 如果能换来家人的安宁 任何一个家族都乐意如此 家族不是一个人组成的 作为组长 要考虑的外在因素 很多很多 不能感情勇士 乔森 深吸了一口长气 静静地言道 叶先生 你真的非常可怕 你说的基本贴近事实 这都能猜到 看来美国 也能站队和魅影 真要对科尔迪索下手 细细想想 怎么会不下手呢 人类和血族 怎么会有后代呢 我们的基因组 是不同的 李波特两眼发晕 无法相信 自己的耳朵 血族和人类相爱 够耸人听闻了 而今年孩子都生出来了 这剧情 貌似太不好婆了吧 温小姐 这是真的吗 李波特伸着脑袋 凑到了文星辰的跟前 悄声地问道 文星辰点了点头 如果不是如此 你觉得乔森 会叫嚣西干 卡纳瓦罗的血 李波特咽了口唾沫 满眼的星星 上帝啊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难道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吗 他想将身前的目光 再一次赠给叶灵天 想想叶灵天正在谈正事 为了不添乱 老老实实 坐了下来 叶灵天的注意力 此刻 竟然不在李波特身上 否则 他正在告诉运转的脑神经 会立马短路 对于乔森的疑问 叶灵天实在无法回答 接着摸着下巴说道 乔森啊 伊沙北拉和卡纳瓦罗 怎么会有爱情的捷径 这个问题 等科尔迪索 到了远身药业 我会做一番研究 叶先生 您的意思是说 小科尔迪索 有质疑的可能吗 乔森 万卫地看向叶灵天 凡事都有可能 你不要忘记我的另一个身份 当然 这是建立在 你们允许我带着 科尔迪索的前提下 叶灵天此刻的音调 像极了右拐小红帽的大灰狼 叶先生的另外一个身份 是叶远身吧 乔森紧锁着眉头 向到科尔迪索的状态 可我很负责地告诉你 或许你能制造出复原神诞 对科尔迪索的病情 却毫无办法 我们血族由于寿命比较长 家族中 不凡出类拔萃的医学天才 对科尔迪索的病情 他们都是一筹莫展 难道你认为 你的医学经验 要比那些活了几百年的 医学专家手段还要高超吗 文星辰 飘脸一领天 结果话头说道 我承认血族的寿命很长 也比人类更加聪明 那可不要忘记了 迄今为止 也没有造出复原神丹 那么 为什么不让叶灵天试试呢 当然 我想你也不会愿意 让科尔迪索成为祭品 反正美国艺能战队和魅影 终究要对科尔迪索下手 还不如将它带到远身药业 如果一杀贝拉也能来 我想我们此次的到达利物浦的目标 就已经达成 乔森低着头 思索很久 哭哭一笑 美丽的温小姐 我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不是吗 应该是唯一的选择 不过 显然你做不了主 叶灵天站起身来 对着乔森说道 跟你的父亲好好沟通 我希望他尽快回复我 乔森旋即站了起来 非常诚恳地说道 我怕我的父亲知道后 会杀了你们 他的脾气非常暴躁 放过卡纳瓦罗之后 他就后悔了 个人觉得呀 他不过做做样子 如果格洛亚索阁下 是个不顾亲亲的人 让科尔迪索去死 要比他活着 对佐古拉家族更有利 此外 当年要想找到 卡纳瓦罗的踪迹 对佐古拉家族来说 并不是多难事 叶灵天拍了拍乔森的肩膀 正式地说道 拍摄新屋说 刚见面 我对你的印象 糟糕透顶 不过通过接触 我惊恐地发现 你身上的闪光点 比我想象的多得多 我也相信 一个稍有点头脑的组长 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 会做出最明智的选择 远时要业 比德古拉家族更靠谱 虽然 我们不是血族 叶先生 听你的意思 该不会妄想着 跟佐古拉家族结盟吧 乔森瞪大了眼睛 战钉截体地说道 收起你的妄想吧 那绝对不可能 即便我的父亲 答应让伊莎贝拉和 卡尔迪索到原身药业 也绝对不会跟人类 搅合在一起 乔森又不是 佐古拉家族的掌度人 当然 凭借他的能力 也不可能成为 佐古拉家族的掌度人 所以跟他扯淡是没有意义的 于是 叶宁天说道 我可没那个想法 只是希望 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 格洛亚索阁下 你应该知道下一步怎么走 好吧 我会将今天的话 一无一时地告诉父亲 一个细节都不漏的 赵森 转身对着发呆的李伯特 微微一笑 我亲爱的老伙计 实时这么样 你的眼睛飞到霉下 反而比鸳鱼还凉 雪族里的世上 比叶宁天厉害的成员不计其数 可人类中 毫无疑问 他是出类拔萃的一个 加把劲 我等着喝你们的喜酒 哈哈 言毕 乔森坏笑着离开了 闻星尘是浑身一个机灵 这个乔森 有趣 叶宁天气得浑身只哆嗦 鸟头对闻星尘说道 这祸不是好东西 良心坏透了 闻星尘 撞撞叶宁天的肩膀 意思是说 你说话前 要看看环境的 没见李伯特坐在这儿吗 你对人家即便没有感觉 话说人家 那也叫一往情深 这话丢出来 不是伤人家的心吗 万一李伯特到了远身药业 不好好干活 你到时候哭都没有眼泪 其实叶宁天的表现 不会让李伯特的小心脏 碎成渣渣 酸一酸倒是实 爱上叶宁天的那一刻 李伯特已经做好了 失恋的充分准备 但谁也没点奢望呢 再说 人类都能跟血族生玩了 自己成为叶宁天的人 也不是不可能了 叶先生 请不要将乔森的话 放在心里 我对这个老伙计 非常喜欢恶作剧的 李伯特低着头 轻轻言道 叶宁天见到他这副作派 眼前是立马一黑 凑到文星辰的耳畔 悄声地说道 咱们可以离开了 文星辰嗷了一声 乔森的问题搞定了 李伯特还没有呢 你就没有什么话 要跟他说吗 叶宁天翻了一个白眼 你觉得我还要做他的工作 他的处境 比乔森的处境 还要糟糕 基本没选择 文星辰悠悠叹了口气 戒戒爱爱地说道 是啊 心都被人俘虏了 怎么可能还有选择的余地 在爱情的世界里 最先主动的往往都是被动的 有一位著名作家说得好 爱情是一场战争 显然在你跟李伯特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里 胜利者 是你 叶宁天嘴角 记住疯狂的抗议 文小姐 如果还能愉快地玩耍 能不扯这个吗 文星辰倾可理生 对李伯特正次地说道 最近的李伯特先生 就按照叶先生刚才来说的 你的安全工作交给叶灵天 要比交给乔森靠谱得多 等我们将所有的情况弄明白 会怕人将你接到天煞分布 李伯特看看时间 跟文星辰握握手 美丽的文小姐 如果超级武器 一定要出现在这个世界 并且她的到来 能为叶先生所用 我想情况 或许比我想象的要好许多 我愿意到远深耀眼 也服从你们的安排 情势很紧迫 请 叶灵天点点头 没敢看李伯特的眼神 那个李伯特先生 谢谢你的支持 回去的路上 想到李伯特送别时 依依不舍的目光 文星辰掩着小嘴 笑个不停 叶灵天用屁股想 也都知道这丫头笑什么的 搭了着脑袋 这事真的吗好笑啊 细细想想确实好笑 将你的情报 拿出来瞅瞅 发现你很无敌 通过接触 发现你奸诈无比 我还想如果我倒下了 以后 没有人能够 治得住你 现在发现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文星辰 双塞晕红 无比认真地看向叶灵天 李伯特手无腹肌之力 一个眼神 却足以把你打到原始社会 叶灵天除了面对现实 还能做什么呀 于是无奈地说道 我确实不是他的对手 文星辰见叶灵天说得认真 正正脸色 李伯特的事情 你要妥善处置 否则会非常糟糕 爱情是很美好的 但处于爱情中的人 往往都会很疯狂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的 任何意思 等利物谱的事情解决之后 再说吧 叶灵天挠了挠头 无比苦闷 想想这事就闹心 也不知道老天爷 这个不靠谱的编剧 到底怎么回事 脑子动不动就抽筋呢 叶灵天话音刚落 突然将车子停了下来 文星辰一愣 问叶灵天 怎么了 叶灵天示意文星辰不要作声 许久之后发出一声怀笑 哈哈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文星辰彻底被叶灵天给搞懵了 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我说叶灵天 你别装神弄鬼了 到底怎么了 就是觉得有趣 也明白了 为什么维克多 没有甘瓦尔卑斯 异能联盟 和地物谱分布 叶灵天 冲着文星眨眨眼睛 笑得无比得意 斯考特跟美国一等战队有瓜葛 文星辰双手环抱胸前 烂样样的说道 哎 你怎么知道啊 叶灵天狠不及 文星辰务比精彩的看向叶灵天 老天 千万别告诉我 你到现在都还没有想明白 我到现在真没想明白 只是刚才看明白了 这个文星辰 脑子转动的频率 也太变态了吧 叶灵天挠了挠头说道 你跟我说说 怎么想明白的 文星辰对叶灵天很是无语 刚才那会儿你表现得多好 完全是天神下凡 怎么这会儿又装起糊涂来了 你是在考我吧 文星辰靠在座椅上 分析的是头头是道 李波特遇袭 这本身就不正常 李波特那么重要 思考特 身为阿尔卑斯艺能联盟的总部二长老 竟然只派了两名异能战士守护 这百名将李波特朝人家手里送 更加让人无语的是 即使遭遇到了美国异能战士的袭击 他依然只派了两个人 并且实力比先前两个异能战士强不了太多 此外他的性格才是最大的破绽 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 这样的人物在遇到这类情况时 应该强行将李波特带到力物谱分部 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 文星辰闭上眼睛 静静地言道 还有维科多的态度 我想维科多似乎也有所察觉 所以阿尔卑斯艺能战队的大长老和二长老 彼此之间看得都很明白 六谱之战 他们俩只能够活一个 如果维科多活着 斯考特就死 如果维科多死 斯考特就顺利成为了 阿尔卑斯艺能联盟的大长老 结实 美国艺能战队 根本没有和阿尔卑斯艺能联盟开战的必要了 一灵天摸着下巴 冲文星辰淡淡一笑 美国艺能战队这算盘打得够响亮啊 一剑三条啊 没错 文星辰意味深长地看向一灵天 情势比想象中还要复杂 而今我们要闹明白双方的实力对比 这一点太重要了 可不是吗 一灵天撇撇嘴呢 怪不得今天早晨维科多那个老家伙 这么好说话 阿尔卑斯艺能联盟的形势 比想象中糟糕透了 左古拉家族面临的形势 似乎比阿尔卑斯艺能联盟更加糟糕 所以利物浦之战 如果维科多大获全胜 你受益匪浅 当然如果你跟左古拉家族能勾得上 收获更疯 文星辰甩了一下长发 冲野灵天浅浅一笑 两个深深的酒窝点在双塞 可爱中又带着妩媚 但是话说回来 如果维科多败了 咱们不仅陪了科尔迪索和伊莎贝拉 能不能活着走出利物谱 这完全是一个未知数 更加郁闷的事 我手里真的没有援兵朝这里送了 易灵天黑着脸 温小姐 这情况你不说我也明白 你放在心里不好吗 放在心里我觉得你的小算盘会继续打 还不如提前断了你的念头 文星辰话未说完 捂着小腹脸色苍白 而后是咳嗽不止 紧跟着口中的鲜血就飞溅在荡风玻璃上 易灵天情急之下 要按住文星辰的手腕诉讼真记 谁料就在这一刻 文星辰无比冰冷地看向他 那一刻 他好像是上古杀神 易灵天整个人都被镇住了 真记就此卸了下去 文星辰咳嗽了老一阵子 然后有条不稳地抽出纸巾擦了擦嘴角 顺带着抹去了挡风玻璃上的鲜血 将红艳艳的纸巾 轻描淡写地丢到窗外 你刚才差点犯了致命的错误 易灵天扭头对着窗户一侧 淡淡地回道 哎呀是的 差点又要为你灌输真记 如果真的要做了 一切都完了 以后不要那么冲动 文星辰毫不客气地打断易灵天的话 语气中尽是责备和不满 他拧开茶杯喝了口水 栩栩言道 我们俩只能够活一个 事实证明这是无法更改的天命 我接受现实 并且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你的存在对万济堂的未来更加有利 看看眼前的形势 转念一想 其实你最后吞了万济堂 说不定也是好事 如果你能活着 没人通得了万济堂 即便是纳兰朵朵 也没那个水力 叶灵天抽了一根香烟叼在嘴里 呼吸有一些粗容 哎呀 当然我们俩 如果能紧紧地绑在一起 就什么也不怕了 文星辰明美地笑了 朝着叶灵天身上轻拍了一下 你这话颇有点英雄兮英雄的味道啊 和你相比啊 我不是什么英雄 叶灵天的文星辰 惭愧地笑了笑 纵然我怀疑 四考特有问题 却不敢断定 他跟美国艺能战队有瓜葛 我怀疑的是魅影 遗憾的是 就在刚才通过四考特的嘴型 我发现 他联系的是美国艺能战队的人 文星辰浑身一颤 呆呆地看向叶灵天 你 你真的能够看到 嗯 是的 我能看到 叶灵天看着自己的双手 静静言道 其实我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聪明 之所以走到现在 真的是无运气好 明明感染了超级病气 必死无疑 但是经过变异 不仅活下来了 反而是越来越强 甚至体内的蛊虫也跟着掺和 弄是滚水神差的 蹦到了九天玄学觉的第三层巅峰了 这是 所以修炼九天玄学觉的人中 成绩最好的一个 或许过了今天 我会冲到第四层的出街的 文星辰咬着红唇 轻声地说道 可以将你的故事 讲给我听吗 当然可以啊 叶灵天打开了车窗 从左杀手讲起 一直讲到秦氏集团 又讲到现在 他自己也闹不明白了 为什么跟文星辰有那么多话 最后的最后 他还告诉文星辰 他很想那个叫做孙茜雪的女孩 也很想吴锡君 想到想起来心里啊 就像刀割一样 文星辰拍了拍 叶灵天的肩膀 轻声地安慰道 有些事不去想法更好 想了心里撑不住 就像我明知道自己要死 却不去想死的事情 解决遇到的问题 才会明白活着的意义 老天既然选择了你 就坚持地走下去 利物谱这一关 能够冲过去 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吴锡君最后也能写 现在着手要做的 就是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 美梦成真 叶灵天吐了口气 将烟头丢到了窗户外 顾笑着说道 以前有人问我 习君会不会醒来 纵然我的语气坚定 其实心里真的打鼓 你们翻阅我的履历 总习惯用神奇形容 都把我看得那么强大 其实啊 这一路我总是爬过来的 伟大的人生不该是这样 所以我不抱怨不可能 看到你之后啊 我觉得老天爷对我还算不错 我也坚定了自己的信件 连你这样出来 拔萃的天才都倒下了 我还好生活在这里 坐在这里 有什么渴 说到这里 叶灵天朝自己的嘴巴来了一下 哎呦 你瞧我这张嘴啊 又不会说人话了 没关系 这也是我想说的 文星辰 抚了一下长发 看向叶灵天 那略带沧桑的眼眸 柔声地说道 其实你的年龄不大 可眼睛却比别人的老了很多 这足以说明 你今日的一切都是自己打拼出来的 而我多多少少有家人的扶持 其实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 事实上 除了肩膀上的责任 我在活着的时候真的没有太多的奋斗目标 只是为了让万极堂强大而努力 文星辰咬着红唇 眼眶突然湿软了 只是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 是不是太亏了 我想做一个作家 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我想听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 可是我 我没有时间 先前所有的时间 都用在勾心斗角上了 却用在该死的家族事物上了 他抱了粗口 生平第一次抱出了粗口 叶灵天突然紧紧拉住文星辰的手说道 以前我也这么想过 我就觉得老天爷太操蛋了 文星辰轻轻将手抽了过来 惊吓了一声 对叶灵天说道 你有点不正常 作为有着远大目标的人物 你不该如此 叶灵天老领红 对不起啊 没关系 文星辰看着前方 嘴角滑过了几次苦涩 我是遗憾 您是怕死 其实遗憾和怕死 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死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活着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最可怕的是 死之前突然发现 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时间做了 那叫遗憾 叶灵天扭头看着文星辰 咬着牙说道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 延长你的寿命的 逆务谱之战赶紧过去 过去了 你的梦想多少能实现一些 万吉堂和文水杰 这批人交给文文和我 我发誓 不会亏待万吉堂的人的 不会让万吉堂的人 觉得愧对先祖的 文星辰闭上眼睛 摆摆手说道 你还是一门心思 用在处理如何应对 当前的局势上吧 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 我认为文士杰等人 不该参与这场事件 否则 不可能不伤亡 他们都是我千挑万选出来的 损失一个 我这心里啊 就针扎似的疼 没错 现在想想你当初的角色 似乎欠妥了 一临天发动车子 不过 你又没长后眼 怎么可能看得那么远 人都交给你了 我围观你的表演 我的要求就是 不许有伤亡 当然 我更遵从你的决定 不到万不得已 不发表任何意见 文星辰将车窗关上 突然对叶灵天说道 正是开战之前 我们还有多长的时间 从目前的情况看 空下的时间应该还有 叶灵天想想思考 他的口心推测道 嗯 也不好说 如果有时间 咱们去钓鱼怎么样 文星辰 朝海边挪了挪嘴说道 坐在船上 在大海上钓鱼 应该感觉还不错 叶灵天扭头看了文星辰一眼 笑着说道 现在是冬天 雨不好钓 不过 既然你喜欢 恭敬 不如从命 文星辰对叶灵天 贴心的回答 非常的满意 别人都说 你很难说话 我看不尽然 如果我能多活一段时间 说不定咱们俩 还有段故事 叶灵天面部肌肉一紧 嫩嫩言道 温相亲 没想到你也喜欢 开玩笑啊 都快死的人了 有什么话不敢说的 文星辰 飘了叶灵天一眼 下面的话 就非常不中听了 只是你的长相 完全不符合我的审美观 当然你的气质和修养 也跟我心中的另一半 相差甚远 否则我不会介意 最后一段时间 跟你谈一场 轰轰烈烈的恋爱 我说你别用这种眼神 看着我 跟我谈感情至少 要比跟李波特 谈要好得多吧 至少我是女人 并且 你的取向 从目前来看 还没有出现 多大的偏差 你是女人没错 不过是个 非常可怕的女人啊 心眼比狮子还多 瞧你选的地方 我压根就抵御不了 钓鱼的诱惑 至于嘴巴 比褚妖精毒多了 你要活着 我肯定离你远远的 叶灵天心里 是一边碎碎念 一边开车 很快的就到了住所 车子刚停下 叶灵天就看到维克多 火烧屁股死的 在停车上团团转 叶灵天一副额头 扭头问文星辰 我好像错过了 合作伙伴了 这伙的情商 根本没有资格 圣任阿尔卫斯 以能联盟的大张老啊 文星辰打开车门说道 能让他急成这样 接下来你将听到的 恐怕是一个 无比糟糕的消息 我相信你更不淡定 叶灵天 黑着脸下了车 维克多 一见叶灵天 眼珠子立马就亮了 几步走上前来 急声地说道 脑边的情况搞清楚了 叶灵天有些无语 看看四周 美好接着说道 维克多先生 要不我给你个 扩音喇叭啊 你在阿尔博特港 对着大家吆喝 说你现在 已经掌握了 美国以能战队 行动小组的身前 维克多对着 竞技的夜色 顿了老大一会儿 唠定一红 情况有点解极 让叶先生解笑了 不管怎么样 请记住你的身份 你是阿尔卫斯 以能联盟的大长老 是高层 下面的兄弟 就等着你领军 你这副表现 说严重点 是扰论军心 如果是在我的黑鞋间 我毙了你 叶灵天毫不留情地训斥 静水地走向迷失 有什么事 到下面说 好 维克多对文星辰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跟着叶灵天 上到了电梯 一边排着维克多的 兰帕德大气都不敢出 完全被眼前的这一幕 给震呆了 老天呀 阿尔卫斯以能联盟大长老 被阁下训得像个孩子 这举情太不合理了 我眼睛是不是画了呀 兰帕德眼睛没画 能让维克多如此不淡定 阿尔卫斯以能联盟情报部 反馈的信息证明 形势很糟糕 糟糕到叶灵天更不淡定 在密室拍着桌子 喊破了喉咙 维克多 你是不是逗老子玩呢 不管怎么说 维克多也是 阿尔卫斯以能联盟大长老 在意能世界 也是声名赫赫的人物 纵然 战斗力方面 可能有一些孱弱 可叶灵天 这只人家的鼻子骂 终究不对 这种情况 文星辰作为当事者 站出来打打圆场 是必须的 从长远角度来看 远深耀也非常需要 阿尔卫斯以能联盟 这个盟友 而万济堂已经跟叶灵天 绑到一根绳子上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事实却是 文星辰指着 电脑屏幕里 指指哆嗦 从樱桃小口中 蹦出的话语 都走掉了 维克多 我怀疑你的诚意 严重怀疑 阿尔卫斯以能联盟的诚意 维克多 松松肩膀 双手一摊 好胜地说道 尊敬的叶先生 美丽的温小姐 请相信我真的不是 给你们出难题 阿尔卫斯以能联盟 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此外 如果真能调集更多的人手 我就是拼了这个 大张老的十位不要了 也会竭尽全力调过来 可地中海以能联盟 中东以能联盟 我们不能不防 第808集 夜灵天将香烟 狠狠地暗灭在烟灰缸里 咬着牙说道 维克多 我这边也抽不出人手 我想 你应该明白 滑下我们风云变化 我如果调人过来 老我可能就被人抄了 实际对别太悬殊了 这场仗 没法打 文星辰啪的一声 重重合上军用笔记本电脑 双手环保胸前 对维克多冷冷一笑 整体实力如果用数值来估算 阿尔卑斯艺能联盟是第一 美国艺能战队是第三 我们还要防着魅影 最后指不定 还要跟血族拼上一把 维克多先生 你当真以为 叶灵天能够贿赂你们的上帝 将传说中的十二神斗士 从天上拽下来吗 维克多哭散着脸 我知道这很难 可而今集中的已经是我们联盟中 能调动的所有力量 事不相反 这些人都是跟随我的死忠 叶先生 我不会让我配一样的精英 白白送死的 将他们全部调到利物谱 拼死一阵 这已经充分证明了我的诚意了 有诚意没实力 有个必用啊 叶灵天脸都红了 在会议室来来回回走了几圈 气呼呼地说道 对方是已能战士 不是世俗武装力量 解决问题的玩意儿不是枪炮 是拳头力量啊 维克多低垂着头 闭上眼睛缓缓地言道 对不起 这些我都知道 可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如果实在不行 我只能任由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这 这也是没奈何呀 只是想想如果让美国已能战队得逞 阿尔贝斯已能联盟真要亡了 我这信你啊 真的很不好受 叶灵天揉着太阳穴 竭力给闹神经讲压 闻星辰看着叶灵天坐了下来 会议是顿时时落针可闻 抽根音想想 闻星辰从烟盒里抽出了一根香烟 递给了叶灵天 把他吃了都能想出办法 叶灵天将香烟接过来 点燃后狠狠抽了一口 二虎盯着维克多的眼眸 拍着良心说 这点人嘛 让我打赢利物谱之战 这是不是比丹麦童话更扯淡的 维克多抬头看向叶灵天 沉思许久之后 方才质地有声地说道 没错 不过看似不可能的童话 在欧洲大地上发生过 2992年 丹麦欧锦赛独管了 2004年的希腊欧锦赛独管了 无论何时看 这都是奇迹啊 文星辰猝猝眉头 点着桌子看向维克多 我们对足球不感兴趣 我们谈论的是战争 维克多大长老 如果叶先生 带领阿尔贝斯伊能联盟 取得利物谱之战的最终胜利 先前合作的条件 显然不再适用 摆在面前的局势 你也看到了 这场战役从理论上说 你们必输无疑 由此 阿尔贝斯伊能联盟 最终会成为美国伊能战队手里的一杆枪 即便你们灭亡 欧洲潜伏的斗士 也不会出现主持公道 在他们心中 欧洲和北美原本 就是一家 维克多点点头 温小姐说得没错 这确实是摆在面前的事实 既然你选择和叶灵天结盟 就意味着并不看好 美国伊能战队 他们的野心 会将伊能势力带入无尽的深渊 温星辰拧开了茶杯 喝了口水 嘴角挂着冷笑 即便超级无者出现 伊能势力想要端掉华夏五门 绝对是痴仙妄想 不是我用老目光看问题 华夏五门之上不只有宗门 还有神秘的仙门 一旦易能大规模地入侵华夏 对华夏的根脉构成损伤 我想你应该清楚 他们一旦出身 后果会是什么 维克多打了个哆嗦 前任大长老的遭遇 现在想起来还让他浑身发抖 不过看到叶灵天之后 他不安的心又冷静下来 他坚信 叶灵天的身后正是这样的势力 否则叶灵天不可能在西方 顺风顺水的这么多年 到华夏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如果利物谱之战 让叶灵天有性命之忧 维克多坚信 华夏从未露面的巅峰人物 肯定会将美国一能战队 给撕得粉碎的 美丽的温小姐 我承认你说的都是事实 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 维克多指示温星辰 可在美国一能战队的祸时 没到之前 我们首先要自保 不是吗 文星辰喝上了杯盖 淡淡的言道 维克多先生 你的说法非常可笑 这件事跟我们并没有 多大的关系 考虑到这完全是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想我们最佳的选择 是离开这个鬼地方 将李波特从利物谱 带走对我们来说 不是太难 同样将科尔迪索 和伊莎贝拉带走 难度再高 也比领着这点人马 跟美国一能战队 拼胜算大 如果美国一能战队 和血族要找我们的麻烦 文星辰说到这里 冷酷地笑了笑 华夏敞开大门 欢迎高阶异能 或吸血鬼 我们的宗门势力 会让他们知道 麻烦不大的人过来看看 华夏的美好山川 是允许的 不过若是麻烦大的家族 过来找大麻烦 原谅他们 是你们上帝的事情 宗门的工作 是送他们去见上帝 维可多 看着沉默不语的夜灵天 又瞅瞅面若寒霜的文星辰 站了起来 如果离五湖之战 阿尔贝斯一能联盟取得胜利 阿尔贝斯一能联盟 不会跟远深教议 宣署任何书面协议 但维可多代表首领发誓 阿尔贝斯一能联盟 是远深耀义的一员 愿意为了叶先生的梦想 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文星辰粗粗眉头 顿了老大一会儿 方才说道 维可多先生 您应该明白 在这个世界 誓言往往跟忽悠画着等号 承诺不过是写在纸面上的文字 维可多哭哭一笑 叶先生 其实阿尔贝斯一能联盟的追求 跟您最终目标 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 欧洲官方的行为反映了 欧洲一能的发展趋势 遗憾的是 也正是因为此 联盟内部的不同声音 格外的响亮 否则 今天的利物谱 美国一能战队 绝对翻不起这么大的浪花的 叶灵天将香烟丢在地上 重重的采灭 没有去看维可多 挥挥手说道 维可多先生 你现在可以出去了 维可多一愣 猫中尽是绝望 尊敬的叶灵天各想 难道您就不要再考虑考虑吗 这个世界没有不可能 童话也会成为现实的 我已经对您宣誓效忠了 阿尔贝斯一能联盟的诚意 叶灵天打断维可多的话 有些不耐烦 如果你不出去 给我留足够思考的空间和时间 难道你让我带着这点人吗 去跟梅格纳斯拼呢 即便该死的梅格纳斯 是脑残 硬碰硬的玩 我也会怕他搞得是不要不要的 明白吗 维可多一听叶灵天这么说 眼睛刷的又是一亮 赶紧攻身说道 可惜啊 不打扰了 转身离去的时候 这祸嘴角滑过李斯 坏坏的笑容 只要将叶灵天拖下水 就是胜利 他身后的神秘好手 多年前可以出来一次 难道就不会现身第二次吗 只要他横空出现 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房门缓缓地关上 文星辰帮叶灵天 将叼在嘴里的香烟点燃 最近的叶先生 人已经走远了 别再装了好吗 装 叶灵天眨发着眼睛一连不见 我装什么呀 个人觉得你在五门世界混得太取材了 你应该去好莱坞 只要你发挥五成实力 就会成为华夏有史以来第一个奥斯卡影帝 文星辰将火鸡丢到了桌子上 淡淡言道 眼纪太高了 叶灵天翻了个白眼 扭头对文星辰笑道 如果你过去 只要发挥三成实力 就是影后 刚才你那些话说的 这地有声啊 文星辰露出会心的微笑 盯着叶灵天的眼睛 小声地说道 具体怎么做 要不要我提醒 不需要 推倒美国艺能战队不是不可能 甚至从某种方面来说 我把握很大的 叶灵天揉着太阳穴 忧心忡忡地说道 可是温小姐 你应该清楚会最担心的是什么 如果他掺和进来 一切都是未知数 甚至全军覆没 都不是没有可能的 你指的是吉野亚依吗 文星辰站起来 推开了窗户 对着深沉的夜色 慢条斯理地说道 我提醒你 如果在一个组织 处于巅峰高位 除了你这个另类 任何人都不会亲自上阵 你在顾虑吉野亚依的同时 有没有想过 如果他无法调动 魅影真正的高手呢 叶灵天手里的香烟 怕他一声落在了地上 转头 看向文星辰 你有多大的把握 没有把握 直觉 文星辰转过身来 冲着叶灵天 烟然一笑 不管吉野亚依参与不参与 这并不妨碍我们的计划 前提条件是 动手要快 下手要狠 要做到这一步 落到实处 还要看看你的外挂 开得有多大 开外挂 叶宁天怂怂肩膀 请相信我 我跟老天爷 真没有经济上的来往 经济上的往来 可能真的没有 文星辰 走到叶灵天的身前 两只小手 按在他的双肩上 如果老天爷的 性取向有问题 跟李伯特一样 看上你了呢 叶灵天差点吐血 呆呆地看向文星辰 老大 咱们能不取向 这两个字吗 完全可以 文星辰松开了小手 将桌子上的茶杯 碰了起来 您出门的时候 突然回头笑着说道 其实刚才我说的 极有可能啊 在你身上 发生的事情太诡异 麻烦你方唱罢 我登场 最最关键的是 看似麻烦 最后 都被你捡了个大便宜啊 即便是 这剧情也太能够扯了吧 叶灵天 背对文星辰 吻声吻气地说道 不送了 晚安 文星辰关上房门的时候 还不忘提醒 手机 一定要保持 二十四小时的畅通哦 指不定老天 会突然跟你电话 是爱呢 我 夜灵天转过身来 房门砰了一声 关上了 在夜灵天 房门关上了一瞬间 利物谱 远郊的一处庄园 格罗亚索 书房的门轻轻打开 格罗亚索 就瞄了眼 关上房门 老老实实 坐在对面的乔森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我亲爱的乔森 你这身打扮 难道又到外面 找灵感去了 我最后一次强调 你找灵感可以 创作也可以 怎么不务正业都可以 但是 请不要在休息的时间 打扰我 你最应该明白 我的头都要砸了 看在你是我儿子的份上 乔森 正正脸色 沉沉地说道 老爸 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消息 可能会让你崩溃的 崩溃吗 做了这么多年 做过了家族的租长 格格亚索 什么事没有碰到过 特别是这对不省心的儿女 有一百多岁了 还跟个长不大的孩子似的 我觉得 我的承受能力 是很强的 乔森朝椅子上一靠 见到乔森要喝咖啡了 一把夺了过来 你该喝的是水 将糟糕的消息告诉我之后 你马滚船上去 乔森撇撇嘴 将书桌上的水喝完了 然后对格格亚索说道 老爸 叙述的时候 我不希望你打断我的话 完全可以 只要不是关于绘画 我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 学习的说 烦透了 格格亚索 灭了口咖啡 乔森有些无语 组织好语言后 将在李伯特家里发生了一切 原原本本的告诉了格格亚索 在这个过程中 他充分的表现出了血族超强的实力 宴席上 每个人的表情 准确的说 每个人的眼神 都是充满的描述 清清楚楚 比监控视频还要详尽 讲述完毕之后 格格亚索 接着眼睛看着乔森 完了吗 完了 乔森呆呆的看向格格亚索 老爸 你一点都不惊诚 一点都不紧张吧 至少愤怒要有一点吧 说完了 滚回卧室睡觉 格格亚索 务必平静地挥挥手 那里像 乔森坐在原底 好像失了魂魄一般 于是皱了皱眉头 无奈烦地说道 该死的乔森 这不是你的卧室 乔森出了一口气 赶紧离开了书房 在走廊上慢悠悠地走着 喃喃自语 太好了 从老爸的反应看 一切尽在掌握 看来是我多想了 行事没有想象中 那么严峻呢 这话还没说完了 突然书房传来 噼里啪啦的声音 然后 乔森好像是被雷电 劈了一般 乌颜慧宇 从父亲的嘴巴里 一股脑地蹦了出来 自从做了组长之后 父亲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如此失态了 格格亚索的眼珠子 血红血红 刁牙已经凸显 此刻 他不是优雅俊美的绅士 而是嗜血如命的吸血鬼 第809集 开死的威廉 如此重大的讯息 你们会不知道吗 花下那边都乱套了 你们会不知道吗 格格亚索 就像暴怒的狮子 气得在原地打钻 阴谋啊 自始至终都是一场阴谋 威廉德古拉 你只是要将血族 朝火坑里推啊 你是用我的外孙 做诱饵 该死的 这些年你对我那可怜的外孙 做了什么难道 我不知道吗 还有美国一能战队 该死的命 走过来家族 就是那么好欺负的吗 他紧紧地握着拳头 对着书桌上 吹了几个窟窿 接力压抑内心地分开 自言自语 卡纳瓦罗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 搞大了我女儿的肚子 格罗亚索不是门蛋 准确来说 是左古拉家族 近代史上最英明的领袖 遗憾的是 血族联盟将它看成了 介于2A和2C之间的另类 2B 早在几个月前 格罗亚索已经准确遇见 隐秘世界的暴风雨 即将抵达 却未料到 暴风雨来得这般的快 更想象不到 威廉如此不留情面 可怜的科尔迪索有个体面的葬礼 已经是奢望 现在更是沦为了大家 肆意争夺的货物了 他身上流淌着 左古拉家族高贵的血脉 不容血毒的血脉 他想了很久很久 推开窗户 吹着冷风 最后毅然地走出了书房 穿过走廊 走到了一出窝房前 还亮着灯 所以他也轻轻地敲了敲门 一头金发的绝美西方女子 务必惊诧地看着格罗亚索 父亲大人 这么晚了 有什么急事吗 我的伊莎贝勒 这么晚找你 肯定有事 格罗亚索将房门关上 静止地走到 梳妆台间坐下 科尔迪索 父亲大人 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 他的存在是个错误 你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伊莎贝勒愣声地说道 我为我的肆意妄为 再次向您道歉 我这么晚过来 咱们就不能坦诚坦一坦吧 格罗亚索对着书装的镜子 轻声地说道 据可靠消息轻报 卡纳瓦罗已经在利物浦出现了 伊莎贝勒浑身一哆嗦 小千头紧紧地握着 颤声地说道 父亲大人 这一定是巧合 他来利物浦绝对没有任何的目的 在相处的过程中 我并没有告诉他 我们的家族助力在利物浦 当然他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蚂蚱 也没有能耐找到这来 格罗亚索转过身来 指使伊莎贝勒 这不是巧合 因为他的头就在刚才突然给我带话了 要将你和克阿迪索带到远深耀眼 跟卡纳瓦罗在一起 伊莎贝勒无比惊恐地掩住了小嘴 缓缓站了起来 不 父亲 这不是真的 他不会这么蠢 他一定不会的 卡纳瓦罗当然不愚蠢 如果愚蠢 他也不会成为地杀的副首领了 而今 华夏控股的一号人物 在原神耀眼混得风生水起 格罗亚索 促着眉头 眼光也很好 那个叫做叶灵天的小家伙 表现出的实力 让我不得不惊他 阿尔贝斯一能联盟 愿意跟他结盟 这池子水也很深的 伊莎贝勒 眸中划过了一道喜色 见格罗亚索 沉沉的目光射过来 赶紧低下了头 父亲大人 我永远同家族站在一起 永远不会背叛 佐古拉家族 曾经我的幼稚和荒唐 给家族蒙羞 以后再也不会 卡纳瓦罗不过是我的玩物 对他 我没有丝毫的感情 够了 格罗亚索拍着桌子大声地说道 我的眼睛还没有下呢 你心中想什么我知道 现在你听好了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一定要老老实实回答 如果 让你和科尔迪索到花下生活 远离做过了家族 你愿意不愿意 伊沙贝拉浑身一颤 咬着红唇摇里摇头 不 我不愿意 你是我的父亲 我不想离开你 我不能再玷污 佐古拉这个光荣的姓氏 如果不玷污佐古拉的姓氏呢 格罗亚索走到伊萨贝拉跟前 轻轻言道 我知道你心中是怎么样想的 可依然希望你告诉我 因为 我是你的父亲 想听到最确定的答复 父亲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伊沙贝拉觉得 格罗亚索非常古怪 好像换了一个人 你老实回答我 我就老实回答你 格罗亚索搬了张椅子 坐在了伊沙贝拉对面 现在 我不是佐古拉家族的族长 而是父亲 你伊沙贝拉 佐古拉的父亲 伊沙贝拉 没敢看父亲的眼睛 扭头对着窗外 鼓子勇气 栩栩地言道 我愿意 可我更加不愿意跟你分离 我爱你 爱着乔森 爱着卡纳瓦罗 更爱 克尔迪索 否则我不会生下他 想到过几天 他就要走上积榻 我 我心痛 我是他的母亲 伊沙贝拉看向格罗压缩的时候 已经是泪流满面 可是我知道 我身上流着佐古拉家族的血 我要为族人考虑 我们的环境并不是很好 遗憾的是 我和乔森都不能帮上你什么忙 除了给你添论 我们好像什么都做不了 不要再说了 我亲爱的伊沙贝拉 你没有对不起佐古拉家族 是佐古拉家族对不起你 格罗压索要着牙 愣愣言道 一个族长 如果连自己的外孙都保住 这是家族的耻辱 永远的耻辱 伊沙贝拉被格罗压索的话给惊呆了 他擦擦眼角 无比紧张地看向父亲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的伊沙贝拉 隐秘世界的战争要开始了 再没有任何组织 能在这场风暴中幸免 格罗压索派了派伊沙贝拉的相间 轻声地说道 你让我坚定了选择 这很好 在这种时刻 果断是生 犹豫不决是死 父亲 难道我们要卷入这场战争 如果如此 我们佐古拉家族还要做先锋 伊沙贝拉拽拽格罗压索了一袖 想到过往 佐古拉家族的付出 沉声地说道 我们为血族付出了太多 家族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 我没有想你 我亲爱的伊沙贝拉 只不过这次 佐古拉家族做先锋 不是为了血族 而是为了我们自己 格罗压索冷冷地回道 伊沙贝拉有些不解 父亲 为了我们自己 父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孩子 你是卡纳瓦罗的妻子 卡尔迪索的母亲 可是 德古拉家族却让这成为了一个笑话 格罗压索向了过往 缓缓言道 血族和人相爱生子 却是违反族规 可几千年前的规矩 不应该改改吗 世俗渐渐地走向了民主法治自由 隐秘世界 拘泥欲落后的规则 这次风暴一定会吸取福球 让血族患然一新的 伊沙贝拉赶紧走到父亲的身前 父亲 您别说这些 你只要告诉我 佐古拉家族不是为了血族 到底是什么意思 既然他们是错的 为什么低头的是我们 为什么 左术牺牲的从来都是我们 难道 我们就不能反抗吗 他们怎么对我们 我们还不反抗吗 佐古拉家族不是羔羊 哥洛亚索抚摸着 伊沙贝拉长长的金发 笑得哪般苦涩 再不谈牌 佐古拉家族就被人吞得 喳喳都不剩了 现在 我承认 卡纳瓦罗这个女婿 可爱迪索 也是我 最最可爱的外孙 伊沙贝拉瞪她的眼睛 愣了许久之后 方才颤声地说道 父亲大人 这是真的吗 真的 哥洛亚索点点头 伊沙贝拉紧紧抱住 哥洛亚索 可是 想到父亲刚才的话 又有些心惊胆战 哥洛亚索拍拍伊沙贝拉的后背 柔声地笑道 你已经很久没有抱过我了 我一直都想抱你 可是 我真的没有心情 伊沙贝拉在此擦擦眼角 笑声地说道 父亲 咱们一起去 远身药业吧 佐古拉家族 彻底离开利物浦 我们不跟 德古拉家族 正面对敌 行吗 你应该知道的 德古拉家族很强 非常的强 格洛亚索帮着女儿 擦了擦塞边的雷珠 摇摇头说道 理物浦是我们的根 作为佐古拉家族的族长 我要为佐古拉家族的荣耀而战 为生存而战 伊沙贝拉推开格洛亚索 固执地说道 既然如此 我和卡纳瓦罗留下来 咱们并肩作战 她是我的人 我是她的女王 我有为佐古拉家族 溜血的责任 我的孩子 不要开玩笑了 你和卡纳瓦罗留在这里 除了增添麻烦 还能做什么呀 你应该明白 我一根手指 就可以将那个小子捏死 此外 你和科尔迪做具原生药业 就是为佐古拉家族 最大的支持 就是同我们并肩作战 格洛亚索盯着伊沙贝拉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道 佐古拉家族的血族很孤单 在外面更没有盟友 他需要一个靠谱的朋友 在即将掀起风浪的世界 携手共存 格洛亚索盟中 立光一闪而过 豪情稳让 既然免不了血战 就让战争惊天动地 佐古拉家族会将德古拉家族 推向宣扬 勇士不得翻身 伊沙贝拉 想起这几年家族的种种 低着头轻轻地说道 我不明白同样是血族 德古拉家族 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们 我的孩子 这是深奥的哲学命题 我无法会回答 自相残杀是人的本性 又是 也是血族的本性 格洛亚索握着拳头 科尔迪索 被德古拉家族带走的时候 我就渴望付出了机会 现在机会终于到了 伊沙贝拉正式地说道 父亲 你有多大的把握 把握 危战之前不好说 格洛亚索背负双手 看向武警的深夜 我唯一确定的是 那个从未被人注意的小角色 已露出疗痒 当他将身上那层羊皮 彻底撕裂 这个世界将为之颤离 因为隐秘世界风暴的刀火索 他参与了起点 并且到现在 似乎所有的事情 都围绕着他的足迹展开的 也许这就是天命吧 夜色很深 更静 局中人的心一点都不平静 从文星辰离开会议室 到夜灵天 一根接着一根的抽烟 当桌子上的手机响起 看着陌生的号码 夜灵天的手 微微的有点颤抖 狠狠的按下了其听见 请问是夜先生吗 话筒里飘出来的声音 带着些许的清冷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您是尊敬的 格罗亚索先生吗 夜灵天 竭力让自己的音调 显得平静 夜先生 料到我一定会打电话吗 格罗亚索端着咖啡杯 慢悠悠的说道 如果卡纳瓦罗死了 你不会打这个电话 如果卡纳瓦罗活着 这个电话 你一定会打 今天 不 确定的说 昨天晚上 看见乔森的那一刻 我相信 你会选择沟通的方式 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的 夜灵天 狠狠的抽了口香烟 功声的说道 请允许我代表卡纳瓦罗 对你说一声 谢谢 谢谢你这些人来 为以沙贝拉和卡纳瓦罗 所做的一切 也谢谢你 为了他们 隐忍了许多 电话那边 沉默了一会儿 淡淡言道 夜先生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杀了卡纳瓦罗的心呢 事实上 做过了家族对卡纳瓦罗的追捕 一直都未停止的 尊敬的 格罗亚索阁下 允许药业 在以前绝对没有对抗 作过了家族的实力 夜灵天叹了口气 老老实实的说道 我们的心踪 也不是全无破绽 如果没有你的默契 我想藏住卡纳瓦罗 对我来说 不至于天方夜谈 你选择放过卡纳瓦罗 在某种程度上 你给卡纳瓦罗 和伊沙贝拉 留了一条路的 你是个知爽的人 格罗亚索笑了 请夜先生 老老实实的告诉我 仙里迢迢的 干往利物谱 开始是不是准备 带着滑小巫者 杀进佐古拉家族啊 尊贵的先生 我们即便 跟血族同归于尽的念头 也没有攻打 佐古拉家族的打算 伊沙贝拉和卡纳瓦罗 将陨身妖叶 和祖国的家族 连在一起 如果 抛去该死的船头 我们是一家人 夜灵天顿了一下 见格罗亚索没有吭声 紧跟着说道 作为一个长辈 绝对不会容忍 自己的晚辈 被人当做小白鼠一样研究 更不可能 接受自己的外孙 被人当牲畜一样 放进几坛 你之所以隐忍 是因为时机未到 格罗亚索一转的沉默 爱后冷声地问道 你的情报系统 没有这么强的 这些事情 你怎么知道的 尊敬的阁下 有猜出来并不难 只要站在你的角度 时辰处地地想想 很多事情就想通了 您绝对不是 缺乏勇气的人 夜灵天接着说道 既然对方 如此相逼 作为真正的勇士 您会毫不犹豫地 亮出刀子的 第八百一世纪 格罗亚索哈哈大笑 叶先生 你的嘴巴很甜的 尊敬的阁下 我不过是阐述事实 认识我的都清楚 我的嘴里 吐出人话的几率 并不高 夜灵天怂怂肩膀 沉盛地说道 我们接下来 是不是要探讨一下 从哪里下刀啊 这个问题 面谈更好 格罗亚索扭头 看着水中 笑着说道 在从刀子之前 你不觉得 伊沙贝拉和乔森 应该远离该死的战争吗 不管远深药业 到了哪一步 即便我死了 他们依然好好活着 夜灵天 给了格罗亚索 向药的答案 明天 我就去海上钓鱼 格罗亚索先生 带着鱼具 一起来吧 这个季节钓鱼 叶先生 雅致真高啊 格罗亚索 有意味地说道 夜灵天 话语间多少 有些无可奈何 我不是有雅致的人 却有个 有雅致的同伴啊 当然 在那钓鱼啊 能听听风暴的声音 听到风暴的声音 才能准确判断 下一步怎么做 我对钓鱼没有兴趣 我想不留痕迹的 将我附近的鱼 一股脑 全搂上来 格罗亚索 将杯中的咖啡 一口气喝光 另有些苦恼 作过了家族的底蕴 并没有得过了家族身后 所以叶先生 今天晚上 要多动动脑筋呢 格罗亚索阁下 你是一个英明的统帅 夜灵天先生 你更是一个 精明的领袖 明天下午四点 索罗达近海 夜灵天 恭候大家 夜灵天激动的 手头在颤抖了 我一定准时赴约 格罗亚索 挂断了电话 夜灵天 豁然而起 快步出门 静止走到 兰帕德的房间 啪啪啪的敲门 兰帕德拉开房门 揉了揉 轻松的睡眼 见是夜灵天 浑身肌肉 立马绷紧了 可惜啊 有什么命令 让你选的人 立刻给老子爬起来 夜灵天掏出手机看了看 十分钟 集结完毕 兰帕德呆呆地说道 现在吗 格侠 他们正在休息 休息 夜灵天毫不客气地说道 将他们踹起来 现在他们 归咱们管 是 兰帕德 选择 选记一个理证 世子是自证枪圆 不过心里又开始打鼓了 那些可都是秒杀自己没商量的货子 揣他们屁股 如此丧尽天良的命令 阁下怎么有勇气发出来的 天上 六部分部 地下室 秘密训练场 兰帕德选中的人 准时出现在训练场中 维克多也出现在这里 夜灵天掃掃眉头 走到维克多的跟前 冷声地问道 大战老 你什么意思 维克多飘了眼兰帕德 小声地说道 情况是这样的 这些能战士 耿到奋部 时间又这么晚了 兰帕德跟他们不说 所以 以前命令 暂时由我下达 夜灵天 扫利盐站在一边 满脸不满的乙能 又看看兰帕德 耀之家说道 维克多 如果这就是你的亲兵 所反映出来的素质 那么 我很抱歉地告诉你 现在 你可以领着他们回家了 因为我们已经输了 维克多调到夜灵天 或许有些不满 没想到反应如此之大 赶紧说道 尊敬的叶先生 你应该明白 适应新的指挥者 需要时间的 我给了他们 足够的适应时间了 在我们谈吐的 那一刻起 你就应该让他们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头 夜灵天 指着阿尔卑斯 乙能联盟的 乙能战士 咆哮道 好好看看你的病 他们脸上带着不满 明白吗 大阵在即 轴身上下涌动的 不是对战斗的渴望 而是对打扰 休息的不满 这样一批窝囊费 怎么跟美国 乙能战队打 此言一出 乙能战士们 已经由不满 变为了分开 窝囊费吗 在隐秘世界混了这么多年 谁不知道 哥们是不折不扣的 热血男儿 是阿尔卑斯 义能联盟 未来的顶梁柱 这个夜灵天 敢明目张胆地 侮辱我们 不可原谅 无法原谅 领头的队长 已经是出奇的愤怒 看向维克多 对谋中 全是期待 只要维克多 识个颜色 他会立即地 向夜灵天发难 维克多 扫了眼领头的队长 恨不得 一巴掌 扇在他脸上 好声地说道 尊敬的叶先生 你的生活 出现了错误 维克多 你应该叫我阁下 夜灵天 一点面子 都没给维克多留 这地有声地说道 不要忘记 密是我们的承诺 要想活着走到最后 他们乃至于你 都要听从我的领导 维克多 作为阿尔卑斯 异能联盟的大长老 可是 这批异能战士 心中神一般的存在 纵然维克多 曾在他们面前 纯纯地告诫 所有来到 利物浦的高级异能战士 在利物浦之战中 都有 要听从夜灵天的指挥 不过 很多异能战士 都将这句话 当成了一个笑话 远深药业 跟阿尔卑斯 异能战队相比 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身经百战的战士 听从小朋友的领导 世界上 再也没有比这 更荒谬的事情了 哪里想到 神一般的维克多 在夜灵天面前 就是一只 唯唯诺诺的羔羊 阿尔卑斯 异能联盟的脸面 当然无存 领头的异能战士 再也按耐不住 不过维克多 愤慨的目光 竟直走上前来 朗胜的说道 叶先生 我要跟你调战 维克多气得浑身直哆嗦 指着对上了鼻子赤道 该死的内克汉姆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吧 尊敬的大长老 我是阿尔卑斯 以能联盟的战士 阿尔卑斯 以能联盟的荣耀告诉我 必须用自己的实力 向叶灵天证明 我们不是窝浪飞 内克汉姆昂着头 不懈地看了眼叶灵天 语气中全是挑衅 让我们服从你的领导 至少你要给出令人 幸福的理由 叶灵天铁青着脸 愣笑两声 维克多 这就是你的兵吗 看到了吗 内克汉姆 如果你再多说一句话 立刻给我从利欧坡滚回去 维克多火了 纠着内克汉姆的衣领 眼珠子都起红了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在赠送 阿尔卑斯以能联盟的希望 不 内克汉姆鼓足勇气 倔强地说道 如果一个领袖 连接受挑战的勇气都没有 他如何领导 承载着光荣以荣耀的 阿尔卑斯以能联盟战队呢 该死的 维克多 支着内克汉姆的鼻子说道 我现在宣布 你被轻力出队了 立即从这里滚出去 立刻 内克汉姆指使 暴跳如雷的维克多 缓缓言道 尊敬的阁侠 我可以从密室走出来 也可以 退出利物部行动 但我依然坚持自己的念头 要跟叶灵天来一场公平的罪局 作为一名阿尔卑斯以能联盟 以能的战士 这是我的责任 兰帕德冲 以灵天耸耸肩膀 意思是 割下 您看到了吧 这批人我真的管不住啊 原因很简单 我打不过他们 以灵天深吸了一口成气 扭头对维克多点了点头 笑道 好 好一个阿尔卑斯 异能联盟战队啊 我现在终于明白 这么多年来 为什么你们的实力 不增反将 为什么让美国异能战队 牵着鼻子走 你们压根啊 就对不起战队这个词汇 维克多 双腿直打白色 直至以内克汉姆为首的 已能战士 老脸苍白无色 该死的混蛋 你们就是一群 不折不扣的混蛋 维克多大战老 别发火了 我想你也看到了 他们真的不服 如果这样的状态持续的话 解散这支战队 才是最佳的选择 以灵天 打断维克多的话 盯着内克汉姆的眼眸 愣笑道 在你的观念里 是不是 认为只有比你的强大 才具有发言权 在异能的传统理念中 这是亘古不略的真理 内克汉姆撇撇嘴 怎么 野先生不敢吗 内克汉姆 该死的 你立刻给我滚出去 维克多 愤慨非常 拉住内克汉姆的胳膊 众目睽睽之下 挑战绝对领袖的权威 这太疯狂了 不 大战老 我不能将弟兄们的性命 交给无能之辈 内克汉姆 绝强地说道 叶灵天拽住大手高高 举起的维克多 淡淡言道 现在 你退到一边围观去 如果你能命令住他 他就不该有那么大的劲了 叶灵天闭上了眼睛 深吸力够长气 对内克汉姆问道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巴顿将军的个人战斗力 是不是比他手底下的兵都强了 叶灵天 我再强调一遍 那是战争 是世俗世界的法则 你应该清楚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隐秘世界 规则不一样 内克汉姆坑枪有理地说道 胜着为王摆着胃口 才是我们遵从的真理 好 我接受你的挑战 叶灵天从身后抽出寒芒 对内克汉姆说道 不过 我有件事情要提醒你 那就是 我不会跟人切磋的 只会跟人决斗 这场比赌 不是你死 就是我王 你敢吗 内克汉姆冷笑一声 从牙缝中 蹦出了一个字 敢 那好吧 叶灵天 后退五米 身子半蹲 左手按着地面 右手凝聚针脊 灌输在寒芒之中 高高扬起 内克汉姆 路是你选的 内克汉姆 左右手画成了理刃 侧转身来 锋利的剑刃一前一后 直指叶灵天 作为领袖 你的话太多了 叶灵天 欧了一声 嘴角挂着冷笑 那是因为你快要死了 我帮你祷告 祈求上帝 原谅你的无知 去死吧 装强做事的男人 内克汉姆 租下一点 如同夜空滑过的流星 速度之快 完全超乎了维克多的想象 上帝啊 内克汉姆已经达到了 七级异能战士的水准 再跨越一个阶层 就是斗士 这 是不可能啊 维克多浑身一阵的毛汉 一临天 在西北边陲 只能跟三级异能战士交手 即便情报显示 他的实力直显飞升 已经达到 六级异能战士的水准 却也不是内克汉姆的对手 不 准确来说 即便他自己 跟内克汉姆交手 都不见得占得了便宜 内克汉姆 住手 维克多慌了 扯着嗓子怒吼 叶灵天受了伤害 就是阿尔贝斯 以能联盟的末日了 兰帕德在这瞬间也懵了 在他眼中 叶灵天和内克汉姆 似乎消失了 只有一道道的影子 如电盟骤然乍现 这就是 高级以能的速度嘛 怪不得 强弹对他们不起作用 这种速度 再密集的扫射 也不能确保 会对目标造成伤害 当然 还有内克汉姆 瞬间发出的 无上威势 兰帕德觉得 空气中的氧气 陡然被挤压得 没有了空间 那种令人窒息的感觉 好像被人紧紧地 扼住了喉咙 这不是感觉 是事实 不管是 叶灵天 还是内克汉姆 刹那间 战线的速度 造成了空气的波动 围观的 已能战士们 面面相许 内克汉姆队长的实力 怎么可能如此强悍 好像变了个人 先前他的实力测评 不是六级异能吗 难道 短短一天就突破了吗 刷的 一道荧光 从叶灵天面前扫过 割裂了空气 叶灵天足下一点 避过的同时 沿着训练场 半蹲着身子 急速的前行 自始至终 手中的汉姆 都没回出 与内克汉姆周旋 像只老鼠一样 只知道 东躲西藏的家伙 也能领导 阿尔贝斯 以能联盟战队吗 任由他 跟维克多玩下去 阿尔贝斯 以能联盟 真的玩了 内克汉姆 手中的李剑 转了个弯 不留痕迹 操向 叶灵天的同时 某中 一道力光闪过 左手利刃 所指的方向 正是目瞪 口呆的维克多 叶灵天 站在距离 维克多不远的地方 对急速冲来的 内克汉姆 露出了一个 无比灿烂的笑容 叶灵天的右手 高高扬起 向下突然一划 空气温度 斗人甚高 前方 凭空出现 竖刀蓝色的光点 狡猾的狡猾 内克汉姆 左手右手 双刃挡在胸前 蓝色光点 与利刃接触的刹那 灼热让他浑身一沉 上帝啊 叶灵天的内力 怎么如此的精粹 内力外化的攻击力 不可能如此强大 这个叶灵天 太古怪了 内克汉姆 向后劫腿的同时 身子陡然向上折飞 那理想 叶灵天不知何时 已经出现在正上方 那把蓝色短刀 劈了下来 混蛋 内克汉姆 心中怒吼 身子向右轻轻一侧 硬生生地躲过这一道 旋即 右臂换成了理认 可内克汉姆悲哀的发现 右臂不见了 场中 一条胳膊落在地上 鲜血物质飞萨 维克都终于反应过来 对着场中大喊道 也灵天国下 颠倒为止啊 只是 激动震撼的两个人 谁还能听到 他的话语呢 失去右臂的内克汉姆 大惊失策 速度 旋即下降 左手攻击力 自然大打折扣 叶灵天 怎么可能给他 继续抵抗的机会呢 展落内克汉姆 右臂的一瞬间 大手一松 还忙 旋即飞向了内克汉姆 嘘 内克汉姆心头一个机灵 侧身避过飞来的一刀 正准备虚晃 而后 冲向大门逃离 脚上未着地的 就见韩芒之后 一刀蓝色的光点 回是神差的 飞了过来 后招 在兵器脱手之后 内力怎么可能 再次幻化成形啊 这不科学啊 内克汉姆的心都凉了 早知道如此 就不挑起事端了 他向前一趴 光点呲啦一声 穿透了他的躯体 那种灼痛让他浑身一颤 大喊一声 住手 我认输了 与此同时 窜向窗口的脚步 没有丝毫的停顿 按照一般的逻辑 交战中一方认输 对手往往都会收招 内克汉姆见杀戒斗然 消失心中大喜 哪里想抬头一看 叶灵天手持 还忙冷冷地看向自己 完了 内克汉姆赶紧止步 正准备开口求饶 漫天杀起铺天盖地的卷来 一道蓝芒 从他的脖根抹过 内克汉姆呆地看向叶灵天 然后双膝跪地 缓缓地倒在地上 维克多大惊失色 足下一点穿了过来 看着倒在地上的内克汉姆 颤声地说道 阁下 现在我们人手不多呀 你觉得 敌人会帮我们作战吗 叶灵天对着 倒在地上的尸体 撇撇嘴说道 好好看看 他是不是内克汉姆 维克多大惊失色 赶紧低头看去 就见内克汉姆的肤色 慢慢地发生变化 很快地 就成了另一个人的模样 维克多缓缓地蹲下来 看着面前的 异能战士 喃喃自语 怎么可能呢 异能战士 在内克汉姆倒下的瞬间 一起窜了过来 即便 开战前说好了 生死不顾 可在内克汉姆 已经求饶的情况下 还痛下杀手 这显然违反了 最基本的比斗准则 这是杀戮 是对阿尔卑斯 异能联盟战士的杀戮 绝不能原谅 这是 在他们看到 倒在地上的人后 这些异能战士 面面相许 瞬间 脑中是一片的空白 叶灵天 粗粗眉头 问维克多 倒下地上的人 你认什么 他叫斯诺 是美国 是美国 一能战队最强的模拟 一能 他是一个传说 维克多 站起身来 浑身直打哆嗦 他什么时候 对内克汉姆 下的手啊 这个问题 我现在无法回答 叶灵天 踩着斯诺的尸体 一脸凝重 不过 我想在你们人 来到这里之前 斯诺 就已经潜伏 在队伍之中了 叶灵天的目光 在阿尔贝斯一能联盟 战事面庞上 一一的扫过 情况 比想象中的 还要厉害 维克多 你告诉我 美国一能战队 有多少模拟一能 像斯诺一样强 连你们都发现不了 维克多 低着头 想了许久之后 方才回答 可想 一个斯诺 已经很可怕了 如果再来几个 阿尔贝斯一能联盟 就真晚了 那个汉姆 是我的心腹 身份也非常的隐秘的 没想到 这种绝密情报 都被美国一能战队 掌握了 叶灵天凑到 维克多的耳畔 这个事 我们待会再谈 言必 叶灵天指着 倒在地上的尸体 立声地说道 诸位 看到了吗 美国一能战队的 一能战士 已经渗透到 阿尔贝斯一能联盟 核心战士之中了 刚才我的话 有错吗 敌人就在你们面前 都没发现 你们拿什么跟人家打 阿尔贝斯一能联盟的 战士们不服 可摆在眼前的事实 让他们不得不低下 骄傲的头颅 斯诺 是很厉害 却不代表 不能发现 圣者为王 败者为寇 好 斯诺能杀掉 内克汉姆 取而代之 我的实力 显然比内克汉姆更强 那么 我现在就是王了吧 烈灵天江还忙插到腰间 厉生地喝倒 可是 战争的胜利 是单兵之间的较量吗 不是 不管世俗的战争 还是隐秘世界的战装 最终的胜利 靠的是综合实力 这不仅包括 单兵作战能力 还有情报能力 协调能力 遗憾的是 如此浅浅的道理 你们都不知道 但战争 却已经来临了 异能战士们 搭拉着脑袋 没人吭声 你们知道 面对的敌人 有多强大了吧 烈灵天指着门口 大声地说道 那好 我告诉你们 在这座城市 美国异能战队 集中了三倍于你们的 异能战士 告诉我 你们要怎么 打赢这场战斗 凭什么 打赢这场战斗 用实力影拼 等待阿尔卑斯异能联盟的 只有死路一条 阿尔卑斯异能战士中 没人吭声 脸色全都白了 三倍于己的力量 这 这完全是一场 不公平的对决 基本没有胜利的可能性 叶灵天 撒了维克多 对这群 阿尔卑斯异能战士的 表现实在太不满了 厉声地说道 怎么 没人吭声了吗 怕了吗 我能废 三倍于己的力量 就把你们吓坏了 老子当年在战场上 领着一百来个人 对抗对方一个师 是怎么打的 我的勇气 从哪里来的 又是什么样的 一百个人打赢一个师吗 阿尔卑斯异能战士 齐刷刷地看向 叶灵天 这小子 该不会是在吹牛叉吧 兰帕德在这 和挺起胸膛 作为天煞 利物谱分布的负责人 叶灵天 以前的光辉设计 他有所耳闻 叶灵天也正凭着那一战 成为了雇佣军 永远的战皇 怎么 你们怀疑吗 那就让维克多 将我的有关情报 一无一时地 告诉你们 行不行 叶灵天 不懈地撇了撇嘴 阿尔卑斯异能战士 起起摇头 其中的副队长 站了出来 沉声地说道 尊介了阁下 我们相信您的话 你叫什么名字 叶灵天冷声地问道 我叫布特兰德 此次利物谱心动地对付 尊介了阁下 布特兰德 听见了胸膛说道 好 布特兰德 请你记住 你不相信也要相信 即便你知道 我刚才是吹牛皮 叶灵天虎目顺势一扫 冷声地说道 因为 现在是战争时期 在战争中 统帅说星星 比月亮还要明亮 那月亮只会是黯然无光的 如果 你们想打赢 利物谱之战 如果 你们想让阿尔卑斯 一能联盟 重回巅峰 不成为隐秘世界的笑话 我的话 就是终于之事 兰帕德 就是你们永远 不能怀疑的顶头上司 他就是 让你们去吃食 你们也得趴在地上 津津有味地吃 说到这里 叶灵天将兰帕德 一把拽了过来 兰帕德 我告诉你 我不想今日的场景再出现 倒在地上的人 叫斯诺 但在我心中 他就是那个汉母 以后你的命令下打 只要有人不听的 就地处决 有一个处决一个 有一双 处决一双 如果都不听话 就一个不留 宁愿让他们死在这里 也不能用 阿尔卑斯 一能联盟战士的血 去谱写 美国一能战队的功劳部 对战士而言 那才是真正的耻辱 叶灵天这般说着 踩着斯诺的尸体 咬着牙 对维克多说道 抽出人手 成立临时纪律队 绝对服从我的命令的纪律队 维克多 眨巴眨巴眼睛 想说些什么 就听叶灵天 斩钉截铁地说道 这是战兆 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是 可惜啊 维克多 躬身硬道 叶灵天 点燃了一根香烟 狠狠地抽了一口 阴沉着脸 对兰帕德说道 按照我们的方式 训练他们怎么逃 偷懒的 用鞭子给我玩命抽 告诉他们 今天偷懒 明天就丧命 刚才还热血沸腾 宣扬这就是战争 俨然要对对方 决一死战 怎么这会儿 又训练怎么逃跑了 兰帕德一愣 不过心中 即便有满腹的疑惑 也只能憋在心里 战争时期 水兵要做的是服从 首领下的救生命令 是 兰帕德一个例证 大声地说道 叶灵天 环视眼四周 含着面说道 我想 我们可以出去 好好地谈一谈 阿尔卑斯 也能联盟的现状了 显然不久之前 我们没有就这个问题 深入地探讨过 维克多点了点头 跟在叶灵天 屁股后面 一步一趋 就在这一刻 阿尔卑斯 已能战士 终于看见了状况 利物浦之战 头儿 是叶灵天 不是维克多 甚至不是 阿尔卑斯 已能联盟 看到叶灵天 阴沉的脸出去 再看看 倒在地上的尸体 这一刻 他们不寒而栗 兰帕德挺起胸膛 不懈地扫了 眼 一能战士 高声地说道 姑娘们 人都走了 还在看什么呢 姑娘们 这小子脑门被架了吗 以布特兰德 为首的 已能战士们 怀疑听觉 出了问题 齐刷刷 看下了兰帕德 兰帕德 见他们有些发懵 扯着嗓子吼道 布特兰德 告诉我 你在看什么 布特兰德 扭头看看自下 缓缓走到兰帕德 面前 正对面的这个人 一根手指头 等虐死谁来变的 小家伙 好声地问道 兰帕德 阁下 您在跟我说话吗 兰帕德 唾磨星子 喷了 布特兰德 一眼 大声地说道 你应该叫我 长官 姑娘 我去你 大爷的 布特兰德 想骂人 不过 想到 叶灵天 刚才 质地 有声的一番话 深吸了一口 长气 小声地说道 是 长官 我没听到 兰帕德 看下 目瞪口 他的战士 大声吼道 是 长官 布特兰德 呼出去了 扯着嗓子喊道 兰帕德 丝毫没有给 布特兰德 留下面子 布特兰德 告诉我 你是不是姑娘 是 长官 布特兰德 浑身颤抖 咬着牙 大声地回答 亏对 兰帕德 对布特兰德 的回答很满意 冷着脸 从排成两派的 阿尔卑斯 已能战士面前 走过 终于找到 属于自己的角色 我知道你们 对姑娘 这个称呼 很反感 那就用自己的 实力证明 你们是野蛮 兰帕德 站定 指着外面 如何证明 那就是 将美国 已能战士的脑袋 揪下来 塞进他们的裤灯 让他们知道 在我们面前 他们就是 怯弱无助的 小姑娘 怎么才能 做到这一步 告诉我 姑娘们 没人回答 只有粗重的呼吸 告诉我 到底应该怎么做 兰帕德又问了一声 还是无人回答 那我告诉你们 第一 服从命令 第二 坚决服从命令 第三 誓死服从命令 兰帕德老脸通红 大手在空中舞动 我们的领袖是战皇 是从古至今 最杰出的军事领袖 他的决策 会让美国 已能战队后悔 踏上这片土地 不 后悔来到 这个世界上 叶灵天 是天下的队员 和地下队员眼中的神 是黑棋军 心中永远的战皇 弟兄们之所以 对他言听己从 个人魅力 是一方面 丰富的战斗经验 不可或缺 没有人愿意 跟着一个老打败仗的头混 当然 叶灵天之所以能走到今天 不得不归光于靠谱的团队 纵然这些队员 刚开始的战斗力 不是很强 不过 人的潜能 可挖掘的空间太大 只要方法得到 蚂蚱也能发挥 超乎寻常的战斗力 更何况 有些有手的人呢 相对于叶灵天的团队 以维克多为首的 阿尔卑斯一灯战士 让叶灵天非常的不满 其松散的管理让他吐血 萎靡的精神状态让他无语 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否则天神带领这群家伙 也是死路一条 维克多兼叶灵天出了训练场 面色不善 一脸惭愧 可嘉 对不起 我们的表现让你失望了 我失望是小事 你的下属失望 才是大事 作为团队的领袖 你不合格 叶灵天盯了维克多的脸 厉身呵斥 那颗汉母是你忠诚的下属 即便思怒的模拟 也能再讲 他依然不是那颗汉母 别人发现不了 情有可原 但是作为其一手提拔上来的领袖 你发现不了 难辞其咎 维克多静静地看向叶灵天 一脸的颓然 人归有自知之明 所以我一开始就想调 这批战士的领袖是你 利物谱之战后 阿尔卑斯一能联盟 应该都会交给您指挥的 叶灵天凝视维克多 湛蓝的眼眸 可是 你至少保证 交到我手里的 是一支纯洁的队伍 我无法保证 维克多 冲着叶灵天苦苦一笑 双手一摊 今天的情况 你也看到了 不是我不想 而是我 我没那个能力 大爷的 阿尔卑斯一能联盟的高层 就这么无能 叶灵天着实有些难以相信 第812集 见叶灵天老半天没有吭声 某中全是疑惑 维克多叹了一口气 尊敬的阁侠 阿尔卑斯 你能联盟 自从前任大长老倒下之后 就失去了主心骨了 不管是我 还是首领 阿尔卑斯 都很难做到 让属下心服口服 目前的局面 凄惨一些 不过是勉强独任 与美国一能战队 飞速发生的实力相比 我们高层不断提高的 不过是内部不和谐的声音 叶灵天咽了口唾沫 怪不得美国一能战队 敢跑到你们家门口玩啊 他翻了个白眼 想了想说道 我让玛丽选出一批队员 将阿尔卑斯一能联盟的队伍 重组一下 我要求 你选出最铁的一组队员 重任临时的纪律部 时刻在命 与此同时 阿尔卑斯一能联盟的 情报系统和地杀对戒 举次选 必须交到克莱尔的手上 换句话说 利物浦之战之后 我要掌控 阿尔卑斯一能联盟 维克多 忧郁了一下 点了点头 可以 我相信各侠 掌控阿尔卑斯一能联盟 不会偏离我们之前的 航险太多的 掌控 不代表你们 一定要为远生药业服务 是为了最大可能 提升阿尔卑斯一能联盟的 战斗力 你们还是阿尔卑斯一能联盟 你们更有自主权 叶临天 他眼看向维克多 正次地说道 当你们觉得发展方向 已经逾越了你们的底线 随时提出抗议 远生药业会在第一时间撤出 如果大家相处愉快 这种状态 继续下去 维克多 眨着眼睛 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哥强 你 你这样 我无法理解你为什么如此看看 一个强大的 阿尔卑斯一能联盟的存在 从某种程度上说 更有利于未来的局势 叶临天点着桌子 缓缓言道 从隐秘世界的大形势看 你们的牵制作用非常明显 这样 华夏武门也会有所顾忌 美国艺能战队 也会有所顾忌 如此才能保证 隐秘世界风暴的破坏力 不大于太过惨烈 维克多 浑身一震 在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 自己跟叶临天的差距在哪了 是远见 叶临天 着眼的不是华夏 不是欧洲 而是整个世界 换句话说 他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 历史记载 千年之前 也有一个人下过这么大的棋 他的名字叫做纳兰朵朵 不可否认 纳兰朵朵失败了 维克多相信 叶临天一定会成功 因为在这一刻 找到了纳兰朵朵 跟叶临天最大的不同 纳兰朵朵渴望的是唯我独尊 而叶临天追求的是 另一个层次 我要好好活着 世俗要好好活着 隐秘势力也要好好活着 这是叶临天同纳兰朵朵的本质不同 这是不同极有可能的决定最终的胜利 维克多如果先前还有几次犹豫 现在已经铁了心了 跟袁深耀业混 这不是一时的冲动 而是深思熟虑的理性判断 数年前 叶临天身后的神秘强者 对阿尔卑斯艺能联盟发出警告 展现出来的力量 是阿尔卑斯艺能联盟无法阻挡的 现在叶临天又用自己的态度告诉维克多 只要阿尔卑斯艺能联盟跟着远深耀业走 结局定然不会太差 由此 这道选择题的难度系数真的非常小 只要脑子没抽筋的 都知道如何去选 维克多觉得 很有必要跟首领进行一番长谈 他后腿两步 冲着叶临天攻身 恭恭敬敬地说道 尊敬的阁下 维克多是你永远的仆人 阿尔卑斯艺能联盟 愿意誓死追随远深耀业 靠 你这表态也太快了吧 靠谱吗 叶临天呆呆地看向维克多 许久之后摇头笑了笑 尊敬的维克多大长老 你不是我的仆人 我没有仆人 我们都是正义的仆人 刚才那番话是建立在 利物浦之战胜利以后 否则都是空谈 叶先生既然提出了以后的构架 利物浦之战已经是师那就稳了 维克多想到三倍余几的敌人 这场上到底要怎么打还是一头雾水 不过他想不明白 但叶临天一定跟明镜似的 想到这里他沉声地说道 阁下的命令 维克多誓死尊重 叶临天点燃了一根香烟 对维克多微微一笑 远深耀业的人会很快过来 他的名字叫古涛 以后配合他的工作 是 可惜啊 维克多攻身退下 叶已经神了 叶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 静静心神 距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再琢磨琢磨 炼制焚金丹 尤为的重要 异能不是摆设 那个汉母作为模拟异能 表现出的战斗力相当可怕 由此退之 美国异能战队的强手不在少数 世俗战斗跟隐秘世界战斗的本质 区别就是 领袖不仅脑子要好使 手底下更要利索 要将阿尔卑斯异能联盟战士 死死捏在手中 六步一战 也是为自己证明的一战 这一战不仅要胜 还要胜得漂亮 叶临天必须突破第四层 第三层巅峰距离第四层 竟有一步之遥 可疑难跨越 变化却耸人听闻 九天玄玄绝记载 这要到达第四层 不仅在丹丸炼制一环 独捕天下 更难得可贵的是 真气外化攻击 对真气的损耗忽略不计 这话乍听起来没什么 细细想想 逆天哪 就在不久前 叶临天用真气对斯诺 构成了伤害 如果真气攻击损耗忽略不计 理论上 只要实力比叶临天差的 来一百个都不是他的菜 自从接触到了九天玄学诀 越修炼叶临天 越觉得这门心法的一天 他真的很想弄明白 自己进阶的原理 或许 这样对以后的进阶路途 有极大的益处 只是 情势留给他的时间真不多了 当然 老天这个编剧对他也算不错 纵然将他玩得不要不要的 好歹给他开了一次次外挂 让他玩命升级 如果仅凭借叶临天 对武道的渣渣感悟 要突破九天玄玄绝的第三层 恐怕这会儿头发花白了 也都没有理清 所以然 从某种程度衡量 叶临天其实跟武道天才 真的不搭边 这个现实如果被天正宫 那些天资卓绝的先辈们知道 恐怕化成烟都会吐血了 当东方泛起渐渐的白光 叶临天终于是敲定了 坟金丹的炼制方案 祭出了亘古神炉的一瞬 他笑得很得意 有人笑就有人哭 利物婆脚外某栋别墅 一位身着深蓝色毛泥大衣的 滑翔男子 一大早就在客厅等候 约莫过了一个多小时 斯考特终于出现 看到这个打了很久交道的滑翔男人 斯考特美语间有些不耐烦 他静止点燃一根雪茄 美滋滋的抽了一口 无比傲慢的说道 尊敬的萧先生 经过长老会议 慎重考虑 我们认为 目前阿尔卑斯艺能联盟 跟贵门的合作时机还不到 萧魂靠在沙发上 对斯考特露出了一个 无比难看的笑容 尊敬的斯考特先生 我们给出的条件 已经非常优厚了 我们并不需要 阿尔卑斯高级艺能战士 只要模拟艺能战士 充实我们的情报机关 而我们们将给予 贵门的报酬非常丰厚 阿尔卑斯艺能联盟 需要协助的时候 前员派内门高手 会在第一时间 出现在需要的地方的 斯考特送了送肩膀 表示是爱莫能助 尊敬的萧先生 我看到了你们的诚意 也知道 华夏武门身后的底蕴 可发生在 异能组织之间的纷争 任何一个异能组织 似乎都不欢迎 花夏武者过多介入 那样 我们会成为众师之地 此外 打了多年的教导 我们也知道 如何协调 彼此间的矛盾 销魂欧了一声 静静看向斯考特 好 忘了跟联盟的首领 直接通话吧 斯考特 粗粗眉头 摇了摇头 对不起 首领的联系方式 是阿尔贝斯艺能联盟 永远的秘密 我恐怕 不能答应你 那大长老呢 萧桓又问道 小先生 我们打交道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与公 我想告诉你 前缘派与阿尔贝斯艺能联盟的合作 我可以再尝试尝试 于此 我奉劝你一句 断了这个念头吧 阿尔贝斯艺能联盟 即便跟美国艺能战队合作 也不会选择前缘派的 我们历史上的恩怨太深了 即便跟你们合作收益颇风 艺能战士的尊严和荣誉 也会让这个计划流展的 斯考特 给萧魂倒了杯咖啡 瞄了眼 脸色铁青的萧魂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 无法哄抑的鸿沟 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夸过去的 萧魂无奈地笑道 斯考特先生这般一说 我明白了 谢谢斯考特先生的提醒 斯考特抽了口雪茄 笑道 前期合作 萧魂先生表现出来的 个人魅力 着实非反 我希望 我们的友谊 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受到影响 以后 只要能帮得上忙的地方 只要萧先生开口 阿尔贝斯艺能联盟 不管不稳 我斯考特本人 也会插一杠子的 萧魂端起咖啡笑道 斯考特先生的话 让我非常的感动 如此说来 此次利物谱 我也不算一无所获了 至少我知道 在遥远的英格兰 我还有一个 可以信赖的朋友 在华夏 我也有萧先生这样一个 可以托付的朋友 斯考特端起咖啡 给萧魂的杯子 碰了一下 尝尝吧 上好的阑珊咖啡 萧魂端起杯子 抿了一口 露出苦涩 还是喝不官的 太苦了 苦过之后才有香的 斯考特吹了水咖啡 小小的抿了一口 意味深长的说道 苦过之后才有香了 萧魂对这句话 并不认同 并不是所有的付出 都会有回报 这些年 跟阿尔贝斯艺能联盟打交道 他付出很多 回报基本没有 如果前员派能得到 阿尔贝斯艺能联盟的协助 那么 哎 罢了罢了 阿尔贝斯艺能联盟这条路 走到头了 那么趁着身在海外 是不是要到地中海去看看呢 萧魂沿着海滩缓缓朝前走 清冷的海风 扬起他的一惊 他停下脚步 对着一望无际的大海 略显疲惫 他拨通了一个手机号码 以嘶哑的嗓音说道 哥 没希望了 这一切 在吕进军的预料之中 不过 从萧文口中得到令人沮丧的答案后 他多多少少 还是有些失落 原本 也没有报太太的期望 现在我没有所好想 对异能的依赖 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 毕竟咱们 需要异能 也不过是为了充实情报系统 萧魂 摇头苦笑 也只有一个呀 一无双秀 如果单单用在情报方面 有些浪费了 你也别想太多了 不管怎么样 你已经尽力了 这段时间 也着实辛苦 如果有时间 在礼物谱多待几天 放松放松 如果不想在那里待着 赶紧回来吧 不过一回来 恐怕又要忙活了 短短几天呢 中小五门的反应很大的 五门联盟都要变天了 吕进军想到 而今滑下的局势 脸色有些紧张 五门联盟要变天 完全在销魂的预料之中 他叹了口气说道 看来 我们还是低估了 盐传事件的影响 一夜之间 两个中级五门灭掉 对中级五门 乃至小五门的打击太大了 对此 适当门牌 没有反应吧 中小五门解决之后 下面应该是大门牌了 暂时还看不出来啊 我想很快碰头会就要开始了 不过这是内门高层的事 咱们只是棋子啊 吕进军 敏了口酒 对着夜色轻轻的言道 对啊 我们只是棋子啊 萧魂拿着手机 突然浑身一阵 对着吕进军说道 我撑自的飞机出了故障 不能回家吃晚饭了 吕进军听到这话手机 趴他一声掉在地上 然后反应过来 拾起卫星电话 对着话筒大喊道 萧魂拿 跑啊 遗憾的是 听筒回答的是一阵的盲音 此时 阳光照在萧魂的面庞上 他对着不远处 骤然出现的男人 微微一笑 尊敬的一能战士 能告诉我 是谁要杀我吗 如果我说是思考特你信吗 男人露出了一个 完美的笑容 销魂也笑了 这个玩笑有点大了 先生 难道我连做个 明白鬼的思考都没有吗 私人是不会说话的 你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 男人冷冷看向了销魂 你来 还是我来 销魂冷笑一声 接下腰间的皮带拿在手中 男人 即便是死 也要站着倒下 严毙 脚下一点 扬起一片沙雾 闪电般的冲向了男人 第813集 一道闪电击中海滩 销魂身子一马 腰带对着已经到身后的西方男子扫去 腰带击中男子的瞬间 男子脸上露出了一个不屑的笑容 销魂浑身一颤 身子在沙滩一阵旋转 呆呆看向对方 八级一能吗 吓得血本够大的 那是因为你够分量 以能战士右手高举 叨叨闪电从空披下 销魂在沙滩上腾转挪移 在这一刻将身法发挥的叮离禁止 他没有想过逃 事实上 只要生了逃的心 立马就死在惦记之下 销魂身子腾空而起 手中皮带陡然飞出 即将落地的瞬间 一道闪电 直直击中他的胸膛 鲜血从口中喷出的刹那 将他内力凝于右掌 向前陡然一推 鲜血夹杂着无上力道 自穿异能战士的衣服 在异能战士的胸口 留下一道印记 异能战士大怒起来 冲头已经爬在地上的销魂跟前 掐着他的脖子提了起来 咬着牙猙獰的笑道 花下五指 你挤怒了我 销魂嘴角挂着几次得意 你本应该可以抢望秒杀的 却让我发出了15招 你的力量很强 但身法破绽太多 知道为什么 花下五门一直站在 已能无法触及的所在吗 因为我们可以将力量 发挥到极致 真技巧 发挥到极致 相对而言 你们真的是垃圾 咔嚓的 已能战士掐断了销魂的脖子 垃圾嘛 你们可以将力量和技巧 发挥到极致 我们却能将科技 发挥到极致 将冰冷的尸体丢在地上 男人拿起药粉 垫在销魂嘴里 很快 这个身着毛泥大衣的花下五者 就化成一餐水 融进大海 被浪花毫不客气地送走了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吧 西方男子迅速幻化成销魂的模样 从沙滩上捡起手机 在手里颠了颠 看看刚才的号码笑了笑 突然他眉头一簇 对着远处 怎么有一种被人接觎的感觉呢 他凝沉了好一会儿 顺着那种感觉向远处看去 却什么都没有察觉到 难道出现了幻觉吗 他小声地嘀咕一句 掏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沉声地说道 尊敬的阁下 已经送销魂回家了 下面怎么做 请指示 很快 话筒传来一个女生 正是基业雅一 自然是剑剑斯考特 他跟销魂的私交还算不错 你以销魂那么样混进去 阿尔卑斯艺能联盟的人 也不会有太多的怀疑 吉业雅一端着咖啡对着大海 笑容如满山绽放的杜鹃花 吉业雅一坐在床口 追着散放着浓语芬芳的蓝山咖啡 悠然自得 销魂之死意义太重大了 重大到几石山的损失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记得先前 他对此愤慨无比 以为再次深入五门内部 基本不可能 哪里想走到现在 全然是六万花名有一村 由此 他不得不感谢千元派 正是他们的病急乱投意 才让已经脱离掌控的局势 又一次稳稳捏在掌心里 就在吉业雅一挂断电话的时候 你能暂时犹豫了一下 还是将心中的疑虑说了出来 尊介的阁下 刚才我动手的时候 总感觉好像被一双眼睛死死盯着 这种感觉让我非常不安 被一双眼睛紧紧盯着 吉业雅一 搓搓眉头 握着卫星电话 你确定 也不是很确定 只是一种直觉 似乎有一股力量 阴阴传来 不过 这股力量 很快又消失了 异能战士紧锁着眉头 我以为这是错觉 不过我的错觉 想来很准的 韩阴克兹 站那儿别动 吉业雅一 闪电般地冲向地下室 看了一眼 正在分析整理情报的维尔托德 立声地说道 掉天眼 立刻 维尔托德拿个怠慢 几十秒之后 韩阴克兹出现在视频画面中 吉业雅一 对着话筒沉声地说道 告诉我那股力量传来的方向 韩阴克兹握着手机 顺手一致 吉业雅一 扭头对维尔托德说道 按照海英克兹的方向 一米都不放过 维尔托德的手在键盘上 一阵无动 数据在大屏幕上 接链不断地显现 灯镜头 划过一艘小船时 红色数字亮起 净爆声 旋即响起 那个女人是滑小舞者 有舞者三发的气息 威尔托德盯着屏幕上的数据值 笑声地说道 纵然 这些衡量数据不是很准确 不过 在一定程度上 还是可以信赖的 这个滑下女人的实力 不容小觑 重要的不是这个女人 而是这个男人 吉野雅一 追着视频画面 扭头对 维尔托德说道 镜头拉近 我要看看 这个男人的面部表情 可下 如果这么做 可能监控时间 要大大缩短了 威尔托德 小声地告解 这样的人物 他的表情 决定着局势 吉野雅一 愣愣言道 威尔托德点点头 对着手下人 舍了一个颜色 很快 天眼在这一刻定格 镜头无限拉伸 从各个角度 靠近那个 手持钓鱼竿的男子 吉野雅一 盯着男人的脸 看了老半天 沉默的 就像是一头雕塑 存记的格下 经过改进的精准监控 这多只能坚持五分钟 如果 还不干净 隐蔽讯号 届时 要冲洗天眼 恐怕要飞不少周折 毕竟 我们借用了 各个强国的军用卫星 他们的追踪技术 在目前阶段 要找到我们的踪迹 不是特别难 还是小心会上安 维尔托德 对着屏幕上的 红色警告 小声提醒 关了 吉野雅一 对着维尔托德 摆摆手 顿了一下 对着话筒 一字一句地说道 还一个词 什么都不要做 回来 立刻回来 一边的小前前三 和维尔托德 面面相许 费了那么大功夫 做调 销魂什么都不做 这扯了吧 这个 尊敬了 阁下 销魂是联系 二尔卫斯 一灯联盟 和钱云派的纽带 顺着他这条线 我们能发现 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充分挖掘 他的潜在价值 对我们的未来 大有弊 小秦潜三 走到纪尔 牙医跟前 轻声地说道 不能因为 海音客辞 那虚无缥缈的直觉 就放弃计划 如此 就得不偿事 这纯粹是巧合呀 巧合 纪尔牙医坐了下来 对小秦潜三说道 给我七杯咖啡 小秦潜三一愣 赶紧将懒山咖啡端上来 看看视频画面 再想想 魅影此刻的目标 轻声地说道 可惜呀 机会一旦出现 把握不住 就再也难寻览 秦也雅一 面无表情地看向 视频定格的画面 思考虚久虚久 对维尔托德说道 思考特宅所的坐标 叼出来 叶灵天的坐标 以及海音客辞 坐调销魂的坐标 也标出来 看看三方的距离 电脑分析结果 很快就出现在 机会牙医的面前 这不是巧合 一定不是巧合 机会牙医端着咖啡 对着视频画面 斩钉截铁地说道 维尔托德 扭头看了一眼 机会牙医 可想 你为什么如此确定 吉野牙医不满的目光 立刻射了过去 维尔托德旋即低下了头 吉野牙医盯着维尔托德 看了许久 方才轻声地解释 叶灵天会钓鱼 不 我跟他以前接触过 他没有钓鱼的习惯 也不会钓鱼 他会钓的 只是人 说到这里 吉野牙医对小金钱三 冷冷的言道 不要忘记发生在坑州的世界 叶灵天在山上表现出来的实力 让我们不得不意识到 这样一点 那就是叶灵天这里 吉野牙医指着自己的眼睛 冷声地说道 他这里 比我看得要更远 看得更细 游艇的坐标 距离考斯特的宅所是七公里 萧魂出事的地点 距离那艘船是五公里左右 如果这样都是巧合 我说给你 你信吗 维尔托德对着画面中 夜灵天冷漠的面旁摇摇头 我不信 由此可以推断 海音克斯摸拟销魂的这一幕 已经被他发现了 从情报角度看 销魂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按理说 凭借叶灵天的机制 不可能看不出来 阿尔卑斯艺能联盟内部发生了什么 凭借他的行事手法 面对潜伏的敌人 要么赶尽杀绝 要么将计就计玩大的 吉野亚医面了口咖啡 闭上眼睛 无比沮散地说道 看来 斯考特这个棋子 拿起来的意义不大了 小秦前三想了许久 笑声地说道 如果叶灵天参与这场战斗 三方设立定然会杀得难分难解 我们能否考虑一下 渔翁得利啊 渔翁得利 吉野亚医盯着小秦 剪散了眼睛 笑着说道 哼 在你说出这番话前 你告诉我 叶灵天一步步走到现在 凭什么 多年前谁都知道 那个从尸体里爬出来的人 看看他干了什么 在杀手界混了几天 就成了死神 在情报部门混了几日 就铸成了地煞的辉煌 黑骑军我不提了 你都知道的 维尔托德想了想 正色地说道 如果以个人成就而言 叶灵天是天才 不折不扣的天才 吉野亚医想到 叶灵天的过往 淡淡言道 他不是天才 只不过他的经历太多 经验太多 而经验才是最可怕的 他能够活到现在 他对局势的掌控 绝非我等人可比 利物浦的行动 我们提前暴露了 更遗憾的是 暴露之前 斯考特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那么要在叶灵天身上 渔翁得利 就相当于将豆腐 丢进油锅里 想要炸油 却发现自己 损耗不少 小心险三 皱着眉头 试探着说道 可爱迪索 我们也要放弃吧 既然叶灵天选择 在这里钓鱼 就已经将所有的 可能都想到了 既然他看到了我们 做掉销魂 恐怕我们这边的底细 他已经一见二出 即便再有利的局势 想要将科尔迪所带走 必然要有损耗 而凭借我的实力 要做到这一步 把握不大 动用维尔托德的人 无异于自取灭亡 季业牙医低着头 狠狠地言道 都是该死的大长老 如果我们手里的人马足够 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看来攘外 必先安内 朝时有些道理 小心险三 出了口气 其实这样也好 过早涉足 乙能和雪族之间的纷争 对我们不见得是好事 我不甘心 我真不甘心 吉野雅医 接地让自己冷静 末了照着手 对维尔托德说道 美国艺能战队死定了 我们静观齐运 既然我们不愿意做配角 就要看看叶灵天 这出戏要怎么唱 等正面对决 才能把戏唱的 比他更好听 是 可想 小心险三 轻声地说道 维尔托德飘了一眼 一脸沉默的吉野雅医 在这一刻 他从吉野雅医身上 感受到了一种力量 一种比大长老 强悍许多的力量 如果大长老碰到这种情况 至少要有余味 可吉野雅医 发现不对 到采取措施的果断 让人瞠目结舌 吉野雅医站起来 看了眼维尔托德 不住忙碌的身影 突然说道 重点关注美国艺能战队 维尔托德一愣 点点头道 我知道 吉野雅医 正维尔托德 微微一笑 不该是知道 而是理解 经此一议 美国艺能战队 肯定吃了大亏 如果他们是哑巴 吃了黄连道也罢了 如果不是 必然会采取报复行动 维尔托德眼前一亮 带带看向吉野雅医 客家 您的意思是 针对大长老的行动 速度快一点 说不定能够赶上 这场大戏 六谱之战 美国艺能战队 投入不少 再跑到华夏 获赠一头疙瘩 美国艺能战队的实力 就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吉野雅医想到这一点 笑了 其实从这个角度看 叶灵天也算是 给我们送了一份大礼了 美国艺能战队即便 我们不能全吞 至少也能分一半的肉 届时魅影 终于可以在阳光下 露露面了 维尔托德激动的浑身 都在发尘 声音都在逗着 可笑 跟随您 是我这一生 最正确的选择 吉野雅医 将咖啡一饮而尽 飘了一眼 维尔托德淡淡地言道 好好做 为了自己 是 可笑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维尔托德功声地回道 吉野雅医 将咖啡杯递给 孝琴前三 给我准备一艘游艇 小秦前三 赶紧攻身地说道 是 可笑 吉野雅医 欢欢出了监控室 步伐很是飘忽 很少有人注意到 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写满了回忆 回到卧房 他换上最喜欢的 粉红色和服 坐在梳妆台前 拉开抽屉 去出一个白色蝴蝶结 将乌黑的头发竖起 而后对着镜子 略是粉带 这一刻的他 青春中 又多了些许 成熟的韵味 很是迷人 吉野雅医 走到窗户边上 拉开窗帘 对着艾尔兰海 喃喃自语 艾尔兰海 在冬季别有一番风味 只是 选择在这个季节 海上垂掉的人不多 由此 索罗达近海一艘游艇 现在很是图 闻星辰天刚亮 就跟艾灵天到了这里 有模有样的钓鱼 遗憾的是 钓了老半天 鱼一条都没钓上来 艾灵天对着 空空如也的水桶 弄了弄嘴 我还以为 你会钓鱼呢 闻星辰扶了扶长发 回道 钓鱼是一种心境 不一定要钓到鱼 还说我 你不也是一样 艾灵天将鱼竿放下 松松肩膀 我从没说过 我会钓鱼啊 不过钓人的手段 还是有一些的 你还需要钓鱼啊 闻星辰飘了 叶灵天一眼 淡淡地言道 从你身上 散发的气势来看 修为方面 又有质的突破 恐怕现在 真地级初阶舞者 在你面前 应该没有 还手之力吧 你强大了 利物浦之战 取胜的把握 至少朝上 增加了两层 这个世界 能防住死神的人 真的不多 叶灵天略有些无语 我已经竭尽全力 压住了气息 你怎么看出来的 感觉 闻星辰 扭头对 叶灵天笑了笑 看到现在的 你就想到 曾经的我 只是你的经脉 似乎要比我强了许多 我的经脉 应该比你强 五道领悟 跟你没可比性 突破九天玄学诀 第四层 我借住的是外力 叶灵天探手入怀 掏出十枚 比水晶 还要剔透的丹丸 一枚枚 放到了 闻星辰的手中 这些是 焚晶丹 纵然比起 天早丹略次 不过 让闻世杰等人 修为提升一个档次 没有任何问题 焚晶丹嘛 这东西 以前没有听说过 闻星辰放下了鱼竿 将丹文 拿在鼻子边上 轻轻一嗅 看向叶灵天的眸中 全是不可思议 今天早上炼智的 确切地说 是凌晨 叶灵天 静静看向闻星辰 笑声地说道 如果你早点遇见我 这枚丹丸 将解决你 所有的麻烦 遗憾的是 事项没有入光 闻星辰 将丹丸 塞进口袋 露出一个 无比明媚的笑容 看来叶先生的 规语 当真神奇 这些丹丸 纵然 以前从未听过 不过秀起来 芳香无限 确实上等 提升了一丹丸 是不是上等 我不清楚 不过这些丹丸 的确是用心练制 材料 也是珍贵非凡 叶灵天 正色地说道 给谁服用 你心里要有补 我手里还剩下一枚 其他的都给你了 这个我懂 闻星辰 捏着比水晶 还要通透的丹丸 冲叶灵天 浅浅一笑 大恩不言谢 你的慷慨 一定会有回报 我以万鸡堂的 幸运保证 万鸡堂为 远生药业做的 已经够多了 如果没有你们 远生药业有没有 还在量说呢 叶灵天 这番话说的是 特别的真诚 万鸡堂的回报 是万鸡堂的 我的回报 是我的 两不相干 闻星辰 朝海滩的方向 看了一眼 轻声地问道 钓那么久的鱼 该看到的 都看到了吧 叶灵天想到 这个早晨发生的 一系列事件 点点头 嗯 前任派不容小觑 魅影也参与进来 更让人无语的是 思考到哪边 还有一栋 闻星辰叹了口气 看来情况比想象中的 还要严峻 万鸡堂 想要置身室外 可能性不大了 不过实力提升了 耗损应该不是太大 亲历利物谱之战 对以后 他们的发展 也大有好处 再好的花 也得渐渐风雨 否则出了温室 就是死 我会接地减少伤亡的 将利物谱之战的损耗 降到最底 叶灵天 从口袋掏出香烟 抽出一根 咸在嘴里 就看佐古拉家族 可不可出力了 如果将西北边陲 比作起点 利物谱就是转折点 经此一战 远身药业 再也不适于难 易能和血族的内乱 也正式开始 文星辰 双手拖着下巴 双腿不停地 敲打着船舰 这只远方说道 咱们神秘的朋友到了 叶灵天连忙起身 见文星辰 没有起来朝船舱 走的打算 浮身问道 不同我一起进去吗 谈判而已 这点小事 你都搞不定 也就不是叶灵天了 文星辰 目光盯着远方 端起旁边的茶杯 抿了一口 我想吹吹海风 不想在利物谱之战上 耗费脑神经 好吧 叶灵天说着便进到了船舱 卡纳瓦罗看到格罗 雅索的船快速靠近 很是紧张 叶灵天撇了撇嘴 翻了个白眼 太没出息了 不就见老丈人吗 看把你吓了 卡纳瓦罗挠了挠头 小声的说道 这是我第一次见的 如果他不同意 我让伊萨贝拉跟我走 我总不能带人冲进 做过了家族抢人吧 放心啊 既然这老吸血鬼 愿意过来 你的问题不是事 关键我这边很麻烦 叶灵天朝 卡纳瓦罗捶了一群 想到这伙高光的表现 不顾身份的调侃 华夏都开放二胎了 等伊萨贝拉到了原神药业 你抓紧再造个奇迹 二女双拳才是没事啊 一个克尔迪祖 我还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 再来一个 我没那办事 卡纳瓦罗倾可了一声 赶紧转移话题 那个阁下 走过来家族 真愿意跟我们合作吗 我觉得这事有点不靠谱 双方合作的基础很深厚的 关键是能给走过来家族 多少好处 如果格洛亚索有远见 可能会不计较一时的得失 如果没远见 今天谈成什么样子不好说 不过 不管成不成 对于佐古拉家族 我们都要给予尊重 格洛亚索本人 也是远身要义尊贵的朋友 先前如果没有他的左右方圆 恐怕你小子早挂了 卡纳瓦罗想到跟伊莎贝拉的过往 一脸惭愧 哥夏 对不起 我差点将弟兄们 带入深院了 叶宁天拍了拍 卡纳瓦罗的肩膀 轻声地说道 你错了 你不仅没给远身药液带来麻烦 还给了远身药液 无限发展的可能 如果不是利物浦之行 我永远不知道 阿尔卑斯已能联盟的现状 更不知道 血族也非常铁板一块 当然 更不会抓住这个机会 扩展远身药液 在西方的影响力 这一战过后 远身药液在华夏的现状 或许没有多少改变 可在西方 稳稳站住脚跟 以后 即便在华夏出现问题 我们至少 也有个落脚的地方 卡纳瓦罗 朝会议桌上看了一眼 想到兵强马壮的 美国已能战队轻声地说道 阁下 万一 我的意思是 万一左古拉家族 不愿意加入我们的阵营 就凭咱们目前的实力 利物浦之战 有多少胜算 使者 叶灵天背负双手 斩钉截铁地说道 卡纳瓦罗咽了口唾沫 说是不知道 叶灵天的自信 是从哪来的 三倍于己的敌人 听阁下的语气 拿下他们 似乎不费吹灰之力 这有点扯了吧 见卡纳瓦罗是一脸震惊 叶灵天淡淡一笑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一对三 兵力差距也不是很悬殊 更何况 在轻暴一环 我们占足了便宜 叶灵天话音刚落 格洛亚索的船 终于靠近游艇 身着燕尾夫的格洛亚索 双眸金光紫射 略略一扫 足下一天就跃到了船上 文星辰扭头 对格洛亚索浅浅一笑 格洛亚索先生 叶先生在船舱 恭候大驾 谢谢 格洛亚索 冲文星辰点点头 静止去了船舱 叶灵天 见到格洛亚索赶紧站起来 非常热情地伸出大手 格洛亚索阁下 真的是鸭儿有限 非常准时啊 准时代表诚意 鸭儿有限是历史之本 做过来家族的品行 在隐秘世界 是输得着的 格洛亚索落座之后 将叶灵天上上下下 打量了好几眼 从嘴里蹦出的话语 颇耐人寻味 我似乎有些理解 原神药业 为什么神不知怪不觉 发展得这么快了 叶先生长得非常低调 其实方面更是内敛 如果不是情报握在手里 我很难将你 同原神药业幕后老板 联系在一起 偷用一句话小话说 叶先生是标准的 闷童年真经的和尚 什么叫长得非常低调啊 这老家伙会说话吗 叶灵天干笑两声 其实我一点都不低调 遗憾的是 摆在面前的情势 着实高调不起来 容我介绍一下 我身边这位就是卡纳 他就不用介绍了 格洛亚索懒得看卡纳瓦罗 对着叶灵天说道 我的时间有限 还是直入正题吧 好 叶灵天双手交叉 放在桌子上 正次的说道 首先我要知道 做过了家族的真实战力 格洛亚索笑了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叶先生是不是应该先让我看看 你的人手啊 叶灵天做了个请的手势 资料就在你左手边上 那里有阁下想要的一切讯息 对你 我们永不设防 格洛亚索 凝视叶灵天许久许久 这才翻开手边的资料 细细地审阅 过了十分钟左右 他喝上资料 皱着眉头说道 美国亿能战队在 利物浦的兵地 是阿尔卑斯亿能联盟的三倍 这个情报可靠吗 三倍 情报没有任何问题 叶灵天战钉截铁地回答 格洛亚索松松肩膀 无奈地说道 尊敬的叶先生 我很负责地告诉你 阿尔卑斯亿能联盟 没有任何的胜算 隐秘世界势力的较量 跟世俗不同 力量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此外 历史上还从未有过 一勺胜多 一弱胜强的仙力 我对你们的前景 并不乐观 仙力之所以没有出现 是因为我 没有出生在那个时代 叶灵天很是傲娇地说道 我相信 在我的指挥下 美国异能战队将会明白 什么叫人养马翻 格洛亚索真不明白 叶灵天的信心是从哪来的 叶先生 刚才的话不该从你嘴里出现 你是一个谨慎的人 叶灵天将格洛亚索 身旁的资料拿过来 嘴上翻了翻 淡淡地回答 华夏有位伟人说过 一切敌人都是纸老虎 美国异能战队 看似兵架马壮 可阿尔卑斯艺能联盟的 艺能战士也不是省油的灯 在一定范围内 形成绝对兵力优势 各个击破 应该不是问题 格洛亚索冷冷地言道 美国异能联盟的高层不是傻瓜 在战术战略方面 他们早就走在了 阿尔卑斯异能联盟的前头 尝试走 他们不会反的 他们不会反 我们可以让他们反 叶灵天并不赞同 哥罗亚索的论断 时代发展到今天 重视科技的同时 也不能忽略情报的地位 哥罗亚索见叶灵天如此倔强 摇摇头道 尊敬的叶先生 左国来家族没有你想的那么强 我们不是支撑血族的绝对力量 地位也并不深厚 如果跟着你打一场 没有把握的战斗 个人觉得我们好不起 长老回忆那边 似乎也很难通过 听格洛亚索这么一说 卡纳瓦罗一脸的黯然 正要说些什么 就听叶灵天沉声的说道 左国来家族 不是支撑血族的绝对力量 不假 却也不是软捏的势子 只要你们派出一些精英 同阿尔卑斯艺能联盟联合 我有信心保证 我们这边的伤亡数字 会小得让你沉默结舌的 格洛亚索犹豫了一下 紧跟着说道 这个问题我们先掠过 我想知道 左国来家族参与这场战斗 好处是什么 解决了美国艺能战略之后 利物浦的阿尔卑斯艺能联盟战士 和我带来的华下五者 会将德古拉家族 在利物浦的势力连根拔起 局势缓和之后 阿尔卑斯艺能联盟也愿意 为了提升左古拉家族 血族中的地位不遗余力 如果轻视需要 远身耀业的力量 会立即奔赴欧洲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 叶丁天这番话 说的是质地永生 格洛亚索靠在椅子上 对着一望无垠的大海 栩栩沿倒 叶先生 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 最不靠谱的 就是承诺 第815集 尊敬的阁下 这不是承诺 个人认为 远身耀业没有给予 左古拉家族承诺的必要 远身耀业跟左古拉家族 是一家人 叶丁天 朝着闭口不言的卡纳瓦罗 弄了弄嘴 阁下知道我此前的目的 哦 卡纳瓦罗是我的兄弟 科尔迪索是我的侄子 利物浦之战 左古拉家族 即便不住我们一臂之力 看在伊沙贝拉的份上 左古拉家族出现困难 远身耀业 也不得不血终送炭的 格洛亚索 仔细思索 叶丁天的话 阿虎站了起来 叶先生 考虑到贵方孱弱的战力 跟叶先生的合作事宜 我必须召开家族会议 才能给你准信 这是必须要走的程序 也是对长老们的尊重 尊敬的格洛亚索阁下 谢谢你的信任 不过 有句话说在前头 即便家族长老会议 决定选择围观 该办的事我们也会办 因为 在您选择沟通的方式 解决问题的一刻 过往我已了然于凶 德古拉家族 是左古拉家族的敌人 就是远身耀业的敌人 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 我们非常乐意 帮您拔了这个钉子 当然 要将科尔迪索带回 跟德古拉家族的交火 也是难免 叶临天站起来 跟格洛亚索握握手 一脸凝重 让我再次对您的到来致谢 我看到了你的真诚 也会将你的真诚 带到长老会议的 格洛亚索 顺手拍了拍叶临天的肩膀 你是我见过的 最特别的男人 不过 我对你刚才的话语 依然持有怀疑态度 如果凭着手中的牌 你真的搞定 美国已能站队 在立武谱的那些人马 我想 佐古拉家族跟原生要一接吗 或许 是加入原生要业 将会是我们 最明智的选择 叶临天 冲着格洛亚索身上鞠躬 尊敬的阁下 佐古拉家族 永远是佐古拉家族 我们对佐古拉家族 没有任何的歧途 格洛亚索 飘了卡纳瓦洛伊 对叶临天说道 长老会议会做什么决定 我不确定 不过承认科尔迪索 是我可怜的外孙 我可以做到 承认卡纳瓦洛 是我未来的女婿 也能做到 希望原生要一的婚礼 般的体面 伊莎贝拉 是我最爱的女儿 卡纳瓦洛一听这话 眼珠子旋即亮了 可能太过于激动 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 好不容易恢复正常 嘴巴刚张开 拿下格洛亚索 很潇洒的转身 静止出了船舱 叶临天一脚踹到 卡纳瓦洛的屁股上 没好气地说道 该死的卡纳瓦洛 你脑子什么时候进水了 还不赶紧 跟你的父亲 去见伊莎贝拉 卡纳瓦 眨巴着眼睛 看看叶临天 又瞅瞅 格洛亚索的背影 疑惑地说道 这成吗 格洛亚索 没有发出邀请 邀请你个大兜鬼 你搞大了 人家女儿的肚子 难不成 还请你上门 叶临天颇有些 恨铁不成钢 吹着卡纳瓦洛的鼻子 骂道 就这种车上 你还在外面 勾三打四的 你是一个棒水 不折不扣的棒水 这话刚说完 格洛亚索停下脚步 回转身来 冷静的目光 毫不客气地 砸下了卡纳瓦洛 对叶临天说道 勾三打四 叶先生 能将情况具体地 说一下吗 卡纳瓦洛 刷得脸就白了 眼睛发直 双腿发软 我的上帝 以前干的那些事 要是让格洛亚索追的 还不剥了自己的皮 好吧 其实格洛亚索 不需要动手 一杀贝拉 圣人这项工作 是绰绰有余 我去 老子今天脑子 也跟着抽了 情急之下 怎么将实话 说出来了 叶临天轻刻一声 急我走过来 陪着笑脸说道 那个尊敬的阁下 刚才我不过是开玩笑 卡纳瓦洛 跟那些女士的关系 非常纯洁 完全没有乱七八糟的关系 我刚才不过信口开河 你别放在心上 卡纳瓦洛是满头黑线 看向叶临天的谋中 全是不满 你还不如不解释呢 越解释越乱呢 格洛亚索 找有意味的 看了眼卡纳瓦洛 年轻人的事情 年轻人自己处理 我也相信卡纳瓦洛 会给一杀贝拉 一个合理的交代的 说到这里 他转身就走 话都说到这一步了 卡纳瓦洛 若还是听不懂言外之意 他也不是卡纳瓦洛了 格洛亚索 跃到船上之后 他紧跟着跃过去 跟在格洛亚索屁股后面 老实的 就像是一只绵羊 叶临天 目送格洛亚索的船 快速离去 走到文星辰身边坐下 继续装模作样的钓鱼 文星辰 扭头飘了眼叶临天 好声地说道 远身幼夜 在佐古拉家族的合作 事关重大 必须经过长老会议的同意 不过 格洛亚索能将卡纳瓦洛带走 说明他已经认可了你 那么利物浦之战 你可以将佐古拉家族的力量 加进来了 即便他们只出动 象征性的力量 我想凭借你的本事 进而一举吞掉 美国艺能战队那批人 应该不是问题 对方的情况都摸得清清楚楚 如果还不能吞下 可以跳海喂鱼了 叶临天对着远方 感慨万千地说道 哎呀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时代 情报是战斗胜负的关键 科技在隐秘世界的战斗中 将发挥超乎寻常的力量 遗憾的是 隐秘世界对此 似乎并不怎么认同 华夏武者这样认为 也就罢了 毕竟华夏的科技力量 并不怎么样 格洛亚索身在科技之城 还有刚才的观点 伟师不能原谅 他落伍了 他没有落伍 只不过没有转变观念 我相信很快 他们就会重新认识 当前的局势 文星辰 绷着双三 对着避水 语众心长地说道 话说回来 异能势力 对科技 又有多重视呢 魅影才是 最需要防范的力量 他们的情报能力 强到变态 他们的科技 耸人听闻 我有一种直觉 走到最后 你在西方 最大的敌人会是魅影 最难产的对头 是吉野亚依 你要提前做好打算 叶灵天自然知道 文星辰话里的意思 悠悠叹了一口气 其实 亚依是个可怜人 真的很可怜 他不该走上这条路的 不该 文星辰扭头看向叶灵天 我倒觉得应该 既然上天给了他这个脑子 他就必然要发挥自己的实力 证明自己的价值 这个世界 唱戏的人 不能总是男人 那可太单调了 叶灵天对着围星辰 苦苦一笑 你有这个论断 是你对他不了解 其实先前的他呀 对分成一点兴趣都没有 走到今天纯粹是迫不得已 文星辰耸耸肩膀 为自己的话语道歉 对不起 我想当然了 以明天摆了摆手 想到昔日的场景 面旁多了几分的温柔 我认识亚依的时候啊 他捧着咖啡 穿着粉红色的和服 头上还系着蝴蝶结 脸上总挂着明媚纯真的笑 看他一笔啊 我当时就觉得 自己很脏很脏 而他是一个 一尘不染的天使 连一只螃蟹 都不会杀的天使 那是什么 让他变成现在这副模样 文星辰猝猝眉头 据我所知 你们分离的时间不是太久 是命远 夜宁天哆哆嗦嗦地 将香烟点燃 脸色铁精 是那些该死的混蛋 铸就了现在的亚裔 他们将一切美好撕得粉碎 我知道你肯定会认为 她是一个无比歹毒的女人 可如果她不这样 她真的活不下去 我无法理解 当我知道她的过往 你不想说 文星辰顺时躺在船上 静静对着蓝天 轻轻地言道 在你看来她很可怜 在我眼中 她可恨 如果你们最终走向了对立 生死存亡之刻 你可要好好想想 任由一个疯狂的 极野亚裔 肆意妄为 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会阻止她 叶灵天无比笃定地说道 肯定能阻止她 阻止她 最好的办法 就是杀掉她 文星辰 抬眼看向叶灵天 能冷言道 但你做不到 叶灵天浑身一颤 狠狠抽了口香烟 沉默地就像一尊雕塑 幸好这幕戏剧场面很大 除了你和极野亚裔 还有天雪 你不能杀极野亚裔 不代表天雪 不会杀 文星辰顿了一下 闭上眼睛 悠悠言道 以后跟极野亚裔对决时 多长个心眼 极野亚裔比你更向王者 特定情况下 他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 女人的心一旦狠起来 比魔鬼都可怕 你一旦死了 这个世界的灾难也就到了 因为你手底下那批人 非常的疯狂 阎川可以丢导弹 他们报复起来 让核弹头满天飞 也不是不可能的 叶灵天面部肌肉一紧 我的那些属下 没你想象的那么疯狂 事实上 他们很理智 他们的理智 是建立在你还活着的基础上 我看得出来 他们先前的人生 不是这个样子的 正因为你的存在 他们才有了智的转变 叶灵天 你就是他们的信仰 推心置腹地想想 如果有一天信仰崩塌了 结果会怎样 闻星辰坐了起来 凝视叶灵天 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 都会堕落 一个信仰崩塌的人呢 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 叶灵天浑身一冷 顿了许久之后 方才说道 你的话很有道理 我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 至少要对 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防备一下 你活着 就是最好的防备 别人的命重要 自己的命更重要 闻星辰站了起来 低头看向一脸凝重的男人 柔声地说道 别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 死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说到这里 他朝远处看了一眼 他到了 你早就发现了吧 叶灵天点了点头 发现了 这次他过来 该不会是对我宣战的吧 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我 魅影 你已经不需要再防范了 既然吉野亚一能来 就证明利物浦之战 他应该不会背后下手 当然前提条件是 美国亦能战队那批人 要轻而易举地消灭 否则 温柔似水的吉野亚一 会迅速变成 嗜血的恶狼 将你撕成碎片 文星辰向到吉野亚一 面色略带着些许的不难 日本女人 优雅 纯美的外表 像樱花 但她们的根 永远都扎在尸体上 古涛应该到了吧 叶灵天冷不丁的台眼 看向文星辰 应该到了 我去船舱了解了一下情况 维克多带来的那批人 真不怎么靠谱 文星辰想到维克多的表现 对其很是无语 如果他不是挂着大长老的牌子 我很难相信 他是阿尔贝斯亿能联盟的大长老 老天啊 在他的身上 我没有看到血性 这些年阿尔贝斯亿能联盟 到底是怎么了 叶灵天对于文星辰的问题 爱莫能助 如果我知道怎么了 肯定会采取果断措施 不过幸好 这批不怎么靠谱的人 还有些战斗力 在兰帕德的调教下 即便温顺的绵羊 面对恶狼 也会张开吃草的嘴巴吧 但愿如此吧 文星辰 走到船舱的时候 脚步一顿 回头冲夜灵天 明媚一笑 对此我不应该怀疑 既然你有横扫的雄心 那一定可以做到 我似乎起人忧天了 你对我还真放心啊 夜灵天满头黑线 是摆在面前的事实 让我放心 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稳 当然 也更奸诈 文星辰丢下这话 就不见了踪迹 我奸诈 奸诈的是你和那边那位 夜灵天心里纷纷然 他真不明白 自己碰到的女人 怎么各顶各的不省油啊 远处 白色游艇 缓缓地靠近 记忆亚一笑地传头 和夜灵天 隔着十几米对望 两人都是面无表情 记忆亚一声长谈 对夜灵天说道 过来 过来吧 夜灵天将鱼竿放到一边 脚下一点就到了 吉亿亚一身后 吉亿亚一叫去一阵 扭头看向夜灵天的眸钟 全是不可思议 你的秀 提声了 夜灵天怂怂肩膀 笑着说道 其实我也不想 但这事就稀里糊涂发生了 吉亿亚一 忍俊不禁 你啊 还是那个脾气 嘴里要蹦出正经的话 真的 夜灵天叼着烟 跟着吉亿亚一 进到了船舱 在利物浦相约 咱们还是别说正经话 天已经很冷了 再说了 更冷 纯粹给自己找不自在 吉亿亚一 双气鬼地 挥挥手 事宜 还因客自退下 端起茶壶 给夜灵天 斟了杯上好的白茶 双手捧着 滴了过去 咖啡不喜欢喝 茶应该可以 这些白茶 是从仅存的 在野生茶树上采摘的 味道呢 非常纯正 当然了 也更难得 称得上是 无价之宝 第八百一十六集 夜灵天 单手接过 放在鼻尖 闻了闻 又将茶杯放下 无奈地说道 别人不清楚 你该知道 我跟雅致啊 不沾表的 这玩意给我喝 是牛角牡丹 纯粹浪费 只要进了你的肚子 就不是浪费 不过你也可以做做 懂雅致的样子 吉野亚依 奄然一笑 双腮泛起了两朵红玉 朝夜灵天的游艇 挪了挪嘴 嗯 你不也不会钓鱼吗 装模作样大半天了 招这个架势 恐怕在这个地方 还要再打个两三天 能把你逼到这个份上 利物浦的形势 非常严峻啊 夜灵天 叹了口气 咱们能好好说话吗 可以啊 吉野亚依 将一个包裹打开 从里边取出了几个手丝 放在碟子里 推到夜灵天的面前 啊 演了老半天的戏了 累了 吃点补充点能量 下午戒着眼 夜灵天翻了个白眼 捏起一个手丝 塞到嘴里 便吃便嘟闹 先前你留下的还没吃完呢 你的手艺啊 跟你的嗜好一样 让人无法接受 哦 我就不知道 咖啡有什么好喝的 吉野亚依 称挂地瞪了夜灵天一眼 将咖啡杯放下 娇声道 有品味的男人都喝咖啡 你说蓝山咖啡不好喝 充分证明你没有品味 夜灵天双手一摊 一副破罐子破摔的德行 我也没说过我有品味 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吉野亚依 无奈地摇摇头 将阿尔畔的碎发 捋到了二后 利物浦之战 我不参与 纵然 我对科尔迪索 非常的感兴趣 不参与的好啊 形势那么复杂 鬼知道最终走势 与其在利物浦末节 还不如把眼光放在那边 夜灵天朝西边挠了挠嘴 美国一能战队 可是有块大肥肉啊 过几天之后 战事彻底起来 可能西方的局势也变了 吉野亚依 绕又意味地笑了笑 真是忙不过你 狭意见的事情 夜灵天撇了撇嘴 下面要说什么就不知道了 吉野亚依低着头 捏起手丝 小小地咬了一口 目光盯着远处 也陷入了沉默 许久许久之后 吉野亚依突然说道 美国一能战队是我的 如果你打注意 我想这是我们最后一次 坐在这里愉快地说话 夜灵天用手在桌子上一滑 欧洲这边是我的 希望你不要约见 吉野亚依 妩媚地白了夜灵天 抬着眼皮说道 华夏呢 千万别告诉我 华夏是天雪的 我也不能碰 夜灵天笑得很苦涩 静静看向吉野亚依 其实我们俩 坐在这里 花河为鉴没意思 如果有风险 我们都会像真一样 一无反顾地钻进去 吉野亚依咬着红唇 双手捧着茶杯 递到夜灵天的唇边 喝口茶 咱们再说 好 夜灵天将茶水一饮而尽 重重地放在小方桌上 盯着眼前如水的双眸 你啊 就不能收受信吗 你应该明白 继续走下去非常危险 吉野亚依 飘了夜灵天一眼 柔声地说道 在你让我收心的时候 问问自己你收心了吗 如果你没有收心 凭什么让我收心啊 难道就因为我爱着你 就要做你的奴隶 你也太大男子主义了吧 夜灵天浑身一震 抬头呆呆地看向了吉野亚依 不要用那种惊讶的眼神看着我嘛 我心里有你说出来也没什么 不丢人也不犯法 吉野亚依 将空空的茶杯拿过来 给夜灵天针满 我也只能喜欢了而已 一生一世 长相厮守 与我来说不过妄想 事实上 我也没有那个念头了 夜灵天端起茶杯 轻声地说道 你还记得过去的日子吗 海岛上的 吉野亚依 歪着头问道 夜灵天摁了一声 嗯 海岛 会忘记吗 吉野亚依 双手捧着咖啡杯 看向夜灵天的眸中 蒙上了一层迷雾 那是我这悲催的人生中 最浓墨重彩的感情戏 今生不忘来世也记得 那时的日子 肯定没有现在光鲜 不过 宁静却美好 你其实啊 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 夜灵天端着茶杯 对吉野亚依 微微一笑 那时啊 我跟你见面见的 走在沙滩上 海风吹在脸上和温暖 眼前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觉得就像是做梦一样 吉野亚依笑了 捏起一块手丝 送到了夜灵天的嘴边 你也不是膨胀的人 夜灵天愣了一下 将手丝塞进嘴里 对吉野亚依说道 其实那一刻 我就在想 如果等事情处理完了 在那里安度晚年 也不错的 那个地方是很美 回忆却不美 其实你也不喜欢大海 海水太深你怕 那里不是安度晚年的好去处 吉野亚依将咖啡杯放下 某中划过了一道栗子 吉野家族的人死绝了 连墙堡里的婴儿都喂了狗 那个海岛上 我们再也不会踏上一步 吉野灵天大手一顿 轻声地说道 吉野家族不是所有人都是坏的 至少鹰还没错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吉野牙医做正好 声音渐渐冷了下来 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分辨谁是好谁是坏 那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是啊 有什么意义呢 叶宁天深吸了一口长气 对吉野牙医静静地咽道 美国艺能战队并不是软式的 动手的时候 谨慎谨慎再谨慎 魅影暂时还不具备 剿灭美国艺能战队的实力 过早暴露 后果很严重的 说这话 是准备走了吗 吉野牙医 温柔如水地问道 嗯 叶宁天点点头 伸了个懒腰 利物谱之战并不容易 稍有不慎 就会万切不复的 如果解决得不是那么完美 我依旧是给你留下机会 一旦有了破绽 我想 刚才我们那些话的价值 不过是浪费拓磨心子了 如果我说 即便你做出了破绽 我也不会背后捅刀子 能留下来吗 吉野牙医 对着海滩的方向低下头 以急不可温的声音说道 两艘船离得也不远 这个距离对你来说 监控斯考特没问题 更重要的是 随着局势的发展 我们平行近期说话的机会不多了 你那艘船上有的 我这边都有 你那边没有的 我这边也有 叶灵天摇里摇头 又起屋里的说道 你又不是闲人 此外我的伙伴啊 在另外一艘船上 有些事啊 我们需要一起商量 吉野亚医 走到叶灵天的身边 帮他理了理衬衫 真希望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 遗憾的是 天海天津一战 你我再想找到那种 配合无间的感觉 难了 要怪只能怪我们成长的才快 剧情啊太紧凑 叶灵天正对记忆雅医 拍了拍他的头 和颜悦色地说道 现在受不了心 没有关系 等你累了 就来原生药业 如果你一定要坚持 未来的路很长 更难走 碰到天雪要小心 他一天一个变化 不管心机手段 乃至修为都在飞着 让他寻到你的破绽 我没有十足的把握 就你出来 吉野亚医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我从未忽视过他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死了 杀我的人 一定是他 叶灵天皱着眉头 扭头看了一眼 吉野亚医 什么生生死死的呀 就不能想点好的呀 如果想好点 死的人 不是你就是天雪 你舍得吗 吉野亚医背负双手 自顾自地出了船舱 看向远处天海一向 叶灵天 其实阿尔兰海也很美 如果有一天我大忌已成 在索罗达海滩走一走 怎么样 你的大忌嘛 叶灵天含着脸 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想告诉你 那根本不是你真正的目标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 无非在掩饰自己的空虚 即便是又如何 我早就说过了 开工没有回头见 吉野亚医 转身看向叶灵天 眸中立光闪烁 利物浦之战要打得漂亮 做得干净 不要留下垃圾 如果我发觉不干净 要去打扫的时候 可能连你一起扫了 制定计划之前 我考虑最多的就是你 或许你在利物浦的水里 并没有多强 但我寻不到一点踪迹 在战场上 最怕的是冷枪 杀人最致命的是背后一刀 叶灵天宠及牙医双朗一笑 有你在 我的小宇宙必须得爆发 我可不想 刚才你递给我面前的是清酒 更不想你将清酒撒在我面前 顺便的送上一束菊花 其实你死了也好 把你烧成灰时刻带在我的身边 其他人抢不了 吉亿雅医双手于前交叉 左手叠在右手上 腰身攻下的同时 突然抬头 对叶灵天天天一笑 保重 不送 好好活着 叶灵天足下一点 站在船头 此时 吉亿雅医的身子尚未知己 你呀 温柔起来的时候如水 狠起来的时候是真狠啊 叶灵天是心里叹了口气 摸了摸左手的戒指 静止地进了船舱 吉亿雅医的游艇 向着相反的方向缓缓持续 吉亿雅医还站在船头 直到叶灵天的游艇 仅剩下一个黑点 他方才转身 进入船舱 走到了 还因可辞的面前 淡淡地问道 他的实力如何 即便他没有将内力散发出来 我一人感到强烈的压迫感 再加上 我杀掉销魂时那种诡异的感觉 我估算 他的修为至少是 真地级初级 考虑到他 顶级杀手的身份 如果偷袭 我死都不知道 怎么死的 海因克辞 尽可能能让自己 平盘显得客观 此人非常可怕 如果我告诉你 就在几个月前 他连五折都不是呢 吉亿雅医 扭头对海因克辞笑道 这 这不可能 花下五指的修为剑 没那么快 海因克辞 站定解铁地说道 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吉亿雅医 面无表情地说道 其实如果我最终的对手 是天选 那就好办了 遗憾的是 摆在面前的高山 还是叶灵天 海因克辞低下了头 公声地说道 可下 属下认为 您比叶灵天要强 好 强在哪里 吉亿雅医 绕有兴致地问道 说不好 这要搁下一心一意 他绝对不是你的对手 海因克辞 没敢看吉亿雅医的眼睛 那是你的错觉 我这多跟他旗鼓相当 吉亿雅医坐下来 透过玻璃窗 看向 壁波荡漾的大海 悠悠地言道 天经一意之后 他比以前更加阴冷了 其实他原本就是 阴冷无趣的人 嬉皮笑脸不过是 放松发泄的一种方式 自打小 就飞生即死 若说他心慈手软之辈 怎么可能 阁下这边说来 六部之战 美国艺能战队必败无疑吗 海因克辞 还是想不通 夜灵天如何下手 才能将三倍余己的敌人 死得粉碎 这没有任何悬念 如果真要找出悬念 那就是搞掉美国艺能战队在利物浦的人马 夜灵天一方要损耗多少 从他的态度上看 恐怕阿尔贝斯艺能联盟的伤亡 会维持在一个非常低的数值 吉野雅医务必笃定地说道 阁下 他要怎么做才能达到这个结果 我实在想不明白 海因克辞闹闹头 一脸不解 你要想明白 我这个位置 就是你的 吉野雅医飘了海因克辞一眼 露出了一个无比清纯的微笑 你跟威尔托德关系匪浅 此次行动表现出来的警觉 我也非常满意 那就给你提个醒吧 不要忘记夜灵天最擅长的事 是刺杀 最大限度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继而连根拔起 是他一贯的宗旨 海因克辞眨巴着眼睛 一脸惊惚 您的意思是说 夜灵天会主动发起总共吧 吉野雅医粗粗眉头 把他摆小手 你要跟小秦遣三 和维克托德差距也太大 出去吧 保持你不久前的警惕性 如此你才有前途 在海因克辞即将出门的时候 吉野雅医又传出话来 记住 在我手里没有废物 男人想要成就事业 就要不断不断地突破 不停地努力 好好翻翻夜灵天的历史 它应该是你们的榜样 也是你们前进的方向 是 尊敬的阁下 海因克辞 轻轻关上了舱门 吉野雅医捧着咖啡杯的小手 开始颤抖 想到海岛的那些岁月 她的眼眶 微微有些泛红 夜灵天 如果有一天 你真的死在我的手里 如果真的有下辈子 我会想做你的女人 没名分都行 我会给你生很多很多的孩子 为你老叶家 繁生繁生烟火 第八百一十七集 突然 她将杯子摔得粉碎 许久许久之后 方才喃喃自语 我连人都算不上 怎么还想着生孩子啊 不过如果能生 她一定非常聪明 说到此处 她的嘴角满满都是幸福 时间流逝得很快 就像夜空一扇而过的流星 海上的夜风更冷了 文星辰 身着猫腻打衣 坐在船头仰望星空 嘴角挂着比孩子 还要纯真的笑容 夜灵天坐在她旁边 把玩着寒芒 轻声地问道 万济堂这两天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 单人打起来了 文星辰 冲夜灵天咽然一笑 无比轻松地说道 不打起来 就奇了怪了 夜灵天咽了口唾沫 试探着笑声问道 结果如何呀 不管结果如何 万济堂都要战略转移 毕家早对万济堂虎视眈眈了 还不趁机咬一口 吞掉万济堂 文星辰捧着双腮 嘴角挂着几次得意 文文表现得非常好 应付那些家族的驻宠的同时 命脉产业开始跟远深药业对接 此外 核心资源也开始向远深药业转移 相信很快文文就能掌控局势了 夜灵天眨巴着眼睛 呆呆地看向文星辰 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啊 别说你不知道啊 整个远深药业知道的也不过是 玛丽和艾维尔 有些事要的就是隐秘 再说你不一直都是甩手掌柜吗 文星辰站起来 伸了个懒腰 见游艇缓缓实现海岸 对夜灵天笑道 现在我跟你一样 都是甩手掌柜 以前将权力 死死地 钻在自己的手里 以为自己是万济堂的救星 踏了放手的时候 方才发现 这个世界离了谁 都照样转 有你的万济堂 和没你的万济堂 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在 陛下要吞万济堂 根本找不到下嘴的地方 说句不客气的话 说不定嘴巴刚张开 自己倒丢下一大块肉来 夜灵天 颇为感慨地说道 你是我遇到过 最聪明的人 如果你在 我想不管记忆压医 还是天雪 都不能小觑万济堂的 文星辰 弗洛夫被风吹散了长发 走到夜灵天的身边 双手搭在夜灵天的肩膀上 轻轻延倒 不出三天 毕家就会启动 吞噬万济堂的计划 最多半个月 万济堂就会纳入 毕家的旗下 夜灵天 这只羊 会越来越肥 下面怎么做 不需要我来说了吧 夜灵天盯着文星辰 扇着智慧的双眸 在他张嘴的一瞬间 我已经给毕家 判了死刑了 谢谢 文星辰 突然凑到 夜灵天的面颊 亲了一下 这突如其来的动作 让夜灵天 整个人都懵了 文星辰 看着夜灵天 呆呆的模样 眼嘴轻笑 看把女相成 什么德性了 还是个男人吗 是我亲你 夜灵天 摸着文星辰 亲国的地方 撇撇嘴说道 我怕什么呀 别说这个了 试吻我都不怕 文星辰 呜了一声 意味深长地 看向夜灵天 真想来个试吻 夜灵天 咽了一口唾沫 只有这前面 你的下属都看着呢 你要是不怕 尽管来 文星辰 朝远方看了一眼 淡淡地言道 看着又怎么样 都快死的人了 怕这个 原本看一些 都会说 接吻得如此美妙 也不过如此 你那是接吻吗 你那是朝我脸上啃 夜灵天 轻刻一声说道 是正经的 他们准备好了吗 文星辰 正正脸色 颠颠头道 从反馈上来看 修为方面没有问题 不过实战 还得靠你 说到这里 文星辰 双手环抱胸前 笑着说道 不得不感慨 你的能耐啊 如果没有那 十枚焚精丹 利物浦之战 说不定还有些悬念 现在是一点悬念 都没有了 格洛亚索也给了准信 索古拉家族 会竭力配合你的行动 考虑到以上的 整种因素 我要再次重申一下 我的观点 你是老天的宠儿 你应该啊 叫我无敌兴兴兴 叶灵天嘟囔了一句 正准备 再跟文星辰 调侃侃 突然的 他的卫星电话 响了起来 叶灵天拿起电话 一看号码 赶紧朝脑袋上 拍了一下 嬉皮笑点的说道 秦总 你有什么指示啊 话筒那边 沉默了老大一会儿 方才小声的说道 你在利物浦怎么样 嗯 非常好 利物浦的问题 很快就能解决了 其实啊 刚到利物浦 想给你打电话 报寻案的 只是形势啊 太严峻了 满脑子 都是怎么处理麻烦 我打算啊 再解决完问题 叶灵天挠着头 言语间竟是歉意 秦巡握着话筒 朝一边的老者看了一眼 咬着红唇说道 灵天 别说了 我知道 都知道 嗯 利物浦的麻烦 一定能解决的吧 叶灵天 干脆立足地说道 先前可能还有些拿不准 现在基本没问题了 这就好 秦巡握着手机 柔声地说道 今年有些返程 过了春节 静海的天气 越来越冷了 我给你买了这些衣服 都在新雅别院的房间里 你回来后 有时间去 叶灵天 哦了一声 精神地说道 哎 好的 对了 秦叔叔先前不是说 我们 我们初三订婚吗 结果你看看这事 一件接着一件的 秦雪英握着话筒的手 微微一颤 低垂着眼帘 轻轻地言道 上次都说了 就是个过程 不走也好 省得大家都尴尬 哎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反正咱俩的事啊 亲戚朋友都知道了 这事不办更尴尬呀 叶灵天朝文星辰 那边飘了一眼 拿着卫星电话 朝角落里钻 压低声音说道 要不 要不等我回去啊 咱们俩呀 将程序走走算了 其实也不费多大功夫 你戒指都准备好了 西装我姑妈 你也给我买好了 我就出个场 婚礼结束 咱俩该干啥干啥 哎 秦总 你怎么了 秦雪英擦擦眼角的泪水 笑着说道 叫我一声雪英 就这么难吗 叶灵天嘴角一哆嗦 满脸都是无辜 老大 先前我叫你雪英来着 后来你不是不同意吗 再后来 我秦总秦总的 就顺口了 秦雪英握着拳头 任凭眼泪在眼眶飞洒 轻轻言道 不跟你计较这个 灵天 我家里有些事 可能要出趟远门 出远门 叶灵天一愣 怎么了 婚礼的事 可能一时半会儿办不了了 爸那边的工作 我也都做通了 今天给你打电话 是想看看 你在立务谱怎么样 顺便道个别 秦雪英 看着渐渐走过来的老者 握着话筒的手在颤道 爸 和萧萧 我就交给你照顾了 你要好好待他们 此时 游艇已经靠岸 叶宁天看着 站在岸边的文水街等人 笑道 就凭妖精的能耐 需要我照顾 他不因别人 就算老天开眼了 至于秦叔叔那边 这根本不需要你提醒 说的也是 秦雪英 深吸了一口长气 柔声地说道 我是看出来了 你走到哪儿 麻烦就跟到哪儿 我也听人说了 我们世界不太太平 你以后收敛点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的古语 终是不假 好 又来了 叶宁天见文星辰 已经下了船 站在岸边 向自己这边张望 赶紧说道 那个秦总啊 有些事 等你回来再说 承保 秦雪英一顿 看了眼面色 有些不难的老者 点点头说道 好 等我回来说 叶宁天笑道 那我挂了 嗯 你忙 秦雪英就要挂断电话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什么 赶紧说道 不要老乘方再见 话筒里传来的是一阵的盲音 秦雪英拿着手机站在原地 擦擦眼角的泪珠 白发苍苍的老者终于走在跟前 沉声地说道 可以走了吗 秦雪点点头 环顾眼四周 将手机关机 放在茶几上 哭哭一笑 再次回到这个地方 不知是什么时候 只要秦小姐潜心修为 应该很快的 东谷门的底蕴很深的 老者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沉声地说道 你回来的时候 也是东谷门 再次屹立五门世界之客 秦雪英 深吸了一口长气 看向老者的目光 无比地清冷 振兴东谷门 就那么重要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是我一生的事 秦小姐 五门大乱已经开始 如果我们不能抓住 下次不知道又要等多少年了 我们一动 宗门也就动了 所以我们要具备对抗宗门的实力 张老意味深长地看向了秦雪英 一灵天的来头我不是很清楚 不过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迅速崛起 他身后定有故事 你该赶伤他 甚至超越他 否则你们的未来我不看好 门当户对这个词啊 说起来不中听 却极有道理啊 我答应你 不是因为门当户对 只是不想成为他的累赘 秦雪英轻声地回道 你的理由和我的理由并不冲突 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意的 老者扫了眼四周 一声长叹 谁不想静静地享受生活呀 东躲西藏的日子不没啊 更何况下面就是四处蒸发 我们走吧 秦雪英看了眼沙发旁一个个够带 关上房门时低声地说道 再见 六仆 索罗达近海沙滩 叶灵天和温星辰坐在一辆 家常的劳斯莱斯后排 想到刚才叶灵天打电话的时候 跟做贼似的 温星辰就笑了 查岗的准确力够高啊 我也不过是在你的脸上盯了一口 还没怎么着电话就打来了 叶灵天 以后你真跟那些红颜知己在一起 外面想要采齐飘飘 难度颇大呀 采齐飘飘嘛 叶灵天黑着脸 正次地说道 温小姐 待会儿就开战了 咱们谈谈正事 尝不 温星辰 打开车窗 静静地沿道 一切准备就绪 还谈什么 叶灵天 细细一想也是 嗯 也对 该安排的都安排了 该交代的也交代了 下面就是开打 对了 待会儿你再 二伯的特岗下车 下车 开打了 你让我走 温星辰觉得 叶灵天太好笑了 叶灵天有些无语 老大 你这状态又不能打 过去凑什么热闹啊 说不定到时候 我们还要照顾你 我需要人照顾 你是说梦话吧 温星辰朝别墅的方向 挪了挪嘴 别墅里的人马 是美国异能战队组 都是些情报人员 战斗力非常有限 即便如此 他们的精兵强将 还到据点 开会还没有回来 如果别墅里的渣渣 还能冲到我的车前 利物浦的寒夜 就不属于 美国异能战队 而是我们 叶灵天完全赞同 温星辰的观点 如果温世杰等人 不能轻松拳肩 这股异能战士 就瞎了 无比珍贵的 分金丹了 见叶灵天 没有吭声 温星辰接着说道 岁之前要看看 温世杰等人的 真实战力 到了下面 也心安 这丫头 整天死自不离口的 叶灵天 小声地提醒道 待会儿 就是个惹身 不能完全展现 温世杰等人的 真正实力 真正展现的时候 我也不能朝边上站 那个时候 你真没有精力照顾我 温星辰 毫不客气地 打断叶灵天的话 双手环保胸前 朝后依靠 这一战有多轻松 直接反映 这个夜晚的战果 而这个战果 将反映 你能够将 远身药液 带到哪里 成 听你的 叶灵天 干脆利索地说道 不听我的也不成啊 温世杰这些人 都是我的人吗 温星辰 见叶灵天 要张口反驳 赶紧说道 在正式开战前 他们都要听我的 说着说着 即将抵达 祖位于沿海的别墅 车速渐渐放缓 叶灵天将手伸到窗外 做了一个手伸 行驶在最后的 两辆轿车 突然加速 冲到最前方 老斯莱斯 在别墅门口 缓缓停下 叶灵天 拉开车门 扭头对温星辰说道 注意点 集中一点 待会大家伙啊 动作要快 再快 也没曾经的我快 温星辰 飙了眼别墅门口 负责警卫的 两名已能战士 那目光就像看两句 冰冷的尸体 先生 请问你有预约吗 一名警卫 走到叶灵天的跟前 看看从车里下来的人 有些警惕地问他 哦 有 叶灵天扭头对他一笑 寒芒已经精准地 刺中了他的胸膛 身后的警卫 大惊失色 正准备动手 刀光闪过 他的头 已经飞了起来 文舍杰这一刀 干脆利落 让车里的文星辰 眼前一亮 第818集 杀 叶灵天足下一点 领着文舍杰等人 冲进了别墅 两名 已能战士倒下的瞬间 涌动的杀起 立刻引起了别墅内 已能战士的注意 有些反应快的 立马从窗户跳了出来 反应 稍稍慢点的 也出了房间 只是 熊动的时候 他们不明白 是谁吃了 雄心豹子胆 竟敢找 美国已能战队的麻烦 万济堂的汗刀 给了他们精准的答案 上帝啊 是华夏乌者 他们疯了吗 在西方的土地上 对已能战士下手 如果让斗士们知道 华夏乌者 与西方已能将 不死不休的 好吧 这种情况 绝对不会发生的 因为 这些义能战士 随后发现 这些华夏乌者 有秒杀他们的事 说直白点 华夏乌者 将他们全部干掉 拍拍屁股走人 谁知道 是华夏乌者干的呀 攻击西义能战士 还没闹出多大动静 已经倒下了五六个 至于战斗力 相对产弱的模拟义能 基本就没有 发挥的空间 短短几分钟 留守的义能小组 就已经是 倒下了一大半 对文士杰等人来说 干掉他们 比切韭菜还要容易 在最后一刻 义能战士终于醒过来 有了像模像样的抵抗 于是 风在别墅呼啸 或在别墅燃烧 雷声大作 闪电咆哮 他们要将 遭袭的情报发出去 他们也做到了这一点 不过 也仅能做到这一点 照亮夜空的火光 仅仅维持了十几秒 别墅就彻底安静下来 地上全是 亿能战士的尸体 浓郁的血腥 又有些刺鼻 夜灵天的寒芒 从最后一名 亿能战士的 勃根抹过 将冰冷的尸体 丢在地上 对冲过来的文士杰 很不满 你们拥有秒杀的实力 却没有做到秒杀 他们不该有 还手的机会的 这还不是秒杀吗 文士杰觉得 夜灵天要求太高了 他们是异能战士 全间还不许 他们发出 讯号难度太大 更何况 这次是强攻 不是自杀 你们可以做得更好的 夜灵天这般说着 人已经到了三掌之外 文士杰一挥手 万几堂负责 强攻的人手 迅速钻进脚车 按照既定路线 飞快向前半指 夜灵天捏了捏手 扭头问文星辰 看到了吧 满不满意啊 很满意 文士杰等人 表现得比我想象中的 要好多 我相信在你的带领下 他们比现在更强 文星辰 冲夜灵天天天天一笑 不满意的人 恐怕是你 别以你的标准 去要求他们 黑骑军和天煞的强大 有一个过程 他们想要适应你的节奏 也需要时间 推心致富地说 他们已经发挥出了 最好的水准 自始至终 别墅内 没冲出一个异能战士 外围负责伏击的人 基本都是摆设 这应该是超出 你先前的预料 确实是这样 不过在他们动手后 我就觉得先前的计划 太谨慎了 应该让全部人马 一起冲上去 那些能战士 连发信号的机会都没有 叶宁天摸着下巴 总结这次热身的经验 强功要的是快 这样对手才不会有 任何的反应实现 凭解他们的水准 能够做得更好 我也可以做得更好的 文星辰 冲野宁天甜甜一笑 甩了一下长发 你的柯柯 让我对你更加放心了 打从一开始 你对我就不该有 任何的怀疑 野宁天翻了个白眼 掏出手机 看看谁见 对文星辰说道 计划启动 文星辰点点头 掏出微信电话 对着话筒说道 认证结束 六谱寒夜行动 正式开启 公路上 无量凯迪拉克轿车 正在奔驰 美国艺能战队组长 道格拉斯 对前方的刺激 大声地说道 该死的 再快一些 该死的 阿尔卑斯艺能联盟 我要将他们死的焚碎 头 已经非常快了 身旁的副组长 相较于气急败坏的 道格拉斯 冷静许多 不必笃定地说道 凭借阿尔卑斯 已能联盟的情报设立 绝对不会找到 我们组的驻地 我们负责的是 情报收集整理 进攻力不强 引力能力勾筹 所以袭击我们的 肯定不是 阿尔卑斯已能证实 那是谁 道格拉斯气急败坏的嚎叫 拳头 重重砸到了 真皮座椅上 该死的 除了他们还有谁 血族 副组长 拧着眉头 冷冷言道 在利物浦 除了阿尔卑斯 以能联盟 具备进攻组织 里的只能是他们 如果 血族 蓄意地挑起事段 在情报领域 要超过我们 并不是什么难事 他们在速度 和引力方面的能量 是以能 急不上的 你有多大的把握 道格拉斯 沉上的吻了 血族参与进来 是大事 也是战争 走 在我们坐上 飞王利物浦的飞机 战争已经开始了 只不过 是血族首先 对我们发动攻击了 副组长 向到历史上 异能和血族的风波 感慨地说道 看来 每个纳斯 阁下的判断 无比正确 我们的通讯 确实被监控了 如果不是提前发觉 回应内容泄露 血族肯定会降风射吧 破坏我们 和征服阿尔贝斯 以能联盟的计划 届时 西方隐秘世界 三足鼎立 咱们集中力量 进攻华夏武门的时间 就要无险气地拖后了 道格拉斯 想到最近两天 发生的事情 气呼呼地说道 该死的 冰鬼神速 这个简单的道理 难道 梅格纳斯长老不知道吗 我们在第五谱的人马 是阿尔贝斯 以能联盟的三倍 三倍呀 还需要做什么 前期工作吗 直接发起攻击 干掉维克多 或者直接进攻了血组 如果这样 说不定现在 我们已经坐上了 飞往美国的飞机了 副组长觉得 道格拉斯话说得 是越来越过分了 孝顺地提醒他 我们必须 考虑阿尔贝斯 以能联盟的承受力 长老会议的决定 是让利物部事件 维持在可控的范围 我们要安静有序地 将阿尔贝斯 以能联盟 找到麾下 沟通 比不可少 阿尔贝斯 以能联盟总部的讯息 是我们怎么行动 如何行动的关键 我的兄弟 阿尔贝斯 以能联盟 有着辉煌的历史 不采用暴力手段 和平吞并 他们不可能 这一直都是我的观点 永不放弃的观点 道格拉斯 在美国以能战队 属于是典型的鹰派人物 来到利物部这么多天 不行动 让他非常不满 走 今天会议上 我们已经收到了 阿尔贝斯 以能联盟高层的血系了 他们默认了 维克多 将在利物部 倒下的事实 从这个态度 基本可以断定 和平吞并的计划成功了 副组长跟道格拉斯 在这个问题上 很难找到共同点 这地有声地说道 或许 也正因为如此 血族才会在这个时刻 对我们动手 将决士搅乱 对他们有益 道格拉斯和副组长 在理念上 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对此 道格拉斯非常清楚 他更知道 利物部之战后 副组长在 异能战队的未来 要比他光明许多 不过 这并不代表 他要掩饰自己的观点 竭力讨好 梅格拉斯 对于炙手可热的武长老 道格拉斯 对他的印象非常糟糕 也从不吝啬 地表现出来 阿尔贝斯以能联盟高层 不代表全体 阿尔贝斯以能战士 如果 美国以能战队高层 决定跟阿尔贝斯以能联盟 屁股后面跑 我第一个反对 并且 立即退出组织 道格拉斯 盯着副组长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道 如果真出现那种情况 我想 第二天你就会变成一具尸体 副组长 针锋相对 没有退让的意思 倒下 也比行尸走肉强 这是尊严问题 我跟阿尔贝斯 已能战士接触过 他们有着高盛的品格 真到了那一步 我的选择就是他们的决定 事实会证明 高层的决定是错误的 道格拉斯 安慰地说道 前面开车的司机 见政府组长要吵起来了 偷偷地扭头 朝后看去 盖斯特 开换你的车 副组长怒骂道 急于让自己冷静下来 对红着脸的道格拉斯说道 头儿 我想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 我们要思考的是 血族既然可以趁我们不在 发起突袭 会不会在半路 给我们来个伏计啊 如果是这样就太好了 道格拉斯谋中 全是对战斗的渴望 这样 弟兄们的仇就能报了 就在这时 轿车的速度突然降了下来 道格拉斯 从司机说道 怎么回事 疼 发起来 这已经等候我们都市了 司机转过头来 飘了眼自以为是的副组长 对道格拉斯说道 袭击弟兄们的是 叶宁天 不是血族 道格拉斯朝前一看 只见前方几辆轿轿车 堵住了去路 身着西装的叶宁天 叼着香烟 在野风中 笑得是云淡风轻 该死的 怎么会是叶宁天的 副组长眼珠子都直了 这只田鼠怎么有胆量 袭击我们呢 道格拉斯狠狠瞪了副组长一眼 他的胆量一直很大 当然他现在也有这个实力 看看他旁边的华夏 我这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汗刀 那是汗刀啊 万吉堂的人 上帝啊 万吉堂怎么跟 叶宁天搅和到一起去了 副组长在情炮领域是表现非常出色的 不可能不知道 万吉堂的传统 男人用汗刀 女人用匕首 想到万吉堂的可怕 副组长的脸刷的就白了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 我知道的是 阿尔卫斯一能联盟 不可能心甘情愿 投入到美国一能战队的怀抱 他们跟盖茨的华夏无知勾搭上了 先与我们发起攻击 而我们却蒙在鼓里 道格拉斯拉开了车门 对还在发呆的副组长说道 如果咱们到了利物谱就发起攻击 或许就没这回事了 投 咱们现在应该撤退 他们竟然在这里等着我们 显然具备 绞杀咱们的势力 副组长抬头 看向道格拉斯 陈舍地说道 应该将这个情报 尽快地告诉长老 提前防范了 防范吗 道格拉斯看向副组长的谋中 全是比 不要为你的胆怯找借口 好好想想叶灵天的行驶手法 他既然在这里等着咱们 你想到的他都想到了 没想到的 他也想到了 撤退嘛 撤退死得更惨 赶紧给老子下车 否则叶灵天不杀你 我也会揪掉你的脑袋了 言毕 道格拉斯砰的一声 关上车门 拨开宁神戒备的一名战士 正对叶灵天 追着别墅的方向 沉盛地说道 你做的嘛 显而易见的事情 叶灵天将香烟丢在地上 偷出手机看了看 慢条斯理地回头 原本打算偷袭 考虑到 你是杰克曼崇拜的偶像 由此啊 我觉得应该正面对决 这是对美国艺能战队的尊重 也是对逊者的缅怀 道格拉斯闭上眼睛 缓缓地言道 也说你的艺能战士 你一个没留满 沉吵不出根 春风吹有声 换成道格拉斯先生 这个节骨眼上 会留活口吗 叶灵天撇了撇嘴 从背后抽出了寒芒 不耐烦地说道 好了 我还要去赶场 别废话了 道格拉斯冷恒了一声 扫炼文世界等人 拒起他大手 对身后的艺能战士 大声地吼道 为尊严而战 侧言已出 精英们各自散开 准备对万吉堂的人 发起进攻 叶灵天扭头 对文世杰说道 还有二十分钟 让弟兄们 动作利缩一点 二十分钟 足够了 这些艺能战士不强的 文世杰 抬起了手中的喊刀 独写地说道 或许 道格拉斯比别墅里的 艺能战士 强了少许 不过也终究是 美国艺能战队的 后备战队 拿下他们 对现在的文世杰 等人来说 基本没有什么难度 不过 可能造成的动静 要比别墅大了许多 战斗即将开始 叶灵天大手高高扬起 嘴角挂着残酷的笑 就要发出 攻击的讯号 身后突然传来 清脆的喊声 等一下 叶灵天 嘴角一人颤抖 牛头说道 老大 不是说好了 你在车里等着吗 怎么跑过来了 咱们面前这些家伙 不是别墅的韭菜 是有反击能力的 文世杰也很诧异 回头看向文星辰 轻声地说道 大小姐 你不该出现在这里的 我必须出现在这里 文星辰着 轻快的脚步 缓缓上前 拍了拍文世杰的肩膀 笑得很是洒脱 我的时间到了 文世杰浑身一颤 眼眶微微有些湿软 大小姐 第八百一十九集 文星辰事宜 文世杰不要说话 紧跟着说道 该跟你们交代的 来利物浦之前 已经交代过了 所以劝诫的话 安慰的话 不要再说了 刚才你们的表现非常好 不过 叶先生的要求更高 我相信在 叶灵天的带领下 你们的进步会更大 文世杰低着头 颤声地说道 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 大小姐 从现在开始 叶灵天是你们 在利物浦唯一的领袖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即便有不同意见 也要埋在肚子里 热身后的那些反应 以后不要再出现 这是命令 文星辰冷冷地言道 是 大小姐 文星辰从身后抽出了匕首 扫了一眼 一脸欺然的万己堂 希望之心 不要挂着这样的表情 你们应该开心 因为经过叶灵天的帮助 你们走向巅峰的几率 会大大增强 叶灵天一把拽住文星辰 沉声地说道 你疯了 你还有时间呢 文星辰挥转身来 对着叶灵天战言一笑 还有弹不多了 刚才在车里我就想 我是武者 也是一名战士 任由死亡来临 不如在生命的 最后的关头 绚烂一把 让异能战士 见识见识 什么叫无法阻挡 他抬完看看手表 言语间 戴着傲娇 解决掉它们 我要比你们家在一起 更迅速 也让你知道 何为仙物 叶灵天深吸了一口长气 你确定要这样吗 在游艇上都计划好了 只是现在提前一些罢了 文星辰 双手搭在 叶灵天的肩膀上 轻轻地言道 其实 你真不是我心仪的男人 不过在我有限的时间里 你是我遇到过的 最棒的男人 我甚至怀疑 在接触下去 我真的有可能会爱上你 不过话说回来 朦朦胧胧的好感 才是最美的 等清醒过来 可能会伤感非常 也或许 会遗憾非常 与其如此 不如让我带着错觉 离去 叶灵天盯着面前 如水的双眸 从脸上挤出一个笑容 真没有想到 我竟然有如此魅力啊 当然有啊 事实证明你太能耐了 男女通杀 文星辰这般说着 突然凑到 叶灵天的顺边 深深地吻了下去 叶灵天待在了原地 不过 旋即就反应了过来 热烈地回应他 天地间在这一刻 静了下来 那种窒息的感觉 让文星辰的心脏 砰砰直跳 叶灵天热烈地回应 让他有窒息的感觉 他很是不适 就准备 推开叶灵天 郊区一颤 发现自己 被男人紧紧抱在怀里 我现在 不想你死 叶灵天 闭上了眼睛 正因为你不想 所以才要死 这样你才会记得我 记得在 利物浦的寒夜 有一个女人吻了你 准确地来说 是强吻 文星辰 将叶灵天的手 拿开 塞边 泛起两朵红玉 此刻的他 没有风华绝带的容颜 却有一种 射人心魄的魅力 叶灵天 将寒芒插回了摇间 将文星辰 被叶风吹散的长发 轻轻梳理 感慨地说道 你真的 非常非常聪明 可能是太聪明了 所以连老天都嫉妒了 其实再聪明又怎么样呢 在感情的世界里 聪明往往不起作用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这是我的初吻 全然找不到 书里的那种感觉 不得不说 你现在的演技 非常的差劲 文星辰 打开叶灵天的手 天天地笑道 等下辈子相遇 我还想和你搭档 到时你要多读点书 多看点电影 这样才有追我的资本 啊 我会的 叶灵天点了点头 叶灵天 文星辰脸上 再也没有了先前的温柔 惊得如同无风的狐冥 在游艇上我说过 要给你回报 现在回报来了 瞪大眼睛看清楚 我的一朝一世 会让你的舞蹈感悟 更上一层 我期待你的精彩表演 叶灵天 叶灵天竟地让自己心静下来 一脸凝重 这就对了 这才是叶灵天 文星辰 率了一下惩罚 朝前走了几步 正对道格拉斯 抚摸着手中的匕首 浅浅地笑道 好久没有动用内力 以前的刀数 似乎有些生疏了 想想挺可惜的 费尽心思 练就的刀数 却不能尽情地施展 人生的遗憾 真的很多 道格拉斯现在才看清剧情 感情这个女人唠叨了半天 是要跟祖的所有精英PK 这也太看不起人了吧 纵然万劫堂着实牛皮 却也不能牛皮到 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 就能撂倒咱们一群呢 否则照这个节奏走 华夏武门 还不早就吞了西方异能了吗 这位女士 你这是对美国异能战队的侮辱 我们不是韭菜 我们是战士 美国异能战士光荣的战士 道格拉斯右拳紧握 火焰炎至右臂 熊熊地燃烧 文星辰背负双手 调皮地笑道 你错了 道格拉斯先生 你以及你的手下感受到的 绝不该是侮辱 而是荣幸 凭借你们的修为 确切地说 凭借你们的才华 根本不值得我出手 幸运的是 你们赶到了时候 文星辰 文星辰抬头看天 繁星璀璨 漫妙飞肠 老天让我暗淡无光地离去 如果重视宿命 那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偏偏要书写最绚烂的篇章 跟残忍的上苍 再搏一把 文星辰低头看着脚下 抬头的时候 周身上下 涌动的气势 让他瞬间脱离凡人的范畴 这一刻的文星辰是神 凡人无法超越的神 站在文星辰身后的夜灵天 逗人一阵 文星辰气势散发的一瞬间 体内的黑白小球开始颤动 真气不由自主地澎湃 冥冥中似乎有一种熟悉者 他凑到文舍节的面前 敲声地问道 大小姐修为的功法 与你们不同吧 文舍节摇头 谋中全是崇拜 大小姐修习的心法 跟我们一样 都是文家刀法 只不过 我们是按部就班的脸 而他好像对文家刀法 做了些许更改 其实 大家一直都在怀疑 正是更改的心法 才能他最终走上这条路的 叶宁天好像被雷劈了一般 呆呆地看向文舍节 更改的心法 他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 大小姐是天才 天才中的天才 他对我说 他之所以走到今天 不是他的领悟之路错了 而是他没有觊触 只是什么觊触 他没有说 文舍节静静静看向 夜色中的倩影 压抑着内心的伤感 缓缓言道 叶先生 大小姐比你想象中的 还可怕 昨天 他告诉我 利物谱 寒夜行动发动的 其实早了一点 叶宁天一愣 沉深地说道 为什么他不告诉我 他说早了也有早的好处 忘了也有晚的益处 你之所以这么选择 是依照你的路 做出的判断 而最佳时刻的动手 怕不能陪你站到最后 他还说 局势瞬息万变 只要有清晰的头脑 不管早晚 到达的终点 都是一样的 文舍节深深看向了 叶宁天 这句话我听不懂 你应该懂 叶宁天怂怂肩膀 无奈地说道 我也是迷迷糊糊啊 只知道 他比我高了一层 看得比我更远 遗憾的是 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而我还好好活着 不远处 文星辰又比渐渐抬起 将喉咙处的血 硬生生咽了下去 对着道格拉斯 冷冷的咽道 准备好了吗 我要进宫了 道格拉斯大手一挥 异能战士们 排成攻击队型 注重时尚的 美国异能战队 队型保持得非常好 几乎没有任何的瑕疵 花霞舞者 你会为你的 狂妄付出应有的代价 道格拉斯 屏息凝神 冷冷言道 我叫文星辰 请记住这个名字 见到上帝的时候 告诉他 你们死在我的手里 我想他应该会为你们 感到骄傲和自豪 文星辰这番话 说完之后 脚去清洗 几乎贴着底面 右脚外侧和左脚内侧 抵着百游路面 以前一后的几点 在百游路面 划过一道曼妙的弧线 即将到达 道格拉斯面前 他足甲骤然一踏 身子突然有轻 与此同时 匕首沿着一道轨迹 顺势划了下去 他的内力务比深厚 速度原本就极快 再加上所选择的路线 几乎精确到了极致 以道格拉斯为首的 一能战士 基本就没反应的时间 刷的 文星辰的身影 在道格拉斯眼前划过 道格拉斯燃烧的右臂 正准备发出火拳 一股大力传来 也不知道文星辰 用了什么手法 他的躯体向后面的 副组长撞去 盖斯登 他是魔鬼吗 怎么会这么快 道格拉斯 后退的瞬间 脑海中闪过这样的念头 不过 这个念头尚未闪完呢 另一个念头就冒了出来 自己的头颅 什么时候飞了 道格拉斯的头颅 还有些许的思维 意识彻底丧失的前一瞬 他看到了至死难忘的景象 那个手持笔手的女子身影 是忽左忽右 道光过处 必有一能战士无助的倒下 他的每个动作 似乎都浑然天成 如果除去喷洒的鲜血 人们会感慨的 他步伐的优雅 挥刀的洒脱 再加上 那道曼妙的倩影 这一切是上帝在人间涂抹的最亮丽的色彩 美国一能战队组的一能战士们懵了 副组长倒下时 他们真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毫无疑问 文星辰这一番攻击 将进攻阵型拆的是七零八路 这些一能战士最低的也是七级一能 在弟兄们倒下一半后 终于有了反应 电戏一能的手直直发出声响 钢铁一能的手臂已经幻化成了里刃 风暴在苍穹显现 阴云密布天空 文星辰冲到攻击对星最后一名一能战士面前 右手一踪 脚区突然下伏 而后左掌着底 借助惯性凝聚内地 身子迅速的跃起 跃起的一瞬间 右手手臂朝着玄空的匕首 向上方轻描淡写的一打 曼妙的刀光从这里也能战士下额 向上方撩去 匕首如出窍的里线冲向阴云密布的天空 文星辰拍马赶到 无比精髓的内力让空气产生波动 他的右手即将握住匕首的瞬间 突然叫声地喊道 内力外化 这四个字 就像一记重锤接中叶灵天的胸膛 也就在这一刻 叶灵天突然明白 文星辰前面并非真正的攻击 纵然他前面所做的动作 都完美到无可挑剔 不仅将内力运用到了极致 还巧妙借助惯性和地心引力 毫不客气的说 这些动作已经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叶灵天不琢磨一段时间 根本弄不清所以然 然而就是叶灵天琢磨 都要死掉不上脑细胞的动作 对文星辰来说 不过是惹身 文星辰真正的杀招是内力外化 换句话说 他要用最华丽的方式 结束这些亦能战时的性命 如果按照这个实力推测 文星辰若是选择以刺杀的方式 结果道格拉斯等人 他们全部倒下 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是被谁人杀死的 天才啊 他是真正的天才啊 叶灵天瞪大了眼睛 手中的寒芒也开始微微的颤抖 似乎在这个凡尘世界 找到了久违的伙伴 这绝对不是内力 类似真气和文星辰修炼的法门术武道 叶灵天在这一刻 因应有种知觉 如果九天玄寻觉 在文星辰手中 他的进阶速度会比自己更快 遗憾的是 还是那句老话 这个射箭没有入过 匕首尽在眼前 文星辰用余光看到叶灵天的反应 某种划过一次行为 这个在武道 竟然不久的男子 现在应该明白了吧 你修炼的法学不是武道 而是比武道更高层次的东西 至于到底是什么 已经没有时间去思考了 文星辰已经是油锦登枯 他也终于知道 自己的问题所在 他具备超凡凡尘的武道感悟 却拥有一副 比凡人强不了多少的躯体 他已经将凡人的躯体 发挥到了极致 甚至超过人体的极限 下面的路 他走不下去了 文星辰带着满枪不甘 娇和了一声 右手接触匕首的瞬间 手腕狂抖 他曾经走过的路线中 一兵兵内力化成的匕首 骤然显现 他在半空中 终于握住匕首 这一瞬间 他转过身来 宛如木然回首的女神一般 留给世间一个 意味深长的笑容 右手高高凉起 乡下重重一劈 娇吃一声 哼 秀秀秀的 一把把匕首 从已能战时的 要害术穿过 窜向了阴云 阴云密布的天空 裂成树板 漫天的星辰 又一次显现在眼前 此刻的夜空 很宁静 很美 美得略带着些许的凄然 一能战时倒下的时候 他们真的没意识到 自己已经死了 他们觉得 自己好像做了一个梦 梦到一个女神 从自己面前飘过 然后从她的樱桃小口中 脆生生的出来几个字 然后 周遭就是 一柄柄散发着 璀璨光滑的匕首 冲向了星空 就像 刚刚从乙宫滑滚的那道 最耀眼的流星 天空中 那道流星在天目一闪即逝 从发光到绚烂 只有短短的一瞬 可在人类的眼中 却是永恒 这一击过后 温星辰再也支持不住 他的丹田彻底碎裂 经脉断成无数的光点 连握着匕首的气力也没了 夜色中 他就像断线的风筝一般 静悄悄地落了下来 嘴角带着几丝满足 他找到了自己的圣洁 遗憾的是 路已经走过 回不去了 夜灵天足下一点 就在温星辰飘落的一瞬间 将他稳稳地抱在怀中 看向他的眼眸中 除了感叹 还有敬畏 你很好 非常好 好到鸟活着 是我这一生 都跨越不过去的高山 鲜血从温星辰的 小嘴补入的途中 他用最后一丝气力 擦擦嘴角的鲜血 哭哭一笑 所以老天将我移开了 夜灵天抱着欺若游死的温星辰 我在想啊 如果有一天 我也闭死无疑 如果像你这样适去也不做 至少啊 华丽 温星辰摇摇头 又起无礼的情声泥呢 能活 就不要死 灵天 刚才看清楚了吧 嗯 看清了 领悟需要时间 夜灵天帮文星辰 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苦笑道 并不是每个人 都具备你高超的智商的 也不是每个人的领悟 都能达到你的境界 你的路 还有 很长很长 好好走 闻星辰 吐出了一口鲜血 从嘴里蹦出最后一句话 送我回家 他逝去的时候 渐渐灰暗的眼眸 对着武锦的苍穹 那里的星辰漫妙飞长 夜灵天帮他合上了眼帘 将他抱到了车里 对着一脸欺然的文舍杰说道 打起精神 战斗还没开始呢 是 叶先生 文舍杰咬了咬牙 催生地应道 不 你应该称呼阁下 夜灵天说完就关上了车门 面色一如冰霜般的冷漠 劳斯莱斯车 向着远方缓缓持去 夜灵天在车子发动的刹那 飘了眼似乎 沉沉睡去了文星辰 缓缓闭上了眼睛 走了也好 其实活着很累的 利物谱 郊外 某栋别墅 美国亦能站队秘密据点 梅格纳斯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着身旁的肯尼迪道 我没听错吧 遭到喜剂吗 肯尼迪一脸凝肿 尊敬的梅格纳斯长老 道格纳斯已经带着人马紧急会访 我命令B组一个梯队的人准备增援 就等您的话了 梅格纳斯紧皱着眉头 点着桌子说道 是谁动的手 阿尔卫斯也能联盟吗 不不不 他们不具备这样的实力 难道是血踪吗 战老 个人觉得 现在不是思考是谁动手的问题 迫在眉睫的事 我们要不要增援 肯尼迪小声地提醒道 增援吗 梅格纳斯 拧着眉头想了想 站起来推开窗户 突然眼前一亮 零点行动开始前 袭击阻 该死的 动手的不是血祖 肯定是阿尔卫斯也能联盟 准确地说 这应该是 叶灵天这只天术导演的小把戏 他在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如果我们一旦兵力分散 就给了他们可审之计了 我明白了 总算明白我们为什么受到监听了 叶灵天 我差点忘记了 远深药业这只天术在科技方面 还是有些实力的 对 有实力 他们可能暗中勾结了魅影 复原神弹 上帝啊 这女天的东西 如果不是具备超强的科技实力 怎么可能制造得出来呢 梅格纳斯 站定截铁地说道 绝不增援 你先按照会议决定进行 集中全部人马 进攻天上分布 一旁的克林斯曼 呆呆地看下了梅格纳斯 颤上了说道 尊敬的梅格纳斯长老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道格纳斯送死啊 我的克林斯曼 只能念头不该在你脑海中出现 你要清楚你的身份 你是零点行动的指挥官 在错综复杂的情势下 一定要保持清晰的头脑 永远都不能感情用事 梅格纳斯看向克林斯曼的谋中 全是不满 永远记住 战争总是会死人的 以道格纳斯为首的组 是美国异能战队的骄傲 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输卸了美国异能战队的辉煌 克林斯曼和肯尼迪对抗了一眼 低下头 是的 这是战争 战争怎么会不出现伤亡呢 让兄弟们姐姐 立即攻击 梅格纳斯兴奋的是两眼冒光 扯着嗓子说道 我们要在明天血族祭祀之前 将维克多干掉 不要让祖的突发情况 阻碍我们的计划 阿尔卑斯一能联盟已经不是我们要征服的高山了 我们要征服的是德古拉斯家族 是 尊敬的 梅格纳斯长老 克林斯曼低声应道 冲着肯尼迪使了个眼色 凑到了梅格纳斯的耳畔 悄声地说道 长老 我们的目标是克尔迪索和伊莎贝拉 当然 还有卡纳瓦罗 照您的意思 只是向血族直接发起攻击 如此一来 闹腾的动静是不是大了 牙子比报 一直都是血族的传统 我怕接下来的情况会一发不可收拾 我的孩子 决定对克尔迪索和伊莎贝拉下手的时候 跟血族的战争就已经打响了 德古拉家族在利物浦这批人马算得上精英了 在将克尔迪索和伊莎贝拉带走的同时 给予德古拉家族重重的一击 这个结果 也不错的 梅格纳斯拖着下巴思索 叶灵天和维克多纵然导演了这组小插曲 也仅仅是小插曲了 阿尔卑斯艺能联盟总部已经在掌控之中了 血族很快就会陷入阿尔卑斯艺能联盟和美国艺能战队的夹击之中了 他们只有挨插的分 哪里还有反抗的机会啊 零点行动的亏 他们如果实在咽不下去从而报复 我想美国一能战队不用抄前的实力告诉他们 西方隐秘世界已经变天了 克林斯曼欧的一声赞叹道 尊敬的梅格纳斯长老 您是我们最英明的领袖 梅格纳斯很是受用 正准备在克林斯曼面前继续装逼 突然 克尼迪晃晃晃晃的跑了进来 急声的说道 尊敬的阁下 李伯特被维克多您也带走了 梅格纳斯忽然而起 拳头重重的砸到了桌子上 直着克尼迪的鼻子说道 该死的 你的情报工作怎么做的 你不是说 维克多一直都缩在天上分布的密室吗 他们怎么会跑了 正老 这是斯考特刚刚发过来的讯息 您刚才也说了 远身摇曳的科技实力不错的 叶灵天此人又非常的狡猾 维克多都发现斯考特不大对路 叶灵天此人也发现了 信息之后可以理解 不过 这也给我们传达一个信号 那就是 维克多和叶灵天 并不具备对抗我们的实力 否则他也不会放任 斯考特的存在 克尼迪深深看向梅格纳斯 这一刻 他突然明白 美国艺能战队高层 为什么迫不及待的 让梅格纳斯上位 他又领导 美国艺能战队 走向辉煌的实力 克林斯曼也不傻 肯尼迪这么一说 他旋即笑了 叶灵天就是再大时差 等我们的援兵 大规模的抵达了 追击维克多的人 必然不多 那么维克多和叶灵天 逃离地物谱的希望 就大大的增加了 战老 他们逃亡的方向 不是阿尔卑斯 艺能联盟总部 而是华夏 对 回到阿尔卑斯 艺能联盟总部 对维克多并不是 最好的选择 因为那边已经不是 维克多的天下 梅格纳斯 冷笑一声 西方艺能原本就是一家 偏偏要分个彼此 维克多落后的宽点 让他成了西方艺能的器儿 长老 我立刻就调动全部人吧 展开追击 克林斯嘛 无比兴奋地说道 他很庆幸 有梅格纳斯的指点 否则 真落入了叶灵天的轨迹 全部力量呢 梅格纳斯摇摇头 沉胜地说道 三分之二的兵力就够了 可那碟 也带着这批人 迅速上领天上分布 我估计 盖茨的叶灵天 已经下达了 转移先进监控仪器的命令 趁着他的计划还没有得逞 到达那里 消灭那些该死的老鼠 然后 充分利用天上现有的设施 死死盯着 德古拉家族的动向 这个夜晚 发生的事情 不可能不惊动他 我们 必须确保 克尔迪索和伊莎贝拉 不能被他们秘密转移 是 可尼迪接到了命令 迅速地冲入了密室 梅格纳斯站起来 拍了拍 克林斯玛的肩膀 我的孩子 这个夜晚 我们要让维克多和 叶灵天 感到刺骨的冰寒 克林斯玛 右手放在胸口 攻身地引导 克林斯玛 用生命和信息 迎接美国 已能站队 飞煌的未来 我的孩子 现在 不是你 抛洒生命和信息的时候 我们应该合计一下 维克多和 李莫特的车离路线 在哪 维克多 打开军用笔记门电脑 调出了一幅地图 摸着下巴 脑神经仿佛 吃了蓝色小药丸 兴奋飞肠 飞机是最好的选择 立物铺机场 已经在我们的掌控了 叶灵天 既然可以监视我们的通讯 对此 自然是心知肚明的 那么他选择的成绩路线 一定不是立物铺 而是 梅格纳斯 指着地图上一个方位 沉深地说道 还是可丹尔 这是一座荒废的机场 黑鸡军完全有能力 让这座机场 恢复生机的 他们想要秘密潜入华下 从这里乘坐军用飞机 飞往我们实力掌控之外的范围 说到此处 梅格纳斯用手指着地图上量了一下 笑得无比得意 没错 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我的克林斯满 走吧 此次有我领先 咱们要让 克达尔变成 野林天和维克多的坟里 更要让他们明白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阴谋诡计 都是云烟 是 克林斯满热血沸腾 最机翼的场景终于到了 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 克达尔机场 将成为他事业腾飞的起点 也宣告 美国艺能战队辉煌的开始 美国艺能战队秘密据点 五辆林肯商务轿车 好像疯的一般冲了出去 肯尼迪领衔的美国艺能战队 真正的精英 正在跟时间赛跑 在他们的车队离去 仅仅五分钟 梅格纳斯亲自领衔的 艺能战队 要在克达尔机场 基维克多和 叶林天致命的一击 零点行动的枪声 正式打响 零点的钟声 早已敲响 寂静的公路上 几辆林肯商务车 正急速地奔驰 发动机的轰鸣 将夜色震得发抖 与喧嚣的发动机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是 车内氛围沉门非常 肯尼迪自然知道缘由 也不想这样的状况持续 因为他旁边坐的是 心中偶像 号称银湖的 美国艺能战队 零点行动 B组指挥官 斯图亚特 肯尼迪游异了许久 鼓足勇气 凑到B组组长 斯图亚特面前 没话找话 尊敬的斯图亚特先生 希望这个夜晚 不要太漫长 斯图亚特 猝猝没头 打心眼里 他瞧不起肯尼迪 这家伙在美国 艺能战队 跟精英 雅根就不沾边 净鬼使神差的 成为了零点相动二把手 他已经 不止一次 向远在五三区的 四长老提出抗议 梅格纳斯长老 在用人方面问题很大 任人唯亲 这种没品味的套路 不该在零点行动出现 遗憾的是 考虑到目前 利物谱的局势 四长老给他的回复 言简易改 君令如山 斯图特 只得接受现实 此刻 肯尼迪主动找话 身为下属 他如果 不理不睬 说不过去 于是 非常冷淡的回应 我们会用自己的实力 让这个夜晚 如流星一般的短暂的 天上六股分布的小家伙 会悲催的发现 在强横的B族面前 他们一无是处 如果 赫赫有名的斯图亚特战队 连天上分布都搞不定 那无异于 天方野谈 可尼迪冲斯图亚特 笑了笑 尊敬的斯图亚特先生 我担心 不是天上分布的行动 而是能否 成功地获取 李波特教杀维克多 刚才从密室得到讯息 为了让李波特和维克多 逃离礼物谱 以明天拿着天数 下了不少的功夫 谢谢大家